花和尚也站起来 向枕冲去 但是 他体力透支得太厉害了 他又没有像林玉那样的太悬心 所以他一出去 便被人制服 一拍拍铜棍 向林玉砸了过来 突然 林玉在铜棍前消失 紧接着 他的身影出现在另外一边 然后一道萌萌剑光 骤然形成 在半空中 形成一个圆圈 清光以林玉为中心 一飞冲天 紧接着 围在林玉身边的 十八名和尚的手中铜棍 齐齐被折断 林玉一剑斩出之后 大步向前踏出 然后又是一剑向前横斩 萌萌清光 在这瞬间扭曲变形 然后大腿两侧的石狮 发出一阵巨响 那些巨石叼成的狮子 被林玉的第二剑 斩得石屑纷飞 第三次强行动用太拳心 林玉把身边的人 全部都甩开 然后他回头 看着花和尚 大 还能撑吗 撑不了了 你先走 我在这里给你断后 花和尚毫不犹豫地说 虽然他知道 他没有这个能力断后 但花和尚 还是这样义不容辞 因为他和林玉是兄弟 现在兄弟 要去救兄弟的妞 他 当然要为兄弟两肋插刀 这白云寺 其实你说来就来 说着就走的 静海身边 借吕唐的静空 一声大喝 他一个起落 身形迅速掠到林玉的身边 然后他右手一伸 就向林玉抓了过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白影一闪 一道白灵 凭空而出 白灵上的阵阵寒意 让静空一个后翻 此醉相思 玄心踏空而来 他一把挽住林玉的手臂 两人的身形 轻飘飘地向后扶去 列阵 看到又有高手到来 落地后的静空 大喝一声 他有些惊悚 他现在的战力 是五到一重劲的存在 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对方虽然厉害 但是他明显感觉到 对方的实力不如他 可就这么一个 不如他实力的人 居然逼得他连连后退 这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刚刚被打散的同仁阵 再次列起来 这是白云寺的护寺大阵 只是那些和尚们 手中的铜棍 被林玉一箭斩断 所以这些人手中 现在全是半截铜棍 只不过这些人 刚刚和林玉 花和尚一番纠缠 也是元气大伤 一边的芙蓉右手一扬 一抹金色的骨 像是一片金心一样 向前洒去 随着芙蓉的骨毒洒出 那结成同仁阵的和尚们 一个个地扑倒在地 动也不能动了 何方妖女 净空大怒 她是戒律堂的 脾气本来就暴 看到芙蓉 一招就放倒她的大阵 她当然生气 她右手一抓 向芙蓉抓去 突然 一个憨厚的青年 出现在芙蓉的身边 她一口把手中的馒头 塞入了口中 然后右拳一握 朴实乌滑的一拳 向着晋空咋去 晋空画爪为拳 和馒头 结结实实地对了一拳 两拳相对 半空中 有片刻的安静 紧接着 一腾腾的元气 向四面八方波动而去 馒头退了一步 她的嘴角 溢出了一丝鲜血了 但是 她把嘴角的鲜血一抹 紧接着 又是一拳砸出 哼 无知 晋空冷哼一声 她一把抓住 馒头的手臂 向前一扯 一股真气 控制住 馒头的手臂 就在她要 废掉馒头的时候 一条白影再次出现 目离登场了 她右手 预指向前一点 强大的神力 突然从半空中 波动而起 她的长发飘起 死死地 盯着晋空 晋空呆住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强大的神力 她更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看起来 不满二十岁的少女 身体里 会突然爆发出 这么强大的力量来 晋空当心 晋海悚然一惊 她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因为她从那股 凛冽的神力中 感应到一丝天地之威 如果晋空被打实了 绝对是吐血身亡的下场 白云四的方丈 毕竟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她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残影 迅速地奔到晋空的跟前 然后她左手拉过晋空 右手单掌一合 一声佛号 从她口中送出 阿弥陀佛 她身上胖大的袈裟 无风自骨 化作一道红墙 挡在两人的跟前 然后她拉着晋空 迅速离开了当场 木犁这一只 点在骨起的袈裟上 那骨成球一般的袈裟 瞬间裂开 桌边的空气 在这瞬间变得扭曲不定 强大的气波 把周边的人 震得都向后退了几步 等晋空被放下来的时候 她脑海里还是一片空白 而静海的神色 也彻底地严缩了起来 凌鱼哥哥 子爷姐姐不见了 木犁有些焦急地 走到凌鱼的跟前 她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我知道 别急 我现在就回去 我有办法找她回来 凌鱼安慰着木犁 都怪我 都怪我 木犁喃喃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去上学 子爷姐姐也不会不见 怪我 我应该守在她身边的 不怪你 别自责 凌鱼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脸色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 看到凌鱼已经无大碍了 玄星这才松开凌鱼的手 然后她有些责备地说 你这么拼命干什么 我必须离开这里 凌鱼苦笑了一声 答 那女孩对你很重要 玄星又问 跟你一样重要 凌鱼凝视着玄星 答 师姐 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 谁吃你醋了 玄星淡然一笑 你走 这些老和尚交给我 不 这老和尚厉害 我们今天只有跟他拼了 玄狱盯着净海 阿弥陀佛 净海的脸色 空前地变得严肃起来 本来她认为 玄狱和花和尚 她可以轻易地拿下 但是对方的援军越来越多 而且每一个都是高手 高的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尤其是最后来的穆梨 那是一位真正的狠角色 她那一直点出 如果真的落在净空的身上 那么现在的净空 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废了 净海大师 得罪了 但是今天我必须离开这里 另外玄界大师的死因 我也会给你一个交代 林玉拱了拱手 大 时间不允许 改天再向您来告罪 师叔恐怕离不开这里 净海道 我想去便去 想留便留 林玉也是火气上来 腿在我身上长着 你说我离不开 我今天偏要离给你看 那你是在向我们白云寺宣战 净海手一持 他身后几位穿袈裟的老和尚 齐齐向前一步 一名鲜舞进的净海 六名五道一重进的高手 即使林玉这边的实力不错 但真要火拼起来 胜负还真的有点难断 我敌人挺多的 林玉笑了 就算是再多你们一个白云寺 又能如何 林玉 你先离开 这里交给我 随着邱若寅的声音传来 邱若寅以及梁雪 还有一个强大的保镖团队出现 而且这里有一个黑脸的军人 来头更是不行 这位可是权力中心 戒备团的人 保证所有首长安全的那位 现在都被惊动过来了 好 我先走 林玉点点头 他转身就离开了 邱氏主 青海忍着怒气 大 您这是要包庇自己的孩子吗 他有错 我自然不会包庇 但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谁敢动他一下 我拼尽邱氏集团一切 也要跟他说的说的 邱若寅冷冷地说 平时里的邱若寅 是一位温柔的女性 但是每次牵扯到 林玉的事情上 他就变得霸气策露 因为他只有一个林玉 一个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 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白云寅来头是他 但邱氏集团 也不是吃素的 这两大势力碰在一起 还真的难分胜负 这里是白云寅 玄姐师叔孕的 你儿子是最大的嫌疑人 你现在让他离开 就是包庇 净空喝的 现在凡是讲究一个证据 邱若寅冷冷地说 敢问净空大师 可有证据 我们的人上去的时候 只有林玉和这个和尚的现场 这还需要证据吧 净空怒道 玄姐师叔所重的毒 身上的剑伤 这还不能证明什么吗 哼 你这大和尚的逻辑 有点不行啊 梁雪走上前 她微微地摇摇头 道 按照你的逻辑 那我问你 要是有人杀了人 然后把匕首和凶器 放到你们白云寺的门口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认定 人是你们白云寺的人杀的 这不一样 不能混为一谈 净空一正 她的气势 不由自主地弱了下来 本来就是 这些念经的和尚 和纵横商业的人对私 这些和尚 肯定死不过 因为口才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邱若寅冷笑道 你们说我儿子的嫌疑最大 但我觉得我儿子没一点嫌疑 如果有问题 咱们到帝都好好说道说道 邱若寅霸气的一面 终于露了出来 这一次她没有退让 本来作为邱氏集团的总裁 能在千军万马中 杀出一条血路来 她的能力 本来就不容轻视 而这一次 为了儿子 为了淋浴 她毫无保留地爆发出来 让这些大和尚们 瞬间感觉到为难了 玄道天不再厉害 他们这些和尚 再受上面的重视 但他们终究不过是一些和尚罢了 而邱若寅不同 她受高层重视 邱氏集团的业绩 一年又比一年突破 这是一个真正的跨国性大公司 双方对于这个国家都有贡献 但是大家的贡献不同 而高层肯定会避重就轻 所以双方如果真的冲突起来 那是没有意义的 最好的结果 也是双方各打二十大板 帝都 姓灵堂 林玉和穆梨匆匆赶回了姓灵堂 夏清雪也带人赶了过来 他们在姓灵堂里面寻找着线索 但是他们唯一的线索 就是姓灵堂正常的监控 从监控上可以看出来 一个女子来到姓灵堂里面 她只是和苏子叶简单说了几句 说完之后 苏子叶就跟着她离开了 因为监控的方位不行 而且视频并不是很清楚 从始至终 林玉都没有看到苏子叶的正脸 更没有听到 那个女人到底和苏子叶说了什么 她只是觉得 这些事情有些蹊跷 那个女人是谁 林玉难难地说 上官武 一边默不作声的夏清雪发话了 上官武 林玉吃了一惊 她回过头看着夏清雪 答 你肯定是她吗 上一次她伤得不轻 按理来说 她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恢复过来 在这里惊风作乱了 上官武的性格很坚韧 夏清雪 她向来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所以她等不了那么久 而且从视频中看 上官武的容貌有所改变 这应该是一种义容术 挺难缠的一个女人 林玉难难地说 看来这一次 她是找到靠山了 否则的话 以她一己之力 不可能布这么大的一个局 让我钻进去 她当然是找到靠山了 否则的话 她不会这么快回来的 夏清雪答 我去查监控吧 连入公安系统 能清智她把紫叶 到底到底到哪儿去了 拜托了 林玉答 呦 现在跟我客气了 夏清雪咯咯笑道 怕我上床的时候 你可一点也没客气啊 谈正事 我们现在谈正事 林玉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夏清雪这种人 是不管什么时候 都能开任何玩笑的 不过这一次 林玉是真的没有心情 算上这一次 那些人对苏子叶 下手已经有三次了 而林玉有理由相信 对方是冲着金阳单方来的 当初苏老 把单方交给林玉的时候 就告诉林玉 拥有单方的人 以后将会后患无穷 得之虚甚呢 不过林玉没有想到 这单方 居然带给她这么多的麻烦 能夜入白云寺 并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用那种手段 杀了一位高僧 对方一定不简单 而林玉有理由相信 对方是一个团伙 而不是一个人 在白云寺那种 高手如银的地方 如果没有几把刷子 是不敢在那里 兴风作浪的 把人送回去吧 他不知道金阳单方的事情 在一间豪好的包厢里 一位翩翩如玉的男子 放下了手上的茶杯 他淡淡地说出了一句话 在他的对面 有一块很大的玻璃 而在玻璃里面 苏子叶双眼无神 他现在中了一种催眠手法 这种催眠手法 可以让被催眠者 把所有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都说出来 但苏子叶试了数次 他依然没有得到 金阳单方的一点消息 玉公子 这么快就放弃了 你确定这个女人 跟金阳单方 没有一点关系吗 在这个男人身边的一个女人 满条丝里地说 还是说你见到了女人 就有侧隐之心了 善官小姐 我做事有我做事的准则 现在 她必须被放回去 因为玉璃已经从白云寺里冲出来 如果现在不放她走 那家伙顺藤摸瓜 找到我们这里来 那事情就麻烦了 虽然我们不怕麻烦 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 我现在还不想和玉璃正面交锋 因为我现在 还没有到和她正面交锋的时间 那位被称为 玉公子的 又端起了一杯茶 满条丝里地喝着 她用的茶具 通体雪白 而她的手 也十分地白皙 看起来 和那个杯子没有区别 她的手 比起一般女孩的手 甚至还要白嫩无瑕 而她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让人本能地想起一位 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的质子 她说玉公子 当时举世无双 但现在看来 不过如此 上官舞笑了 现在上官舞的形象 与以前大不一样 她已经换了一张面孔 而她身上的烧伤 已经好了七七八八 只不过 现在的她 比起以前 多了一份阴容 一个性情大悲的女人 她做起事情来 是不择手段的 以前上官舞很可怕 但是现在的上官舞 更可怕 因为她没有一点 人性可言 她可以做出任何事情来 这就是阁主 给我的评价 玉公子也不生气 她淡淡地说 和对手过招 你首先要想到的是 摸清楚她的性格喜好 而不是一味地和她应来 这一次的计划 算是失败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 她在明 我们在暗 终有一天 她会被我们给拿下的 玉公子喝了一口茶水 她放下了杯子 道 而且阁主也不需要着急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你付了这么大一个局 甚至是奥白云寺 一个大和尚 结果凌玉 却一根寒毛也没少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局太浪费了 上官舞回过头 他瞥了一眼 玉公子 道 别拿这个来开导我 首先我不是君子 再者 我报仇等不了十年 阁主 你要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 玉公子的脾气很好 不管上官舞如何怼她 她都不会生气 但是没有人知道 她那双 泛着闪光的双眼下 到底隐藏的是一颗 怎么样的心 玉公子 又称 独公子 江湖中一个另类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 她的来历如何 见过她的人 都被她风度翩翩的 外表所迷惑 但没有人知道 她到底有一颗 多么阴狠毒辣的心 灵狱等人的行动 还没有展开 便终止了 因为苏子叶回来了 只是回来后的苏子叶 意识有些不清醒 她昏睡了一天一夜 才清醒过来 你醒了 看到猛然惊醒的苏子叶 灵狱连忙站起来 她拿起一条湿毛巾 去使她脑门上的冷汗 然后关切地问道 做梦了 嗯 苏子叶点点头 她看着灵狱 看着室内的环境 然后有些迷惑地问道 我这是在家里吗 现在几点了 凌晨三点 灵狱看看时间 当 今天五号 你知道这几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 我记不太清了 苏子叶按着脑门 她的脑袋 现在有些疼 一眨眼就是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但是这几天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别着急 慢慢来 那你现在能想起来什么 那就从你能想起来的地方说 没事的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 灵狱一到 我只记得 一个女人 一个谈吐绝脂很怪异的女人 来店里找我 说要什么药 我和她聊了几句 然后 然后之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苏子叶的头很疼 她实在想不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且 她前几天的记忆 几乎是一片空白 她实在是想不起来 那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的记忆 就好像被人凭空抹去了一样 她努力地回忆了一下 前几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 每当一用力想 她就感觉 脑袋像是 炸了一般的疼痛 最后 她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哎 好了 想不起来 就不要勉强自觉了 林玉连忙说 你休息一下 明天我过来跟你复诊 这几天不要乱动 苏子爷微微地点点头 她乖巧地躺在床上 任由林玉 给她盖好被子 林玉很细心 她也心安理得 但当林玉要离开的时候 她突然睁开眼睛 而林玉 似乎也意识到 她睁开了眼睛 她回过头 诧异地问她 怎么了 没事 苏子爷看着林玉 她虚弱地笑了笑 道 只是想多看你几眼 我可以天天让你看的 林玉笑道 我怕 哪一天我突然就见不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 苏子爷的眼泪 一下子涌了出来 不会有哪一天的 林玉叹了一口气 她折返了回来 然后抱着苏子爷 感受着背后男人 结实有力的心跳 苏子爷突然安心了不少 她闭上眼睛 再次沉沉地睡去 其实她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 金阳单方 其实就是一个诅咒 只要她一天在 自己的诅咒 就一天无法破除 她也相信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后她所要面临的东西 可能会更加艰难 更加可怕 紫爷姐姐怎么样了 林玉走出去以后 一直守在这里的木梨 便急急地上前来 没事 她只是累了 需要休息 林玉笑了笑 她安慰的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不困了 木梨也儿头 她指示着林玉 答 我想知道 紫爷姐姐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人催眠了 林玉答 一种很高明的催眠手法 被催眠之后的人 会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全部吐露出去 那紫爷姐姐呢 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吗 木梨答 没有 林玉也儿头 答 她的意志很强 她有与那催眠术 抗争的能力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她这几天 才会有后遗症 才会天天昏昏欲睡 那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木梨有些愤怒地说 如果让我知道他们是谁 我会让他们付出 他们承受不起的代价 现在我们还在查 林玉一当 敌人很聪明 而且格局也很大 不过现在有一点肯定的是 他们现在不想和我们正面交锋 简直就是乌龟一般 木梨忍不住骂了一句 连正面交锋的勇气都没有 只会是一些阴谋诡计 她的这些阴谋诡计 可不是一般的阴谋诡计 林玉一苦吓了一声 我可否认 她的这些阴谋诡计 确确实实对我造成了一些困扰 我还得想想 明天去白云寺怎么解释呢 林玉哥哥 人又不是你杀的 你怕什么 大不了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泰白云寺 我看那些和尚 哪个敢多说一句废话 木梨霸气十足地讲 说归说 林玉是不敢 让木梨陪着她一起去白云寺 因为当她神力爆发起来的时候 她自己都控制不住 万一真的在那儿谈不拢 那整个白云寺 还不被她给拆了 本来那些和尚们 是底气十足的 但是林玉这方的实力 全部暴露出来以后 他们这才发现 这个年轻人 并不像她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所以他们的态度 比起以前谦让多了 只是毕竟 死里死的那位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这件事情 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的话 恐怕不会就这么玩世的 白云寺最近几天 一直闭门谢客 不过 关于追凶的事情 可是一直没有停止过 当林玉和花和尚 再次面对这些大和尚的时候 已经是数天过去了 而悬下的遗体 也一直冷藏着 今天要举行火化仪式 林施主啊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静空音策策地说 我们查了这数天 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看 你们两个的嫌疑还是最大 是吗 那就请问静空大师 你说的嫌疑 是哪方面的嫌疑 林玉笑了 剑上 全上 静空森然道 而且那种能让人修为近视的毒 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说了半天 还是上次那些沉重的说法吗 花和尚不悦地说 敢不敢来点有新意的 全上和剑上 只要是高手 谁都能模仿出来 是吗 静空笑了 突然他右手单掌合起 一声佛号送了出来 然后右手向前一指 吃的一声响 一拨指骤然发出 从大电一根柱子上穿过 随即他合上双掌 我这一招叫做无相指 你可能模仿得来 这个我模仿不来 林玉愣了愣 但这完全是因为 我自己的实力不行 这要是我师父 随手一指 特别你这威力大 一臣真人的实力固然强 但也不是你杀人的理由 静空冷冷地说 这老和尚不悦了 林玉刚才说的倒是实话 这种执法 高手是能模仿出来 只可惜 林玉还达不到那种境界 所以模仿不出来 但他师父一臣真人 随便一指 就比这老和尚这一招厉害 我说了我没杀人 你怎么这么固执地认定 人就是我杀的 林玉怒了 既然你这么厉害 认为人是我杀的 那行 叫法医来 对玄杰大师的遗体 进行解剖 看看我们两个 到底有没有嫌疑 放肆 玄杰大师的遗体 岂是你们说动就能动的 这一次 室内的和尚全都怒了 在他们看来 玄杰是一位得道高僧 就算是死了 遗体也要火化 他们怎么可能 任由林玉等人 在玄杰的遗体上动刀子 那就没办法了 你们一直不相信 我们是无辜的 二又不让解剖弄出真相 那你们也别审了 干脆拿刀杀了我们算了 林玉等 反正你们已经认定 我们就是杀人凶手了 对吧 还审什么人 走过场就算了 我们白云寺 是不会冤枉 任何一个好人的 一直默不作声的近海 终于发话了 嘿 气做婊子 有礼牌吧 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吧 花和尚忍无可忍了 他被关在这里几天了 每天都受刺激 因为私里上上下下 都认为他是凶手 所以 那些和尚们的白眼 肯定不会少 放肆 你敢侮辱我们白云寺 我会你修为 一个大和尚怒气冲冲地说 来啊 你回我修为啊 花和尚张开双臂 一副流氓的样子 有本你就来 反正我做和尚也做腻了 有本你毁了我的修为 然后我找我师父去还修 你以为我真不敢 净空大怒 这几天和花和尚淋浴 斗智斗勇 他早就心里焦脆了 现在又看到花和尚这么流氓 他瞬间变怒了 他一步踏出 人已经站在花和尚的跟前 花和尚一惊 这老和尚玩真的呀 他呼的一拳砸出 但净空的修为 要高出花和尚不少 他这一拳没有砸出来 便被净空一把抓住 净空右手 在花和尚十万上一搭 就要把花和尚的修为给废了 无量天尊 随着这一声轻盈 所有人心头不由自主的一阵 净空右手一软 随着这一声无量天尊 他体内真气一致 再也无法握住花和尚的手 他退了一步 一颗心剧烈跳动了起来 师父 林玉大喜 他豁地站起来 看向门外 只见在大殿之外 千米之外的广场上 一个身穿墨绿道袍的道人 缓缓走来 他的脚步并不快 但每一步落下 他身边便风云变幻 几乎是片刻 他便越过了千米的距离 来到正点中 师父 林玉扑的一声 跪倒在地上 弟子无能 给您老人家添麻烦了 起来吧 一城真人微微一笑 他右手一拖 林玉的身体 便不由自主地被拖起 那股真气 在林玉周身萦绕 让他无法再跪倒在地 一城真人的修为 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距离先到 恐怕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件事惊动了一城真人 有劳一城真人打架了 青海等人也站起来 向一城真人行礼 毕竟在辈分上 一城真人 要搭上他们许多 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猎徒而来 如果事情真相 真如你们认为的那样 他是杀人凶手 那我绝不姑息 一城真人 微微一笑 到 但是我来这里之前 已经了解过这些事情了 也和玄道天部的天狼使 认真调查过 真相如何 很快就会见分晓 所以 请各位少安勿躁 一城真人 淡然地说 你是他师父 你应该避嫌的 净空喝的 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 你这其中有没有骗他 他 净空的话音一落 他便知道 自己试验了 一城真人 是什么人物 这种 几乎是传说中的人物 向来是神龙 见首不见尾的 其实 不管他偏袒 不偏袒凌遇 只要他出现了 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定性了 他就算是点名 其实也是徒劳无功的 净空 住口 静海看了净空一眼 他感觉净空有些貌视 因为一城真人的辈分 算起来 要比他那位师叔还要老 他这样说 实属是大不尽 不仅我要避嫌 你们白云寺也要避嫌 一城真人 当然不会跟这个和尚一般见识 他淡淡地说 玄杰的死 也未必跟你们寺里的人 没有关系 一城真人说什么 还请明示 静海吃了一惊 以一城真人的意思 是指玄杰师叔的死 其实跟寺里某些人 是脱不了干系的 真相很快就揭晓 请稍等 一城真人回头 道 天狼使 该现身了 一城真人的足力 还真是快啊 我追不上啊 随着一个爽老的笑声传来 天狼现身 而易敏雪 还在他身边跟着一起 天狼使 事实的真相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也了解了 所以你和易仙子 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吧 好 天狼点点头 他走到正殿的前面 道 金海大师 玄杰大师是玄道天部一员 他出事了之后 你们首先要做的 是要上报玄道天部 你们这样设私刑 就是与规矩不复 我们白云寺上下 他一心只想追出凶手 金海道 所以抱歉 这次确实是我违规了 可以把玄杰大师的遗体 抬出来吗 有几个疑点 我需要当面指出 金海道 当然可以 但是师叔的遗体 不能再遭到破坏 金海道 当然不会 天狼微微一笑 那 我们现在做的 就是查明真相 各位还是放松一点吧 不要紧张 我又会尊重你们寺里的规矩 给我十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那好 天狼使既然作词保证 那么我们就让人 把玄杰师叔的遗体 给抬出来吧 金海道 片刻后 玄杰的遗体 被抬到了大殿上 天狼走上前 道 玄杰大师身上的致密伤 有两处 一是纵横胸口的三处剑伤 二是胸口的全伤 而大家也清楚 玄杰大师是 先武进的高手 在这个世上 能与他匹敌的人不多 就算是有 两大高手对阵 动静肯定不小 但是玄杰大师的死 却是无声无息的 原因大家也知道 是因为玄杰之前中了毒 这种毒 可以化解身上的修为 让人在一个小时之内 修为尽尸 医尘前辈 你是医道高手 我想这种毒 你应该知道吧 静海回过头 看了一眼医尘 道 这种毒 有很多 如果是灵狱下手 它绝对不会让人 在一个小时内 修为全世 它会让这个人的修为 彻底地消失 医尘真人 微微一笑 道 在场的人 都有些毛骨悚然 他们看向灵狱的时候 不由得有些急背发麻 他们在场中 有很多高手的实力 都比灵狱强 但论起用毒 他们一群人加起来 也不如灵狱 想想也是 如果灵狱 真的是那种 穷凶极恶的人 他有的是办法下毒 如果他真的用上 那种歹毒的毒 这些人的一身修为 都付出东流 想想 这些人都是一身冷汗 他们硬要把灵狱 给关在这里 但殊不知 他们每个人 都从鬼门关里 走了一趟 想想 他们还是有些后怕的 玄节大事 就是中了这种毒 导致修为 在一个小时内全是 下手的人 这才有了机会 否则的话 以玄节大事的实力 不可能被一个 小小的无名人物 给杀了 这处箭上 看起来像是 淋浴的残缺箭的箭式 上面 也有泰玄心境的气息 但事实上 这种气息 是伪造出来的 天狼道 包括这三道纵横的箭痕 也是由其他兵器所上 箭痕伪造得了 但这箭痕上的气息 如何伪造 净空不服 净空大师 最得意的武学是哪一事 就是刚刚这无相指 天狼笑了 没错 无相指 静空微微地一点头 到 无相指 挺厉害呀 一尘真人微微一笑 他突然 右手曲指一弹 咻的一声响 一抹指令 骤然从他右手发出 指令 急在墙壁上 轰的一声响 大天的半边墙壁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 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而且墙壁上多出来一个 拇指大小的贯穿洞 这一指 和净空的无相指 基本相同 但是论威力 却甩出净空几条街 这不可能 净空失声喊了出来 他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一切 他有些不敢相信这是个事实 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 无相指 考究的是施工者 对执法以及内心的控制 他苦练了多少年 才能一直没入柱子 而且事先还要合掌宁气 但是 他苦练几十年的功夫 一尘真人 一指就点出去了 而且不管是从执法 威力上 都能比他高出不少 高手就是高手 净空正正地看着这一指 然后他默不作声地退下了 这个世界上的武学 都是可以模仿的 当然 前提是你达到 出神入化的境界 天狼的 那一拳是同样的道理 对方这么做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嫁祸给林玉 还有小花 那这么说 栽赃陷害的人 是一位绝世高手 静海沉默了片刻 道 可以这么说 天狼道 那么他陷害这两个人 与他们之间 一定是有过限 可是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要杀两个人 简直就是一如反掌 他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 去玩这一处 静海问 这是一个很自负的家伙 他喜欢用质猛 去压倒敌人 林玉笑了笑 道 而且不一定就见得 幕后的人就是高手 而杀了玄杰大师的高手 不过是他的一个手下罢了 说到底 事情是因你而起吧 净空冷冷地说 那个人陷害的是你 而你们又在我们寺里 所以这事情 跟你还是脱不了干系的 还有些事情需要说明 天狼微微一笑 道 大家都注意杀人者 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尸毒者 如果不是因为尸毒者 玄杰大师也不会遭此剧变 大家一味地去追查杀人者 但却忘了尸毒者这个凶手 这样好吗 尸毒者 当然也不能放过 净空道 玄杰大师的毒是口入 也就是他的斋饭有问题 天狼道 那么你们这些天 有没有查到斋饭里的毒 是谁下的 这 这 这个 一群和尚有些傻眼了 这些天 他们一心一意地认为 林玉和花和尚 就是杀人凶手 他们完全忽略了毒的事情 现在问起来 他们有些不知所措 净空大师 后厨是不能随意进入的 而事发的当天 貌似是你 掌管这后厨吧 天狼抛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是我负责的后厨 难不成毒就是我下的 净空怒了 你肯定不会下毒 但保不准别人不会 经过调查 当天有一个游客 自称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他想知道各位大师的 膳食是怎么样的 他苦苦地哀求 进入后厨这件事情 你知道吧 天狼道 不要否认 我有足够的证据 是有这么回事 净空的神色大变 然后你就放他进去了 天狼笑了 本来你是一个棘手规矩的人 你是不允许见他的 但架不住这位信徒的苦苦哀求 而且 每个人都有弱点 大师平时喜欢收藏字画 恰好 这位游客的身上就有一幅不错的字画 然后大师怦然心动 就把那个人放进去了 我说的对吗 天狼的话还没有说完 净空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 净空 听老师说的话可是真的 室内的一群和尚 对净空怒目而视 所有人都显得十分的愤怒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么净空 就是促成玄界大师死亡的真凶 也就是他 因为一己之私 这才害死了玄界大师 这 这 这原是 是 是真的 净空也不否认 因为他并不是坏人 他也没有想到 那个游客就是下毒的元凶 因为他下的毒 这才导致玄界师叔的死 拿下 关入水牢里面 等候四里发落 静海虚发皆飘 他也没有想到 闹了半天 出事的却还在他们这里 他简直不知道 说什么话好了 一群僧人 从外面冲了进来 手提同棍 把净空给捆得结结实实的 然而净空 却没有一点要反抗的意思 他任由这些人 把他给捆起来 然后推着下去 阿弥陀佛 家门不信 静海长叹了一声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 他们这里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直以来 他都觉得白云寺是佛教圣地 门下弟子 个个都没有贪念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 身为戒律堂主持的净空 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不仅是他 就连其他人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谁也没有料到 作为一代高僧的净空 居然会陷入心魔中不能自拔 而且他更是因此而犯了贪念 静海大师 该表明的我都表明了 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的话就提出来 我在这里给你解决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放人吧 天狼巍巍的一笑 当 天不出面解决这件事情 我本身是要给面子的 但是我的师叔 现在还是死得不明不白的 幕后的人 还依然小遥法外 静海道 这件事情 我不会就此罢休 无辜的人 我自然要放的 只是小花师傅 你一身俗气未了 如果就这样把你给放了 谁也难保你以后 不会再惹事生非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要在我们寺里 待上一段时间 亲近一下你的六根比较好 哎 静海老后尚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有师父了 你想让我改投你门下 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爱才之意我懂 但我不会背叛师们的 你为了让我 背入你的门下 使出这些手段 你不感觉到有些下三滥吗 花和尚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人 都有些愣了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把目光 放到了静海的身上 因为之前静海 再三击步花和尚 甚至要把他关到寺里 花和尚面临着的是 十年的监禁 但谁又能想到 那是因为静海 看中了花和尚 想收他为徒 这是一种 逼迫花和尚的手段 阿弥陀佛 平僧 静海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想解释一下 但花和尚这种阴险狡诈的人 又怎么可能会让他狡辩 大师还有什么说的吗 我师父纯瑶和尚 虽然平日里 不险山不露水的 但是他真的发起火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你挖他墙角 你真的不怕 他来这里 拆了你们的寺吗 静海 我和小花和尚的师父 交情不浅 只要他不是犯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我倒是可以代为管教 现在 小花 林玉 我们走吧 一城真人发话了 他一扶到袍 不给这些和尚们 一点反应的机会 转身就走 一城真人一走 林玉和花和尚 两个人眼连忙跟上 林玉不由地 感觉到有些好笑 花和尚这家伙反应快呀 本来他就是一个酒肉和尚 在白云寺这种地方 喝酒吃肉 就是不应该的 静海关他十年八年 也有这个权利 但是这家伙的话风一转 反而他成了受害者 而静海又成了居心叵测 满腹心机 为了想挖人 而不惜把他关押 在这里的混蛋 有些事情 剧情的反转 就是这么的厉害 花和尚的这一招 确实是有些阴险 有些损了 但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毕竟这老和尚 可是死要面子的 一臣前辈 一臣前辈 多谢了 花和尚装模作样地 向一臣真人行了一个礼 然后又向天狼行了一个礼 最后还不忘了向一鸣血 行了一个礼 同样感谢天狼前辈 这次出手相助 林玉义低头 大 一仙子通知我的 然后我花了点时间 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弄清楚 果得不说 挺复杂的 天狼看了林玉义 当 所以以后 你还是要小心为好 因为和你过不去的人 挺可怕的 我知道 谢谢天狼前辈的提醒 以后我会更加小心的 林玉义当 行 我们先走了 你和你师父也许久不见 好好聊聊吧 天狼笑了笑 他和一鸣血先行告退 然后花和尚 低声对林玉说了一句 我在前面等你 接着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师父 这些年 你都去哪儿了 林玉的心情有些小激动 因为好久没有见到师父了 上一次见 还是在江南 与东阳武士决斗之后 岂须倒地 师父出现助他一次 而这一次 也是犯下了天大的麻烦事情 师父再一次出手相助 继续云游 世界之大 有好多地方 是我没有去过的 而且 也是我向往的地方 一城真人微微一笑 道 师父的修为 又见长了 林玉凝神着 一城真人的子府 发现他的修为 又精进了不少 尤其是子府命宫里 那一抹紫阳之气 更为浓了 这可是普通人 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 到了我这个年纪 修为对我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一城真人 我注重的是修心 心之所向 便是大道 事实上 武学到了我现在的境界 已经再难向前了 师父再向前一步 就是真正的仙道 林玉一道 到那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全新的境界 等着师父呢 这个世界上 无数无辙 达到仙道的 又有几个呢 一城真人 淡淡然然地说 与其穷尽一生 去追求那些虚无的仙道 倒不如 余生无忧地 在这个世上生活 你说呢 师父自然有师父的道理 林玉笑道 你的六腹绝脉 终于还是除了 一城真人 看着林玉 他欣慰地点点头 道 而且太玄心 也运转自如 如果再有一个契机 你的境界 将会提升 只求保命 不求提升 林玉苦吓了一声 道 师父藏的太玄心经 岂是那些普通的武学 所能比的 我可能要在第三镜上 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哼 不管怎么说 不忘初心就好 不错 你能有今天的地位 着实来之不易 不过道途遥远 且行 且珍惜吧 一城真人 一城真人呵呵笑道 另外 你身上所付的 金阳丹方 乃是非之物 多少人眼盯着呢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更加小心才是 是 我知道 可是师父 当初苏老临终前所托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林玉叹了一口气 道 至于静阳丹方的事情 我就全当成是一次历练吧 哈哈 由此心境便好 一城真人满意地点点头 道 古有道藏三千 每一条路 都是属于自己的道 林玉啊 你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路 有了自己的道 所以努力吧 弟子明白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保证 不会追了师父的威名 林玉笑道 如此便好 好了 时间不多了 我也是时候走了 一城真人说着 一个转身 林玉一个愣神 对方的身形 已经是在数百米开外了 师父 林玉冲着一城真人的背影 叫了一声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要去哪里啊 天下之大 总有一个地方是容神之所 徒儿 有缘再会 一城真人的声音 从远方断断续续地传过来 她的身形 也消失在林玉的视线之内 林玉呆呆地 看着她离开后的身影 直到 看不到她的身形 最终 林玉向着那个方向 拜了一拜 然后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这才离开了白云寺 我分析了地独很多人 谷家 黄家 以及有可能成为你敌人的人 我都细细地做了一番调查 但得出来的结论就是 他们都不是嫌疑人 别数理 梁雪拿出了厚厚的资料 对林玉说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 策划了白云寺这一切 找不到也正常 林玉粗略地 扫了一眼这些资料 你想啊 手底下有这么厉害的人 而且就算是费尽了心机 弄了一场局 也不愿意和我针锋相对的人 一定是想在暗地里 继续给我使银招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痛快 就被我找到了 我反而会感觉到有些不现实 林玉笑了 你生生力气吧 我相信 他们绝对会再一次地找到我 接下来 他们肯定 会更加努力地布局 我只是想不通 在帝都 到底是什么人物 才能把局部的这么偏有缝 梁雪合上了手里的资料 他皱眉的 而且这么一个可怕的对手 如果我不把他找出来 我会睡不着觉的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对手 都能称之为对手的 林玉微微一笑 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呗 反正他会主动找我们的 我的太子爷 你看得倒是挺开啊 梁雪苦笑了一声 笑 你知道你母上大人得知你出了那事之后 整个人差点疯了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 你是我们公司未来的希望啊 好好 这些我都知道 林玉哭笑不得地说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 居然有那么多人恨我 蒋真 这次黑你的人目的何在 你也清楚吗 梁雪正色的 那还用问 当然是单方了 林玉笑了笑 到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啊 难怪这玩意在前者 都会被称为不祥之物 原来 他真的能给拥有者 带来很多的麻烦 能告诉我 金融单方是什么吗 难不成是那种 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药房 梁雪咯咯笑道 真有意思 本来梁雪是开玩笑的 但是看到林玉苦逼的脸 她的笑意 渐渐地止住了 她正色的 难道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林玉慢条思理地说 不然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人 不要命地 争着来要这个东西 这玩笑就开大了 这可不比一般的 金银珠宝啊 这可是直接能让人 长生不死的存在啊 梁雪说着 给黑一笑了 那你为什么 不把这单方拿出来 然后弄上几分 长生不死药啊 你以为这是 普通的药方啊 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吗 林玉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说明白点 这是一种传承 得到这种传承之后 单方的秘密 就会出现在 你的脑海里面 要有一个契机 你才能知道 你脑海里 装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我脑袋里 装的是浆糊 关于那种 单方的传承 还没有完全的觉醒 所以现在 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秘密 到底是什么秘密 林玉无奈地说 我跟那些人 也有解释 可是他们不信呢 果然 富贵才是麻烦的根源 梁雪若有所思地说 你心思等于说 是揣着宝贝 而你又对别人 说你这里有宝贝 别人不眼红 你才怪呢 然而我也没有 一点办法呀 林玉无奈地说 另外还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剥夺 这个单方的终极秘密 上官五告诉我 只要是能杀得了我的人 最后一定能得到 单方的传承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 但我有种感觉 这是真的 那就更加可怕了 梁雪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那你干脆伸出脖子起 让别人砍一刀算了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好了 我也想砍一刀 就能解决这些事情 林玉的 可问题是 并不是砍一刀 就能解决的 有些人比我还要兴奋 他们总会想些 千七百过的法子 来得到我身上的秘密 而在得到这些秘密之前 他们得确定 单方到底是在子叶的身上 还是在我的身上 那些家伙们 也像是眉头苍蝇一样乱找 林玉无奈地说 苏老把单方交给我的时候 就再三叮嘱 静扬单方是至关重要 不能落入任何人的手里 否则的话 将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关于单方里面的秘密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秘密 但我想吸引那些人 络绎不久地找单方的原因 就是盛传静扬单方里 有关于长生不老的秘密 还有其他一些秘密 只是我现在不知道罢了 林玉的 诶 我很好奇 单方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觉醒啊 梁雪对于这个问题 比较感兴趣 我也不知道啊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她现在 就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或许 需要我的实力 达到某种境界吧 也或许 需要一个契机 但到底是哪个契机 也不是我所知道的 好吧 这东西在你身上 可真是个烫手的声乐啊 梁雪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道 以后多小心点吧 至于此一夜 得派高手保护着 谁说不是呢 扔又扔不掉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据传 青阳单方是不祥之方 拥有他的人 大部分都死了 这话真的是一点也不假 他们能死 但你能扛过去 梁雪咯咯笑的 因为你是林玉 当初的六福绝脉 都没有把你怎么样 难道你还怕一个 七七单方吗 唉 但愿如此 林玉道 哎 那老和尚的死 现在到底查出了没有 梁雪问 还没有消息 林玉野儿头 道 恐怕这件事情 很难查出来 因为下属的人 十分谨慎小心 我们从这儿 找不到一点破绽 这就急了 我还不知道 地堆有这样的高手 会掺和你们 这种争端种 梁雪沉吟了一下 道 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给你 尝个水落石出的 只不过 我需要多动用 一点资源罢了 那就拜托你了 林玉道 那群老和尚们 十分固执 一天查不出凶手 我就洗脱不了 自己身上的嫌疑 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挺不舒服的 林玉这句话说完 她突然一个闪身 已经闪到别墅外面 她猛的一拳 像一团花不出汽取 一条人影应声而出 这条人影一个闪身 就要向另外一边逃窜 她的速度相当快 可惜的是 她快 林玉更快 没等到她逃跑成功 林玉就一拳砸了下去 哭痛一声 那条人影 重重地倒在地上 她紧接着上前几步 极致虚空连点 那个人影浑身上下僵持 一动也不能动了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人 他的脑袋被裹在长袍中 林玉扒开了长袍 一个光溜溜的脑袋 露了出来 哟 和尚啊 白云寺的吧 梁雪匆匆忙忙地赶了出来 看到这个和尚的时候 他微微有些哑人 白云寺的和尚 还真是阴魂不散呢 哼 没错 看这身形头 就是白云寺的 林玉笑了笑 他把这个和尚身上的长袍 彻底给扯了下来 然后丢到了一边 一名身穿灰色松袍的小和尚 出现在两人的跟前 白云寺的 林玉凑近这个和尚问道 和尚狠狠地 瞪了林玉一眼 他把脑袋 憋到了一边 一言不发 看起来还挺硬气的 小和尚 你老老实实地 回答我们的话 梁雪细声细语地说 不然的话 有你受的 你说出来 我们就放你走 真的 我们只是对你的身份 感到好奇 没有其他意思 小和尚 还是紧紧地闭着嘴 他一句话也不说 林玉有些无奈地说 这些和尚啊 都是被洗脑来的 脾气怎么又愁又硬的 想让他开口 这还不简单 有无数办法 梁雪咯咯笑道 小和尚 你最好老实地 回答我们的问题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破阶的哟 休想 小和尚吐出两个字 他继续把脑袋 憋到了一边去了 不再理会林玉 好嘛 林玉冷笑了一声 你挺硬气的 那就不要怪我了 林玉转身 给刘强打了个电话 让刘强找个风月场所 林玉抓着这个和尚 就上了车 林玉的肚子里 憋着一口气 白云色的和尚欺人太深了 事情的真相已经弄清楚了 就是他们近空因为意识贪念 而放人进去下了毒 自己的嫌疑已经澄清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这样咄咄逼人 他不发威 就把他当作病猫吗 不管怎么样 这个锅 林玉不卑 这小和尚硬气是吧 林玉就不相信 这个年轻的小和尚 能在他手里撑过几个回合 你放心吧 我这儿的姑娘 都是以前转行过来的 虽然现在不做了 但这小和尚 还是顶不住的 刘强得意洋洋地对林玉说 林玉已经把小和尚给扒光了 交给了几个放得开的姑娘 去蹂躏呢 你不说是吧 行 我不逼你 但你要是不怕破戒 你就死成吧 刘强的这个场子 黄赌毒是一律不沾的 但是叶总会这种地方 少不了有陪酒的公主这些的 所以 有小和尚受到了 五分钟不到 门便开了 一个姑娘 笑盈盈地走了出来 到 林总 那小子招了 行 辛苦你们了 你们去休息吧 林玉挥挥手 她大步走到室内 刘强也跟着她 走了进去 一走进包厢里面 只见 原本硬气的小和尚 现在趴在沙发上 她显得有些微米不振 她一边委屈地抹眼泪 一边说 欺 欺负人 他们简直太欺负人了 女人是老虎 师父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子 你老实点 刘强 在他光溜溜的脑袋上 拍了一下 我哥们问你什么 你最好还是交点什么 不然的话 这里能让你的戒 给破完 你信不 小和尚这一次老实了 他乖巧地点头 白云四的 林玉倒了一杯酒 递过去 小和尚连忙摇头 适宜自己不喝酒 然后点头道 是 我是白云四的 你是不是那个 林玉倒 你师父派你来的时候 说过什么 我师父 是净空 小和尚害怕地说 但是现在 他被关起来了 所以 炮我来的 不是我师父 而是我的师叔 师伯们 他们说 即使你洗清了嫌疑 但是师叔祖的死 跟你还是有 很大的关联 所以让我 让我来盯着你 一群 算了 但好歹 他从小在白云四长大 修习佛法 所以 他即使 止住了心魔 但他 还是差点失身 所以现在 想想之前的事情 他还是一头冷汗 所以现在 他看到林玉 内心是崩溃的 他自认为 自己受到了严刑拷打 但是对于酒色 这些东西 抵抗力真的是不行 骂他没有什么了 一群兔驴 刘强是天生 做恶人的料 他一瞪眼 足以让小和尚 吓得心惊胆战的 小和尚的心里一颤 他俯在一边 不说话了 行了 你走吧 林玉回回手 答 回去告诉静海那兔驴 这次我看在 玄道天部的坟上 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但如果下次 敢再派人到我家门口 骚扰我的家人 我让他后悔 小和尚站起来 将林玉双手合十 这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唉 这群和尚啊 恐怕以后 会阴魂不散的 林玉无奈地有丫头 到 还是你太仁慈了 如果是我 我才不会放 那个小和尚离开 刘强道 我不找几个姑娘 折腾的这家伙 皮包骨头 我就不信刘 你这招太狠了 白云寺是佛门重地 不带这么玩的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玩 我怕那老和尚 以后找我拼命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我可不怕那些和尚 因为我是混混 我可不跟他们 讲什么佛门规矩 刘强黑黑一笑 他显得有些阴策策的 好了 这一次暂且放过他们 给他们一次警告 如果下一次 再让我抓到他们的和尚 到我那里监视我 我让他们 扶我走得动怒 林玉笑了笑 他拍了拍刘强的肩膀 然后转身离开了 经过数天休息 苏子爷的身体 总算是恢复了过来 林玉到兴灵堂的时候 只见他还在药店里忙活着 你休息好了吗 怎么这么快又出来了 林玉见他满头大汗的 不由得有些心疼 他拉着苏子爷 坐到了一边 兴灵堂已经几天没有开业了 附近好多人都来问我 我们这几天怎么了 我们是做生意的吗 不能老这样关着门啊 苏子爷的 你知道你有多危险吗 林玉无奈地说 有些人固执地认为 静阳丹方就在你身上 他们肯定还会来的 来就来吧 苏子爷顿了一下 然后笑道 静阳丹方本来就是我们 苏家人传承的东西 所以说有些时候 这也是宿命 我的宿命如此 我又能用什么办法 你看得倒是轻松啊 林玉笑了笑 答 你是不知道 你失踪的时候 把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 有你的关心就够了 苏子爷拉着林玉的手 答 其实我一直在想 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只要能多陪在你身边一天 我就足够了 这样不行 林玉严严头 那 你在我身边陪一天不行 你要在我身边陪一辈子 另外 莫莉说要退学 她说要保护你 不 不要 她现在好不容易 忽负正常了 她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不然的话 她会以这个世界脱节的 苏子爷连忙摇头 答 行了 别忙了 再休息几天 你是被人深度催眠了 如果不好好休息的话 会对脑部有影响的 林玉的 但愿 我没有说出来 有什么不利于你的事情 苏子爷微微地叹气 没有 你的意志力很强 即使是催眠 那些人也拿你毫无办法 林玉微微一笑 到 走 出去走走吧 去看看莫莉 她在学校里 可是经常挂念着你呢 那好吧 我换进衣服 苏子爷犹豫了一下 最终 还是点点头 墨里每天 都挂念着苏子爷 但是林玉 跟她务必要回到学校去 这几天 她在学校里面 其实也没有心思上课 她一直担心着 苏子爷和林玉 看到苏子爷已经没事了 而且 还能和林玉一起来看她 她的心情自然是好的 她抱着苏子爷 几乎有说不完的话 慈叶姐姐 你真的没事了吗 墨里拉着苏子爷的手 细心地从上到下 把苏子爷给打量了一番 确定苏子爷真的没事以后 她才松了一口气 没事 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苏子爷微微一笑 打 你在学校里怎么样了 我平时也没有时间过来看你 我宁愿回到以前的生活 当你和林玉哥哥身边 做一个傻子 提到这个 墨里的神色有些优越 她悠悠地说 做会一个正常人太难了 你要学很多东西 你还要懂很多人情世故 的确 墨里是一个不喜欢麻烦的人 她一点也不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因为她觉得 那种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 她宁愿做回以前的自己 那样 不用理会别人怎么看你 而现在不一样 她每说一句话 每做一件事 甚至和谁关系好一点 都要小心翼翼的 因为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会传出一些流言蜚语 在学校待的这段时间 墨里总结出了一句话 那就是做人真难 说什么傻话呢 林玉笑道 好不容易让你变正常了 好不容易能让你开口说话了 你怎么可以回到以前呢 好啦 我就知道 墨里有些不愈 但看到苏子爷也现在好好的 她的不快 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走 我带你们到学校外面 最著名的情人餐厅去吃饭 眼看就到了饭点 墨里拉着两个人高兴地说 哟 这不是墨里吗 刚一转身 墨里身后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趾高气昂的 而且周边的同学前呼后拥的 看起来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啊 是我 微微同学好 墨里回过头 看到那个女生 她微微地点点头 转身就要走 别着急走嘛 你不是孤儿吗 这两个人是谁啊 你的亲爸亲妈 那个叫许薇薇的女孩 是那种有公主病的女孩 她看了林玉和苏子叶一夜 说了一句 让人有些汗眼的话 林玉和苏子叶 本来也就很年轻 她们比墨里大不了多少 但许薇薇故意说 这是墨里的爸妈 这让她身后的一群女生 轰的一声 全部笑了起来 哎呦 墨里 想不到你爸妈这么年轻啊 是啊 他们在生你的时候 是不是也穿着开裆裤呢 嘿嘿 肯定是 不然的话 这么年轻的两个人 怎么可能生出 这么大一个女儿 孤儿嘛 怎么可能有爸妈 谁知道这人 是哪两个酒后男女 冲动下的产物啊 一群女生哄唐大笑 墨里所学的专业 本来女生就多 女人多的地方 是非也就多 这个为首的许薇薇 家里有钱 任性 也作 所以 一大群跪舔的女生 成天跟在她身后咬人 而且她们这个专业 注定是男少女多 刚巧的是 班里刚好有一位 男神一般的男生 这是所有女生的男神 然而这男神 对于新来的墨里 似乎有好感 所以就引得 大部分女生不满意 而许薇薇这种 有公主兵的人 一向是认为 地球都要围着他转的 他肯定更加不满 所以 他要处处挤兑墨里 而他身后一帮女生 为了讨好许薇薇 肯定不会给墨里 好脸色看 所以在班级里 墨里是被孤立了 这是任何一个女生 都无法忍受的 因为很孤独 但是墨里忍下来了 因为她觉得 人生就是这样 但眼前这群女生的哄笑 还是让墨里的拳头 紧紧地握了起来 一股杀意突然爆发而出 一股冰冷的杀意 让这些女生们呼吸一致 当中 有些胆小的人 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淋浴连忙上前 她一把抓住墨里的手 然后泰旋器 缓缓地运转 平行墨里 几乎要杀人的心情 暖暖的泰旋器 让墨里冰冷的手心 有了一点热度 她的手 终于松开了 她看了淋浴一眼 默默地低下了头 然后小声说 我们走吧 哎哟 你们这是去吃饭啊 大家都是同学 一起呗 你这孤儿也没什么钱 许薇可没有打算 就这么放过墨里 她继续嘲笑她 我带你去附近的 回县阁吃吧 那里一顿的消费 可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没事 今天我心经好 我请 薇薇啊 你让她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人 去那种高端的地方吃饭 不怕她闹笑话 就是啊 你看她穿的这一身衣服 几百块钱的地摊货 别到时候那里的服务员 把我们集体赶出来 那玩笑就开大了 我似乎是想到 她吃饭的时候 狼通虎咽的样子 一辈子也吃不起吧 这群女人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 她们刚才 是在鬼门关里面 走了一趟 如果今天不是 凌玉在这里 及时制止住 墨里的杀意 恐怕现在这一群人 都要死 凌玉回过头 她有些怜悯地 看着这一群女人 这些女人们 真的印证了一句话 那就是不作 就不会死 不过凌玉 从来没有打算 让墨里吃亏 她觉得这群女生 是时候得到点教训了 这位是你的同学吗 凌玉笑呵呵地说 是啊 墨里勉强笑了笑 威威同学 真的是貌似天仙啊 漂亮至极 凌玉伸出大拇指 叹道 说真的 我都没有见过 七只这么美的女孩 简直就是贵族出身嘛 凌玉的一句话 把许威威给乐上天了 她得意地看着凌玉 答 你还挺会说话嘛 不错 我是出身贵族 唉 只不过可惜的是 你个子太矮了 凌玉摇摇头 道 你爸是草根出身吧 他是一爆发户 说贵族有些过了 因为爆发户和贵族 还是不一样的 从教养上就能看出来 你个子不高 看得出来 应该是遗传自你妈 你爸年轻的时候穷 又娶了你妈这么一个 又小又矮的女人 然后才有了你 另外你的皮肤不白 虽然用了很多化妆品 但是还是遮不住你那种肤色 这也是来自你爸爸 一句话 你家的基因并不算太好 所以我不知道 你那种骨子里发出来的优越感 是来自于哪里 你 许葳葳愣住了 他身边那些小姐妹都愣住了 虽然大家都巴结许葳葳 但是谁都知道 其实他爸 就是一个包工头混出来的 现在混得风生水起 帝都有的是有钱人 这些人条件也不差 而许葳葳的身上 还有一些下层人士的陋戏 所以有些人是打心眼里 瞧不上他的 但是没办法 谁让他老子有钱 但是林玉的这一番话 把许葳葳的短处给说得淋漓尽致 这让许葳葳自己都听愣了 他真的不知道原来基因是可以看出来的 王八蛋 你说什么呢 许葳葳愤怒了 他指着林玉 道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哥哥 新的 林玉走上前 他盯着许葳葳 等 这位同学 我是医生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你有病 而且你病得还不轻 抽个时间 去医院里面看看吧 不然的话 公主病发展到后期 会很严重的 你才有病呢 你全家上上下下 都的后主不正常 许葳葳终于反应了过来 他冲着林玉尖叫了起来 你真怎么回事 有你缩着这么低的人吗 你怎么能对女生这样说话 许葳葳身后一个女生出头 以后少吃避孕药 对身体不好 如果以后找男朋友 最好用TT 不是开玩笑 减肥药加避孕药同时服用 以后你哭都哭不出来 林玉瞟了一眼那女生 到 你 那个女生的脸 瞬间白了 哎哟 医生啊 你以为你懂很多啊 你也就能在我们这里 卖弄卖弄了 另外一个女生上场 整容的时候 要选家好的医生 不然的话很容易整残 你看你 鼻梁有些塌 两兵脸蛋一边大一边小 不对称 奉劝一句 整容这件事情呢 能少整的话 还是尽量少整 而且要量力而行 别暧昧又没钱 找一些小医院 到头来 连自己的亲妈 都认不出来自己了 你才整容了呢 老娘这是纯天然的好不好 你有没有见过美女啊 那女生一致 但她还是毫不示弱的和林玉思 什么 这就是纯天然的 林玉突然上前 迅速朝让女生挥出一拳 她这一拳气势汹汹的 有种要把对方砸成肉酱的感觉 打人了打人了 保安打人了 那女生吓了一跳 她退了几步 然后四声尖叫了起来 但是林玉这一拳 只是做做样子 并没有真的砸在她脸上 不过她这一拳吓得非同小可 她的下巴和脸蛋 呈不正常的扭曲 而且她的声音 也变得沙哑难听 天啊 奶奶 你 有个女生指着她 惊讶得合不拢嘴 我怎么了 混蛋 你对我怎么了 那个女生拿出镜子 对着镜子一照 然后她四声尖叫了起来 她甚至连手上的镜子 都甩了出去 因为她看清楚了镜中的自己 那副尊荣 简直是 不堪入目 刚才林玉那一下 把她吓得肌肉扭曲 而那张整国荣的脸 便毫不保留地 呈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女人再也不争辩 她以前没有整国荣了 她捂着脸推开了 你 以后别堕胎了 每一个胎儿都是一条生命 他们都会陪着你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哭着喊你的名字 林玉指着一个女生 说 那个女生 吓得脸都瞬间变白了 你呀 以后别搞百合了 这样有为天理常论 至于你 你这一身性病 还不赶紧去找医生 林玉一人 独斗着一群女生 丝毫不落下风 这些女生 每个人的秘密 都被她抱了出来 所有人 都面色惨白 不敢再说话了 平时 她们都是一副 青春女大学生的样子 但是私底下 龌龊成什么样 也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林玉现在毫不保留地 把她们的缺点 给说了出来 这让她们感觉到 很辛苦 你到底是什么人 许无畏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私逼团 有朝一日 遇到一个男人 也会落下风 她定了定神 盯着林玉 我说了 我是她哥哥 林玉一等 另外顺便说下 以后在学校里面 不要再欺负她 否则的话 你们承受不起这个后果 哼 什么后果 许无畏冷笑了一声 倒 敢报上你的名字吗 我保证 你活不过这个周五 林玉 林玉笑了笑 倒 活不过这周五 你确定 吹牛的时候 麻烦打一下草稿 不然的话 吹出来有点不像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许无畏歪着脑袋 盯着林玉 我知道 但你爸如果真的是 上层社会的人 他听到我的名字 肯定会老老实实的 不过他这个爆发户 可能不知道啊 林玉笑了 爸 帮我砍个人 他叫林玉 许无畏也是个暴脾气 他觉得 他的老子有的事情 只要他花了足够的钱 他相信没有搞不定的人 他直接拨通了自己老子的电话 薇薇 你在哪儿 谁欺负你了 你等着 我马上带宝镖过去 话筒里 传来了一个怒吼的声音 紧接着啪的一声 电话被挂断了 他接病难过 我爸马上就来了 我爸刚从外面 招了几个特种冰糖保镖 不叫保安了 叫保安的话 太便宜他们了 徐薇薇恨得咬牙切齿地说 薇薇 这混蛋太可恶了 一会儿说出来 一定要缝上他的嘴 对 什么素质嘛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难道他不知道啊 他不懂得尊重一下女孩子吗 这群女人 这才转悠为喜 他们恶狠狠地盯着林玉 一边拍徐薇薇的马屁 一边对林玉的行为 做出评价 殊不知 他们评价别人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 自己是什么人 或一会儿 一浪路虎 直接开进了校园 从路虎上下来一群人 为首的那个人 个子不高 而且黑瘦 不过 脖子上戴着金链子 夸张地 把袖子给挽起来 刻意露出 他自己那劳力士手表 不用多问 这就是许薇薇 那爆发户老爹 他的出场 引起了在场那些女生的尖叫 许薇薇薇来了 许薇薇薇来了 快把那家伙揍死 他的嘴太缺德了 爸 爸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许薇薇薇扑到那个男人身边 然后向林玉指指点点的 把刚才的行径 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小子 你跟谁混的 那黑瘦的矮子 走到林玉的跟前 他喷着酒气 露出自己另外一个肩膀上的纹身 知道你许薇是谁吗 我的女儿你也敢欺负 你是活得不太烦了吧 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没有欺负你女儿 林玉咧嘴笑了 你女儿有公主病 你不知道吗 而且我这么做是在救她 因为如果她再这样 继续嚣张下去的话 她很有可能 连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老子的女儿 什么时候需要你来叫了 黑瘦矮子 像是看傻逼一样 看着林玉 她一挥手 道 新来的那小伙 你不是特种名厨人吗 来来 给我看看你的身手 是 老板 瘦子身后 一个人高马大的人 一鞠躬 然后她大步上前 一把向林玉抓去 林玉还没有出手 但是在一边的墓里 已经不打算忍下去了 她挡在林玉的前面 右手一撑 抓住那个号称 特种兵退伍的小伙 那宝彪吃了一惊 她这一抓 可是用上了暗警的 她的部队 也不是一般的特种部队 所能比的 这暗警一旦压下来 是一个成年汉子的 受不住的 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 鲜弱的女孩 居然能接下 她的一记暗警 她猛地一抽手 想把自己的手 从墓里的手中抽出来 也是她没有成功 这宝彪的脸开始红了 她可是号称 特种兵退伍的 但如果 她连这么一个 小姑娘都搞不定 那她以后 还有脸再吹下去吗 她大喝一声 全身肌肉爆起 就要向墓里发难 但就在这个时候 墓里的右手一抖 那保镖惨叫一声 她的手臂 像是软面条一样 任由墓里在手中抖动 然后伴随着一阵鼓裂声 她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那条手臂 就像软面条一样 垂在了地上 粉碎性骨折 这是淋浴的判断 墓里出手的时候 还是有自制力的 否则的话 这家伙被她这么一抖 就不是粉碎性骨折 这么简单了 而是整个人 都会被她给抖散架了 垃圾 喊你妈特种兵呢 另一个保镖不屑地 看着晕倒在地上的小虎 本来 他是受老板的器重的 但是这家伙 号称特种兵 所以老板器重对方了 他反倒受冷落了 现在他心里是乐开了花 这家伙连一个 十几岁的姑娘都弄不过 他还好意思称自己 是特种兵 别闹了 一个特种兵 斗不过一个 手无腹肌之类的妹子 这家伙上前 活动了一下筋骨 他要向老板证明 他才是最厉害的 特种兵什么的 都是虚的 但是他刚一上前 墓里就一巴掌 抽了过来 这一巴掌 比起上一次要重得多 看来 他耐心已经不多了 林玉迅速上前 一把握住墓里的手 化解他这一掌装的神力 紧接着 他反手抽了回去 啪 一声轻吹的响声响起 那家伙倒飞而出 扑的一声 一口血水吐了出去 你要控制好自己 林玉捏了一下墓里的手 倒 对不起啊 我刚才生气了 墓里双眼中那次赤芒 渐渐消失 他有些歉意地看着林玉 因为林玉告诉过他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他都一定要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才行 但是刚刚 他有点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险些出事 他也清楚 自己的能力 到底有多强 他也清楚 自己那一巴掌 一旦抽出去 到底有多可怕 没事 慢慢来 相信你自己 你一定行的 林玉微微一笑 他安慰一道 这些人虽然混蛋 但你要知道 你只要教训他们一下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把他们 往死里弄 我知道 下次我一定会控制自己的 墓里点点头 挺厉害的呀 练甲子 看到自己这边的人 倒了几个 练甲子终于意识到 今天可能遇到高手了 不过 他看着柔柔弱的墓里 身上没有几两肉的林玉 以及联想到 他身后的几位保镖 他觉得自己的底气 还是挺足的 嗯 没错 练过两年 林玉笑了笑 对 怎么 你有问题吗 练过两年又怎么样 老子有的是钱 老子有的是人 信不信我分分钟 叫几十号人来 把你给度成肉酱 这家伙冷笑了一声 答 不信 我发现真的是 有其父必有其女啊 刚才你女儿 要你砍死我们 现在你要剁了我们 有本事你叫人剁我呀 我就在这里动也不动 任你剁 你要是能把我给剁了 就算我说 怎么样 哼 傻逼 你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 黑瘦男人冷笑了一声 道 不知道啊 你教教我呗 林玉一副笑呵呵 人畜无害的样子 去 把他给我料理干净 黑瘦男人 不想再与林玉纠缠下去 他挥挥手 道 紧命保镖上前 虎视眈眈的盯着林玉 但是说真的 这几个保镖 真的不够林玉看的 抬腿 提膝 披着 一分钟的时间不到 一群保镖 便东倒西歪的 歪倒在地上 你 你 黑瘦男人目瞪口呆的 看着林玉 他的底气 在这一瞬间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家伙的底气 其实就是来自于 他的保镖 现在 他的保镖 一个个全倒在地上 他刚才 还称得十足的底气 现在消失得 无影无踪 因为他这么一个 黑瘦的男人 在肩 被九色掏空了身子 说句不客气的话 他简直就是个废物 战斗力是负数 失望一个战斗力 负数的人 怎么可能有底气 和一个打几个的 林玉死 迅速地上前 反手支住 这家的手臂 林玉笑呵呵地说 不错嘛 做什么声音的 没老板 放手 放手 亲战 疼死我了 男人消伤的脾气 迅速消失得 无影无踪 林玉抓着他的双手 简直像铁钳一般 让他简直愈先愈死 这是你女儿 林玉指着许薇薇 道 是 是我女儿 男人现在没了脾气 林玉说什么 他都只能点头称事 公主病这么严重 你这个当爹的 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吧 林玉抬头 瞟了一眼许薇薇 道 现在许薇薇的优越感 消失得无影无踪 面对林玉这种穷凶极恶的人 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本来以为叫来了自己的老子 他老子可以为自己撑腰 他也可以在人前显摆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 他老爹的这些保镖 一个个都是花架子 中看不中用 是我逛快了 我以后一定要搞好教育 一定会的 男人不住地点头 他黑色的脸张得通红 很显然 他的承受能力 已经到了极限了 另外 林玉皱着眉头 道 没事去做一下DNA鉴定吧 没准 她不是你家的姑娘 现在 滚 一把将男人给推到一边 那家伙狼狈地向前 扑出了一段距离 然后扑通一声 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爸 爸 你没事吧 许薇薇吓坏了 他老子被揍 他还是第一次见识的 在林玉强大的威压下 他不敢有半点的反抗 因为他唯一的靠山 现在都被打趴下了 他哪里还敢嚣张啊 没事 没事 喂 喂 我们走 男人疼得直咧嘴 他强撑着身上的不适 匆匆地离开了现场 他现在 连回头看林玉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看到许薇薇赤扁离开 平时周围 在他身边跪舔的几个同伴 也不知所措 该干嘛去干嘛去 我是医生 刚才我说你们的事情 都是有理有据的 奉劝你们一句 现在年轻 你们可以纵情地玩 但是你们这样纵欲过度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你们就会意识到问题严重 尤其是你 林玉指着其中一个女生 打 你打她的次数已经到达了极限 你的子宫臂已经很薄了 如果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以后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 那女孩被吓呆了 她从来都没有想到 自己身体的问题居然会这么严重 面对林玉的教训 她只能不住地点头称事 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说 给了这群女人足够的教训 林玉才和苏子叶 以及牧梨一起离开 苏子叶突然忍不住 扑的一声笑了 你笑什么 林玉有些莫名其妙地吻 我像你刚才教训人的样子 好一本正经啊 如果你为人试表 一定会是一位合格的老师的 苏子叶哈哈大笑的 那是我没去做老师 如果我去做老师 我肯定是史上最帅的 林玉脸不红气不喘地 拍了自己一记马屁 说话的时候 她还不忘了悄悄看牧梨一眼 她清楚 苏子叶这样说 是故意活跃一下气氛 因为刚才那几个女人说的话 简直太伤人了 林玉清楚牧梨 虽然她很厉害 虽然她体内神力 当时无人能敌 但是她的一颗心 真的很脆弱 她担心那些女生的话 会对她造成什么伤害 从而让她以后 继续再沉沦下去 她刚刚恢复正常 无疑这些事情 对她不利的 林玉现在突然有些后悔 让她这么早 就步入社会 步入自己的生活了 她应该让她留在自己 和苏子叶的身边 多留一段时间 我没事啊 林玉哥哥 起量 牧梨竟然笑了 她笑呵呵地说 我没有你们想象中 那么脆弱 虽然这段时间在学校里 我遭受了不少白眼 虽然我在这段时间里 知道了人心的黑暗一面 但是我真的没事 因为只有清楚这些东西 它们才能使我 快速地成长 也只有这样 我才能快速地 融入这个社会 牧梨道 你 你没事就好 林玉带来带 她没有想到 牧梨居然看她这么开 这让她多多少少 有些意外 她这才发现 她有些小瞧这个女孩了 在她眼里 这个女孩一直是娇弱的 她经不起风霜 但事实证明 她比任何一棵小草 都要坚强 没有你们想的 那么脆弱 牧梨笑了笑 打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不了解你为什么 要把我放到学校 但现在我懂了 因为迟早有一天 我会长大 我会离开你们独自生活 而到那时候 我可能连独立生存的能力 都没有 牧梨悠悠地说 一句话 说到林玉和苏子叶心里 有些伤感 是啊 终有一天 牧梨会长大的 而也终有一天 她会离自己 和苏子叶而去的 而自己和苏子叶 终究不能跟她一辈子 所以不管现实 有多么的残酷 她都要去面对 因为她的人生 是她自己的 别人 没有办法替她去走 牧梨 苏子叶是一个 比较容易感动的人 牧梨说的话 让她眼角有些湿润 她拉着牧梨的手 打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一辈子都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我很想 很想一辈子和你们在一起 永远都不分开 牧梨说 但是子叶姐姐 雏鸟长大了 终有一天是要飞的 而且我有种预感 我和你们在一起 终究有一天会连累你们 所以我不想 好了 别说这种傻话了 现在我们不是还好好的吗 林玉的眉头皱了一下 牧梨的话 让她有种不适应 因为她清楚 牧梨的危机感很强 这句话虽然是她无意间的一句话 但也有可能预示着什么事情的到来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走吧 苏子叶笑了笑 三人一起向前走 牧梨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帅气的男生 在牧梨的身后叫了她一声 林玉等人一同回过头 只见一位高大阳光的男生跑了过来 喜好 牧梨脸上的表情一松 她露出一丝微笑 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跟她的关系不错 我刚才听说 许葳葳他们又来欺负你了 这个叫许浩的男生 是发自内心地关心牧梨的 林玉善于看人 而且这个年纪的男生 根本没有一点伪装自己的意识 所以林玉看得出来 这个男生的心地还是不错的 没事 他们已经走了 我哥哥来教训他们了 牧梨笑的 他们太过分了 牧梨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 让他们向你道歉的 许浩的 小伙子 来 过来一下 林玉向许浩招招手 你好 我是牧梨的同学 许浩 许浩很有礼貌 我知道 感谢你对牧梨的照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处理事情的方式有些不对 林玉问 这 这个 许浩犹豫了一下 他还真的不知道 自己哪里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对 那群女生极度牧梨 是因为你 而你又这样强卫牧梨出头 会惹得他们更加不满 而以后他们会更加变本加厉的 林玉的 所以你为他出头以后 这些女孩还是会来找牧梨 这样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你懂吗 我 我知道了 可是他们这样太欺负人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许浩有些苦恼地说 牧梨有自己处理事情的方式 所以这点 你不用担心 而且 和他妹妹 林玉看了牧梨一眼 淡淡地一笑 道 不是他们那些有公主兵的女生 随便能欺负她 不是 牧梨的性格比较柔弱 我看到的 和你所说的不一样 许浩微微地摇摇头 她清楚牧梨 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 她觉得牧梨 就是属于那种 水做成的骨肉 不管对方再嚣张 她总是轻轻一眼带过 许浩十分喜欢 这种性格的女生 所以她对牧梨很好 不过林玉所说的话 她并不认同 还是太年轻了 林玉哈哈大笑 她边笑边摇头道 每个人都有双重的性格 平时隐藏在你内心深处 只有当你极度愤怒绝望的时候 另外一种性格 才会显现出来 所以永远不要轻视一个人 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 她真正发起火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许浩有些懵逼地点点头 事实上 她一点也不理解 林玉话里的意思 因为在她眼里 木梨就是木梨 那个水一般的女孩子 她也想象不到 木梨发火的时候的样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了 你们去吧 林玉笑呵呵地说 啊 林玉哥哥 你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吗 木梨回头看着林玉 不去了 我和子爷姐姐 还有些事情 林玉微微一笑 啊 等下次吧 下次我们没事的时候 再一起吃饭 那好吧 木梨点点头 她向林玉挥挥手 然后和许浩一起离开 为什么骗她 你今天明明没睡 木梨看着林玉问道 你不觉得 现在的木梨 已经不是以前的木梨了吗 林玉微微一笑 等 她是一个大孩子了 所以她有权利 去决定自己的人生 她有感情 有爱恨 有喜有怒 也有忧 她选择跟谁在一起 全凭本心 而这个男孩子 是一个不错的孩子 她的双眼清澈 并不像有些男生那样 充满心机 你看她一眼 就能感觉她内心的阴暗 所以 你觉得这个男孩子 是值得托付的人 苏子爷问她 不 她不是 林玉牙丫头 她的心 与正常人不一样 也只有拥有她那种心的人 才能净化一个人心中的力气 木梨身上的力气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苏子爷不解 她知道木梨生气 发怒的时候的样子 十分的可怕 但她不知道 为什么平时看起来 柔柔如水一般的女孩 为什么会在生气的时候 爆发出那么强大的力量 不知道 可能是天性了 也可能 她的身体里面 存在着另一个自己 林玉巍巍的严严头 答 这是魔性 如果任由发展下去的话 会很可怕 那怎么样才能 剃除她身上那种魔性呢 苏子爷问 不知道 一切只能靠她自己 林玉巍巍的严严头 答 她身体里面的力量 已经在一点一点地觉醒 而且我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觉得 她身体里的力量 可能是关系到一些秘密 而有一些人 则就是为了她身上的 这些秘密而来的 哦 懂了 苏子爷微微地点点头 林玉的分析很明确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心底涌出了一股寒意 她突然觉得 其实在某些时候 木铃和自己 是属于同一种人 因为他们身上 都负担着一些秘密 而有一些人 就是为了他们身上的秘密而来 她喃喃地说 那 她会不会有危险啊 林玉看着木铃离开的身影 她也有些忧虑了起来 决心以后的木铃很阳光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林玉不清楚 她的阳光 到底能持续多久 我们走吧 林玉突然心中一动 她向学校中间 那栋最高的楼上望去 她的目光锁定在十八层 这栋大楼 是学校的办公楼 全校的老师都在这里办公 楼有十八层高 林玉望向的那个方向 盯了一会儿 然后带着苏子爷离开 哼 她居然能感应到我们 一双白玉一般的手一摇 一把折扇出现在手中 这是一个男人 一个十分漂亮的男人 她的一举一动 无不透露出一股翩翩风度 但是她的一双手白嫩无比 嫩得几乎有点不像 她的手一般 羽公子 那个在背后操纵着 一切的神秘男人 她放下手里的望远镜 透过玻璃 她可以看到林玉离开的背影 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一般人 形象大变的上官物 嘴角弯起了一模糊度 她淡淡地一笑 羽公子说要亲自见见她 现在你已经见到了 你对她评价是怎么样的 十分厉害的一个角色 羽公子微微地一笑 但是她的目光 又转向另外一遍 这个方向 是穆梨和许浩离开的方向 但是 我所得到的情报里面 为什么没有刚才 那个叫穆梨的资料 羽公子 我觉得她有些不一般 哼 岂止是不一般 羽公子摇头叹息道 简直就是另类 她的身体里面 隐藏着一股神秘的力量 即使我们天山 与世长老出动 也未必能在她手里 得了便宜 如果利用得当 这简直就是一台 人形的杀戮机器 她真的有那么厉害 上官吴悚然一惊 她有些不解的 看着羽公子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上官吴清楚 眼前这个看起来 有些娘的男人 身份到底有多惊人 那江湖中 隐藏武学世家 天山羽氏的未来接班人 这个男人身后的羽氏集团 是江湖五大武学世家之一的 强劲家族 家族的势力可见一般 而且其家族里面的 长老级别的人 可以说是通天地造化的存在的 但是这么厉害的人物 在羽公子的嘴里 居然说成了和穆里 不相上下 而且还占不到便宜 这让上官吴有些吃惊了 她之前没有怎么注意过穆里 虽然有过短短的交集 但是她的重心 是放在金阳单方上 她并没有注意到穆里 今天羽公子提起来 她才意识到 林玉的身边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你在想什么 上官吴一言不发 羽公子不由地微微一笑 我在想 林玉的身边 怎么会有那么多高手呢 上官吴若有所思地说 难道他天生就有吸引 那些高手的体质 一个人是否优秀 要看看他身边的人如何 羽公子微微一笑 他右手一伸 右手的折扇打开 那双白玉一般的手 继续摇着手中的扇子 很不巧 林玉身边的人 一个比一个优秀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 他这个人 也十分优秀 那岂不是说 他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上官吴冷冷地说 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但是现在 我们不能动他 羽公子微微一笑 大 为什么不能动他 给我一个理由 上官吴回过头 盯着羽公子 大 因为金阳丹方的秘密 就在他身上 谁伤了他 谁就能拥有 金阳丹方的传承 上官吴冷冷地说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羽公子微微地掩而头 道 金阳丹方 有德 方能居之 别的我不敢说有没有 但是德 你我这种人 根本不可能有 羽公子的 我们没有 难道林玉就有 上官我有些不服气 很遗憾 他有 羽公子的 他是医生 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行医 一直到现在 他救活了多少人 这些就是德 所以他才能拥有 金阳丹方的传承 而我们没有 知道吗 这就是区别 羽公子淡淡地说 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上官吴低头沉思了片刻 然后他又抬起头问道 羽公子淡然地说 等什么 上官吴问道 时机 羽公子微微地一笑 道 一个能把林玉 一击致命的时机 一个能让他把金阳丹方 给彻底吐出来的时机 虽然很难忍 但 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 那你之前为什么 还要费紧心思的 不像那么一个局啊 上官吴道 那是因为你想战胜对手 就必须先了解你的对手 羽公子微微一笑 道 因为只有你了解你的对手 你才能找到他的弱点 也只有你找到他的弱点 你才能真正地击败他 可是黄甲 未必能等得了那么久 上官吴沉默了片刻 道 黄明轩呢 他等得了也得等 他等不了 也得等 羽公子呵呵一笑 道 有些事情 是身不由己的 而且你不了解 黄明轩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上官吴道 一个耐心十足的人 羽公子微微一笑 道 一个喜欢了一个女人二十多年 一直等到那个女人的孩子长大 还不放手的人 你觉得他的心机该有多深 上官吴沉默了 越是和这位羽公子接触 他越是感觉到心惊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他厉害的不仅仅是他的身手 和他背后庞大的天山玉石 更厉害的 是他过人的头脑 和有着坐拥全局的能力 这是一个直骑者 至于这个人和谁斗 也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 姓林堂 林玉难得抽出一天时间来坐着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黄明轩 你怎么来了 在这个人面前 林玉始终无法保持淡定 一见到黄明轩 诊堂里的气氛 陡然变得沉重了起来 而林玉 则变得有些剑拔弩张 他死死地盯着黄明轩 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黄明轩的杀意 他的眼神让黄明轩相信 如果不是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 如果不是因为 对方没有对自己一击必杀的把握 恐怕他已经动手了 来诊堂 当然是看病啊 黄明轩微微一笑 大 你又好像对我有挺大的敌意的 能说说为什么吗 我对任何人都这样 林玉沉默了片刻 大 不仅仅是针对你一个人 另外 你没病 请不要站在这个位置 后面还有很多病人等着我看病 你的能力这么强 你居然还坐到这么一个地方看病 你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黄明轩看着林玉 她呵呵笑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医生 林玉淡淡地说 既然是医生 那么最大的职责 就是给人看病 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 有意思 真的挺有意思的 黄明轩微微地点点头 她伸出手腕 到 今天我来这里 是为了求一服药 你的病 无药可医 林玉也不伸手去把脉 她只页页页头 到 我医不了 你还没有问 也没有把脉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病了 黄明轩盯着林玉 目光如炬 精神病 不是中医的擅长 林玉直接怼了回去 她淡淡地一笑 答 如果你想治这个病 我建议你去看看西医 对精神方面的疾病 西医可是专长 放肆 黄明轩身后的军师上前一步 她对林玉怒目而视 黄明轩是什么身份 放眼整个帝都 也是无人敢惹的存在 但是林玉 居然当面给骂上了 如果她这个随从 不拿出点真本事瞧瞧 岂不是对不住她主子了 退下 黄明轩也不生气 她挥挥手 军师便退了下去 她盯着林玉 当 帝都还没有人敢这样骂我 不愧是邱若营的儿子 骂人都不分场合的 黄先生说这话 有些夸大了吧 林玉下了 我记得我雪姨说过 有一次把某人 从秋实集团总部 给揍了出去 而且有一个牌子就是 黄家人与狗不得入内 难道这话 不是针对您说的 黄明轩的脸色 瞬间变了 打人不打脸 而林玉现在的所作所为 就是毫无顾忌地 抽着她的脸 这让她简直无地自容 不错 黄明轩站起来 她活动了一下筋骨 到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 邱若营的这个宝贝儿子 是什么样的性格了 很有个性 不错 真的很不错 您过奖了 林玉下了 在和黄明轩对话的过程中 她没有一刻放松 如果你是熟悉我的人的话 你就会清楚 我从来不夸别人 黄明轩呵呵一笑 打 我之所以夸你 不是恭维你 也不是因为你是 邱若营的儿子 而是我真的看好你 年轻人 呵 你看好我哪儿啊 林玉笑了 这个一手促成了自己 六福绝脉的混蛋 这个让自己童年 都在阴影中度过的男人 现在居然说看好自己 呵 她真的是不知道 她曾经做过什么事吗 哪儿都看好 黄明轩微微一笑 她俯在林玉的身边 对她说 我知道 你对我有敌意 哼 你一定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吧 你不知道 为什么你会如此恨一个人 而你与她 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你也一定不知道吧 林玉凑近了黄明轩 低声说 你的气海 以及奇门六脉 受过伤 而促成这些伤的 是拥有极寒真气的女人 而你的修为全尸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仅如此 你每半年 都要受寒气冲覆之苦 林玉小呵呵地说 知道那个女人 为什么这么恨你吗 因为你骗了她 她可以用极寒真气 伤我 她同样可以因为恨 用寒髓之法 在你体内埋下种子 然后随着 这颗种子的生根发芽 你的修为 一天一天地变弱 直到你现在 沦为一个普通人 黄明轩的神色 勃然变色 她死死地盯着林玉 每一个字 几乎都是从她牙缝里面 挤出来的 她咬牙切齿地说 你说的 都是真的 我是一线 林玉笑了 你今天来这里 是为了探我驱使吧 但是你想不到 我能一眼就看出来 你身体的症结所在 那个女人是谁 你应该知道吧 林玉笑的 她那么爱你 你却负了她 你有这种下场 也是活该 你不用想 那个女人在哪儿 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过世了 极寒珍奇的寒髓 也只有她能解 当然 如果要几寒髓的话 必须付出她的生命 可惜了 现在她去了 这个世界上 无人能再几寒髓了 所以你就一辈子 做你的普通人吧 你有办法 黄明轩用期待的表情 看着林玉 有 当然有 林玉笑了 可是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黄明轩正正地出神 她挣了半天 最后一咬牙 到 我们走 黄明轩大步走出去 只是她的脚步 显得有些失魂落魄 林玉看着她的背影 冷笑了一声 然后又继续自己坐着 砰砰砰砰砰砰 在一个私人高尔夫球场 黄明轩拿着手里的一把沙漠之鹰 对着前面的假人 一口气把枪中的子弹给打完 打完了子弹以后 她右手迅速一抖 换了一个弹架 然后 她又用尽全身力气 把弹架给打空 她的身边 已经有了一地的空弹架 她手中的枪已经发烫 终于 她把弹架里的子弹又打完了 她把手里的枪往地下一抛 然后神色阴冷地站在那里 一言不发 军师一直在黄明轩的身后站着 她默默地看着黄明轩所做的一切 军师没有上前去劝慰她 虽然不知道 林玉和黄明轩到底说了什么 但是军师知道黄明轩的性情 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那个叫邱若营的女人 才能对她造成伤害 别人不可能伤害得了她 可是现在 邱若营的儿子 却也让她无法冷静下来 这对母子 注定是她这辈子的克星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黄明轩终于冷静了下来 她坐到了椅子上 端起了一杯烈酒 一口灌了下去 军师默默地上前 又为她倒了一杯酒 坐吧 喝一杯 黄明轩说 军师坐下 取出了杯子 为自己也倒了一杯酒 然后两个人碰了一下杯子 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皇上 这是怎么了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军师才敢小心翼翼地 问一声黄明轩到底怎么了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黄明轩道 你可知道 我以前在武学上的境界 不到三十岁 便是五到一成经的高手 军师道 如果不出意外 再有十年 逼迫先天武进 甚至达到传说中的先导 如果我还是以前的我 你对我的评价如何 黄明轩笑了 天纵之才 军师吐出了这几个字 数百年都难得一遇的天纵之才 可惜啊 后来我的秀卫不知道什么原因 慢慢地消退 黄明轩笑了 他笑得有些悲哀 家族中的天纵之才 自此陨落 我的修为不禁反退 我体内仿佛有一种力量 在慢慢地消磨我的修为 一直到我的修为全无 我的气还空空如也 我的其今六脉 再也无法藏一丝一毫的真气 这是为什么 黄明轩高声喝道 曾经一度 我认为这是天度应在 老天看我黄明轩太悠久了 所以要剥夺我这一切 可是我没有想到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黄明轩的眼泪 突然夺狂而出 是他 是他在我体内种下了寒髓 难怪我每半年都要承受寒气冲复之苦 也难怪我的修为全尸 不能再修行 细致起来 我都找不到原因 但是今天 林玉告诉了我原因 那个被我利用的女人心有不甘 她在一击汗真气伤了我之后 又在我体内种下了寒髓 是他 一切都是他 是他让我走一个天才 沦落成一个废物 黄明轩双眼通红 像是一个发怒的狮子 今天从林玉的嘴里得到这个消息以后 她几乎要疯了 一直以来都在找她修为全尸的原因 她也寻遍名山大川 为的就是找出原因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 她依旧一无所获 但是她往往没有想到的是 今天 那个她曾经想置于死地的婴儿 说出了这一切 而讽刺的是 导致她修为全尸 每半年要承受寒气冲复之苦的人 居然是她 那个用极寒真气伤了林玉的人 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如果那个女人还在她身边 她只想问她一句 为什么 皇上 军师叹了一口气 道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已经注定的 你拥有过 失去过 这是天意 所以你现在不必再纠结过去的得失 你的路在前方 是啊 我不用去计较过去的得失 我的路在前方 黄明轩笑了 她呵呵笑道 醒灵的那小子 他应该在见我的第一次的时候就知道 我的身体是什么原因 可是他就是不告诉我 他见过实际的师父 他应该知道当年用极寒真气伤他的幕后主使人 就是火 他是来复仇的 军师森然道 林家也好 邱家也好 现在几乎全都倒在他手下了 他来这里 现在他的目标 只有你 是啊 他是来复仇的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火 黄明轩站起来 他双眼通红地说 其实 你说我该怎么应战呢 他不过是一个语气未满的小子罢了 不用惧怕他 军师道 对 他只是一个年轻人罢了 羽翼未满 和我们黄家九居帝都不一样 黄明轩吓了 当时的林家邱家 以及倒在他手底下的那些人都是这么想的 可是到头来 他们都倒在他脚下了 他能从江南一路杀到帝都 一局击破杀破狼格局 大脑苏航 你以为这些靠的都是运气吗 不 不是 黄明轩也儿头 到 我们必须正视起来 我们必须要认真地对待他 黄少 他是不是有办法 去除你体内的寒水 军师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是的 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有一句话他说得很对 黄明轩笑了 他为什么要帮我呢 是啊 他为什么要帮他的仇人呢 黄少有没有想过 他之所以说有办法 那是因为他拥有金阳丹方 军师问 金阳丹方 黄明轩神色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他喊喊地说 是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他 他之所以有办法 那是因为他有金阳丹方 所以金阳丹方 我们是在必得 军师说 帝都陵园 现在的人直呼死不起 那是因为在一些大城市里 即使一块小小的墓地 也要不菲的价格 帝都陵园 算是一座不小的陵园 这里墓地的价格中规中矩 不算贵 但是普通的工薪族 绝对承受不起 碧玉便葬在这里 林玉点上了几根香烛 然后他燃起了几根香 对着碧玉拜了几拜 师姬在他一边站着 他看着师父生前的照片 忍不住还是落泪 虽然作为极寒真气的唯一传人 他的性格轻了 但事实上 师姬的性格是偏柔弱的那种 也正是因为修炼了极寒真气 所以他给人的感觉 像是冰一样 但事实上 他这个女孩是水一般的性格 你师父是在什么时候去的 林玉站起来 他看着石碑上的照片 到 半个月前 时机到 他走的时候很小 带着微笑 没有一点伤心 也没有一点遗憾 那就好 林玉微微地点点头 他暗自叹了一口气 跟前墓碑下这个女人 就是曾经伤过他的女人 也正是因为他的极寒真气 导致林玉小时候吃尽了苦头 他受尽了苦 林玉曾经发誓 找到伤害他的人 一定要让他碎尸万段 但是当他找到他的时候 却无论如何 也动不了杀心 因为曾经那个 以极寒真气伤他的那个女人 已经命不久矣 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解不开的仇恨的 看着他忏悔 看着他道歉 林玉的心 也不由自主地软了起来 一边人影一闪 两条人影 向这边走了过来 林玉的目光不由的一景 他露出一丝冷笑来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黄明轩和军师 黄明轩手里捧着一束天堂花 他静止走到碧玉的墓前 他把手上的鲜花放下 然后丹西跪在地上 一手抚着墓碑上碧玉的照片 一边喃喃地说 这一别 就是十几年 可我没有想到 再见的时候 我们已是隐阳两格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十几愤怒地说 我师父不想见到你 你不要再来骚扰我师父了 十几忘不了 是谁给师父的伤害 他更忘不了 师父是因为谁 而做错了事情 以至于后悔了一辈子 他忘不了 也正是因为眼前这个男人 师父才会抱憾终生 黄明轩没有回答 他只是正正地 看着碧玉的照片 从这张照片上 他依稀还能记得 当年那个痴痴的女孩 那张轻力的脸 也曾经出现在他梦中 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 他已经去了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师父 黄明轩淡淡地笑了 他忽略了凌玉的存在 他指示着师父的庄业 道 我们可以聊聊吗 师父不回答 他只是看了凌玉一意 凌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对师父吩咐他 不要待太久了 我在厅车上等你 好 实际点点头 看着凌玉离开 黄明轩笑了 你现在帮他做事吗 我师父的意愿 实际道 或许你跟着我 我会给你更好的条件 黄明轩道 就当是补偿当年 我欠你师父的那份情 我需要 实际冷冷地说 我不稀罕你的东西 我师父也没有说 你欠过他什么 你凭了他的感情 他在你身体里 中下寒水 你们两个扯平了 寒水 黄明轩正正地出身 原来你们极寒真气 果然有寒水一说 看来这是真的了 这当然是真的 不然你以为你这些年来 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 是为什么 时机下了下 大 我们极寒真气的传人 从来不允许自己吃亏 你师父是怎么死的 黄明轩默然 你不知道 修炼寒寒真气的 有一个必死结吗 这是这种功法的缺陷 是寒 所以只要是修炼了寒寒真气 这一辈子的宿命就已经注定了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这竟然是真的 黄明轩暖暖地说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你在说的话 说完了吧 时机的 说完了我就走了 否则的话 我老板那边等不及的 行 你走吧 我在这待一会儿 我陪一会儿你师父 黄明轩挥挥手 他转过身去 看着碧玉的墓碑 呆呆地出身 师机来到停车场 林玉开着车出来 他转身走上了车 对于黄明轩 你怎么看 林玉看着师机 道 虚伪 师机厌恶地说 他就是一个 假慈悲的伪善者 当初我师父 就是被他给骗了 现在他回来 无非就是问问我 关于寒水的解法 你的话不多 但是我觉得 你的心里够数 林玉呵呵一笑 道 是的 黄明轩现在 就是这样想的 寒水就像是一颗种子 在他体内生根发芽 甚至是开花结果 如果他没有好的办法 去解决寒水这个问题 那么以后 他将会越来越严重 或许 他的寿命不过五十 林玉笑道 这种人 不值得同情 师机压压头 道 因为你永远都不懂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从来没有同情过他 林玉怂怂肩膀 他专心地开起车来 林兽 这么久了 也不得我这俩玩玩 我又不是洪水猛兽 你至于这么怕我 话筒的另外一边 传出周吟 娇嘀嘀嘀的声音来 哼 你不是洪水猛兽 但是我觉得 你比洪水猛兽 还要更可怕一点 林玉笑了 我觉得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找我有事吧 没事啊 就是想你了 你信吗 周吟依旧是那副语气 晚上在哪见 林玉反倒想和周吟 接触一下 这个女人的能力不错 而且她名下的天使会 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那天使会见吧 周吟咯咯笑道 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好 晚上见 林玉挂到了电话 晚上八点 天使会 天使会 其实就是一个 隐私性的会所 只是 这个会所 不是任何人都能进来的 周吟拉拢另外几个 三流世家 混得不如意的小伙伴 这才创办了 这个帝都特殊的存在 几个人能力不错 而他们的核心 就是周吟 因为有些时候 女人办事 比起男人办事 要容易得多 今天晚上 是一个不错的宴会 这里 是几位富豪举行的拍卖会 这是一个慈善性质的拍卖会 所拍卖出来的珍贵古玩 所得的费用 拍卖会现场 一分不抽 而拍卖出来的费用 除去一些正常花销 其他 全部捐出去 名流入云 因为有钱人 大多数为了一个名 所以 在这种慈善拍卖会上 名流们 最为活跃 挺不错 能被你要进来的 都不是凡人吧 林玉看着周围 来来往往的名流 她也来了兴趣 今天的情况 有所不同 今天是来自 各级的十大富豪 联合在这里 举行慈善拍卖晚会 所以 对于人员名单 控制不是那么严格 周迎笑的 有一些心心念念 想往上爬的人 就会来到这里 使出浑身解数 哦 原来是这样 今天晚上来天使会的人 不受控制 林玉问 不受啊 不过今天是例外 仅此一次 周迎笑了下 大 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会导致天使会 原本的会员们不爽 所以这些 只能浅浅尝试一下 不能经常 啊 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 林玉问 拍卖 筹钱 捐款 记者采访 就这几个环节 周迎的 新华社跟踪报道 如果有些看商机 看得好的人 在这里 能够名利双收 很好 看来你的资源 很强大 林玉笑呵呵地说 一般一般 周迎谦虚地一笑 周总好 沿途有人 不断向周迎打招呼 这些人 大都是熟人 他们知道 周迎是这里的主人 但是他们 大多不认识林玉 对于周迎陪着这么一个小年轻 在这里闲逛 大多数人表示不理解 他们不理解 林玉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让这里的周大美女 放下架子 亲自陪着林玉 行 那我稳定再来找你 周迎点头 她转身忙去了 林玉拿了一杯红酒 在宴会上四处闲看着 今天拍卖的东西不少 有股丸有珍宝 现在这些拍卖品 都在展台上展示着 因为展台的东西 确实太贵重了 所以 有一层防弹玻璃保护着 周边 站着一些黑色西装的保安人员 这些东西可以拍照 可以欣赏 但是 不能接近 如果你接近了 不管你的身份再大 旁边的黑色西装男 都会刻刻七夕地 把你请到一边 并提示你 在一边观看 拍卖的东西 大都是一般的东西 压转的东西倒是不错 是一个玉皮羞 通体结的皮羞泛着灵光 显然 这是一件古老的物件 林玉看了一眼标价 价格 是在一亿起 而这个玉皮羞 灵气四溢 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如果长期接触 对人 确实有着 延年易受的功效 喂 你 去帮我拿两杯香槟去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 向林玉叫了一声 你是在 叫我吗 林玉私下张望了一眼 发现她身边并没有其他人 很显然 那个女人 把林玉给当成服务生了 对啊 没错 就是叫你呢 女人一边和自己身边 一位气度不凡的男人说话 一边看了一眼林玉 与其说她是一个女人 倒不如说 她是一个女孩 只是她的打扮 相对成熟一点罢了 她的年纪 其实并不大 如果没有错的话 她是在校读书的学生 只是她这一身打扮 与她年龄不符合 我长得像服务生 林玉笑了 不是吗 女孩回过头 她奇怪地看了林玉一 她这才发现 林玉身上并没有穿 服务生的衣服 只是 林玉的衣着有些普通 与这些名流社会的人 格格不入 所以 她才会有种 林玉是这里服务生的错觉 她没再说话 恰好有一位服务生 从她身边走过 她取下两杯香槟 递给对面的一个男人一杯 两人举杯同磷 林玉无奈地摇摇头 她平时 不是太注重于外表 但是 也不至于被人误会成这样吧 不过 这个慈善晚会的名流 倒是不少的 但暂时没有见到熟人 林玉少对这种慈善性的派对 也有兴趣 正在林玉 百般无聊的时候 身后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林玉回头一看 君无情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装 挽着身穿晚礼服的九木 闪闪走来 九木和君无情 应该是属于主仆的关系的 但是林玉可从来没有想过 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居然这么般配 而且 九木身上穿的那件晚礼服 与君无情那身西服十分搭配 他们两人站在一起 毫无违和感 原来是君总啊 林玉笑了笑 等 朋友相邀 所以就过来看看 要说到慈善 我是行医的 自然有一个人心 不知道君总来这里 目的是什么呢 我对慈善没兴趣 我的目的是赚钱 因为我是一个商人 秦无情笑呵呵地说 我来这里 是顺便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拍卖品入手 如果有 我就顺手拿下来 也算是为慈善做一份贡献 你说是吗 恐怕要让君总失望了 我刚才看过了 拍卖品 恐怕没有能入得了你的发言 林玉也儿童 他微微一笑 等 君总的时间就是金钱 这次君总 恐怕要浪费很多赚钱的机会了 这个世上 有赚不完的钱 我也不在乎浪费一点时间 来做一点慈善 毕竟为自己积德呢 君无情笑呵呵地说 秦总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李佳杰 正在林玉和君无情 针锋相对的时候 侧面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只见 刚刚把林玉当作 服务生的那个女孩 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了过来 他拿起杯子 向君无情举起 哪来的小人物 久木瞟了一眼李佳杰 当 君总 我们走吧 在这里和这些小人物说话 有意思 作为君无情的助手 久木一向是眼高于顶的 而那个李佳杰 又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人物 他在无视李佳杰的时候 还顺道 把林玉给踩了一脚 不 对于美女的要求 如果拒绝的话 那是不绅士的 君无情微微一笑 他端起手上的杯子 和李佳杰碰了一下 君总 我父亲是远航生物科技的 算起来 与您的公司是同行 希望我们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这是我的名片 李佳杰拿出自己的名片 恭敬地封了上去 好 希望以后有合作的机会 再见 出于礼貌 君无情接过了名片 久木挽着他的手臂 转身而去 看到君无情接了自己的名片 李佳杰松了一口气 他像是做完了一件 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般 但是 他脸上的笑意 慢慢地消失了 因为他清楚地看到 接过了他的名片 转过身而去的君无情 顺手把他递上去的名片 给丢到垃圾桶里面 李佳杰叹了一口气 本来就要离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小腹一阵不舒服 他的脸色微微一白 捂着小腹 向洗手间的方向冲去 林玉对这个女孩产生了好奇 她应该是属于在校大学生 但是看她打扮成熟的样子 又有点不像 而她刚才递名片的举动 和说过的话 林玉有理由相信 她是为自己家族企业打关系的 这种女人是属于交际花的 因为她的存在 可以为所属的公司 或者家族打通很多关系 而打通关系的同时 她要牺牲很多 一般来说 这种交际花是成熟女性 有一定交际知识 在交际的过程中 还有能力保护自己 但是这个女孩 看起来有些稚嫩 虽然她表现出来的样子 是很成熟的 但是这也遮挡不住 她一身书卷气息 林玉想了想 反正左右无视 所以她跟着这个女孩 向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男女共用的洗手间 洗手之前 李佳洁按着小腹 她脸上的表情有些痛苦 她的脸色有些发白了 亲戚就不要喝那么多酒了 林玉走上前 伸手在她后心按了一下 针器堵入 然后右手拉过她的手 看了一下她的手纹 接着取出了针 在她几处指尖上刺下 你干什么 李佳洁本能地一轻 但是林玉按在她后心的时候 她便感觉到 一阵暖洋洋的气息 顺着她后心 进入她的身体 然后林玉抓起她的手指 再刺下去的时候 她的指尖处 一滴黑色的血液流出 这不是刚才 被自己误当成服务生的那个人吗 李佳洁微微有些诧异 她看着林玉专注的神色 对这个男人 瞬间产生了好感 回去静养几天 不要沾冷水 不要吃新婚 然后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病完以后记得 想养生 早睡早起 早餐不能少 夜间少夜宵 明白吗 林玉做完这一切之后 又叮嘱她 你是医生吗 李佳洁看着林玉 她的心里有些好奇 算是吧 中医 林玉又微微微一笑 答 你这种情况 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 会很危险的 你指尖处的黑血是寒毒 也就是说 你平时的生活习惯不好 再加上你体质原因 而凝聚在你身体里的 一种寒性疾病 我的身体 什么时候这么严重了 李佳洁无所谓地笑了笑 答 没关系 反正我也没有感觉 年轻的时候 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等到年纪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自己将要面临着的是什么 林玉摇摇头 答 注意一点吧 不然的话 以后会比正常人老得快 真的假的 这么严重啊 李佳洁笑了笑 她点起了一根烟 答 你救了我 我怎么感谢你才好 不用感谢我 举手之劳罢了 只是我好奇 你的年纪 明明正在读书 可是你为什么要 跑到这种场合来应酬呢 我的事情 与你无关 李佳洁吐了一颗烟圈 从她的表情上 看不出来她的心情 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林玉觉得 她现在的心情 一定不会太好 因为从她微微发抖的肩膀上 就能看出来 她承受着一切 行 与我无关 林玉摇摇头 她转身就要离开 喂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李佳洁的 你的目的是不是与我一样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来这里 真的没有什么目的 林玉笑了笑 到 我只是过来 我只是过来晚晚罢了 哦 你是那位老板 请过来的随身医生吧 李佳洁似乎是明白了 她点点头 道 明白了 感谢你刚才帮了我 我叫李佳洁 林玉 林玉说了一声 转身就要离开 不能陪我聊一会儿吗 李佳洁的脑袋很疼 刚才林玉为她去除了寒毒 还去除她体内的酒 但是 她还是感觉到 脑袋时不时地 像钻心一般的疼痛 想想自己的经历 她就感觉到很痛苦 而在女人痛苦的时候 最好发泄的方法 就是找个异性去发泄一通 聊什么 林玉也觉得 那个慈善晚会挺无聊的 而且和自己 貌似没有太大的关系 她到这里 完全就是打酱油的 聊什么都行 李佳洁笑了笑 道 你觉得我怎么样 听票了 林玉一点头 道 不过我刚才说了 你现在的年纪 应该是在学校里面读书才对 不是应该在这里抛头露面 可是你想过 我为什么要这么抛头露面吗 李佳洁笑了 只是她的笑容里面 有些悲凉 不知道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林玉微微一笑 道 你有你自己的故事 你原讲 我原听 我爸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李佳洁的 他开着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只是之前 公司出现过状况 便临倒闭 那是我爸一生的心血 所以他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公司 而我这么努力 完全是为他打通一些人脉 而他也鼓励我 一定要向高处走 这样不累吗 林玉突然感觉这个女孩有些可怜 她之所以这么拼 完全就是一心一意地往上爬 她一生下来 就不是为自己生存的 累啊 怎么不累 但是 我又有什么办法 李佳洁的 我不可能违背我父亲的意愿 他让我做的 我也不可能去做 但是想成功 想出人头地 那你就注定不能闲着 是 成功两个字看起来简单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 林玉微微的也儿童 她叹了一口气 答 所以你就这么拼命 你拼命地往上流收回去 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李佳洁不说话了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接通了手机 马上换了另外一副语气 李先生 我在洗手间呢 好好好 一会儿我就过去 谢谢你了 对 我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李佳洁提了提神 走 谢谢你了 小医生 我现在又有些应酬要去做 我现在舒服多了 记住 不要喝酒 不然的话 你还会难受 林玉想了想 她拿出了几粒中药丸 如果非喝不可 事先服一令 行 谢谢了 我知道 李佳洁微微一笑 然后她转身离开 拍卖会如期进行 这一次拍卖成功后的商品 有30%的利润 捐到相关慈善机构 拍卖会上 全程有记者跟进 没有你看得上的东西吗 看着商品一件一件地 被拍卖下去 而林玉在一边 百般无聊地看着 周英不由得有些好奇 都是一些一般的物件 没什么好看的 林玉一而头 她盯着台上 一个原青的花瓶 然后笑道 不只是一般 而且这个原青花的花瓶 不敢打赌 这是仿造的 不会吧 周英微微一惊 她看着台上那件 已经被抬了 数次架的花瓶 道 我们这里的东西 都是找专家鉴定过的 绝对不会假的 怎么可能会出现 这种问题啊 有两种可能 林玉一等 第一种可能 就是你们那些专家 看走眼 第二种可能 是他们被这些人 给收买了 不过他们这些花瓶 仿真度确实高 一般的专家 还真的看不出来 林玉一笑的 他们看不出来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周英好奇地看着林玉 道 看气 林玉一道 像这种原青花 聚了现代有近千年 它身上 肯定会有一种 古朴苍苍的气息 但是现在我从上面 没有感觉到这股气 所以我断定 它的年份 能超过三年 而且 在它表面上的 那种古异 是一种特殊的方法 炮制出来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是夏族的方品 以你所见 这些拍卖的东西 有多少是真的 多少是假的 周英问 一半真的 一半假的 林玉一笑的 这些富商们呢 也真是阴险的 借着慈善的名目 卖一些假货 然后还假惺惺地 捐出来一些 这么一来 简直就是名利双收啊 哼 早知道他们会这样搞鬼 让他们卖吧 后面还有好戏看呢 周英笑了 敢在我厂子里 玩这些东西 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哼 为了钱 这些人有什么事 做不出来的呢 林玉笑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帮我一把 你现在可是 我们这里的 核心成员啊 周英微微一笑 大 有好处我就帮 林玉一答 玉皮修 拿这个做好处 怎么样 周英向台下防弹剥离处的 玉皮修一指 答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东西 这东西 对你来说 或许有其他作用吧 哼 你观察得挺仔细啊 林玉苦笑了一声 答 连我喜欢什么东西 你都弄得一清二楚的 你进来之后 对其他东西不感兴趣 只盯着这只玉皮修 我想这东西 肯定不是一般东西 否则的话 它也入不了你发眼 你说是吗 这件东西 是一件不错的东西 里面的灵气很充足 但这并不代表 我会为了这个东西 同时得罪那里面的富豪 但是我手里 有你更感兴趣的东西 周英微微一笑 答 你知道 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林玉看了周英一眼 她觉得周英话里有话 比如说 开启金阳单方的秘密 周英服在林玉的耳边 轻轻地说 林玉的神色瞬间变了 她死死地盯着周英 答 你有 当然 周英咯咯一笑 答 林大少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做你的朋友 同盟 但凭我手里的这个秘密 我想 我应该有资格做你同盟了吧 当然有 林玉笑了笑 笑 这个忙我帮定了 以后天使会会回常来 并且我入骨这里 你看如何 好 暂时失陪了 等我去查查 是谁敢在我这场子里搞鬼再说 周英笑了 拍卖会终于结束了 今天晚上拍卖出来的总金额 是近十个亿 而这里面有百分之三十的金额 是捐赏资产机构的 各位拍得如意商品的朋友们 请暂时留步 周英到台上 他微微一笑 答 为了答谢各位对我们天使会的支持 所以届时 我们会有一些小惊喜送给各位 还请各位一步到议事厅 本来有些人 已经打算办完手续 拿商品离开了 但是听周英这么一说 所有人又都回来 他们知道 天使会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 而周英这么说 那么说不定 真的会有什么惊喜 在等着他们 既然这样 何不在这里等等看 看看周英 到底有什么惊喜给他们 义事厅里 那十位富豪 坐在那里谈天说地 其中一个足足有 二百斤的黑胖子 在那里显得极为显眼 他一个人 站着两个位置 而且 这家伙穿金带银 是一个十足的爆发户 富豪们在一起能干什么 当然是吹牛逼呗 尤其那黑胖子 他吹起来更是逮劲 这胖子叫王国有 是西边来的一个煤老板 这家伙 掌控着那边 浸泡的大型煤矿 收入的资金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什么叫做 去年我在前堂观潮的时候 让人弄了一大筐 千金足制成的金叶子 等前堂将在潮水 涨上来的时候 把满满的一筐金叶子 用直升机 全部扫在浪上 我为的 就是看一眼 大浪淘金 那警官确实壮观了点 不过 就是成本稍微高了点 足足花了我一个亿 王总果然是阔气啊 往河里丢金子 这该是多不缺钱 哎呀 钱嘛 我不缺 在座的各位 自然也不缺 王国有哈哈大笑的 我们这次活动是慈善 大家宝本 然后 还多出去的钱捐了 这是基因德 王总 基因德可以 但你玩这一首 有点让大家不齿啊 周盈的声音传了过来 天使会的创始人 周盈 这个名字 对于在场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如雷贯耳的 但是真正见过他的人 少之又少 而叫所有买主过来 说是有惊喜给大家 大家见他的出场方式 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因为他出场的第一句话里面 就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 让大家感觉到不一般 这 这是 周总吧 周总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捐钱积印的 怎么让大家不齿了 王国有的一张黑脸 瞬间变了 他在当地 也是有名的土豪了 平时嚣张无比 即使他知道这里是帝都 但他也不怕惹事 因为在帝都 他同样有人 刚才一共拍出去 28件商品 而王总手里有6件商品 拍出的价格 共集8300多万 我说的没错吧 周盈微微一笑 当 没错 还有什么问题吗 王国有点燃了一根烟 到 周总这样子 是对我不满的 我倒是想知道 周总对我的不满 到底是从何处来的 刚才您的6件商品 有三件有问题 周盈淡淡地说 秦玉简 唐代美女图 还有一件原青花 都是出自你之手吧 没错 这就是出自我手 你说我的东西有问题 王国有怒了 他一拍桌子 到 这些东西都是我家传真层的 从我爷爷那辈 就开始传下来的 我掌管已经有几十年了 你说是假的 不不不 王总的东西不是假的 一边的淋浴站起来 他也二头 倒 不假 一点也不假 只是你的东西 是仿的而已 房品 你说我们买的几件东西 是房品 那几个买主怒了 他猛地站起来 是的 他们是有钱的主 也不缺钱 但是他们忍受不了 自己花了上千万买了的东西 是房品 各位收安勿躁 我们已经发现了拍卖会上的问题 所以带你们过来 就是主动解决这件事情的 周颖的 周总 我们来这里 可是冲着你们天使会的名气来的 一个买主忍着气 东西是在你这里拍卖的 你们有责任弄清楚是不是真品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买的是房品 你不给我们一个交代的话 恐怕是有些说不过去的 你放心 余总 我说了 我带你们到这里来 就是解决问题的 周颖笑的 你们买的东西 如果是假的 我保证会赔偿你们的损失 现在嘛 我们要弄清楚的 就是王总所拍卖这几件东西 是不是真的 周颖淡淡地说 我会差你那几千万 王国有冷笑的 那点钱 我平时打水漂 撒金叶子玩都不够 你觉得我会弄些房品来糊弄你们 谁知道你撒的叶子 是不是真的金叶子呢 万一是铜的呢 林玉悠悠地接过了话题 道 有些爆发户 平时就是喜欢装逼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点钱 十年前的煤炭生意好做 随便一个煤老板都赚得盆满钵满的 但是最近几年煤改了之后 生意一落千丈 有些人呢 想撑住以前自己的门面 但是又没有那个实力去砸钱 所以就只好想有办法 搞些其他的小门道来了 王总 你说我说的对吗 林玉笑的 女士谁 王国有的脸长得通红 不过 他的皮肤有黑 就算是脸红 别人也多半看不出来 只是大家感觉到 他的语气明显底气不足 看他的样子 可能是有些尴尬 但为什么他会尴尬 连音只有一个 就是林玉一句话 说到他的要害上来 这些人的生意不如以前了 他是拿出一些古董 以次充好 弄点钱花 林玉 周总的朋友 林玉笑了笑 等 我也使周总请来 帮他证明一些事情的 你要证明什么事情 王国有黑着脸 等 证明你的东西 是假货 林玉笑呵呵地说 刚才有几位买主 把东西拿出来吧 我为你们现场讲解一下 这些东西是怎么做假的 你 你行吗 一个买主对林玉有些质疑 相信我的话 我会给你们讨回公道 不相信我的话 门在那边 请便 林玉向门口指了指 我买的是琴带玉简 你给我看看 到底有什么问题 看出来有重险 说不出来个所以然 趁早滚远点 那买主拿上来自己的东西 他冷哼了一声 把东西放到了桌子上 小子 你叫什么意思 王国有这才反应过来 感情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来砸场子的 林玉 你说的东西是假的 王国有目露凶光 他拿出一把匕首 猛地扎在桌子上 小子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不然的话 除了事情你负责不起 我说过的话 当然会负责任 林玉笑了笑 到 拿把刀子干什么 我没事的时候 喜欢拿刀子捅人味 王国有冷笑的 尤其是有些 信口开河的家伙 真正的狠人 怼人的时候 从来不会拿刀子 林玉笑了笑 到 也不会让你死 那是最低级的方法 知道怎么样 才是最折磨人的方法吗 死不可怕 生不如死 才是最可怕的 哼 小子 你知道什么叫做 点天灯吗 王国有冷笑的 他盯着林玉 他自认为 自己五大三粗的 再加上样子黑 就足以能把人给吓退 但是 他低估了林玉的胆量 他这副尊容 林玉还真的没有 把他放到眼里 哼 点天灯我没见过 林玉笑了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东西 比起点天灯要可怕得多 你的水平 也就会点点天灯 吓吓小孩子吧 这一套 对我不管用 哼 行啊 现在的娃娃 真是让人大开眼气 哼 老王 你在你们那儿 也是想当当的人物 可是你在帝都这里 可不行啊 你在你们那里 胡风唤雨 但是在这里 随便一个矛头小子 都能跟你摆谱 哼 今天的晚宴 本来就是请了十大富豪 现在这些富豪都没有离开 他们在这里看热闹了 看到眼前的这幅景象 所有人都不由此准 大笑了起来 行 小子 你有种 王国有冷笑了一声 到 我话放到这里 如果我的东西有假 你让我怎么样都行 但如果我的东西没有假 哼 今天我打断你两条腿 如果你的东西有假 我们这里的规矩 是返三倍拍卖价给客人的 你可要清楚 周颖微微一笑 到 行 如果我的话是假的 我还你三倍拍卖价 如果是真的 我不要别的 我就要这小子的四肢 王国有冷笑的 不过我有个条件 这小子嘴上无毛 办事不劳 欢迎一会儿 还满嘴跑火车怎么办 所以 你得找个董行的 过来把把关吧 王国有道 那是当然 周颖微微一笑 他回头道 去把吴老给叫过来 吴老是一位老行家了 鼓完珠宝 他样样精通 大凡鼓完 他一眼就能变出来真假了 周颖也经常请他来掌眼 今天他也在现场 只是他不轻易出山罢了 片刻以后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 被人扶着请了进来 这就是吴老 在帝都鼓完界 享有很高的声誉 所以他来这里 引起了夜内人不小的轰动 吴老都来了 他老人家不是走就不出山了吗 今天怎么来这里了 嘿 你是有所不知吧 吴老是不出山 但他那是对普通人而言 你也不看看 这里的老板是谁 谁啊 周颖啊 周家当年那个死生女 周家 也个三流世家罢了 况且还是死生女 他能有多大面子 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天使会就是他一手创办的 你不要看他出身卑微 但是他一手创办了天使会 又懂银河又会解释 现在圈子里 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哦 懂了 天使会啊 听着现场的人交头接耳 王国有效了 这老头行啊 到他这个年纪了 他不老养红花的 小子 我玩这一行的时候 你还穿开灯裤呢 今天我是来凑热闹的 没有近距离 看这些东西 现在拿上来 让我看看吧 吴老说着汉烟 他做到一张太师椅上 王国有暗自冷笑了一声 这老头把自己的谱 摆得挺高的 哼 一个糟老头子罢了 老子的今天 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我就不信 你能看出来个什么 所以然来 那几样东西有问题 拿来给我看看 吴老把手中的汉烟掐灭 他提了提神 到 吴老 就是这三样 你先看看 这个琴带玉剑吧 灵狱笑道 这东西 是你也看出来 有问题的 吴老斜着眼睛 看了玉剑一眼 他又看向了灵狱 到 那你说 那你说吧 你是从哪里发现的问题 吴专业 还是吴老您比较专业 我是外行 灵狱笑道 灵狱的成色是不错 而且表面上纹理 等各方面都符合那个时代的东西 但是从这上面 还是不能看出来 作假的痕迹 哦 那你说说 作假的痕迹 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吴老对灵狱来了兴趣 道 你是做什么的 小伙子 医生 我是一名中医 灵狱微微一笑 道 学医当官器 所以我懂一些官器的方法 不管是对人 还是对物 我都能官出来 遇见外边的痕迹 做得不错 但是缺少了一种 古朴沧桑的气息 灵狱笑道 大凡一件古丸 原格来说 都是一件艺术品 它有它的魂 真正的古丸 会有魂的存在 而仿的没有 这东西没有魂 所以我断定 它是近代仿造的 它出厂的时间 不会超过一年 你叫吹牛逼吧 东西就是东西 是死物 哪来的魂 小子 你不要以为你胡说八道 就能过关 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情不给我个交代 我让你过不了我这一关 黄国游冷笑了一声 道 周总 说得这么玄乎 它是过不了关吧 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我们是按事实说话 看吴老怎么说吧 周盈淡淡地一笑 道 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吴老 毕竟这是圈子里的老人了 他长过眼的东西 百分之百都不会错 这就像是老瓜农一样 摸一下就知道西瓜熟不熟 但凭品相上来说嘛 这玉剑 笔记清晰 而且玉剑的雕工 十分靠旧 再加上表面 有一层淡淡的黄 演去了原本白纸玉的洁白 这东西是一件老物件 是没错的 吴老道 看到了吧 吴老道这么说了 你小子还有什么话说 王国有大喜 他得意地看着林玉 道 别急 让老人家把话说完 林玉笑了笑 他也不在意 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玉剑的来历 七国时期 秦王祭典 召告神灵 所以让当时使官 以杨纸玉调成玉剑 上课神文 依照神灵 而这玉剑随后 并没有随秦王 一起葬入墓中 而是流落了民间 后流传到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 代代相传 没错 我就是那位民间收藏家的后代 这东西是祖上传来的 所以错不了 王国有呵呵一笑 道 现在还有谁 敢说这东西是假的 你是不是那民间收藏家的后代 我不知道 吴老爷儿头 道 但是这玉剑 被那位收藏家以火风之法保存 代代相传 所以玉剑的样子完好如初 也就是说 它保持着杨纸玉原有的特色 结白 而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氧化 而这玉剑呢 颜色稍稍发黄 如果说这是从墓里出来的东西 经过了几千年了 颜色的确会有所变化 但可惜的是 那玉剑不是在墓里 你说你是那位收藏家的传人 这话有假吧 吴老笑道 怎么可能有假 王国有的脸色变了 但是他那张黑脸 实在看不出来 有什么特殊的表情来 他嚷嚷的 这就是我爷爷传给我爸 我爸传给我的 哦 是吗 那我再说一点 吴老只遇见上一个黑脸 到 这个地方 就是作假的痕迹 坊子的玉 是一种普通的玉 达不到杨纸玉的程度 这是又火简之法 红烤 然后再经过很多复杂的工艺制成 严格来说 林玉说得没错 他的年龄 不会超过一年 吴老的话就是权威 他的话音一落 室内轰的一声就响了起来 大家议论纷纷 大家平时都是想着办法玩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周瀛这个高端局上 居然会出现这种事情 胡说八道 本来脸上还有些得意洋洋的王国友 脸彻底黑了下来 他站起来吼道 我们辛苦大老远跑来帝都做慈善 可是好心被当做女肝匪 你们合伙起来整我 是不是觉得我是外来户 好欺负 帝都的人一向是好客的 但是有些人 把我们帝都的人当傻子是吧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帝都的人人傻钱多 那几位买了假货的买主怒了 其他的两件 不用多说了 这两件的公益是一样的 不得不说 这公益很成熟 一般人还真的能看走眼 吴老坐下来 他点了一根汗烟 道 可惜的是 遇到了我这个老头子 姓王大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遇见买主怒的 我花了这么多钱 买了一个房品 你是真的把我当傻子了 有话好说呀 在古玩界 没有假货这一说的 王国有效了 他反而淡定了下来 他拿起了手中的一根雪架 浓浓地吸了一口 然后吐出了一口烟圈 道 你买到了假货 那只能说 是你看走眼了 抱歉 东西不退 钱更不退 王国有皮笑肉不笑地说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这位老哥 林玉笑呵呵地走上前 到 这里是帝都 不是你们山西 既然来了这里 那叫遵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哦 是吗 那如果我不遵守呢 王国有一副无赖的样子 你能拿我怎么样 如果你不遵守的话 今天你就很难走出这个场子了 林玉道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我是在很认真地跟你说话 小子 你又是哪位 王国有盯着林玉 他不怀好意地笑了 如果你非要在这里强出头的话 那我只能对你说声抱歉 你以为我在地头没有一点关系的吗 我也算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吧 林玉笑了笑 他看了周英也 倒 也就是说 这场子 是我抓着的 如果你不守我这里的规矩 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你不给我面子 那你就会过得不开心 你算什么玩意儿 我为什么还给你面子 王国有瞥了林玉 他还真的没有把林玉 这个小年轻给放到眼里 哼 我要走就走 我看谁能难得了我 王国有冷哼了一声 他站起来 大步就要向前走去 三秒钟 你不停下来 我打断你一条腿 林玉道 你敢 王国有头也不会 他继续向前走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他这次的举动 让他后悔了一辈子 人影一闪 王国有感觉自己的大腿一疼 紧接着他身体倒飞了出去 同时一股撕心裂肺一般的疼痛 从他大腿上传了过来 他撕心裂肺地惨叫了起来 林玉的速度太快了 快得让人看不清楚他的动作 大家只是感觉到眼前一闪 紧接着王国有便倒飞了出去 我的腿 我的腿 王国有嘶声叫了起来 他的一条腿 真的是被林玉给弄断了 林玉向来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怎么样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吧 林玉笑盈盈地说 在场的人无不悚然一惊 谁也没有想到 林玉这个人居然会这样 他说动手就动手 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留 我不动真格的 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啊 林玉冷笑了一声 王国有的一条腿 是被林玉用特殊手法 生生地弄断了 他现在几乎感觉不到 自己左腿的存在 那疼的感觉 简直让人愈先愈死 不过 王国有也是狠人 年轻的时候 曾经拎着刀 追着别人几条肩的那种货色 虽然林玉下狠手 但也不至于 让他这么快屈服 杀猪一般的声音响了半天 总算是安静了下来 他挣扎地坐了起来 然后 为自己点燃了一根雪茄 这个梅老板 可是很有来头的 江南走到周寅的身后 他低声说 貌似跟圈子里的李文乐有关系 林玉下手 会不会狠了点 你放心吧 他有分寸 听到李文乐这几个字 周寅的神色 微微变了变 不过 随即恢复了正常 听周寅这么说 江南也不好说什么 他瞟了一眼肠里的琴琴 然后退到了一遍 想 你行 王国有喘着粗气 现在他的腿 终于有感觉了 那感觉 是钻心一般的疼痛 不过 这反倒激起他的胸心 他恶狠狠地盯着林玉 沉声道 小子 我记着你了 琴琴 你不要让我活着离开这里 如果我离开这里 我回头让你死 阿贤出来 我让你走 林玉微微一笑 大 不然的话 你还真的别想活着出去 我 我不要赔偿 我只要本金就行了 那几个人 看到事情闹得有些僵了 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婆婆 这样不行 林玉闹闹头 到 这场子里 我也有股份的 等于说是我的场子 如果你们在这里玩得不愉快 那就是我的罪过 所以你放心吧 三倍赔偿 少不了你 林玉的这话 让在场的人 一阵焦头接耳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 不认识林玉 他们也不知道 天使会这里 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位股东 但大部分人都觉得 天使会的一群小年轻 都是三流世家 不受待见的人 新来的这个 恐怕身份背景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不过 林玉这副 大大咧咧的样子 还是让在场的人 对他有了兴趣 有一部分人 总是要留下来 看看他 能翻起来什么浪花 这几件纺织的骨丸 加起来总额是三千万 你拿出九千万 赔偿给客人 就放你走 你刚接我个电话吗 王国有抬起头 指示着林玉 他宁笑道 有种给我手机 上我打电话 拿出钱来之前 你没有任何 讲条件的权利 林玉伸出一根手指 咬了咬 当 还有啊 你还没有弄清楚 这里是帝都 不是你的老农村 你别拿你老家那一套 来这里 不管用 行 行 尽强我认栽 林玉是吧 你等着 我的钱 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王国有算是认栽了 他拿出银行卡 交了出来 密码六个八 里面有异议 行 王总也是敞亮人 赚里面的钱 我不会多取一分 我们天使会 可是讲究诚信的 林玉微微一笑 他把手中的卡 交给了周盈 周盈一言不发 他拿着卡 去验证了 片刻以后 他便回来了 他对林玉 做出一个OK的手势 意思是 里面的钱够 几位 之前的事情 使我们天使会 没有把关好 现在三倍奉还 周盈笑道 周总 我们信得过天使会 几位买主 查了一下卡里的余额 他们校主 颜开地说 希望以后 几位还要多多 光顾我这里啊 我希望刚才那些小事情 没有影响到 你们的心情 周盈笑道 那是一定 以后我们几个 一定会多来光顾 这里的 周总发现 就冲今天的事情 天使会走得不错 来者是客 当然要客人尽兴 而且还不能让客人吃亏 你说是吗 周盈微微一笑 到 早点成任了嘛 早点成任的话 就不用吃这个苦头了 林玉和和一笑 到 现在你想做什么 可以随意了 你自由了 你确定要放我走吗 王国友不怀好意地说 怎么 你挨打挨上瘾了 林玉回过头 他盯着王国友 冷哼了一声 到 如果你挨打挨上瘾了 那我不介意在这里 多陪你玩一会儿 我说过 我地度这里有关系的 王国友站起来 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林玉 到 你地度有关系啊 那不好意思了 让你受苦了 你有什么关系 就叫过来吧 我们把事情一次性解决了 林玉笑了 免得大家以后都麻烦 你说是不是 行 你小子有种 王国友勉强站起来 他取着一条腿 强行坐到一张椅子上 然后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林玉这小子 下手真的不轻 说打断腿 就打断腿 连犹豫 都不带犹豫的 而且 这家伙一副 有恃无恐的样子 反而让王国友 有些担心了一下 难不成这家伙 在帝都真的有点能耐 但是想想 自己在帝都认识的人 他冷哼了一声 拿起手机 便去打电话了 圈子里的李文乐 你不认识啊 周英走到林玉的身边 打 听说过 没交集 林玉笑了笑 打 周老爷子曾经是上将 父亲现在 帝都军区特伦大队 宁龙校官的那个 李文乐吗 对 就是他 很低调的一个世家 周英有些担心地说 家里的人 纵横军政伤三级 是属于不好对付的 那种类型 知道李家 为什么这么低调吗 林玉微微一笑 打 树大招风 周英打 而且李家 从军与从政这多 所以不愿意招惹麻烦 他们既然不愿意 惹麻烦 那就只好让自己 低调一点 不然的话 可能会给李家 招来什么麻烦 毕竟现在这个时代 不比以前的时代 权力再大 你也架不住民心啊 周英的 正是因为李家低调 所以有些事情 他们不愿插手 林玉的 不过 李文乐是个异类 对 因为李文乐是一个另类 所以我们在和李家 打交道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周英到 有什么好担心的 林玉微微一笑 到 胡飞 胡飞就是一个战略家里的权势 杖势欺人的家伙罢了 不足为患 可是 周英有点犹豫 他犹豫到底该不该听林玉的话 如果你信得过我 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 在一边看着就行了 这 林玉微微一笑 答 好吧 这一切就交给你处理了 周英点点头 他退了下去 黄兄 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 随着一个惊诧的声音传来 一个年轻人带着一群保镖 走了过来 这年轻人一走进来 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场 没错 就是气场 圈子里的人 恐怕没有几个没有听说过李文乐的吧 这简直就是一个含着金汤池出身的人 不管是从世家 还是从各方面来说 他都要比别人强出很多 经常有人说投胎是一个技术 你能投胎一个好的家庭 你至少可以少奋斗一辈子 的确 有些人奋斗一辈子 也达不到李文乐出生的高度 所以他一出场 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去哪 难怪这胖子这么有底线 敢在地图搞事情 原来他身后站着的人 是李文乐呀 就是呀 这次有的完了 看来天使会这一次 要抓来大麻烦了 这年轻人是谁呀 圈子里以前没有听说过这好人物呀 难道他比一般人要厉害不成 他厉害 他能厉害到什么地方 那可是李文乐啊 看来这年轻人要操扬了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不过大多数都是不看好林玉的 他们觉得林玉今天完了 而且天使会今天也完了 毕竟天使会是一群三流世下的资生子 撑起来的 他们就算背景再大 势力再大 再懂得介事 但是在绝对的权贵面前 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别气了 李少 今天让你看笑话了 你得来帮我一把 替我出口气啊 王国有苦笑了一声 然后他咬牙切齿地说 这小兄弟 出手挺狠的 山西一霸 谁会想到 你在这里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呀 你呀 你来帝都了 不先来找我 先都没事 搞什么慈善 这也好了 弄得一身伤 哟 这腿怎么了 被别人打断了 李文乐说着 还看了一眼王国有的腿 对 被打断了 王国有点点头 看来你今天遇到的这位 笑手挺狠的 李文乐笑了 他回过头看着林玉 道 你笑他手 没错 我笑他手 林玉一点头 他笑呵呵地说 抱歉 你是没收住手 所以下手中了点 别介意啊 是的 我不介意 但是咱们换个方位思考啊 如果说 我和你交换一下位置 今天我把你朋友的腿给打断了 你会怎么样对我 这个世上 没有如果 林玉笑了笑 道 只有你那样做了 你才会知道我会如何对你 喂 你仔细看一下我这张脸 你不认识我吗 李文乐指着自己的面孔 道 很久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和我顶嘴了 不认识 没遇到 你又不是明星 你又不是国家领导 我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你呢 周总 这傻子是从哪里找来的 李文乐笑了 他转身看向周盈 我们天时会最新的核心成员 也是以后我们的领导者 周盈犹豫了一下 道 林玉扭头看了一眼周盈 他笑了笑 这个女人的心眼还真是多呀 他这样说 那以后圈子里的人 岂不是都会知道 天时会这个地方 是自己招着的吗 不过 既然他是诚心的 那林玉就不介意陪着他玩玩 所以他就这样说 林玉也没有否认 他只是回过头 继续和李文乐对峙 不错 很好 李文乐笑了 他围着林玉转了一圈 把林玉上上下下 都给打量清楚 然后微微一笑 道 我错呀 很勾当的年轻人呐 嗯 你也是年轻人 林玉回过头看着李文乐 他心里暗笑 他只觉得这个孙子 简直太能装逼了 我是年轻 但是我的高度 是你们谁都达不到的 李文乐笑了笑 道 我说这句话 你相信吗 不信 林玉直接了当地摇摇头 道 我没觉得 你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那是你目光短浅 李文乐笑了 说了这么久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你不用知道 你无须知道 林玉微微一笑 道 你来这里 就是解决事情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为这家伙找回厂子的 人是我打的 钱也是我要的 想怎么样 你看着办吧 林玉道 挺嚣张啊 李文乐歪着脑袋 盯着林玉 突然他笑了 我记不清楚 有多久没有遇到 这么嚣张的人了 你还真是第一个呀 以后你会记着我的 林玉微微一笑 你记着 有一个人在你跟前 十分嚣张 李文乐哈哈大笑了起来 在我身边 嚣张的人也不是没有 但是现在 他们分头的草 都长一米多了 你确定 你要在我面前嚣张 不过是李家大少 说话都这么霸气十足 林玉一向李文乐 伸出了大拇指 他笑道 今天这小子 在我厂子里面搞事情 不过不给他 点颜色瞧瞧 以后天使会 恐怕无人恢复 天使会 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李文乐有些诧异 他回过头 看了一眼周英 道 周小姐 这事情属实吗 周英想也不想 他直接就回答了 数十 数十 李文乐的眼神 变得有些高深 莫测了起来 他淡淡地说 我不止一次说过 我要入股 你们天使会吧 可惜周小姐 每一次都拒绝我了 因为天使会的人 周英迟疑了一下 都是一些三流世家 不受家族待见的人 李少的身份不一般 所以入股天使会 并不合适 我们这些人 可能会拉低 李少你的身份 这个借口好 李文乐笑了 他对着周英 指指点点地说 你这句话 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行 既然你不同意 我也不想为难你 因为我不喜欢 为难女人 李文乐的 但是今天 你们伤了我的朋友 这件事情 总得给我个交代吧 他换了天使会的规矩 所以 周英一二牙 到 必须受到惩罚 天使会有天使会的规矩 我有我的规矩 李文乐冷笑了一声 到 凭什么 我的朋友要遵守 你们天使会的规矩 李文乐这句话 瞒不讲理 他向来都不是一个 给别人面子的人 尤其是那句 我的朋友 为什么要遵守 你的规矩 更是让人 暗自皱眉 不管是谁 只要到了天使会 就要遵守 天使会的规矩 周英的声音并不小 但是 从他语气里面 明显听到了一丝 底细不足 是啊 他现在所面对的人 是帝都十分强大的 世家的人 这个人 平时也不喜欢 按常理出牌 他说怎么 就是怎么 而天使会 虽然资源庞大 但是 天使会根本就没有后台 因为这都是一群 不受家族待见的人 临时成立起来的世家 天使会 固然有天使会的规矩 但是对上 李文乐这种党子的人 他不讲规矩 你还真没有办法 这句话你对别人说就可以了 但是千万不要在我跟前说 李文乐摇摇头 他冷笑道 因为我从来没有遵守过别人的规矩 那是以前 一边的林玉接过了话题 他淡淡地说 以后天使会 有我照着 不管是谁 来这里都要遵守规矩 话就问你了 尊姓大名 李文乐笑了 他回过头看着林玉 双眼里闪过了一次不屑 他不认识林玉 但是他觉得 天使会 只拉一些三流世家的人入伙 就算是林玉再有背景 他也不会把林玉给放到眼里 貌似我说过吧 我叫林玉 林玉笑了笑 林玉 李文乐双眼中大方溢彩 他淡淡地一笑 就是最近风头正上的一线 林玉和秋家的那个孽种 大厅里面一时间变得静悄悄的 大家的目光在这一瞬间 全部放到林玉的身上 因为最近 秋林两家异主 一个私生子横空出世 引起大部分人的注意 年纪稍微长一点的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圈子里的一些传闻 关于秋氏集团董事长 秋若银和林家某位 最有可能继承大人 但最后却消失不见的 那个林浩宇 一线最近风头失声 但是李文乐 当面的一声孽住 让现场 马上变得尴尬了起来 众人都看着林玉 准确地说 都很期待地看着林玉 因为他们想看看 林玉这个新奇之秀 到底怎么应付 别人的一声孽种的 上次这样叫我的人 现在已经残废了 林玉笑得有些争议 这是她动了杀心的体现 什么 我叫你一声孽种 你叫我打残废 这还有王法吗 李文乐笑 我就算是叫你孽种 你能拿我怎么样 刷了我 你有胆识吗 有的话你来啊 李文乐指着自己的脑袋 打 有本事 你拿起酒瓶 对着我的脑袋敲啊 这是你们这种下等人 最喜欢用的打架的方式 来啊 李文乐张狂地笑了起来 他不相信林玉敢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动手 他也自信林玉伤不到自己 但是他的笑声戛然而止 因为他看到人影一闪 紧接着他的脑袋 和一个玻璃体重重地接触 一声撕心裂肺的疼痛 从他脑门上传来 紧接着一些温热的液体 从他脑袋上躺了下来 林玉顺手丢下手里的碎脚瓶子 扯出几张纸 抹了一下手 然后四平八稳地坐了下来 想玩 我陪你 林玉只说了这一句话 在场的人都懵了 他们比当事人李文乐还要懵 林玉居然动手了 他居然真的动手了 那可是李文乐呀 族上住过开国上将的人物 即使是现在 李家在华夏 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这林玉 不是疯了吧 他居然真的敢动手 他的仪仗在哪里 难不成 他以为邱氏集团 和已经走向没落的林家 能救到了他吗 不 救不了 李家的霸道和谷家是一样的 在帝都 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如果有人得罪了他们 那是绝对讨不到好的 林玉这个举动 足以把他自己推向深渊 李文乐伸手 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他一看 手上全是血 他显得很平静 他把自己沾满鲜血的手 放到嘴里瞬息着 品尝了自己鲜血的味道 长这么大了 第一次前歇 李文乐笑了 他的唇边沾着血 脑门上也全是血 现在 他就好像是一个恶魔一般 让人心头生畏 我保证 你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林玉冷笑了一声 道 你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吗 李文乐冷冷地说 我保证 你的家人 你的亲人 你的一切 都会因为你今天的举动 而为你陪葬 我也保证 在你们动他们之前 我会先让你们李家的死的 一个都不理 林玉冷冷地说 好嘛 挺厉害的一个角色啊 李文乐呵呵笑了 那行 我们就赌一场吧 看看到底是我先把你全家弄死 还是你先把我全家给弄死 但是在你把我家给弄残之前 我得先把你给弄死 李文乐挥挥手 道 请进 我要留手 李文乐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他接过了一个保镖 递过来的纱布 安在脑袋上 他不去医院 因为还没有看到林玉死 多少年了 已经没有人敢挑战 他李文乐的权威了 哼 林玉是吧 今天我就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像李文乐这种人 家族里面肯定会有高手作为供奉的 而且他出门也从来不带保镖 就算是带 也多半是做的样子 因为他这种人的身边 一直有高手跟着 李文乐一声高喊 室内的空气瞬间变冷了 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他们感觉室内的温度 仿佛下降了十几度一般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少女缓缓地出场 这个少女的年纪不大 但是她的脸紧紧地绷着 那股寒意让人心头生畏 他手里提着一把剑 这把剑倒托着 在剑印的地板上 托出一个深深的剑痕来 很普通的一个少女 如果她走在路上 你可能完全会忽略她 因为她太普通了 但是现在的她 就好像是一把 即将出窍的剑一般 室内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这少女手中的剑 随时都能招呼到自己脑袋上来 看热闹的人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剑机的剑可是不长眼睛的 不相干的人最好出去 否则伤了你们的话 我李文乐可一概不负责 李文乐用纱布按着脑袋 同时提醒她 哭啦啦 在这看热闹的人走了一半 一来是因为剑机手中的剑 太过于凌厉 他们在剑机的威压下 几乎喘不过来气 二来李文乐的话 会有几分杀气腾腾的意思 他们在这里待着 就显得有些不是好歹了 毕竟 李文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喜欢人在这里留着 留下来一半的人 都是死珠子不怕开水烫 又极度喜欢热闹八卦的人 他们要亲眼看着 今天这场闹剧如何收场 这可以成为他们以后 吹噬的资本 而且 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个砸了李文乐 一瓶子的淋浴 到底会有什么下场 你走的是剑道吧 剑机一出场 淋浴就感觉她身上 那股不寻常的味道 剑机不说话 她缓缓地抬起手中的剑 在她抬起剑的那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场 突然从她手中的剑上爆发而出 缓缓地举起 缓缓地落下 她的动作缓慢无比 就好像是公园里 老头老太太 练得太极剑一般缓慢 但就在这看似缓慢的剑 一落下 一股强大的剑气瞬间进城 那股纵横四方的杀意 从四面八方涌出 把淋浴包裹 冰冷 无情 阴暗的感觉 把淋浴包围 她悚然一惊 这一剑 绝对不是一个小姑娘 能施展得出来的 但是现实 不允许给她时间思考 几乎是瞬息间 剑意已经掠到淋浴的身边 残缺一闪 出现在淋浴手中 淋浴大步上前 对着那一人一剑 冲了过去 她身形轻飘飘的 就好像是 一点重量也没有 残缺一剑斩出 破去那掏剑的剑意 几乎是一个闪现间 淋浴便已经掠到剑气的身边 残缺一抖 在办公中幻化出十多个剑间 淋浴迅速地出击 力求把剑机一招置在剑下 因为她从剑机的身上 嗅出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 她的实力 起码是五到二重剑的巅峰 而她这个年纪 除非有其余 否则的话 是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而且剑意 是跟主人的阅历有关的 她的剑意 古朴沧桑 有一种远古洪荒一般的悲凉 以她的年纪 是不可能有这股剑意 剑机手中长剑倒托 她一个猛扑 向淋浴扑来 她手中的剑 与残缺交集在一起 一瞬间 和淋浴拼出了数十剑 突然 淋浴右手一弹 树莓金针出手 剑机手中长剑远转 向淋浴的金针尽数斩下 但是淋浴一个闪身 人已经换了一个方位 等剑机手中的剑再提起的时候 淋浴的残缺已经架在她的脖子处 跑剑法 淋浴右手剑柄迎敲 把剑机的穴位给支出 她僵在了当场 我说这么大的胆子 刚和我李文乐叫板 原来是有几把刷子的呀 李文乐笑了 但你以为 我身边只有这么一个高手吗 余福 李文乐又叫了一声 一个身穿长袍的中年人 走了出来 以淋浴的能力 她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中年人 是五刀一重劲的高手 那种属于巅峰舞蹈的存在 再上一步 她便是先天武尽的修为 那种先武之间的舞者 已经脱离这个世界的武学范畴 渔浴是属于那种 比较偏沉默的一种 她出场了以后 只对着李文乐浮了一幅 然后便转向了淋浴 咬人的狗不叫 这是淋浴 对这个世界上人性的认知 这一家话的画上 但淋浴清楚地感觉到 她身上那股庞大的力道 要么屈服 要么死 渔浴只说了这一句话 我不屈服 我也不会死 渔浴那种凌驾于 一切之上的姿态 让淋浴十分不爽 是的 她是五刀一重劲的高手 只差一点 她便是先武进 这种逆天的存在 达到了先天武进者 寿元比起一般人 要长寿数十年 若武道不断 一心向上 则寿元会随着修为增长 从而达到先的 到那时候 便可与日月争辉 天地同胜 现在的渔浮 只是差一点 才能达到先天武进 但是在她眼里 已经有一种 众生如頤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做一名舞者 那种浑然天成的气势 你只有一条路可走 渔府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我从来不认为 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林玉也笑了 她盯着渔府 道 你是五到一重见的高手 你确实有 凌驾于一切的姿态 但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 只是李家的一条狗罢了 我不知道一条狗 它那种藐视一切的姿态 是从哪里来的 林玉笑了笑 道 我还是第一次 遇到五到一重见的高手 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一个让我能打败你的机会 无耻 渔府冷吓了一声 道 一个勉强的 五到二重景的高手 想挑战我 你以为武学是什么 是靠问心无愧 就能够挑战得了的 我现在的实力是不如你 林玉下 但这并不能说明 我打过你 渔府 你跟他废话这么多干什么 别露手 李温乐冷笑了一声 道 是 老板 渔府一攻身 然后走到林玉的跟前 面对如五到一重镜 这种强大的高手 林玉自然不敢怠慢 他的残缺已经拿在手中 残缺似乎是感觉到 林玉心中的战役 剑神微微地颤抖 而且还发出隐约的龙吟之声 这把剑不错 渔府盯着林玉手中的残缺 他感觉得到你心中的战役 所以他现在很兴奋 这把剑赔了我很久了 林玉笑了笑 可以说他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强敌 一把真正的好剑 是需要用强者的血来祭奠的 于福道 你这把剑虽然强 但是没有血的祭奠 它就是一把普通的剑 没有灵性 谁说的残缺 没有灵性 林玉右手一颤 残缺吃的一声响 软软的肩身瞬间崩到鼻子里 在这一瞬间 残缺上散发出强大的杀意来 这次杀意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心寒 室内的人少了一大半 因为他们抵受不住残缺的寒意 而且在他们的意识里 李文勒不是一个好招招的人 所以他们尽管想看热闹 但是又不得不离开这里 等心了 于福冷笑一声 他没有向前 反而向后退了一步 这一步退出以后 他的身心动了 一道残瘾骤然出现 于福一个化成四道分身 每一道分身都夹带着一丝强大的力道 从四面八方向林玉涌了过来 分以化身法 林玉倒是微微一惊 这是内江湖中一种诡异的身法 十分难产 据说已经失传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现在还能重建 四道残瘾 只有一道是真身 但是对方的修为高出林玉不少 所以林玉现在分辨不出来 哪道残瘾是渔福的真身 而在他眼里 这四道残瘾 每一道都是真身 对方的身法太快了 四道残瘾就像龙卷风一样 向林玉冲了过来 他手中残瘾向前一挑 抱手寒原 一道剑气横斩而出 扑扑 两道残瘾被残瘾击中 顿时灰飞烟灭 但是余下两道残瘾 暂时还分辨不出来 到底哪一道是渔福的真身 转瞬间 两道残瘾已经近身 林玉长鹤一声 手中残瘾快速舞动 一道剑墙在他身边形成 他身形向前滑去 与那两道残瘾交错而过 扑 其中一道残瘾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最后一道 与旋风一般的残瘾 显出了渔福的身形 这才是渔福的真身 叮 林玉手中残缺支在地上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而在他肩膀处 已经多出一道血痕 不愧是五道一重间的高手 林玉闭上眼睛 太玄星缓缓地运转 数个呼吸之后 他苍白的脸上 终于出现了一道红润 渔福手中一枚指剑 一闪而逝 消失在他袖口中 他有些压忍地 看着林玉 从来没有人 能从我的指剑下逃生 也从来没有一个 比我修为低的人 能识破我的真身 说真的 我并没有识破你的真身 林玉微微地摇摇头 到 你每一个真身 到我的跟前时 我都是拼尽全部的力量 去应付的 很好 渔福道 是个人才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和我不同境界的人 居然在我手里 能撑这么久 你是第一个 我这个人 一向能创造奇迹的 林玉笑了笑 他一见之地 站了起来 他手中残缺向前一指 道 我们继续 三招之内 你必倒下 渔福一笑 他的脚步向一侧一踏 突然 他整个人动了 这一次 他并没有化身为四道身影 而是以极快的速度 向林玉攻了过来 他的身形很快 快得如闪电 快得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林玉闭上眼睛 在他的意识里 对方好像是 从四面八方向他攻来一般 突然 他感觉右侧一道林玉的剑意 向他袭来 他默然张开双目 向前右侧 一剑斩出 叮 他手中残缺 碰上指剑 林玉身形一晃 向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他残缺一横 向左边平移 又是一剑斩出 这一剑 再次抵退了渔夫 林玉手中残缺长舞 抵受着从四面八方攻来的渔夫 对方的身形 就好像闪电一般 应付他一个人 就好像同时 应付四面八方来的人一般 突然 渔夫一声轻贺 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的残影 汇聚在一起 凝成了一道巨大的人影 向着林玉急冲过来 林玉大喝一声 他双足在地上一顿 咔嚓 以他为中心 他双足顿下的地方 出现了一道裂痕 这道裂痕 向四面八方 纵横交错而去 太玄心骤欠 两条人影在半空中 重重地撞在一起 然后林玉横起残缺 猛地向对方斩去 一瞬间 三剑遍及完成 轰的一声 两人周边的空气 瞬间变得扭曲了起来 几招没过 便到了护叫真气的地步 渔夫一劈向前 他手中只见纵横交错 带起了一道道光剂 在林玉周边环绕着 伴随着一声声 痴痴地响声 林玉的衣服 背着细小的剑气 不停地划破 若说护拼真气 林玉绝对拼不过渔夫的 因为两人的境界 都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无奈的是 林玉有太玄心 太玄心一旦运转起来 就算是五刀一重剑的渔夫 也要掂量掂量 他自己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与林玉拼 只是渔夫手中的指剑 实在是太厉害了 林玉的身体 不停地被指剑划中 出现一道一道的伤痕来 突然 林玉右手一抖 手中残缺 突然弯成了一个半远 扭曲了一个方向 向渔夫胸口刺去 渔夫真气一吐 轰的一声响 两人各自推开 林玉连连后退 他每一脚踏在地上 那坚实的地板 都被他踩出一个脚印来 窗快 渔夫重重地吐出一颗浊气 他沉声喝道 好久没有站得这么痛快过了 小子 你告诉我 你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境界 勉强入流吧 如果很真实的境界 是五到三重界 说加上剑刀与真气 勉强达到二重界 林玉笑了笑 大 这就是我真实的境界 区区一个五到三重劲的舞者 竟能与我拼个不相上下 难怪你有骄傲的奔钱 渔夫看下林玉的目光 已经不一样了 的确 林玉这么年轻的年纪 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修为 而且 以低阶修为 越界与他五到一重劲的人 拼个不相上下 这不单单是运气吧 要知道 舞者之间 失之好理 差之千里 一接之差 是天差地别 林玉能与他拼这么久 而不落败 只能说 他是一个人才 林玉笑了笑 只有他才知道 自己的身体 到底伤成了什么样了 对方的指剑 虽然只在他身上 划出了几道伤口 但是 在林玉真气的加持下 造成的伤 这种伤 是贯穿真气而留下的伤口 刚才 与渔夫拼了那几几 林玉确实吃了不小的亏 这些外人是看不出来的 你低头认错 我饶你一命 渔夫饶有兴趣地 看着林玉 生平第一次 他起了爱才之意 他觉得林玉身上 有一种精神 是别人没有的 他向我磕头道歉 我或许不会跟他计较 林玉的声音并不大 但是很坚定 我看你是疯了吧 李温乐怒急而笑 渔夫 你今天哪来那么多废话 快 杀了他 不要留手 渔夫暗自叹了一口气 他不想上林玉 但是他现在老板已经发话了 所以他不能不出手 这怪不了别人 要怪 只能怪林玉自作自受 他得罪谁不好 偏偏要得罪李文乐 要知道 李家的势力有多可怕 而且在李家 不可能只有他一个 五道一重点的高手 右掌一番 他摆走了架势 他已经看出来 林玉是强弩之末了 只要他稍稍引用力 林玉就可能会倒在他的手下 只是 他感觉到有些惋惜 这么一个年轻的天才 就要就此陨落了 住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清冷的声音 在一遍响起 李颖匆匆地走了进来 他走进来的时候 真气鼓道 似乎是一把 叙事待发的剑一般 让人感觉到冰冷 本来室内就够冷了 现在 又进来一个 玩极寒真气的人 现在室内 变得更加冷了 是你 李文乐皱了皱眉头 他淡淡地说 李颖 这里没有你什么事情吧 如果我是你 我绝对不会 偿和今天的事情 李文乐家里 有官面上的人 所以他认识李颖 他也知道 李颖是 李老夫人身边的红人 但是他并不知道 李颖与林玉之间的关系 李文乐 今天的事情 到此为止 李颖淡淡地说 到此为止 李文乐笑了 他站起来 走到李颖的身边 道 我不知道 你到此为止里面 包含了到底几个意思 你看看 你看看我这里 就是那小子的节奏 他把我脑袋给打破了 现在你让我到此为止 你没病吧 我说了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李颖依然是那句话 他把你脑袋打破了 是你活该 我活该 李文乐又惊又怒 他往往没有想到 李颖居然会当着他的面 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冷笑了一声 道 李颖 你这话几个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 有李老夫人罩着你 你就可以不把任何人 放到眼里了 本来众人看到李颖过来 对他的身份感觉到好奇 因为大家并不认识李颖 但是他可以直呼李文乐 让他到此为止 由此可见 这个女孩的身份并不简单 直到李文乐愤怒地说出李老夫人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女孩 是一品护国夫人 李老夫人的人 难怪他可以直呼李文乐其名 并让他助手 当下 大家对林颖的身份好奇了起来 这一仙到底是什么人 连李老夫人也能扯上关系 大家之前只知道 林玉让林秋两家屈服 但是并不知道 他本人有什么背景 直到现在李颖出来 他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一仙 也是有背景的人 只是不知道 他怎么和李老夫人 搭上关系的 怎么 你觉得李老夫人 不够够照着我 李颖挑衅地 看着李文乐 你 李文乐语色 他不可能不知道 李颖是李老夫人 最疼爱的人 如果真的和这个魔女 起了冲突 到最后 他占不了便宜 李老夫人无权无视 但是 他顶着一品护国夫人 这个名号 他真的要发起标来 手里的龙头权杖 说打谁 就打谁 这是谁都阻挡不了的事情 所以在李颖的跟前 李文乐 也只有肝咬牙切齿的事 李颖 我知道李老夫人疼你 但是我这里 不能就算了 李文乐指着自己的脑袋 他恶狠狠地说 有些事情 既然他灵欲敢做 那为什么就不敢出来认呢 起零大 你出了事情 让一个女人出来顶过 你这种人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李文乐盯着林玉 等 我出了什么事情 林玉有些无辜地说 你的人在我的场子里面搞事情 我出来教训一下 反倒成了我的错了 李大少 咱们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需要打马虎眼吧 这是严格来说 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 咱们有本事 别找手下打 你我一对一单挑 你看看 林玉说 李文乐一张脸 黑得几乎像碳一样 他冷冷地说 清零大 我承认我打不过你 的确 李文乐说的这句话 是真心话 他打不过林玉 因为他刚才也看到了 林玉和他手下 五到一重镜的高手 打得难分难解 这也让李文乐 暗自吃惊 因为他也清楚 他那点实力 不要说对上 五到一重镜的高手 就算是遇到一个 普通的高手 也多半会把他 比打得哭爹喊娘的 但是我们的事情 现在要有一个了结 你砸破了我的脑袋 如果这口气 我不争回来 以后 我真的没有办法 在圈子里混了 好 是吗 你要我给你 什么样的交代 林玉冷笑了一声 打 让我砸你一瓶子 我们之间就扯兵 李文乐冷笑的 这是他做出最大的账簿 敢招惹李文乐的人 最好的下场就是死 而且 他这是暂时给自己 找个台阶下 等以后 他不会放过林玉 这不可能 林玉笑了 我有个习惯 打人就是打了 即使是打错了 也不会给对方道歉 更何况 这个瓶子 只是我对你的警告 另外 你要向我道歉 否则的话 你今天走不出 天使会这个大门 林玉的话 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他目瞪口呆地 看着林玉 心想这家伙脑袋 是不是被烧坏了 他不知道 他面对的人是谁吗 那是李文乐 那是帝都的太子党 崖内等级的人物 就算邱家能保得了林玉一时 但也保不了林玉一辈子 因为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上的 或许邱氏集团的影响 能让高层看中邱若英 但对于李文乐这种太子党 他想完一个人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况且高层看中的是林玉他妈 不是林玉 他不会认为 自己邱家太子爷的身份 就能和李文乐这种拘孽怼吧 你说什么 你刚才的话 再说一遍试试 李文乐也惊呆了 他见过不是好歹的 但是他绝对没有见过 像林玉这种不是好歹的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 居然敢和自己这样对着干 林玉这小子 不会天真地以为 他邱氏集团太子爷的身份 能保他一辈子吗 丽雅 你今天是来欠嫁的吗 李文乐笑了 是来欠嫁的 如果你们之间能把手言和 那是最好的 李应答 而你想和他言和 就要按照他的话去做 道歉 好吧 我李文乐出道这么久 这种事情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李文乐笑了 他站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林玉 道 我今天已经做出最大的让步了 但是你似乎 是不领我的情 既然你不领我的情 那我李文乐 也没有哭着求别人的习惯 林玉 你想怎么玩 我今天陪着你玩 如果今天你不死在这里 就算我李文乐 这几十年白火了 李文乐也是怒了 讲真的 他在帝都的势力 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今天 他说还林玉一酒瓶子 其实也是给林玉面子了 如果不是李老夫人 这个最疼爱的曾孙女 在这里拦着 他早就把林玉给拿下了 但是这家伙 太不懂得窃泼下驴了 他居然还要和自己对着钢 那就不要怪他李文乐 心狠手辣了 今天这个招 如果他不接的话 那就等于说 他怕了林玉了 李文乐 我今天来这里 是代表李老夫人来的 李颖盯着李文乐 到 另外 你最好给你家里打个电话 问问你父亲喜欢再说 如果你说你要杀了林玉 你父亲同意的话 那就当我今天没来过 你在逗我吗 李文乐笑了 他感觉林玉说的话 有些莫名其妙 他跟林玉过不去 又跟他老子有什么关系 你父亲的癌症 终后期 李颖道 这病 林玉能治 他能治 李文乐更怒 他指着林玉喝道 凭什么 就凭他外号一仙 李颖 你这是在糊弄谁呢 你以为我是糊弄你的话 我也没办法 李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打电话问一下吧 林玉的医术行不行我不知道 但是有李老夫人和原首长同时担保 我想这分量应该不小吧 你说什么 李文乐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他开始有些举气不定了起来 因为他不确定李颖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你抹不开着面子打个电话是吧 那行 这电话我打 李颖微微一笑 他拿出手机 给李老夫人打了个电话 把这边的原委简单地说了一下 片刻以后 李文乐的手机变小 他拿出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的那一瞬间 他的脸变白了 来电显示正是他的父亲 也就是说 李颖刚才说的话 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林玉确实是能为自己的父亲治病 父亲 李文乐接通了电话 他的声音马上变得恭敬了起来 站在你面前的林玉 去说能治我的病 对方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这正是李文乐的父亲的声音 对方似乎是病得很重 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喘息半天 我看你现在跟他有什么恩怨 一律放下 但是父亲 你不了解我这边的情况 我的脑袋被他给砸烂了 李文乐愤怒地说 电话到另外一端沉默了 李文乐心中悚然一惊 他知道这是父亲生气的表现 是啊 父亲是李家的家主 如果有父亲在 能保持一片安恒 如果父亲去了 李家为争敌可能会一团糟 现在的局势不允许李家游乱 他自己的脑袋被敲一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林玉拿刀刮了他一层皮 李文乐也得受着 一切要等李文乐的父亲病好了之后再说 对不起啊 父亲 我错了 李文乐连忙道歉 记者 现在我们有求于他 他让你干什么 你必须干什么 李文乐父亲的声音依旧沙哑 但是他语气里面 有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业 但是父亲 你能确定 他能治好你的病吗 李文乐不服气 他不认为林玉有这个实力 因为父亲的病 到现在有多严重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现在对我来说 就是一根稻草 但这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能不能救活我的命 我都要紧紧地抓着 李文乐的父亲 顿了半天 又道 你现在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从小心高气傲 李家也为你挡了不少的麻烦 如果你觉得 你是天下第一 那好 遗憾你的事情 李家一律不再出头 用你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 我知道 我现在就按照您的话去做 李文乐傻眼了 这是父亲真正动怒的表现 李家不同于一般的小世家 这是真正在帝都立得了足的大世家 所以规矩极眼 而他父亲说的话 对他来说就是圣旨 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 父亲话语里的愤怒 所以他必须按照父亲的话去做 否则的话 他极有可能会被李家切断了一切资源 掐断了电话之后 李文乐的脸有些难看 他对着自己的人挥挥手 道 我们走 众人吃了一惊 他觉得李文乐今天有些不太正常 以他牙子必报的性格 林玉在他脑袋上敲了一瓶子 他是要把林玉给撕成碎片的 但是现在 他一言不发的就带人走了 这不符合常理 我让你走了吗 林玉收起了残缺 他冷笑了一声 道 林某不才 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 被人叫孽种的 今天这个倩如果你不到的话 就别想走出天使会的大门 林玉的话 再多让现场的人认为他这是疯了 李文乐不追究他那一瓶子的罪 已经是奇迹了 可是现在 他还反过来要李文乐道歉 这伙是疯了吧 疯子 江南暗骂了一声 他看了一眼周英 他发现周英的眼神里 也有一丝困惑 是的 今天的这一切 是他考验林玉 有没有资格带领天使会走向辉火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事情到现在 已经有些失控了 如果我今天执意要走的话呢 李文乐一脸的力气 他已经忍不住要杀人了 是的 这小子的医术 可能是有两把刷子 他是有可能治好自己老子的病 但是他不再这么欺负人的 我会打断你两条腿 林玉认真地说 不要认为我是在开玩笑 我是很认真的 皮肤 打断他两条腿 李文乐冷笑了一声 他已经顾不上自己父亲的吩咐 这小子太嚣张了 也太张狂了 如果今天他一味地退让 那么以后 他在太子党这个圈子里 将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 是 于福一点头 他也不转身 抬起右腿向后一退 一道残影骤然一闪 迅速地出现在林玉的身边 他抬起右掌 一掌便向林玉脸上袭去 然而就在他出场的瞬间 红影一闪 一身大红民族服饰的女孩 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对方右手一扬 一条九节鞭 已经从他手中甩出来 这九节鞭上 带着一抹墨绿的气息 很显然 是有毒的 于福作为五道一重天的高手 自然不惧芙蓉这一边 他右手一抓 迅速把芙蓉手中的鞭子 给抓到手中 然后他微微一扯 芙蓉手中的鞭 便把握不住了 被他夺了过去 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野蛮 毒人家东西的时候 不能温柔点 芙蓉揉着发马的右手 他有些不悦 对方的力道太大了 所以芙蓉的手心 险些被他刮下了一层皮来 于福默然不语 他心道 现在我们是敌人好不好 面对敌人 难道你还要温柔不成 这话 他终究是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感觉 眼前这个女孩 绝对是属于那种 不好沟通的人 突然 于福感觉右手 火辣辣地疼 他微微地一惊 不由自主地松开了 握着的鞠结边 当他看到自己右手时 只见右手掌心 出现了一层血珠 而且 这些血珠 以极快的速度 变成墨绿色 一股火辣辣的感觉 顺着他右手掌心 向他手臂出涌去 这让他悚然一惊 这明显是中毒的表现 他右手 在手臂上点了数下 想要阻止毒气蔓延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毒气居然不受一点控制 他退后两步 于福感觉到 眼前一阵阵地发黑 他勉强提起一口真气 对着李文乐一拱手 道 李少 我无能 哪来的疯压他 李文乐脸上的力气 越来越重 于福败了 他手下 并无可战之人 是的 李家世家大业大 家族里面高手如云 但是出门标配 五到一重镜的高手 已经是李文乐 最高的待遇了 他身边 不可能有更多的高手 你才是疯子呢 你全家都是疯子 芙蓉右手翼翼 他掉在地上的九节鞭 迅速回到他的手上 他一手把玩着九节鞭 一边向李文乐翻着白眼 这是巫族的古术吧 于福看着越来越黑的手臂 他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这点毒对他来说 自然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 回去以后静养半个月 是少不了的 而且 以他这种高手 就算对方失音招 他多半也能察觉 但是 这个修为低下的小女孩 一出手 便让他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这让他感觉到有些愤怒 是 古术 你还挺有见识的 芙蓉有些诧异地 看了渔福一眼 道歉 或者断腿 林玉笑盈盈地问 你选哪一个 挑起这件事情的王国友 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他本来以为 自己背靠李家 可以在帝都为所欲为 反正有人为他擦屁股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原来帝都的水这么深 就算是强如李家 在帝都 也有不好使的时候 李 李 李少 要 要 要不算了吧 王国友心惊胆战地说 李文乐盯着王国友 他双眼 几乎要喷出火来 你他妈的 事情是你挑出来的 你让老子过来为你出头 现在事情闹大了 你又怂了 怎么 难不成你想让老子 真的向对方道歉 道个歉 也 也没什么的 王国友心惊胆战地 说出了这句话 这话说出口以后 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明显地感觉到 李文乐那几乎要杀人一般的目光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呀 他真的是怕了 李文乐家大业大 他身边有高手保护 但自己不行啊 自己不过是一个没老板罢了 而林玉身边又有这种下毒的高手 万一以后林玉找上门去 他去找谁为自己撑腰啊 李绅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没关系的 现在时间还早 我可以等着你 考虑晚上都没事 林玉一见到李文乐在犹豫 他微微一笑 找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林玉的椅子已经很明显了 今天我就和你杠上了 两条路 你选着走吧 你这是在公然和我们李家作对 李文乐的双眼眯了起来 我不是在跟李家作对 我只是想让你道个歉而已 林玉笑了笑 李绍家是显赫 从小就是含着金钥匙出声的 你为难别人的时候 恐怕从来没有考虑过 别人的感受吧 这样不好 人这一辈子嘛 总得低个头 我要是不低这个头呢 李文乐冷冷地盯着林玉 我说过 我会打断你两条腿 林玉毫不示弱地说 要不我们打个赌吧 就读你走出这个门以后 我敢不敢把你的腿打断 林玉向门口一指 她淡淡地说 都让开 让李少走 李少 大门敞开着 你可以走了 李文乐本来要动腿 现在却不动了 她的脸色十分地难看 她没有想到 林玉居然会给她出这么一个难题 如果是换了别人 李文乐眼都不会眨一下 就走出去的 但是眼前的这个是林玉 她却不敢动 因为脑袋上那一个瓶子 还历历在目 她觉得林玉这家伙 一定敢真的折断她两条腿 林玉 够了 江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觉得林玉有点过了 现在天使会 已经有了足够震慑对方的效果了 李文乐的面子都不慢 想来以后 没有人敢在天使会乱来 但是林玉逼得李文乐下不来台 江南怕以后 她承受李家的无穷无尽的报复 你觉得够了 林玉盯着江南 道 适可而止 江南冷冷地说 你得为天使会考虑一下 我现在这么做 就是为天使会考虑 林玉下了 周盈 你的意见呢 如果你的意见和她一样 那今天就当我没来过 周盈微微一正 然后她回头 答 江南 退下 你疯了 江南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周盈 她觉得这一瞬间 周盈变了 天使会刚刚创立的时候 五个人 不管什么事情都商量着来 就算是否定一个人的决定 也不会这么斩钉截铁 但是今天 周盈的一句退下 让江南感觉周盈变了 他疯了 江南知道 周盈一直想让天使会真正地壮大起来 以前的天使会 虽然资源人脉 因有尽有 但是却没有承受风险的能力 帝都水深 有些时候各路神仙各显神通 如果有人针对天使会 天使会将会瞬间土崩瓦解 但是他太着急了 用江南的话说 他现在简直有点病急乱投衣了 他太信任林玉了 可能是出于嫉妒 江南始终不觉得 林玉到底有拿点好 他也不相信 林玉一个人就能力挽狂瀾 能让天使会 迈向另外一个台阶 我没否 周盈回过头 他的双眼 始终没有离开过林玉 他淡淡地说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这儿在把天使会推向深渊 江南愤愤地说 天使会 是我一手创立的 周盈淡淡地说 哪怕是他走向深渊 我也无悔 大不了 重新再来 怕气 林玉笑了 他向周盈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一个女人都有如此魄力 作为一个男人 这么怕事 你不觉得自己有些懦弱吗 林玉 江南黑着一张脸 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天使会的事 不用你管 哦 那好 我不管 但是现在 这不是天使会的事 是我与李文乐之间的问题 林玉指了是李文乐 一言不合就骂别人是孽种 太缺乏家教了 今天我就要教教他如何做人 我需要你来教吗 李文乐简直要气疯了 他是堂堂的李家大少好不好 他老子是李家掌舵人好不好 老子从来不学家教 什么时候能让你管呢 当然不需要 林玉坦然地说 现在我们不讨论家教的问题 就讨论 你敢不敢从这道门走出去 李文乐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 但是 他始终不敢从那道门走出去 如果渔夫还在 他当然敢走 但是现在 渔夫受伤了 他手底下那些保镖 是不可能阻止得了林玉的 而且 他父亲刚刚已经对他说过了 不能占到林玉的对立面 否则的话 家族一切的资源 都会与他无关 所以现在 他不可能向家族里面求援 一时间 这家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在权衡着利弊 何必呢 李大少 林玉悠悠地发话了 再这样坚持下去 结果还是一样的 反正都被人看笑话了 你就弯个腰低个头而已 我要是你 我就道歉了 来日方长吗 林玉的一句话 让这家伙的心头血亮 对呀 来日方长吗 哼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林玉 你等着 今天这个头我低了 但是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的 思极于此 李文乐不再犹豫 他对着林玉 深深的一鞠躬 然后转身就走 李文乐低头认错了 这让在场的人脑海里 都是一片空白 这还是那个号称 太子党的李文乐吗 这还是那个 家族号称贯穿军政商三姐 在帝都地位 无人能及的李家大少吗 没有人说话 大家都眼睁睁地 看着李文乐愤然离场 但是李文乐在离场的时候 明显有些狼狈 李文乐走了 王国友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钱也出了 打也挨了 如果对方再为难他 他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滚吧 林玉对着王国友挥挥手 王国友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回过身 灰溜溜地走了 你看 结果可还满意 林玉笑呵呵地看着周颖 打 很满意 不过 如果以后有麻烦呢 周颖问 没叛乱杀 有麻烦的话 我招着 林玉笑了 他凑近了周颖的耳边 打 你所掌握的那个秘密 该告诉我了吧 可以告诉你 但现在不是时候 周颖微微一笑 他咬着林玉的耳朵 说 找个好时机 我们喝着小酒 花钱月下 认认真真 认认真真地 跟你讲讲那个秘密 你看可好 好 我等着 林玉哈哈大笑 他扬长而去 你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江南来来回回答 在室内走动着 他的双眼有些赤火 江南理解不了周颖现在 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他不明白 周颖为什么会对林玉 有着这么一种 近乎盲目的信任 我没疯 我很正常 周颖显得很淡然 他微微一笑 道 今天的效果不错 至少李文乐都低头了 以后天时会 无人再敢找麻烦了 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吧 江南红着双眼 道 我想你清楚 李文乐到底是什么人 他今天低头 只是无奈之举 事后天时会 将会承认他 无穷无尽的抱负 这一切是你想看到的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周颖一而言头 一个刚把李文乐脑袋 给砸烂的人 说话一定会算话的 就凭他淋雨一句 以后这场子我照了 江南笑了 周颖 你也老大不小了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居然会这么幼稚 林雨就是一个疯子 你难道也要跟他一起疯吗 江南愤怒地吼大 他怎么疯了 周颖问 他连李文乐都敢打 你还说他不是疯子 江南反问 那么我们天时会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别人也认为我们是疯子 周颖突然回过头 他冷冷地盯着江南 答 以前我们五个创立天时会时 所遇到的一切 你都忘了 你问了我们在家族 是多么不受待见 是受了多少白眼吗 谁会想到 五个三流世家的人走到一起 能创立天时会 当时谁又会想到 我们会成功啊 那时候的我们 在别人的眼里 跟疯子有区别吗 哼 现在是不是你爱意生活过多了 不敢想了 不敢拼了 周颖喝道 江南沉默了 片刻后 他才叹了一口气 不是我不敢想 不敢拼 而是这个世界的变故 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量力而为好吗 那是李文乐 你挑战李文乐的底气何在呢 就是淋浴 周颖笑了 我相信他 林玉是个疯子 江南无奈地说 就是因为疯子 所以他才会成功 周颖道 他在江南 在苏杭的一切 就能证明 他能够做到 但这里是帝都 江南说 这个地方不是江南和苏杭能比的 为什么不能比 周颖笑了笑 道 难道你以为他以前的成功 都是靠着运气吗 不 不是运气 他靠的是过人的智慧 靠的是沙发果断的性格 这种人 不管在哪儿 都是一样的 不受地狱的约束 帝都又如何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一定能成功 周颖双眼中泛着光 可你想过没有 一旦他成功了 他就是一个失业约束不了的人 你认为你能约束得了他 江南问 我为什么一定要约束他呢 周颖笑了 有他护着天使货就足够了 这种人 是注定不受任何人约束的 你凭什么认为 他能护得了你的天使会 江南愤怒的 今天的情形你也看到了 让我来说 他非但没有一点智慧 相反 他就是一个只会动全头的满腹 那是你这么认为的 我可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他身上 有一股独特的魅力 这股魅力 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你果然疯了 江南盯着周颖 如果你觉得我疯了 那就当我是疯了吧 周颖脸上的笑 渐渐地消失 他淡淡地说 当年 是我一手创立了天使会 也因为我 给了那些不受家族待见的人 一个安身之所 给了他们一个 能在家族立足的本钱 你亲手见了他 就要亲手毁了他吗 江南怒急 是 我亲手见 亲手毁 没什么大不了的 周颖突然转过身 他盯着江南 到 你难道一点也没看出来 我们天使会 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吗 我看出来了 我当然是看出来了 江南愤愤地说 但是我觉得 我们有无数种方法 可以化解这些危机 就算目前不行 我们还可以慢慢来的 我觉得你这样 非但救不了天使会 反而会让天使会 加速没落的 江南 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天使会 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周颖突然提高了声音 他喝道 没有哪个人 会希望自己孩子 一步步走向深渊 我今天这样做 有我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对我的决意有意义 那你可以选择退会 都有会 江南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喃喃地说 你知道 你在说什么吗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周颖的 江南 我们一起走过来 已经这么多年了 从我十九岁立志出人头地开始 我们就认识了 可是到现在 你还不理解我吗 周颖突然转过身 她的眼角泛着泪花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我这样做的 目的在哪吗 难道在你眼里 我还是那种 任性万为的小女孩吗 不 我不是 周颖摇摇头 没有人比我 更想让天使会辉煌下去 我这次 你当我是人性也好 你当我是在赌也好 我都这么做了 所以你不用再劝我 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在干什么 周颖淡淡地说 你这是在赌啊 你在拿天使会的胃来赌啊 江南愤怒地说 天使会 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心血 当初我们五个开创天使会 谁也少不了谁 却一个天使会都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 江南道 你这是在拿我们所有人的前途和命运度 江南 周颖突然转过身 她冷冷地盯着江南 我知道 你一直对林玉有意见 但是你要把公司分开 抛开对她的臣妾 你会发现她确实是一个人才 她是人才 那我算什么 江南怒急而下 她指着自己的胸口 道 你告诉我 我算什么 这么多年以来 我在你身边兢兢业业的 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所有的事情 我都支持你 我都站在你这边的 包括当时天使会成立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你 是我 是我说服了另外三位 可以说 没有我 就没有今天的天使会 可是现在你因为一个外人 而忽略了我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江南喝道 我江南在你的眼里 难道就这么不堪吗 你很在意我对你的感受 周颖回过头 冷冷地盯着江南 对 我很在意 江南一正 她眼装的愤怒 渐渐地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柔情 这是一个男人 喜欢女人的一种表现 她在意周颖 在意她的一举一动 在意她的一切 我和你 不可能 周颖冷冰冰地 抛出来一句话 为什么不可能 江南盯着周颖 道 今天你给我说出了一个理由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没有理由 周颖淡淡地说 我们在一起共事久了 有些时候 可能是处于朋友间的关心 但朋友只是朋友 如果我得有些举动让你误会 我对你有好感 那抱歉 好感仅仅只是好感 对不起啊 我让你误会了 周颖微微地一攻身 然后转身离开 为什么 江南看着周颖离开的背影 她的内心发出一声咆哮 林玉并没有走远 她在会所外面等着周颖 她清楚 周颖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抱歉啊 让你久等了 周颖走到林玉的身边 林玉正在无聊地 看着花园中的花花草草 她觉得这些生命形势很独特 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 林玉微微一笑 答 他人知道 周颖微微地点点头 答 做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你不可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吧 不愧是天使会的主人 林玉一笑道 什么事情 仿佛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如果我连这点能力都没有 又怎么可能入得了你法眼 周颖答 其实以你的能力 你完全有能力独当一面的 林玉答 但是 我没有那种可以支撑 我独当一面的后台啊 周颖看着林玉答 我想你也看出来了 天使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有些人 想吞并天使会 最近一些日子 天使会不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 导致我们的信誉大大下降 圈子里的人 对我们的信赖越来越少 如果今天 李国友一点事情也没有地走出天使会 那么以后 将会有更多李国友出现在天使会里 周颖答 这些事情 不是我想看到的 所以你这么急着让天使会转型 林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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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感觉 你自己操之过急了 不 一点也没有操之过急 周颖与爱头 答 我觉得现在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而事实上 我也没有看错 没看错时机 还是没看错我 林玉答 都没看错 周颖畏微微一笑 答 说真的 当你和李温乐对战的时候 我还有一点担心 毕竟李温乐是谁 大家都清楚 曾经的伯乐厉害 但是他跟李温乐比起来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位爷 是真正的太子爷 哦 是吗 林玉说 那么当我拿着瓶子 对着他脑袋敲的时候 你有没有害怕 有啊 周颖说 我当时脑海里一片空白 我当时在想 你是不是疯了 身为我疯的人 不止你一个吧 林玉哈哈大笑 等 我自己都感觉 我自己太疯狂了 你对上他的时候 有没有底气不足 周颖问 哟 怎么没有 林玉笑的 我只不过是一条 过江龙 而他是低头蛇 而且还是太子爷 如果有一点可能 我现在 绝对不会跟他起冲突 可是 你的的确确跟他 起了冲突啊 周颖神色复杂的 看着林玉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想过 林玉笑了笑 大 但你要清楚 偌大的华夏 他李家 也并不是一手遮天的 杀法果断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周颖看着林玉 两眼放光 你说天使会出了问题 你知道这些问题 都出在哪儿吗 林玉问 知道 周颖说 最大的问题 还是核心成员的问题 刚创立天使会的时候 大家齐心协力 干净十足 但现在 天使会已经不是 以前的天使会了 大江山难 守江山更难 周颖叹了一口气 答 天使会现在 恰恰十多家会所 娱乐场所 公司 都有人想了横插一手 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人 算上你 也就五个 你现在心里有数吗 没数 周颖颖儿头 大 说真的 我不愿意去怀疑 他们中任何一个人 也不愿意去调查 他们任何一个人 因为大家都是一起 同胖共苦过来的朋友 兄弟 好哥们 我不愿意他们 其中任何一个人 出现问题 周颖道 可惜 人心不足 林玉牙牙头 大 有些人 现在应该 已经失了本心 是 他们已经失了本心了 周颖微微地 叹了一口气 他有些伤感地说 我不知道 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之间摊牌了 我该怎么面对他们 希望到时候 你不会心思手软 林玉微微一笑 大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弱入强食 该你吃下别人的时候 你不能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机会 是稍纵即逝的 我知道 周颖笑了笑 答 其实 我也是一个 沙发果断的女人 看得出来 林玉哈哈大笑的 因为一般的女人 根本驾驭不了天使会 够奖了 周颖微微一笑 答 谢谢你今天 我解这个围 我们天使会 就靠你照着 你的那几位成员 可未必乐意 林玉笑了笑 答 才他们看来 我就像是 横空杀出来 抢食的一样 他们乐不乐意 没关系 周颖的 不是每个人 都能逼李文乐 这头认错的 我好奇 李文乐 跟李天乐的关系 是什么 林玉的 两个人 没有任何关系 要要说关系 那只能说 我两个都姓李 名字里都有一个乐 但不同的是 伯乐是个变态 他做事情 不计较后果 而李文乐 是一位 真正的太子党 他形势虽然嚣张 但是为人处事谨慎 原来如此 林玉微微地点点头 他笑呵呵地说 事实证明 冲动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我也好奇啊 你这样和李文乐 等于说 我把他往私里得罪了 你就不怕以后 他疯狂报复你 周颖终于问出了 内心纠结已久的问题 如果我怕的话 我就不会挥出那一瓶子 如果我怕的话 我就不会为你的天使会 强出这个头 林玉微微一笑 答 我既然敢出手 敢这样做 那就说明 我有应对这些事情的能力 好吧 周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还微微一笑 答 感谢你今天晚上 为天使会解这个围 为了感谢你 我请你吃夜宵 如何 有美女相邀 我当然乐意 林玉微微一笑 答 走 我带你去吃些好吃的 周颖拉着林玉 担了一辆出租车 其实周颖所谓的好吃的 并不是什么大餐 而是麻辣烫 林玉的神色有些古怪 她看着周颖 答 你请我吃麻辣烫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里面 或者说 要暗示我什么 嗯 你是说 六块钱的麻辣烫 周颖的眼里全是效应 她浮到林玉的耳边 六块钱十三次 但这里最低的人均消费是六十 十倍 你算一下 你的舌能不能撑得住 林玉尴尬地笑了笑 我只是开个玩笑 你怕了 周颖哈哈大笑 我以为 你真的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猪呢 笑死我了 真的快笑死我了 谁也不敢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她怕的东西 林玉尴尬地笑了笑 你就这么怕女人吗 周颖接过了服务员递上来的两大碗麻辣烫 递给了林玉一瓶这里特制的酸梅汤 然后开吃了起来 汤浓菜香 这里的麻辣烫是自选的 论金称 很实惠 在帝都 这里的消费水平 算是比较低的消费水平了 周颖喜欢吃金针菇 她的碗里满满的全市 哼 这碗上吃多了 可能会消化不良 林玉笑道 因为这东西 你吃进去什么样 明天拉出来也什么样 你这人怎么这样吃东西啊 周颖忍不住打了林玉一下 现在是在吃饭好不好 为什么这样拉出来的东西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罢了 林玉笑了笑 她拿起筷子开吃 不过这里的味道也确实不错 而且消费不高 适合一些工薪族来吃 不过她好奇的是 周颖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吃东西 她的收入群体和圈子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消费呢 是不是好奇 我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消费啊 周颖似乎是看出林玉的想法 她一边吸溜着一根粉 一边问道 是啊 有点好奇 林玉笑了笑 味道不错 但是严格来说 这汤底里面勾兑的工业原料多 不然的话 味道不可能有这么鲜 这个我知道 周颖一点头 打 华夏餐饮的常态 就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偶尔吃一次 不会死人的 确实不会 林玉苦吓了一声 打 不过还是少来 偶尔来一次就算了 你喜欢来这里 应该有你的故事吧 当然有啊 周颖吃着她最钟爱的金针菇 悠悠地说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 都是有原因的 我喜欢来这里吃东西 自然有我的原因啊 好 你可以说说 我喜耳光听 林玉微微一笑 打 你愿听 我愿讲 周颖微微一笑 她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周家在帝都 勉强算是三流世家吧 在帝都的人脉也好 背景也好 财力也好 是属于中规中矩那种 了解 林玉微微地一点头 但是三流世家 也是普通人想不到的奢华 三流世家 虽然不算入流 但是帝都大世家里的风俗 却学得十足 把自己当成贵族 周颖微微一笑 我是一个私生女 父亲和一个女人 使乱中期之后 便有了我 周颖的 因为某些原因 我母亲跟着一个男人出国了 留下了我 叫她临走之后 把我的身份曝光 让大家都知道 我是周家的私生女 你妈妈真狠心呢 林玉的 但是她至少做了一件良心事 那就是没有不管你 把你的身份一曝光 这等于说是给周家施压力 周家就算不想认你 也要迫于舆论的压力 对 她这么一搞 由不得周家不承认我的身份 她是想跟着别人走 去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她就把我给抛下了 那一年 我七岁 周颖淡淡地说 她是看似没有不管我 至少她做了一些事情 让周家认了我 收养了我 周颖笑了笑 答 可惜 她不知道的是 她只是把我给推向了火客 一向自诩为贵族的周家 怎么可能会容得下我这个私生女 周颖笑了笑 答 所以我在周家的生活 可想而知啊 我那位父亲从来没有关注过我 甚至他有点讨厌我 他的郡氏老婆左右看我不顺眼 因为我的出现 对他来说简直是起水踏入 我每天受着飞人的待遇 每天默默地忍受着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地我读大学 周颖笑道 他们还有点良心 送你去读书 林玉微微地点点头 毕竟我是周家人 我身体里面躺着的是周家的血 他们周家是贵族 既然是贵族 怎么可能会让女儿不读书 哪怕我是私生女 他们也怕 我出去丢他们周家的脸 周颖答 读了大学以后 我开始摆脱周家的摆弄 他们每个月只给我一点 微博的生活费 而且在学校里 我从来不敢谢了我周家的身份 谁会相信一个大家族的人 一个月才那么一点可怜的生活费 周颖笑道 然后呢 就到了你和这家麻辣烫店的故事了 林玉笑道 是啊 那个时候我在这里打林工 每天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工作 然后拿一点糊口的钱 夜宵 就是一份分量特做的麻辣汤 周颖笑了笑 大 那个时候 感觉工作了一天之后 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汤 特别满足 唉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越容易满足 林玉感叹道 但一个人一旦崛起了以后 想让他再回到以前的生活 那就难了 从简入奢异 从身入简难 周颖道 神心不足 天下皆是一般 不过 不管再怎么市境变迁 我对这里的感觉 始终没有变过 不管再怎么累 心情在门不好 只要来这里吃点麻辣汤 我的心情瞬间就好了 你得感谢这里的老板 是他给了你一份温馨的回忆 林玉微微一笑 是啊 是他给了我一份温馨的回忆 周颖微微一笑 他悠悠地说 可惜好景不长 那位老板 已经过剩好几年了 现在的店 是他的儿女接下来的 他在的时候 麻辣汤从来不用工业原料的 周颖道 很地道的锅底 现在的味道虽然比以前好 但是 已经不是真正原来的味道了 但这也是你的一份回忆 不是吗 林玉微微一笑 道 味道可以变 但是记忆 永远都不会变 是的 周颖笑了笑 道 吃了夜宵 林玉和周颖便离开了 两人在漫步 这个地方距离大学城很近 附近很热呢 我以前读书的地方 周颖笑了笑 道 不仅有一个贵族学校 周家的子弟都在这读书 我小时候也在 只是我和别人的待遇 差别太大了 周家还真是死要面子呀 林玉下了笑 道 雨昕那安束缚着你 倒不如放飞你 看来你小时候 在周家没少吃苦啊 吃苦也好 瘦白眼也好 都是过去的事情 周颖的 一直到现在 周家还是容不下我 我也从来不会回去 先着没事回去干什么 看他们的白眼 林玉笑了笑 道 一个没有温暖的家 其实算不上家 你现在过的日子很好 逍遥自在 何必回去 守他们的白眼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周颖微微一笑 道 可是周家 似乎不打算 就这样放过 他们是不是要在我跟前 说一下存在感 秀一下忧郁 他们有什么忧郁可秀的 林玉有些不解 道 在他们眼里 我始终是个私生女 周颖淡淡的一笑 初颖 你也是周颖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愕然的声音 在后面响起 周颖和林玉回头一看 只见一群高中生 一群看起来 家里有钱 但是打扮得 不伦不类的高中生 站在两人身后 其中一个 捡着飞煮流头 浑身上下 都透露着一股 浓浓的沙马特风的人 惊讶地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周颖同父异母的弟弟 周阳 带我朋友来转转 周颖不冷不热地 回应了一声 周阳 这谁啊 挺正的 介绍一下 一个看起来 是这群大孩子 手脑的家伙笑了 他颇有兴趣地 看着周颖 我还是比较喜欢 年龄大一点的女性 这种性感和妩媚 不是学校里面 那些青色的小女生 能逼的 林玉有些诧异地 看了这家伙一眼 这家伙屁大点的年纪 就会对女人 品头论足了 不错嘛 挺早熟的 李飞 这是我拿 同父异母的姐姐 我以前说过 面对周颖 周阳丝毫不感冒 他毫不在意地说 你不是说 要见识见识吗 就是她 说 这真是你姐啊 这让李飞有些诧异 他围着周颖 转了一圈 然后嘿嘿一笑 道 周阳 这是真的吗 如果我想追她怎么办 那就去追呗 看你自己 有这个本事没有 周阳邪恶地一笑 道 如果你追不上 或许我可以帮你吧 给她下点药 周阳 这 这真是你性啊 万一李飞追上了 她以后 岂不是成你姐夫了 给你解的水里下药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一群高中生 轰得一声笑了下来 他们大都是高三的学生 这附近贵族学校 是从小学到高中都有 这一群看起来 根本不像一点学生的小混混们 家里大部分 都是非富即贵的存在 不然的话 他们也不会 到这所贵族学校里面上学 这群孩子们 是不是贵族 跟林玉没有关系 林玉关心的是 周阳居然这样侮辱她的姐姐 走吧 周盈拉了林玉一把 就要离开 她没有想到这么晚了 还能在这里 遇到外面鬼魂的周阳 喂 喂 喂 别走啊 你叫周 周盈是吧 李飞那小子笑了 我说过我要追你呢 就是啊 飞哥让你走了没有 飞哥是谁你知道吗 飞哥眼光真好 这女人真有味道 可惜周阳 守着这么一个 有味道的女人 却只能干看 不能动手 一群人哄堂大笑 他们上前 把周英给围了起来 周阳 这是你姐呀 你能人 有个高中生 对周阳说 姐 周阳冷笑了一声 她也配吗 她不过是我爸 酒后为了一时爽感 而犯下的错 她就是一私生女 她也配让我叫她姐 我好得也是 周家的大少好不好 你让我想一个 私生女叫姐 你他们别逗了 周阳骂骂咧咧的说 小子 过分了 林玉看着周阳默默不语 她知道 她的心情一定不好 女人是水作的骨肉 是用来闯的 看到一个女人 在自己跟前被人欺负 如果林玉不出手的话 那她就不是林玉了 你谁呀 周阳一脸力气的 看着林玉 随即她恍然大悟的 哦 你是这女人的男人吧 我告诉你 这里没有你什么事 马上滚 对 马上滚 没看到 这是我看上的女人吗 李飞音策策地盯着林玉 周阳 这是你姐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她身上 都有你们周家的血 林玉瞥了周阳一眼 道 说回你刚才的话 向你姐道歉 我保证不揍你 你是谁呀 周阳这才注意到林玉 她拍着自己的胸脯 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周家吗 周家 一个三流世家而已 林玉笑了 也只有这种三流世家 才会自诩为贵族吧 你他妈说什么 周阳大怒 我说句实话而已 林玉笑了笑 我说过 向你姐道歉 我不揍你 否则 林玉像一次的垃圾桶一指 我保证你今天晚上 会在这垃圾桶里 待上一整夜 你他妈的 周阳大怒 从小被娇宠关了的她 如何能受得了 林玉这样的侮辱 她一拳 向林玉的脸上砸去 林玉一把抓住她的拳头 她一用力 就要弄断这小子的手臂 林玉 算了 周阳一把抓住林玉的手 她淡淡地说 你就当是小孩子 不懂事吧 也不小了 都会对一个女人 品头论足了 林玉笑了笑 你真的打算 一直忍下去 我只是一个女人 周阳大 我没有与周阳为底的意思 你是怕你现在的实力 玩不过周阳吧 林玉的 没关系 一切由我 你 周阳看着林玉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一直认为 林玉和她 只是合作的关系罢了 而林玉这句话 让她感动 没关系 一切由我 这一句话 瞬间把周阳整颗心融化 对 有我 林玉笑了笑 你既然相信我 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 是捆在一起 站在一条船上的人 现在看到朋友受侮辱 如果我不出手的话 那我真的不配做你的朋友 谢谢 周阳那一颗心火热 她双眼放光地看着林玉 她觉得她没有看错人 道歉 最后一次机会 林玉抓着只交的拳头 到你他妈的去 周阳大骂 林玉松开握着她拳头的手 然后猛的一耳光抽了过去 啪 周阳的身体应声而起 她在办公中连续几个翻转 然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她还没有来得及惨叫 林玉就一把抓起她 走到一边的垃圾桶前 扑通一声 把她整个人给丢进垃圾桶里 谁敢帮她 下场就跟她一样 林玉冷冷地 骗了那几个高中生意 把那几个本来想上去帮忙的家伙 给吓退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垃圾回收站 里面杂七杂八的垃圾都有 周阳从小就是养尊除夭的存在 他怎么受得了这样的味道 他艰难地从垃圾桶里面爬出来 然后扶在一边剧烈呕吐了起来 味道太冲了 这家伙足足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了 他扶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那剧烈的味道 让他感觉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周阳是有洁癖的 平时别人不小心碰他一下 他都要把被碰的地方擦了又擦 而且他出门包得严严实实的 顺便还戴了个口罩 平时看到一点脏东西 他都会忍不住皱着眉头 可是现在 他整个人被丢到垃圾桶里 所以现在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狂八蛋 你这个狂八蛋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周阳私生惨叫了起来 林玉一脚 把这家伙给踩到地上 他冷笑了一声 倒 我还是那句话 道歉 如果你道歉 我们两个就会相安无事 如果你不道歉 我保证后面还有更好玩的 林玉音测测的一笑 小子 你很嚣张啊 你知道我是 李飞看不下去了 好歹李扬这小子 是跟他混的 而且 这小子够意思 说他姐很正 要给自己介绍 这么忠心的一个人 现在被别人 安在地上揍 如果他不给点反应 那以后他怎么服众 要么滚 要么跟他一样 林玉在地上 微微地一塌 一股真气激荡而出 咔 他脚下的水泥地 出现了一道裂痕 李飞懵逼了 他也不是没有见过 厉害的人物 他是像林玉这样 一脚 能把水泥地给踩裂的人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识他 他默默地退了下去 因为他不想 像周瑶那样 被丢进垃圾桶里 虽然他没有洁癖 但垃圾桶里的味道 不是谁都能接受得了的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没有 林玉英测测地一笑 考虑清楚了 我想说 你怎么 周阳恨恨地盯着林玉 哦 我记你是条汉子 林玉一伸大拇指 他左顾右盼 然后提着这家伙 走向了垃圾中转站 地上的垃圾很多 黑乎乎的一片 还散发出次别的味道 林玉顺手 在这家伙身上一点 他的嘴巴大胆地张开 再也合不上去了 在众人目瞪口袋的表情中 林玉抓着周阳的脑袋 重重地按在垃圾上 周阳发出 咿咿呀呀的声音 那是因为 地上的垃圾塞入口中 让他不能出声 众人一阵恶寒 这里垃圾汇去了 不知道多少精粹 这一口下去 那酸爽 真的是让人不敢相信 林玉一松手 周阳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呕吐了起来 他胃里翻腾着 他恨不得 把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给吐出来 可惜的是 他胃里实在是 没有什么东西可吐了 他只能在地上干呕着 把刚刚 强行塞到嘴里的垃圾 努力地抠出来 生平第一次 这家伙后悔得想死 他后悔今天晚上 为什么要出去玩 他后悔为什么 要走上这条路 如果不走这条路的话 他就不会遇到周阳 如果不遇到周阳 他就不会招惹到林玉 如果不招惹到林玉 他就不会有现在的下场 可惜 现在一切都晚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已经变成了现实 他被丢进垃圾桶 还被人强迫吃垃圾 看着周阳在地上 难受得几乎要死的样子 所有的人 都有些怯场了 他们有些同情周阳 稍微正常一点的人 都知道被强行塞入 垃圾的滋味 绝对不好受 但是 他们又偏偏 涉于林玉的战斗力 而不敢上前来 因为他们清楚 一旦他们上前一步 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一通 暴风雨一般的拳头 没有人会傻乎乎地 上前去送死 更何况 他们谁都不想 自己被强塞一波垃圾吧 看周阳现在的样子 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 你们当中 有谁想为他出头吗 林玉回过头 他笑呵呵地 看着一群被吓得的高中生 你 是不是不服气 林玉指了指李飞 看得出来 这家伙 是这群人的头头 而且 从这小子身上 林玉看出了一丝 扩刹的感觉来 毫无疑问 这个叫李飞的家伙 家是要比其他几个人 因事得多 这些人 是以他为中心 以这小子的话 为命是从 周阳是我哥们 你现在跟他过不去 就是跟我过不去 那小子的脸色 十分地难看 他虽然嘴上 说着这些话 但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说这话的时候 内心是颤抖的 也是崩溃的 他已经见识到 林玉的实力 他本能地也要退缩 但是他却不能退 因为他一旦一退 以后他在这学校 就没法混下去了 开玩笑 他堂堂贵族一中的一霸 如果这话传出去 那他的位置 就不保了 是你哥们 你确定 林玉笑呵呵地说 是 我确定 我们的 你现在跪下来 向周阳求饶 我给你留个全尸 我李飞的兄弟 也是你说能打 就能打的 是吗 既然是兄弟 那么就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们 一个都跑不了 林玉咧嘴笑了 突然人影一闪 他以极快的速度 冲到李飞的跟前 这小子右手一伸 一把匕首向林玉腰间刺去 但是 他这把匕首在林玉看来 简直就是笑话 李飞感觉右手一紧 他手里的匕首 就不见了 然后 他身后被一抓住 紧接着身体一倾 他惨叫了起来 扑通一声 撞到了垃圾堆上 既然是兄弟 那么就一起来吧 林玉音 测测地笑了 他向后退了一步 突然 他的身影 在余下的几个高中生 面前消失 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消失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林玉这不是消失 而是他以极快的速度 向他们冲了过来 在几个人 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林玉抓着他们 一个一个 全都丢到垃圾堆里 然后林玉冲了上去 手脚并用 把他们脑袋 死死地 给按到那个 未处理的垃圾上 难以想象 学校的一群小顽固 被人按在垃圾堆里 吃垃圾的情形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一番折腾 林玉终于停下来 他指了指周莹 道 我不管你们是谁 也不管你们有什么后台 但是你们刚才侮辱了我的朋友 现在 全部跪下道歉 一个也别想跑 谁不跪下来 我让谁继续吃垃圾 林玉擂嘴一笑 他 直到你们吃好为止 对不起 周姐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都是周雅 他说他有一个 头目一目的姐姐很正 还说有机会 让我们见识见识 是的 大哥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 这些家伙们 都是家里有些能力的人 否则的话 也不会到帝都最高端的一所贵族中学来读书 这几个小子 平时凭着富贵的能力 在学校里面不正经读书 反而拉帮结派 平时没少惹事 但是一物降一物 林玉就是专制各种不负 他这一出手 让这家伙们感觉到要死要活的 你呢 你不服气是不是 林玉看着李飞 这家伙虽然满嘴垃圾 刚才还吐得翻江倒海的 但是现在 这伙还是一脸的不服 不过 他没有刚才那么嚣张了 你敢报上你的名字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李飞死死地盯着林玉 林玉 林玉笑呵呵地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不过 你不会是跟地图那个李家有关系吧 你还知道李家 林玉什么 你等着 如果你今天不弄死我 改天一定会弄死你的 李飞脑袋一梗 他相信林玉不敢弄死他 李文露呢 是你哥吧 林玉有些诧异地看着李飞 这天下 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 他刚刚把李文露给揍了 现在又遇到他弟弟 没错 他是我哥 你认识我哥 李飞一愣 他哈哈大笑的 小子 你既然认识我哥 你就知道我哥有多狠 你现在向我磕头道歉 自己主动吃一堆垃圾 我不跟你计较 不然的话 等我找到我哥 上我哥抽码 我保证以后帝都 再也没有你林玉这个人 说这种大话 你不感觉到腰疼吗 林玉笑了 他淡淡地说 你哥李文乐 现在在我跟前 都不敢这么说话 你算什么玩意儿 你 李飞怒了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 像林玉这么能装逼的人 他哥李文乐是谁 那是金城一霸 他们李江的年轻人 都是太子党好不好 他敢不把这些人 放到眼里 怎么 我相信 林玉笑了 现在你可以跟你哥打电话 问他脑袋 是不是被人开瓢了 你 你说什么 有人 敢跟我哥开瓢 李飞明显地不相信 因为在他眼里 他哥就是金城的一把 谁吃了穷心豹子胆 敢跟他哥过不去 不信啊 打电话过去试试呗 林玉笑了 你问问你哥 认识一个叫林玉的不 看林玉一脸地认真 这弄到李飞 反倒有些不淡定了 他疑惑地看着林玉 心里嘀咕了起来 想了半天 他还是拿起了电话 给李文乐打电话 他盯着林玉警告道 你小心点 如果我哥叔不认识你 你就死定了 行 如果你哥叔不认识我 我现在就是吃垃圾 林玉笑呵呵地说 终于电话接通了 电话到另外一端 传出李文乐的声音 小飞 怎么了 李飞被李文乐小很多 李文乐平时 也很疼这个弟弟 也正是因为他的宠溺 所以李飞从小就养成了一身坏毛病 哥 你现在在哪儿了 李飞试探地问道 医院呢 李文乐一句话 让李飞的心头一沉 他下意识地看了林玉一 这家伙果然没有说好 哥 你怎么去医院了 李飞问 别提了 遇到了一个疯子 你怎么了 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有事 李文乐问 我被人欺负了 那家伙叫林玉 他说他认识你 李飞说 电话到另外一段沉默了 李飞的心 瞬间提了上来 他终于确定 林玉说的话 不是在吹牛逼了 他这个哥哥 真的认识林玉 不仅认识 林玉在他脑袋上 砸酒瓶的事 多半是真的 你怎么招惹上他的 李文乐的 这 这件事情 说下来有些复杂 李飞狠狠地说 哥 你真的认识他 电话给他 李文乐狠狠地说 我哥的电话 李飞把电话递给林玉 林玉接过了电话 按下了免提 李飞 医院大夫的水平还行吧 不行的话我赶过去 我的技术比他们都好 脑袋杂成那样 有轻微脑震荡吧 如果没错 医生给你的诊断 就是大脑中枢轻微性震荡 以及感染性缺险 包扎 消炎 禁养 我说的对吗 林玉笑的 虽然看不到李文乐的表情 但是明显能感觉到 电话另外一段李文乐 被一夜都说不出来话了 我弟弟小 不懂事 如果有事 冲我来 李文乐冷冷地说 你敢动他 我跟你没有安 那要看他配不配合了 林玉冷笑的 我要的是他一个 有诚意的道歉 行 你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 李文乐狠狠地说 林玉 你要记得 我们的事情没完 李大少 我等着呢 林玉哈哈大笑 他把手机递给了李飞 哥 李飞终于明白 林玉是一个不好惹的主 他说话的声音 都微微有些颤抖了 站在你对面的那个人 是个疯子 想他道歉 不要招惹他 不然你会受伤 李文乐单单地说 你的厂子 我以后帮你找回来 是 是 李飞摇摇牙 虽然急不情愿 但他 还是把这个给硬了下来 挂断了电话之后 李飞看向林玉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他的脸色 都有些发白了 他已经确定了 林玉是一个十足的狠人 因为从来没有人 赶在杂拉里 闻了一瓶子之后 还能安安然然地 和妹子逛街吃饭 从来没有过 而且这家伙 在地图打了他哥之后 还能保持这样的安定 这家伙 绝对是京城的独一份 跪下 道歉 林玉指了指周迎 我只答应要道歉 没有答应要跪下 李飞愤怒地吼道 林玉突然飞起一脚 把这家伙 给重重地踹到垃圾堆里 然后迅速上前 抓着这家伙的手臂 给拆了下来 林玉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她的一系列动作 几乎在电光火石一般地完成 我的手 我的手断了 救命 快救命 李飞惊恐地发现 她的双臂 在痛过一阵之后 不能动了 她在垃圾堆里面翻滚着 想要站起来 但是因为没有双臂的支撑 站不起来 接下来 会是你的双腿 林玉嘴角微微一扬 露出一副残忍的形象来 这个高中生的意志 终于被林玉给打垮了 她趴在垃圾堆里 哭喊道 我道歉 我道歉 我跪下 你别杀我 我求你别杀我 李飞是真的怕了 她曾一度认为 林玉就算是再牛逼 也牛逼不到一言不合就杀人的地步 但是她发现 她错了 她错得很离谱 她感觉到林玉双眼中的杀意 这让她相信 如果她敢再这样闹下去 林玉的耐心会被耗完的 而耗完了耐心之后 她真的会杀人的 你们几个 把她拖出来 林玉指了指 那几个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高中生 这几个家伙们身体一颤 虽然不愿意 去垃圾堆里拉李飞 但是没有人敢拒绝 他们像是拖死猪一般 把李飞给拖了出来 李飞搭拉着双臂 跪倒在地上 哭喊着向周英道歉 唉 这些人真是见骨头 林玉双头 她看向周英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满意啊 周英点点头 以后见了 绕道走 懂吗 林玉偶偶狠狠地 瞪了李飞一眼 躲了 大哥 我躲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李飞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诉道 你们几个 滚 林玉向外一指 这群家伙们 听到最开心的话 恐怕就是这句话了 所有人都爬起来 屁滚尿流一般地逃跑了 我让你走了吗 林玉叫住了 原本站起来 想跟着溜走的周阳 周阳心里咯噔一下 他本来想趁着大家都逃跑 他也浑水摸鱼跑了算了 但是林玉似乎没有打算放过他 你 你还想干什么 周阳的底细明显有些不足 他了解李飞 也清楚李飞身后的李家 有多么可怕 按常理来说 这家伙是一个从来不吃亏的主 但是今天他在林玉这里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却一言不发地逃跑了 这有些不合常理 而李飞今天的表现 也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林玉比他更牛 不然的话 他容忍不了自己被人强迫着吃垃圾 向你且 跪下 认真的痛哭忏悔一番 林玉笑了笑 他有些残忍地说 如果做到了 我就放你走 如果做不到 今天晚上你继续在这里吃垃圾 直到吃到你能做到为止 你不要欺人太善 我叔叔是暴力机构的 周阳怒道 哦 是吗 很好 那么 你跪下来吧 林玉活动着关节 他手上关节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噗通 周阳再也不犹豫了 他跪倒在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道 姐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走吧 周阳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然后转身便离开了 林玉用紧高的眼神看了周阳一眼 也跟着周阳一起离开了这里 解气吧 林玉呵呵一笑 道 他是我腾父异母的弟弟 他从来没有嫁过一身姐姐 对我只有嘲笑 但他不是那些人当中最可恶的 周阳淡淡地一笑 道 你是想说 最可恶的人还在后面 对吗 林玉对周阳的遭遇深表同情 他想了想 道 你想报仇吗 想啊 怎么不想 周阳淡淡地一笑 道 我现在做梦都想着报仇 如何去打脸那些人 但是我的高度不够 天使会的资源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资源 所以我和他们周家 如果一旦真的撕破脸 后果不堪设想 你可以选择离开周家 林玉淡淡地说 那样的话 你与他们周家就再无瓜葛了 你以为我没有想过 周阳笑了笑 道 可是你以为 那个死要面子的周老爷子 会让我这么轻易离开周家 我是私生女 在周家 他们可以尽情地嘲笑我 讽刺我 但是他们不会允许我离开 因为他们怕我离开了 舆论就会对我不利 而且 他们还煞有其事地 给我一点地位 权力 周家的虚似 可怕到什么地步 可想而知 既然离不开 那就跟他们玩玩呗 林玉微微一笑 一个三流世家而已 是啊 一个三流世家 但这个三流世家的资本 却能让大多数人 望而去不 天使会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所罢了 虽然里面有资源 但是大家都是奔着利益去的 如果我不能给他们相应的利益 他们肯定不会让我用他们的资源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交易 林玉微微地点点头 她笑道 不过 这些事情不算什么大事 我现在手底下缺人 林玉的 缺什么人啊 周莹停下了脚步 她看着林玉 当 人才 林玉当 你不会认为 我真的只做医药吧 不是吗 你一个医生 难不成你还会做化妆品这些啊 周莹不解 化妆品我倒是不做 因为这个市场大部分 都被奢侈品牌给占了 而且我本人对这个了解 也不是很深 不过 我对保健品倒是有了解 对了 最近有一家保健品公司即将上市 将会打断传统保健那种 传销式的营销模式 林玉微微一笑 答 你是说 最近宣布成立的多力一品 周莹微微一惊 她上上下下地 打量着林玉 答 难道 这个就是你投资的 怎么 我不像幕后的老板吗 林玉微微一笑 答 是我长得没有老板的形象 不 很有啊 而且有一种高人的形象 我说真的 周莹认真地说 那就是了 东霖我打算交给你去做 林玉答 有没有信心 有 周莹一点头 她微微一笑 答 你应该对我信心十足才对啊 我刚才说的话有一句重点 你注意到没有 林玉笑的 注意到了 你说你的营销模式 要打断现在保健品那种 近乎营销的模式 周莹说 不错 我就是要打断这样的模式 林玉答 因为市面上大多数的保健品 都是熟人套熟人 吹得神乎奇迹的 但是说真的 效果如何 只有她自己心里有数 林玉答 不过我的保健品 效果是能当药用的 这个不用说 一先做出来的东西 自然不会差了 周莹答 你想用效果负重啊 没错 林玉微微一笑 答 效果负重 那好 交给我吧 我会让你满意的 周莹笑了下 答 只要你给我足够的资源 半年时间 我让她红遍滑下 看好你 林玉点点头 等 我已经收购了一家工厂 下个月初时 正式上线 营销方面就交给你了 而且 你也是东霖的总负责人 为什么要交给我 周莹看着林玉 你身边有更合适的人选 比如 林玉问 陈氏可起 陈云竹 周莹答 她比我厉害啊 她是搞科技的 不搞保健品的 狂行太大 林玉笑了笑 答 而且 她现在正在进行一轮 新的研发 分身乏术 好 谢谢你的信任 周莹淡淡的一笑 答 我保证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的眼光从来不会错 林玉笑了 就在这个时候 周莹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 然后接通了电话 吓到 姨妈 我很快就回去了 爷爷 我 话筒里的声音很虚弱 周莹的一颗心 瞬间冰冷 姨妈 姨妈 你怎么了 周莹叫了起来 但是话筒里 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我姨妈出事了 周莹焦急地说 别急 我跟你去看看 坐 林玉安慰着她 两人拦了一辆出租车 便向周莹的家里走去 周莹并没有住在周家 她创办了天使会 开始赚钱了以后 就自己买了一处住处 周莹的姨妈终生未嫁 小时候 周莹的妈妈 离开华夏以后 她便与姨妈一起生活 但是她姨妈的身体 并不是太好 她也一直用药控制着 但是这一次的事情 似乎是事发的有些突然 周莹一路上 故事的催司机快点 那位司机 也是用出了浑身的解数 以最快的速度 把周莹和林玉 送到了目的地 一处独立的小院 周莹拍着门 但是里面没有人印 她拿出了钥匙 却发现 门被从里面反锁着 过来 林玉退后几步 她一个加速向上俯冲 然后双手 在墙上一抓 一个翻身 便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她打开了门 和周莹一起向室内走去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毫无声息地躺在地上 她的脸色惨白 没有一点血色 她脸上的表情 十分地痛苦 而在她身边 还丢着一个空瓶子 这是一款 速效救星丸 但是瓶子里面是空的 姨妈 姨妈 你怎么了 姨妈 周莹再强 终究是一个女人 遇到这种事情 她现在六神无主 救护车 叫救护车 周莹终于意识起来 自己现在需要做什么 她失声喊了起来 别急 我来看看 林玉把她拉到了一边 然后蹲了下来 她伸手翻了一下 周莹姨妈的眼皮 你 周莹现在的脑海里 一片空白 她突然想了下来 林玉貌似 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医生 这是医仙啊 想到这里 周莹的情绪 才稍稍安定了下来 她有些担忧地 看了林玉 然后有些焦急地 看着自己的姨妈 没事 问题不大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吧 林玉松开周莹姨妈的手腕 她取出金针 开始行针 是 是的 我姨妈有心脏病 好多年了 她一直离不开药的 今天 可能是她药用完了 没有备用的 这才险些出事 周莹的 这种病服药的话 指标不治本 林玉的 而且这款药 就和止疼片 没有什么区别 吃的时候 可以缓解心脏痛苦 但病情不会得到控制 反而会越来越重 可是 可是姨妈说什么 也不肯去医院 周莹的眼泪 不由自首地流了下来 去医院 以现在医学手段 是大乔吧 林玉问 对 是大乔 但是姨妈的情况 比较特殊 需要那种 电子波动器 这种东西 一旦搭上了之后 她的病情就定型了 以后 她不能距离 电子产品太近 周莹的 搭桥也没用 林玉也儿童 搭 就算是搭了桥 多半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而且一旦搭桥了 便没有办法 中医借助了 那样的话 只能等死 那 那她现在没事吧 林玉 我求你 我求她这么一个亲人了 周莹的眼泪 刷的一声便流了下来 她喃喃地说 我妈妈离开以后 她就是我妈妈 放心吧 没事 林玉一边说 一边行针 半个小时以后 她便开始起针 其实林玉的针 主要的效果 是在起针室上 林玉现在 起针小心翼翼的 没取下一根针 姨妈的身体 便会好一点 在林玉 把最后一根针 取下来的时候 周莹的姨妈 就悠悠地转醒了 小姨 你怎么了 周莹看到小姨醒了过来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且 她看到小姨的脸色 慢慢变得红润起来 小姨常常地吐出一口气 她扶着周莹的头发 倒 没事 爷爷 能吓到你吗 吓到了 周莹的眼泪又躲眶而出 我以为 我以为你 以为我死了 小姨笑了笑 当 放心吧 我不会那么快去的 因为我去了 这个世界上 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周莹抱着小姨 眼泪夺眶而出 好了 没事了 扶你小姨去休息吧 林玉收好了针 到 回头我开个方子 半个月治愈 以后绝对不会再烦 你是 周莹的小姨 虽然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但因为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再加上 平时保养的好 所以看起来 和三十几岁的少妇 没有什么区别 啊 小姨 这是我朋友林玉 她是中医 刚才多亏了她 如果不是她跟着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周莹连忙道 啊 谢谢你了 周莹的小姨 联忙站起来 向林玉道谢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是周莹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你是她小姨 也就是我的小姨 林玉 诙谐地开了一个玩笑 周莹 微微地一正 林玉的话里 带着一丝暧昧 就好像两个人 有什么不亲不守的关系一样 这人怎么这样 这样的话 会被小姨误会的 周莹的小姨 果然误会了 她以为林玉 是周莹的男朋友 当下 她看林玉的眼神 就更轻了 快进来吧 今天真的是 太谢谢你了 认识一下 我叫林玉 林玉伸出了手 李萌 周莹的小姨伸出手 道 论起辈分 我算是你们的长辈 你这么年轻 把你当成长辈 我感觉挺罪恶的 林玉哈哈大笑 片刻以后 几人变到室内 周莹的 小姨 今天真是吓死我了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你第一时间打的 应该是救护车 今天本来心脏 有点不舒服 我以为没什么大问题 挺一挺就过去了 想让你回来的时候 碰我带些药 但是没想到 突然来了一阵 钻心的疼痛 我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提到这个 李萌还有一些心有余悸 她看着林玉 答 今天性客有你啊 真是谢谢你了 你今天已经说了三次谢谢了 真的没有必要 林玉笑呵呵地说 举手之劳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确实救了我的命 李萌笑了笑 她回头的 盈盈 我想吃你做的也消了 行小姨 你想吃什么 我现在去跟你做 周莹连忙站起来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 只要是你做的 我都喜欢 李萌笑呵呵地看着周莹 那样子 好像是看自己亲生女儿一样 好的 那我就准备了小姨 你稍等啊 周莹笑的 看到小姨没事 她的心情也不错 她开心地走开了 周莹离开了以后 李萌便和颜悦色地看着林玉 道 林玉啊 你和盈盈 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吧 这个 是 是的 林玉笑了笑 她有一些尴尬地说 本来以为这孩子小开了呢 给自己找一个不错的归宿 但是没想到她还是这么固执 唉 我真有点拿她没办法了 其实她有自己的路要走 也有自己的选择 如何走和如何选择 都要看她自己的 是啊 如何走如何选择 都要看她自己 李萌叹了一口气 倒 可是这孩子 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一句话 也就是给自己绷得太紧了 你和她认识 你应该也知道 她是个人很拼 李萌微微地摇摇头 倒 听得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 她只是一个女孩子 现在的年纪 本来是安安奋奋地享乐的年纪 可是她呢 到现在 还没有认真谈过一次恋爱 或许 这就是她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林玉笑了笑 倒 她很懂事 盈盈的家庭 你也知道吧 李萌的 知道一点 林玉点点头 大 对于她的遭遇 我深感同情 不过 她自己也很争气 当初 如果不是周家那个混蛋 话言巧语骗她妈妈 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李萌冷冷地说 林玉默然 对于周盈的事情 她不想过多地评论什么 孩子 你是一位中医吗 李萌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对 我是中医 林玉点点头 大 那 你应该明白我身体的问题吧 李萌的 我看出来了 本来 我是想找个机会对你说的 林玉犹豫了一下 大 关于你的身体 你都知道了 知道 自己的身体 怎么可能不知道 李萌笑了一下 大 我的这个心叫痛 是不是已经无药可救了 也不是无药可救 林玉想了想 大 只是 与其他人的病情有些不大一样 但只要你保持好心情 开心乐观 你的身体 不会有什么大碍的 但是你不能受到任何刺激 你的医术不错 李萌的 我去过很多医院 也看过很多医生 他们对于我的病情 也只是两个字 无救 无救 林玉犹豫 大 这不是绝对的 那是对他们而言 但是对我来说 这种病 也不是无药可救 林玉微微一笑 大 前提是你相信我才行 你真的能治啊 李萌看向林玉的目光 有些不一样了 他就好像 是一个绝望中的人 看到了一丝曙光一般 但他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病 到底有多严重 大凡先天性的疾病 都是从娘胎里面带出来的 李萌的先天性心脏病 是属于一种特殊的心脏病 这种病 基本50岁左右 就会心脏衰竭而死 而李萌 又有一些特殊的经历 所以他的病 甚至连50岁都活不了 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悲哀 但是现在 他突然听到林玉说 他的病有救了 这让他吃惊不小 我说了 只要你相信我 林玉微微一笑 大 我就能治好你的病 那我的病 就拜托你了 李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像是除去了一块心病一般 他看着林玉 大 你和盈盈的关系 不一般吧 朋友 合作对象 林玉想了想 大 总之 我们是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 盈盈这孩子 从小命苦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还希望你能多多关照他 因为 他是个可怜的孩子 李萌 大 小姨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林玉点点头 大 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我去厨房帮一下他的忙 好 好 李萌有些欣慰地笑了 厨房里 周盈正在准备着夜宵 他在包饺子 三鲜馅的 他的动作很灵巧 馅是一早准备好 放在冰箱保鲜层的 皮是他现做的 这才一会儿的功夫 一叠饺子皮 已经被他做好了 现在 他正在细心地包着 我来帮你吧 林玉洗了把手 找出一双筷子 开始帮起周盈的忙 你包得很好看啊 周盈微微一笑 大 我以为你的手 只会拿针 或者手术刀呢 除去医生的身份 我也是一个正常人 林玉淡淡地说 既然是正常人 那就应该学会生活 不是 而且我觉得你也一样 我也想象不到 像你这样的人包饺子 也会这么麻利 因为我是一个吃货 小姨的观念守旧 她觉得我没饭店的东西 放的东西太多了 吃多了都身体不好 所以她就经常做给我吃 我这一手手艺 全是跟她学的 虽然做的并没有她做得好 但是每次做 她都赞不绝口 周盈悠悠地说 我把她当做妈妈 这么久了 你没有跟你妈妈联系过吗 林玉问 没有 周盈一丫头 她自嘲地笑了笑 答 一个狠心的 连自己亲生女儿 都可以抛弃的人 想她干嘛 念她有什么用 或许 这不是她的本意 她认为你到了周家 会过上好生活的 林玉道 不 她清楚周家 是什么样的人 周盈道 她把我丢到周家 是因为她不想过那种 苦日子 是啊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 生活是最苦的 林玉有些感叹 但如果她熬一熬 苦日子 很快就到头了 只可惜 她没有坚持下来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坚持下来的 也并不是每一个母爱 都是伟大的 周盈回过头 看着林玉 答 我比你清楚她 她是那种 受不了苦的女人 是属于那种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幻想着 一个白马王子 能骑着白马 接她的人 这种人 你觉得能吃得要苦 林玉笑了笑 她没再说什么 她只是用心地 包着饺子 她包得很快 动作也很娴熟 我小姨的病 没什么问题 周盈对于这个问题 还是很上心的 她向林玉问道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林玉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她思索了一下 道 你之前可能不知道 你小姨的病 有多严重吧 多严重 你不是说能治吗 周盈悚然一惊 她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别紧张 林玉笑了笑 道 她的病 是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 而这种心脏病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心脏的各种功能 就会衰竭 五十岁 心脏衰竭 周盈整个人都震惊了 之前 她知道小姨的身体不好 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 问题有这么严重 而且 她年轻的时候受过伤吧 连遇到 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受过伤害 所以她比起一般病人来说 可能会走得更早一些 所谓弃琴所伤 说的就是这个原因 啪 周盈手中的筷子掉在地上 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急急地抓着林玉的手臂 倒 林玉 你想想办法 我有办法治好她的病 林玉倒 但是治疗的过程中 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她现在不能受一点刺激 如果她受刺激 就会加剧脏气的衰竭 到时候 神仙也回天无力 那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从不不离守着她 不允许任何人伤到她 周盈的眼泪 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她今天突然发病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林玉问道 什么原因啊 周盈看向了林玉 是她刺激 见到了她不想见到的人 你应该查查 在她病发之前 有没有人来过这里 林玉道 我一会儿去调监控 周盈道 她年轻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男人 但是我不明白 她和那个男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后多关心关心她吧 林玉叹了一口气 我也认真地去想想办法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能够让她尽快好起来 拜托了 林玉 周盈微微地点点头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李盈便来到林玉的住处 老夫人让我来接你 李盈始终是那种 万年寒冰的表情 或许 她只有在李老夫人的面前 才会露出一点笑意来 去哪儿 林玉问 李家 李盈答道 李家限制的掌舵人 李奉原得了怪病 帝都的医生 都看得七七八八了 没有人能治 后来李老夫人推荐了你 李家和李家的关系如何 林玉问的 为什么李老夫人会推荐我 关系一般 但是李老太爷 和我家老太爷 在世的时候是战友 他们两个在的时候 关系还行 但是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了 子孙们的关系 就疏远了 而且李家心高气傲 有点看不上李家 李盈答 别亏得老夫人心善 林玉笑了笑 如果是我 我才不介绍人给他看病 走吧 时间不早了 今天我陪你一起去 毕竟昨天是你把人家 孙子脑袋给砸了 李盈答 现在李家对你 肯定抱有敌意 我知道 林玉点点头 答 等我一下 我马上出来 片刻以后 林玉和李盈便出发了 李盈开车到了一处大院内 大院很普通 但是这个地方的守卫 却一点也不马虎 林玉私下看了一下 但是门口 至少有数处暗哨 这个地方是李家的大院 以李家在帝都的影响力 这里的安全级别自然不低 毕竟 这是一个穿插帝都 君 政 商 三界的大事家 三不一哨 五不一岗 这话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 除了国家赋予的安全级别以外 还有一些私人保镖 在里面穿插着 他们来来回回地警惕地看着四周 李先生 李小姐 我是这里的保镖队长 王空 现在我们老板有请 验证完两人的证件之后 一位戴着耳脉 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 走了过来 他对两人微微一鞠躬 显得彬彬有礼 王先生 带路吧 李颖微微地点点头 李家大院外面 看起来一般 但事实上 他是内在的奢华 里面就是花园式的大院 很多走廊 林玉看了几眼 他隐约看得出来 里面的格局 是经过高人指点的 整个大院 都是按照五星方位 进行布局的 看起来十分的精妙 完全 王空向前走的时候 还不忘按着耳机 说了一句 这一句说完了之后 林玉感觉到身上的压力 陡然一清 他下意识地向一个方向看去 他清楚 压力就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而那里一定有一位 十分高明的狙击手 隐藏在那里 林玉这一眼 把那位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弄得郁闷不已 他心想 自己隐藏得很好啊 难不成 林玉能看得出来 他藏身的位置 穿过了花园 来到后面的独立的别墅前 这些别墅 是西方风格的别墅 看得出来 是有名的设计大师之手 布局也十分的合理 请稍等 王空向两人微微一躬 他走到了别墅里面 片刻以后 他走了出来 做出一个寝的手势 走到室内之后 林玉才压然地发现 别墅里面 并不是他一个医生 已经有好几拨人了 有些人 则是戴着眼镜 身边跟着一群助手 这些是西医 有几人 则是身穿太极服 或者中式长袍 这一群 看起来是中医 林玉走了进去以后 室内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 落到他的身上 看得出来 对于林玉的到来 室内的这些人 都有一些诧异 黄先生 不是说 今天来这里会诊的 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吗 一位身穿太极服 带着几名女弟子 头发花白的中医 先开口说话了 没错 李深夜 今天来这里的 都是医学界 大名鼎鼎的人物 黄空道 这位呢 介绍一下呗 这么年轻的医生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 那位戴金丝眼睛的人 瞥了林玉一眼 既然大家都来这里 给李先生会诊 那想来 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那位身穿长袍的中年人 站起来 他抱拳道 西北 安远定 久仰 淮南 李妙手 那位身穿太极服的人也说 我是魔都医科研究院的 王定山 大家 叫我王医生 那位戴眼镜的西医 笑了笑 他扶了扶自己的眼镜 林玉暗自诧异 这几个医生都是医学界有名的人 比如那位长袍的安远定 在当地可是号称鬼医的 经他手指的人 基本上没有治不好的 而那个所谓的李神医 林玉没有听说过 不过 看他前呼后拥的样子 逼格这么高 医术也一定十分厉害 而那位王定山 就更厉害了 那可是提名过 世界医学奖的人物 西医界扛顶一般的存在 那个李神医 林玉不认识 但另外两人 可是不好请的人 八抬大叫 估计都抬不来 想来 李凤元病得不轻 应该是帝都的医生们 都看了个遍 对他的病没有办法 所以 他只好在外地找医生 你呢 你是医生吗 那位李神医 斜着眼睛 盯着林玉 这家伙 是一个不安分的主 也是一个 比较麻烦的家伙 林玉 林玉淡淡地说 没听说过 这号人物呀 李神医笑了 两位 你们听说过 他没有 没听说过 你是中医还是西医 王定山问 中医 林玉答道 哦 中医呀 那你一定是和你师父 一起来的 你师父呢 我看看 我看看我认识吧 李神医 向林玉身后看看 我师父不在 林玉淡淡地说 而且今天来会诊的时候 我不是我师父 你 三个人的目光 在这一瞬间 放到林玉的身上 他们明显地不相信 你林玉的年纪 他能看出来什么 所以然来 没错 是我 林玉点头道 安允定笑了 他只是和和一句 便坐了下来 不再说话了 恕我直言 你汤头哥会背吗 李神医脸上的嘲讽 丝毫不加掩饰 当然会 林玉笑了笑 他也不在意 这家伙对他的看法 因为有个定律就是 不管哪方面的人 只要喳喳呼呼的 那水平一定不怎么样 而这个李神医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从林玉进来的开始 他貌似就没有消停过 林先生有一个外号 叫做医仙 帝都里待久的人 都知道他的 倒是王空 为林玉说了一句话 林玉抬头 撇了王空一眼 便不再说话了 黄队长 请我们来的时候 你可是说过 这里是民医汇聚 另外两位 我是听说过的 和我齐名 不过这个医仙嘛 恕我直言 我是第一次听说 李神医自我感觉良好 你有什么名 林玉淡淡地说了 另外两位 我倒是听说过 只是你嘛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个叫李神医的 小子 说话注意点分寸 我们这里的人 怎么说都是你的长辈 李神医不乐意了 他冷冷地盯着林玉 长辈就应该有长辈的样子 你看你有点长辈的样子吗 林玉笑了 他怼起人来 可是从来不分场合的 李神医盯着林玉 他在想怎么样把这家伙给赶出去 而在他走之前 还要让他颜面扫地 好了 诸位 这里是李家 黄空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如果你们对彼此的医术有问题 从李家出去以后 可以尽情地鄙视 但是在这里 你们得拿出自己全身上下的谢数来 没问题 李神医瞥了林玉仪 他淡淡地说 带我们去见病人吧 一个中年人被人用轮椅推了出来 这就是李凤源 他显得很年轻 不过最近几天 病魔的折磨 让他憔悴了不少 各位 在下的病 就拜托你们了 李凤源说了几句话 便气虚传传的 他闭上眼睛 伸出了一只手腕 我需要李先生所有的检查结果 王定山到 黄空挥挥手 马上有人拿出了一堆资料 交给王定山 他马上招呼自己的助理 在一边看了起来 李神医 你先请吧 安定远看了一眼李神医 还是安先生请吧 李神医笑呵呵地说 那好 安定远也不客气 他率先上去把脉 片刻之后换了一只手 他看完了之后 便点点头 到了一边去了 接下来 就是李神医把脉 他只是两只手搭了一下 便笑呵呵地说 我好了 这位 林医仙 该你了 林医站起来走上前 他看了李凤云一眼 然后伸手搭了一下 你就是林医 李凤云睁开了眼睛 看了林医 没错 我是林医 林医点点头 王凤云点点头 他闭上眼睛 不说话了 室内几个人都有些诧异 更有几封窝火 因为他们 都是知名的人士 虽然说你李凤云祖上 有一位开国上将 你们李家家大业大 但是你也不能 一句客套话都不说吧 这还不算 你一句客套话都不说就算了 你对别人爱理不理的 可是这小子上前的时候 你睁开眼睛慰问了一句 你这是在歧视其他人吗 虽然众人心中有些憋气 但是他们也只能在心里气息 却不能直接把话说出来 毕竟这里是李家 他们本来在他们本地呼声很高 但这并不代表 他们可以在李家乱来 把完了麦之后 众人在思考病情了 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方法 写在了一张纸上 然后递给了王空 王空再交给李凤云看 林玉没有写方子 他只是坐在茶几前 悠悠地喝着茶水 李凤云把方子看完 然后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下 他把方子放到一边 扫了众人一眼 道 各位 请回吧 怎么 我们的方子不行吗 室内的人都明显吃了一惊 他们自认为 自己是民阵一方的民医 只要病人在他们跟前 只要不是绝症 他们一眼就能看透病激病理 而李凤云的病 也不算太严重 他们开的方子和方法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他只看了一眼 就否决了 这是几个意思 方子当然不行 林玉道 药不对症 这怎么可能行 你说药不对症 李神医怒了 你诊断出来什么病了吗 你知道我开的是什么药吗 你怎么就这样断言 诊断的是肺心病 不是吗 林玉笑道 病人脉象平稳 但饮滑 再加上病人咳嗽痰多 胸口痰明 上气不接下气 脉象也好 各种迹象也好 都表明他是肺心病人 难道我们的诊断 还有错不成 李神医喝道 你们接着诊断 骑着治好病好邀功 连问都没有问一下 怎么就这么草率地 定了方案呢 林玉严头 道 病人表象上看是肺心病 但事实上不是 你想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帝都 你们在当地出名 但帝都的名医更多 帝都当地的名医 都搞不定的事情 换了你们 就能轻易地搞定 林玉笑了笑 他讥笑道 胸医 你说谁是胸医 室内的几个人 全都怒了 林玉的态度太嚣张了 他说的没错 李凤源一句话 流入一盆冷水一般 泼了下来 让室内几个人 瞬间安静了下来 你们几个人 你们几个的诊断 虽然没有错 但是我在帝都 看了这么多医生 基本上都试过了 一句话 要不对证 李凤源把手里的方子丢了下去 他喘了半天的气 倒 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林玉 你没血方子 现在说说你的看法吧 李凤源说完 他回头看着林玉 道 心火抗生 林玉淡淡地说 导致心宫血不足 如果治的话 需要降火通卖 火血宁心 继续说 李凤源点点头 道 要治不是什么问题 通卖宁心汤就行了 林玉道 你的这个病 其实算不上什么大病 其实病理有些特殊 所以会导致大部分人物症 我听说你的医术很厉害 只要你摸透的病 你只要开出方子 很快就能治好 这是真的吗 李凤源说着 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他喉咙里的痰 几乎让他无法喘息 符号的 林玉上前 取出了金针 他开始行针 游龙八爵一旦运转开来 这个世界上 几乎没有治不好的病 眼睁睁地看着林玉行针 虽然这几位看不出来 林玉行针 用的是什么针法 但是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 是错不了的 最终 林玉右手一拍 拍在李凤源的背上 他张口 吐出一口黑痰 吐出来之后 林玉伸手取针 然后双手肚气 李凤源刚才几乎要 窒息的感觉 终于没有了 他的脸色 也变得红润了起来 感觉怎么样 林玉问 好多了 李凤源微微地点点头 这是方子 服用益州 以后就能除根了 但是以后戒烟酒 以及辛辣刺激类的东西 不能碰 林玉道 好 记下了 王空微微点点头 李神医几个人 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现在 才感觉到汗衍 本来他们以为 自己的能力是不错的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在林玉这里 他们被压得 连气都穿不过来 几位请回吧 枕金随后奉上 王空淡淡地说 这几个所谓的神医 不由得一正 他们瞬间 闹了个大红脸 他们自诩为神医 但是没有想到 在这里被人打脸了 并没治好 这枕金 他们是没脸去拿的 他们几个 相互对视了一眼 然后这才灰溜溜地 离开了现场 多谢了 李家欠你一个人情 李凤元 尝尝地吐出一口气 那种闷得 几乎窒息的感觉 终于没有了 回想几天前的行星 他简直都有 想死的心情了 不用欠我的人情 忍尽招呼就行了 林玉淡淡地说 李凤元的眉头一皱 他冷冷地说 李家欠人的人情 从来不会拖着 人情我也会负 李凤元十分地不满 昨天他儿子 为这家伙 给一瓶子敲破了脑袋 现在林玉 又不买他的账 这家伙以为 自己是谁了 他认为 自己医术高 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别忘了 你只不过 是一名医生罢了 那多谢了 林玉已经收拾好了 自己的金针 他淡淡地说 没什么事情 我先离开了 王空帮我送客 李凤元的 是老板 王空一躬身 然后做了一个 请的姿势 李颖看了林玉一眼 他微微地叹息一口气 然后和林玉一起离开 在他看来 林玉是不该这样 不买李凤元的账的 林玉和李颖 在前面走着 李颖道 需要复诊的时候叫我 我不带着你的话 你进不来 进不来就不复诊了呗 林玉冷笑了一声 道 下一次 我还未必出诊了呢 你这人啊 脾气能不能改改 李颖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破旧这样的脾气 怎么敢 林玉哈哈大笑 然后他回头看着李颖 有些意味深长地说 你没发现 你已经改变了很多了吗 我哪里变了 李颖面无表情地说 现在的你 懂得妥协了 林玉一道 你还记得 你刚来这里的时候吗 李颖微微地一正 他漠然不语 是啊 他现在已经学会妥协了 他刚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与他现在的样子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可惜啊 对于有些人 我妥协不了 林玉摇摇头 道 我是医生 我是来救他们的命的 但是他们却认为 这是理所当然的 凭什么 就因为他们是李家人吗 任你背景再厉害 也逃不过生老轮回 林玉一儿 我看病 他付我诊经 大家互不相欠 别拿什么 我欠你李家一个人去 弄得好像 你对我施舍了什么一般 姓林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 传了过来 林玉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脑袋 被里里外外 包了好几层的人 迎面走了过来 这家伙 正用怨毒的表情 看着林玉 李文乐 林玉微微的一正 看到这家伙现在这样 他不由得笑了 你这造型真不错呀 天堂有路你不走 继续无门 你偏要走进来 李文乐宁笑道 他觉得林玉 真的是在找死 从来只有他虐别人 没有人敢这样 打他李文乐 就算是打 也绝对活不过24小时 可是现在 林玉好端端地 站在他跟前 而且 很若无其事地 在他家大摇大摆地走着 这让李文乐十分愤怒 他觉得 是不是自己现在的威严 受到了挑衅 这是地独特别人的威严 这是地狱吗 林玉 我保证 我保证我一会儿笑得比现在还灿烂 林玉笑呵呵地说 来人 拿下 李文乐挥挥手 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 再跟林玉继续撕下去了 他也没有这个心情了 住手 王空走上前 王空 你几个意思 李文乐眉头一皱 王空是他父亲的心腹 也是整个李家安全负责人 李少 林玉是来给老板治病的 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那都只能以后再说 王空道 呵 看到我脑袋 现在这个样子了吗 李文乐指着自己的脑袋 到 这一酒瓶子 就是拜林玉所赐 作为保镖队长 你没有负责好我的安全 你已经是失职 现在你还要拦着我教训这小子 王空 你到底什么意思 老板让我送他出去 王空道 所以我必须把他安全地送出去 李少 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 我在你脑袋上砸一瓶子 你闹闹情绪 李文乐冷笑了一声 他指着林玉 道 今天这小子必须留在这里 如果我让他从我里下的大门走出去 那以后 我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了 抱歉 李少 你不能动他 王空兰在林玉的跟前 王空 你是我家的保镖 说难听点 你就是我家养的一条狗 李文乐怒了 他盯着王空 道 你见过哪有狗拦着主人的 就算是狗 也是老板养的狗 王空脸上的表情 不起丝毫拨来 他淡淡地说 既然老板让我送他出去 那我只好送他出去 不管是谁 都不能拦着 好了 李文乐怒急而笑 这个世道真是变了呢 现在连一条狗 也敢这样拦着我了 还请李少见谅 王空微微一躬身 我今天如果不见谅呢 李文乐冷冷地说 那我只能得罪了 王空抬起头 对着李文乐身后的人挥挥手 道 全部都下去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再跟在李少的背后 是 出宫 李文乐背后的几个人 一鞠躬 转身便离开了 只留下脸色发黑的李文乐 王空 你不要忘了 你是我们李家的狗 李文乐道 李少口口声声提醒我是狗 我当然不敢 王空淡淡地说 我们虽然是下人 但李少说这话 有些过了吧 我来李家的时候 李少才几岁 那个时候老太爷还在世 连老太爷都对我客客气气的 不知道李少一口一个狗子 这话说出来 心里是否过意地去 你 李文乐 被一夜地说不出来话了 他死死地盯着淋浴 而王空 也把自己的脊背 听得闭直 他似乎 没有把李文乐给放到眼里 行 王空 我记得你了 李文乐指了指王空 然后转身离开 李先生 实在抱歉 出了大门以后的王空 对林玉 微微微一公身 到 刚才的事情 都谢了 林玉微微一笑 到 职责所在 王空微微一公身 他显得彬彬有礼 这个人 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 李家是他的老东家 他不去维持 反而来这里和你打得火热 看起来不那么简单 李颖看着王空的背影 大 他这么做 只有一个原因 林玉看着王空离开的背影 他不由得笑 什么原因呢 李颖不解地看了林玉一眼 最大的可能 就是他有巧遇我 林玉笑了笑 到 走吧 改天我来复诊的话 再叫你 好 李颖点点头 他和林玉 一起走出了李家大院 和林玉分开以后 林玉收到一条微信 是陈云竹发来的 陈云竹来到帝都以后 一直忙着扩展的事情 而且最近 他也进行了新一轮融资 陈氏科技 正式在帝都立足 陈氏科技 租了整整一栋办公楼 办公楼的位置 在帝都最繁华的商圈 陈云竹 继新能源以后 正式进军未来智能 从此 展开了新的篇章 走到大堂里 只见有数名前塔文员 在接待前来寻求合作的客户 只是人太多了 所以必须要提前预约才行 所以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 不过也不排除 还有一些架子大的客户 不理解这一家 刚刚成立没几年 还搬了家的科技公司老总 为什么见一面这么难 一位打扮的 十分潮流的年轻人就是 他戴着一副墨镜 手上戴着劳力士手表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服饰 他这一身行头下来 恐怕一百万都不止 喂 为什么 我完全理解不了 为什么你们陈总 见一面就这么难 我已经在这里 等了半个小时了 你知道我一分钟 能赚多少钱吗 年轻人的话里 夹杂着杨文 一个前台 正在努力地和他沟通着 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陈总的预约很多 您没有提前预约 大家也都在等 所以实在不好意思了 前台一边翻着 陈运竹的预约时间 一边解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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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双手一摊 他做出一副 十分无奈的样子 我实在理解不了 陈氏科技 为什么这么大牌 你告诉他 我是护城光源科技的人 我可以为他的产品 提供最优质的配件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在我们公司下单 都没有这个机会吗 实在抱歉 您已经预约上了 大概是明天 陈总可以借鉴你 但是今天不行 陈总的行程 已经排满了 前台抱歉地说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我生平 第一次有这样的待遇 年轻人感觉到 十分的荒唐 他吼道 我是光源科技的 你告诉他 他一定会见我的 抱歉啊 我已经说了 陈总助理说 让您预约排队 前台一脸的无辜 本来他想给年轻人 留点面子 但是这家伙 似乎是有些不太识趣 Fuck 年轻人终于忍不住 骂出声来 对不起啊 先生 请不要讲脏话 如果您再讲脏话的话 我们会让保安过来 客气地把您给请出去的 前台还是保持着威向 但是他的话语里 已经不乏有警告的意思了 你们一家小小的 新成立的科技公司 架子摆得太大了 我告诉你们 现在的市场经济 你好 陈总现在方便见人吗 林玉上前的 林先生来了 前台一看是林玉 大连忙站起来 礼貌地说 有空的 林先生请这边请 前台说着 引着林玉 直接到了总裁专属的电梯 然后为林玉刷卡 按下了直达总裁办公室的按钮 这一幕 让在这里等的人们 全部都不淡定了 尤其是那个年轻人 他简直要气爆了 他指着林玉离开的背影 质问道 为什么他可以进去 喂 先生 这是我们陈总的朋友 是陈师科技的股份持有人 同样 是秋式集团屋来的掌舵人 我们陈总交代过 只要是他来 不管什么时候 都可以直接去见他 天哪 我要等多久 那年轻人愤怒了 我警告你 我再重申一次我的身份 我是光源科技的 多少人想在我们公司下单做配件 我们都没有理会 如果因为你的固执 让你们公司错过了我们的配件 那后果你承担不起 抱歉啊 我们有固定的配件供应商 我们陈师科技的产品 也完全可以自己提供任何配件 前台终于忍无可忍了 匡源科技 就是去年为某公司提供中扣芯片时 因为芯片问题 导致一例系列事故那个公司吗 你 那年轻人脸色一白 他终于乖乖地闭上嘴巴 一句话也不说了 七楼 总裁办公室 外面一堆人在那里焦急地等着 但令林玉诧异的是 陈云竹的办公室里面 空无一人 他并不是很忙 相反 他在焦花 显得有些悠闲 来了 看到林玉进来 陈云竹微微一笑 他放下了手里的水壶 为林玉泡了一杯茶 看外面的些人的架势 我还以为你很忙呢 林玉笑呵呵地说 每个来这里的时候 都要交上自己公司的一份简历 会有专门的人去排查他们的底细 如果他们是想来浑水摸鱼的 我就直接会把他们排除在外 我是很认真的想做生意 但是很遗憾 大多数人并不是来承袭合作的 他们是想趁机捞一把 外面那些人 皮包公司的人居然也有 陈云竹的 哦 原来是这样 林玉恍然大悟 他笑道 公司进展得还不错吧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关注新闻 更没有关注城市科技 陈云竹有些忧怨的 看了林玉一眼 到 过去一段时间里 我们进行了次一轮的融资 公司收购了数家小型的科技公司 甚至是在工厂 我们的新能源科技 现在已经接到了军方的订单 另外人工智能的项目 已经正式启动 我们将会研发未来智能 七七人短 陈云竹的 林玉正了正 他确实没有怎么关注陈云竹 但是 他说的这些东西 足以让林玉震撼的了 哇 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里 你居然走了这么远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我觉得 未来的世界 是智能化的世界 陈云竹微微一笑 道 其实现在市场上 已经有人工智能的雏形了 比如扫地机器人啊 比如快递公司的小黄人 只不过现在的智能 都是初级智能 它们是编好的程度 那些机器人 就是按照编好的程度 不断的工作 你呢 你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方式吗 林玉问的 没错 我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方式 陈云竹微微一笑 答 我要人工智能 变成真正的智能 比如 和人类有着一样思考 和情绪的机器人 又比如自动驾驶 未来智能 加新能源 这才是这个世界的大局势 厉害啊 林玉伸出了大拇指 大 你构想了一个 未来化的世界 只是构想 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十年 二十年 甚至是三十年的时间去准备 然后 迎来这个世界 全新的变革 陈云竹的 就像某宝和某欣一样 他们让人出门 不再带零钱 对吗 林玉笑的 对啊 陈云竹微微一笑 答 我一个人 真的故障难民 不过你母上大人 对我的项目很感兴趣 他做了不少投资 我母上大人的眼光 一向是很准的 他都感兴趣的项目 未来发展趋势 一定会很好的 林玉笑了笑 答 对啊 华夏第一女强人 我的目标就是他 陈云竹的 你找我有事 林玉这才言归正传 没什么大事 只是我已经有半个月 没有出办公室了 我感觉 我都要变成宅女了 陈云竹有些苦恼地说 我想出去走走 那好 我可以陪你 林玉微微一笑 答 不要经常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面 那样的话 你整个人都会疯的 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去看看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未来 是很美好的 可惜 我身边缺一个人陪啊 陈云竹看着林玉 她微微一笑 答 所以 今天你有时间吗 有 当然有时间 林玉点点头 答 你想去哪里看看 随便吧 陈云竹想了想 答 想爬山 想在山峰之巅 看看云海 看看这偌大的帝都 那好 我知道帝都有一个地方 是帝都最高的地方 在那里 你可以完整地看到 整个帝都 林玉笑的 而且在那里 有云 有海 傍晚的时候 和早上的时候 是最美的 那还等什么 带我去啊 陈云竹微微一笑 答 等我换一件衣服 不过 我们得从后门溜出去 如果从前门走的话 那些人肯定会堵着门 不让我走的 没关系 我等你 林玉点头 片刻以后 陈云竹已经换好了一身衣服 她叫来自己的助理 小兰 所有的文件 你先帮我留了一遍 拿定的主意就签 拿不定的主意 等我回来再见 陈云竹道 好的陈总 没问题 小兰点头 另外 帮我准备一辆车 不要司机 我要出去走走 陈总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毫无疑问 小兰 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助手 她随时都知道 自己老板需要什么 所以 她每次都提前一步 把陈云竹需要的东西 给准备好 陈云竹穿了一件 天蓝色的连衣裙 踩着一双平底鞋 她戴上墨镜 和林玉悄悄地溜了出去 一辆卡宴已经准备好了 陈云竹和林玉 钻入车里 林玉启动了车子以后 陈云竹 这才把墨镜 从眼睛上取下来 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然后微微一笑 道 我怎么感觉 我们只是在逃跑啊 对啊 就跟在江南的时候一样 林玉笑了笑 答 那个时候 你是被禁足的大小姐 多亏有了你 陈云竹道 否则的话 我到现在也没办法 摆脱那些人 你完全有这个能力 摆脱他们 林玉摇摇头 道 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我的出现 只是助你一臂之力 就算没有我 你也一样可以掌握城市 你是我的福星 如果没有你啊 这个世界 该会多索然无畏啊 陈云竹微微一笑 道 草了 带你去看云海 去看夕阳 林玉微微一笑 发动了汽车 帝都吉北 有一座山 这座山 山是秦启 其风孤立 尤其是主风 通天风 更是高耸入云 这个地方 被一个开发商看中 建造成一处旅游禁地 山上景观十分的漂亮 而且配套设施 也十分的全面 半山腰处建着一座 十分漂亮的山庄 名字就叫做云雾山庄 不得不说 那位开发商十分有眼光 他建起的这个旅游景点 生意十分好 而且 这里也适合休闲 养生 林玉一边开车 一边订好了云雾山庄的一处房间 两个小时以后 他驱车到达目的地 云雾山庄 坐落在云雾山的半山腰 这个地方距离主风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 独特的地形 和合理的格局 让这个地方的景观 十分的漂亮 天间云树 这个地方的别墅 是临着悬崖建的别墅 你可以在这里 看到外面的云海 最美的日出 最美的日落 而且房间自带有一个观景台 在这里喝茶聊天 可以下棋 你可以一边喝茶 一边看着云海 一壶清茶 瞬间便启程 林玉和一鸣雪 认识这么久了 也跟着他 学了不少关于茶方面的知识 林玉为陈云竹 沏了一杯茶 你的手法 越来越像茶仙了 陈云竹接过林玉 奉上的茶 他喝了一口 然后闭上了眼睛 感受着茶水间的清香 跟他比 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林玉微微一笑 答 不过 我在努力 虽然我知道 这辈子 不可能追上茶仙 但是你这几年的学习 感受了好多人 一辈子的努力啊 陈云竹闭上眼睛 感受着茶水中的清香 他淡淡一笑 答 茶很香 香在何处 林玉笑的 可能因为泡茶的人 是你吧 陈云竹微微一笑 答 只要是你气的茶 哪怕是一杯白开水 我同样能喝出 清香的味道 夸张了 林玉善善地笑了笑 答 这个地方的环境很不错 我希望 你能在这里得到放松 已经很放松了 陈云竹看着云海 看着已经偏袭的太阳 他淡淡地说 每天在水泥汽车的房间里 面对一层不变的东西 这对一个人来说 是一种煎熬 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林玉又为他倒了一杯水 答 其实你应该清楚 你比大多数人 过得都要好了 可是我还年轻啊 我这么年轻 不需要安逸的生活 陈云竹微微一笑 答 我需要努力 我需要去拼搏 而你 又何尝不是和我一样呢 林玉待了待 他苦笑了一声 答 人呢 都是这样 当局这迷 劝慰别人的时候 往往也会忽略自己 其实也是局中人 这就对了 我们是一样的人 陈云竹举杯 茶水带酒 喝一杯吧 我们都是孤独的 林玉举起杯子 默默地和陈云竹碰了一下 然后把杯中的水 一饮而尽 他随即笑道 今天来这里 是放松的 不是来谈那些 沉重的话题的 那就不谈啊 陈云竹笑了 哎 我听说 你要进军保健品 这行业了 是的 打算进军保健品行业 林玉的 我从已知的古方中 已经选好了 十多个古方 将这些方子重新调配 让其不失去 原本的效果的同时 又能让颜值上 更好看一点 有没有一泡而红的办法 陈云竹道 有 林玉呜呜一笑 道 但前提是 得用对人 哦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 荣霄也不是我的强项 不知道你看好谁了 陈云竹道 周莹 天使会的 林玉道 天使会周莹 陈云竹微微有些诧异 这可是一个厉害角色啊 是啊 如果她一般 也不会入我法眼了 林玉淡淡地说 很合适的人选就好 陈云竹微微一笑 道 我倒觉得 保健品这方面 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不过 大多数保健品的营销模式 让人感觉反感 传销式的营销 当然会让人感觉到反感 最重要的是那种 天花乱坠一般的吹捧 亲戚们套亲戚 反正吹牛不上睡 喝了之后没效果 就说效果 是十年八年才出来的 林玉边说边摇头 坑坏了不少人呢 记得有一则新闻 说的就是一个农府 毕生的积蓄 都用来买保健品了 后来发现 伤他受骗以后 就自杀了 在华夏 总是有些悲剧 可以避免不发生的 陈云竹丫丫头 道 好了 不聊这些沉重的话题了 我们出去走走吧 去云海之巅看看 林玉笑了笑 道 好 陈云竹点头道 云海之巅 就是云雾山 最高的一处孤峰 这处高峰 是帝都附近最高的山脉 从这个高度向前看去 偌大的帝都城 一览无语 这个地方 有直搭上面的缆车 不过两人是步行的 因为陈云竹说 自己缺乏锻炼 所以他想步行爬上去 终于 在黄昏的时候 两人爬上了云海之巅 这个地方的孤峰 已经植入云霄之中 站在这里 就好像身处云海一般 好漂亮啊 看着云海之巅的景色 陈云竹不由得感叹他 其实 如果哪天真的不用去拼搏了 可以在这个地方养老 每天爬到山上 去看看夕阳 林玉笑道 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老的时候 你能陪我吗 陈云竹突然抬起头 看着林玉 林玉微微地一震 他看着陈云竹的双眼 下意识地吐出了一个字 能 但这个能字吐出来以后 林玉又有些后悔了 因为他觉得 在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之前 就不要向别人承诺那么多 尤其是女人 你无意间的一句话 对他来说都是承诺 回答太快了 后悔了吧 陈云竹一眼就看出来 林玉窘迫的样子 没有 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林玉也儿童 道 我相信你是一个 说到做到的人 但是现在的你 真是拼搏的时候 陈云竹微微一笑 道 所以 千万不要轻易承诺什么 林玉苦笑 他真的不知道 怎么形容自己 现在的心情了 不过陈云竹的话 一点也没错 一个男人 千万不要轻易 对女人承诺什么 因为你一旦承诺了什么 那么女人 大部分 就会当真的 两人看了一会儿晚霞 直到天色 渐渐黑了下来 现在已经是 初秋的天气了 天一黑下来 附近 就会显得有些凉嗖嗖的 走吧 我们下去 现在缆车还在运行 如果再晚一会儿 缆车就会被关了 林玉一等 到那时候 我们只好走着回去了 好 走吧 陈云竹点点头 林玉一把拉起她 便向缆车的方向走去 坐着缆车 回到别墅处 一看时间 恰好到这里 酒会展开的时间 陈云竹换了一件礼服 和林玉一起去酒会了 这里酒会的目的 就是让在这里旅游的客人 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云雾山庄这个地方 虽然不算最高端的地方 但是能来这里消费的人 身家也绝对不会少 否则的话 根本在这里消费不起 优雅的音乐 世界上尖端小提琴团队 让这里的气氛 十分的舒缓 林玉和陈云竹坐在一起 欣赏着舞会上的音乐 这里真的是挺能让人放松的 林玉笑呵呵地说 是的 挺能让人放松的 感觉来这里以后 身心上的疲惫 几乎全部一丝而空了 陈云竹也微微一笑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林玉微微一笑 向陈云竹伸出了手 陈云竹笑了笑 她伸出去手 搭在林玉的手上 然后两人 一起走向舞池的正中心 不够尴尬的是 林玉不会跳舞 她跳起来有些笨拙 不过好在 她没有踩到陈云竹的裙子什么的 如果那样的话 笑话闹得就可能有些大了 就像这边跟着节奏 对对对 你手呢 手不拦着人家腰啊 陈云竹一边跳 一边指导着林玉的动作 好在林玉 也是属于那种冰雪聪明的人 所以就算是她的动作有些笨拙 但好在大部分的动作都撑了下来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玉的动作也越来越流畅 终于 她们正常地和陈云竹一起跳舞了 我以前没跳过 这是第一次 林玉有些尴尬地说 还好 第一次能达到这种水平 已经不错了 陈云竹微微一笑 她的手搭在林玉的肩上 两人随着音乐的节奏动着 我突然发现 上流社会的圈子 似乎是没有普通人自在 林玉说 当然没有了 因为你要时刻记着 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陈云竹微微一笑 既然有身份 你就要注意自己的形象 你穿的衣服不能随意 你不能大声说话 你吃东西的时候 也不能在地摊上吃 陈云竹道 一言一行都要注意 这或许就是代价 但 如果我将来要一个孩子 我还是会培养她 去做一个优雅的人 陈云竹道 你才多大 就去考虑孩子的事情了 林玉微微一笑 道 是啊 如果我说 我想和你生个孩子 你会同意吗 陈云竹 陈云竹浮在林玉的耳边 吐气如蓝地说 林玉有些尴尬 这个问题 她不知道 如何回答陈云竹才好 怎么 这个问题 很难回答吗 陈云竹 似乎是不打算 就这样放过林玉 她浮在林玉的耳边说 这个 我们现在考虑这个 是不是为时过早啊 林玉笑道 因为我现在 没有资格 向任何人保证什么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 你有 只是你不想回答 陈云竹 吐气如蓝地说 你知道我喜欢你 我也知道 你不是对我没感觉 为什么就不能 证明回答我这个问题呢 一味地逃避 可不是你的作法 如果我说 我现在还没有资格 说这些呢 林玉苦笑了一声 答 我不想辜负在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陈云竹微微一笑 她揽着林玉的脖子 凑近林玉 悠悠地说 你与他们的关系 我管不着 我只在意你对我的看法 我不是那种厮守着老规矩的女人 其实这个世界上 哪个优秀的男人 身边不是跟着一群女人啊 你倒真的看得开啊 林玉苦笑了一声 她揽着陈云竹的腰 凑近了一点 她没有回答陈云竹的话 这已经是最好的回应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咸猪手 突然向陈云竹伸了过来 林玉警惕地 看到那家伙一眼 然后随着音乐的主旋力 猛地把陈云竹 拉到自己的身前 她一只手 揽着陈云竹的腰 凑近了陈云竹 然后把她身形拉直 那个咸猪手的主人 是一个爆发户 同样也是一个胖子 她没有得逞 就恶狠狠地 瞪了林玉一眼 走吧 休息一下 林玉拉着陈云竹 退出了五次 只是让林玉诧异的是 那死胖子 居然也巴巴地跟了过来 而且看她那样子 似乎是今天 炮定陈云竹了 要了两杯红酒 陈云竹和林玉碰了一下 她瞥了一眼 那跟过来的胖子 然后道 我讨厌单身的 没办法 在外面 美女都是这么抢手的 林玉苦笑一声 道 你不喜欢 我帮你料理了就是 胖子端着一杯红酒 走了过来 她顺势 就要坐到陈云竹的身边 但林玉站起来 和陈云竹换了一个位置 胖子一坐下正要搭讪 可是她发现 身边已经变成了一个男人 用紧高的眼神 看了林玉一 胖子又舔着脸 对陈云竹摇摇一举杯 道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能请你喝一杯酒吗 出于礼貌 陈云竹举起杯子 硬了硬 但是这胖子却误会了 他认为陈云竹举起杯子 就是向他释放了一个 很好的信号 所以 他举着杯子 站起来笑咪咪地说 这位朋友 请让一下好吗 为什么 林玉瞥了这家伙一眼 为什么 胖子盯着林玉 如果不是顾忌 他在美女跟前的形象 他恐怕 早就向林玉发难了 不过现在 他只能强行按捺住 他的性子 因为我要和这位美女 谈谈人生 胖子笑呵呵地 对陈云竹说 那是你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林玉笑了 另外 这是我的女伴 她似乎不怎么喜欢 陌生人搭讪 尤其是长得胖的陌生人 胖子用一副 喷火的表情 盯着林玉 他觉得林玉这混蛋 简直是太不识趣了 他没有看到 自己在泡妞吗 他难道不知道 阻止别人泡妞 是很不文明 很不地道的吗 她是你的女伴吗 胖子说 没错 是我的女伴 林玉肯定地回答道 那又怎么样 胖子比移地 看了林玉一 答 男人拼的就是魅力 如果你没有魅力 趁早一边去 你 我比魅力 林玉感觉到诧异 他上上下下地 看了胖子一 他不知道 这胖子的自信心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确定 他这副尊容 有半点魅力可言吗 他就这么确定 美女都喜欢 他这副样子吗 对 我没你长得帅 这点我承认 但是我比你有钱 胖子 胖子自信心爆棚地说 能来这场子里玩的 谁还缺钱吗 林玉笑了 这胖子 不知道开了家 什么破烂公司 他就敢称他有钱 拜托 这个地方是帝都 好不好 他在帝都这里 敢称自己有钱 疯了吧 在帝都满大街的人 随随便便 都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这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 这是比谁的钱更多一些 胖子笑呵呵地说 比人不才 明下有几家大型跨国贸易公司 年产值近百亿 哼 你能比吗 拼这个有意义吗 林玉也儿童 道 我感觉没有意义 你是拼不过了吧 胖子比的 看了林玉一 他笑呵呵地说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相信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缘分是天定的 如果不介意 可以到我的房间去坐坐 我用百万一瓶的美酒招待你 胖子笑呵呵地说 走吧 我们回去 陈云竹看不惯胖子的样子 他放下了杯子 道 如果谈生意 我们可以聊聊 另外 我现在在天间云别墅区 去的时候提前打电话说一声 否则的话 那里的保安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说完这句话 陈云竹挽着林玉的手臂 飘然而去 胖子呆住了 他经常来这个山庄里挽 他也清楚 这里最好的一间别墅 就是天间云树 那个地方 是真正最高端的地方 而且不是你有钱 就能定得到的 林玉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两人并肩 走在山庄的小路上 四周灯火通明 独特的灯光 把小路弄得像人间天堂一般 这里的夜景 是十分漂亮 十分独特的 而这种地方 最适合的 就是情侣之间 在这里慢慢地散步 林玉很快发现 他高沉运竹半个头 而且两人走在一起 如果说是情侣的话 是毫无违和感的 你要我怎么回答呢 林玉苦笑了一声 他突然发现 陈云竹把他单独约出来 其实是别有用心的 用你的心回答 陈云竹回过头 他看着林玉 认真地说 如果你现在不想回答 我也不勉强 你现在已经是在勉强我了 哦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抱歉啊 陈云竹笑了笑 道 可是啊 我就是喜欢 勉强我喜欢的个人 那要怎么办才好 你这 你有点强人所难了 林玉简直哭笑不得 他这才发现 原来女人 瞒不讲理起来的时候 真的可怕 我只喜欢强迫你了 陈云竹一本正经地说 快回答我的话 你要我怎么回答呀 林玉双手一摊 道 我刚才不是用行动 证明给你看了吗 林玉 你真是叫人失望 陈云竹盯着林玉 半天才到 我以为你是个男人 没错 我是个男人 你从哪里看出 我女人的特征了 林玉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如果你是男人 你为什么逃避我的话 陈云竹振振有词地说 男人 也有沉默的权利的 林玉道 借口 你就是为了给你的诺书找借口 陈云竹摇摇头 我以为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事实上 我们确实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林玉尴尴尬地说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这么熟了 有些话 心里明白就好了 心里明白 跟说出来还是不一样的 陈云竹摇摇头 道 好了 不难为你了 感觉好像我在强迫你做什么事一样 林玉苦笑了一声 好像你本来 就是在强迫我做某些事情 还好我一直坚定 没有沦陷 回去 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 陪我去看日出 陈云竹吐出了一句话 好 明天早上 我早点去叫你 林玉点点头 千万别睡过头了 我方这一天下 已经不知道耽搁多少事情了 我可抽不出第二次 况且 就算是我在抽出第二次时间 你也未必能来陪我了 两人边走边谈 很快 他们消失在夜色中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他手如白玉 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 在他身后跟着的那位 脸上表情不自然的女人 正是上官五 宇公子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场 这家伙都很惊艳 而且他身后的上官五 脸上的皮肤被重新做过 现在虽然很漂亮 但已经不是他原本那张脸了 因为他的脸是人工做出来的 所以现在看他这张脸 稍微有些不太自然 哼 这家伙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把妹 宇公子表示理解不了 灵狱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 他微微眼而头 道 难道他身上的压力还不够吗 不是他身上的压力不够 而是他这种人 天生就是这种怪咖 上官五悠悠地说 如果你觉得 区区一个李文乐就能杀得了他 那你就错了 哼 李家养了那么多的供奉 怎么可能拿区区一个淋浴没有办法呢 宇公子笑了 李文乐虽然不是家族里面重要的人 但毕竟他也是李家人 他调动一两个供奉高手来杀一局 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赌一块钱 那几个高手拿不下淋浴 上官五笑了 只是让那张脸笑起来 有些怪异 是吗 那行 我跟你赌了 宇公子微微一笑 道 次日 凌晨四点 当林玉和陈云竹到达山顶的时候 距离日出的时间还早 而且 今天的天气不是太好 办公中 银鱼也有些阴云 我们今天起来得比较早了 林玉看了看时间 道 其实我们应该多睡一会儿的 而且还有阴云呢 陈云竹看了看半空中的阴云 她微微一笑 道 唉 天宫不作美啊 我断定 在日出的时候 这夜云层会散尽 林玉道 哼 为什么 陈云竹有些不解 因为你啊 林玉微微一笑 道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想在这里看一下日出 我感觉 老天一定会满足她的爱好的 那如果天气不变好呢 陈云竹笑道 不可能 林玉也要头 道 安心地等着吧 天色一定会好起来的 好 信你一次 陈云竹觉得 林玉这么胸有成竹 她说太阳会出来 那么太阳 就一定会出来的 另外 后面那位朋友 出来吧 你跟我这么久了 不累吗 林玉回头 想身后看了一眼 哼 果然是少年高手呀 随着身后一条人影闪过 一个背负着一把古针的人 走了过来 这是一个有些轻瘦的中年人 他身穿着一件长袍 戴着一个礼貌 就像是功夫上的 那两位顽情的高手一般 如果这家伙背上再背一把二胡 他一定是一位旧社会时 跑江湖的说书者 二位莫慌 我来这里只做一件事情 但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 我会圆你们看一下日出的梦 现在我可以弹奏一曲 为你们助兴 中年人微微一笑 他取过背后那一把古针 找了个地方放下 然后他盘膝坐下来 弹了一下琴音 江都琴师 林玉用询问的目光 看着这个男人 道 如果没错的话 你就是那位 闲音杀人的琴师 不错 是我 中年人调好了琴 他右手轻轻扶过琴弦 一股如行云流水一般的琴音 扶了过来 然后他微微一笑 道 你们继续看你们的日出 多谢 林玉点点头 然后拉着林玉 继续看他们的日出 天气一暴 今天是阴天 所以这个地方的日出 尽管很惊艳 但是今天早上 没有什么人来看 也只有林玉不相信这个邪 他觉得今天 太阳一定会出来 而且 他能看到最美的日出 林玉 他是 陈玉珠现在没有心情看日出 他感觉到身后那个人身上传来一阵阵的杀意 不用担心 林玉微微微一笑 道 他是一个弹鼓针的 他就是来跟我们两个弹琴一曲诸心的 林玉花音一落 琴师已经开始弹奏了 他试了一下琴音 然后双手如行云流水一般 在琴弹上拨了起来 琴声的节奏一声快过一声 赫然是一首十面埋伏 文文 你这样不合适吧 林玉皱起眉头 道 你就不能弹一首有柔情密一点的曲子吗 十面埋伏 不适合现在的场景 哦 抱歉 我喜欢这首曲子 我忘了这合适你们的场景 琴师双手按住琴弦 他微微一笑 道 那以林先生的意见 您是喜欢哪首曲子 高山流水吧 林玉呵呵笑道 此时 此景 此情 正适合这一首曲子 好 没问题 琴师微微点点头 他右手在琴弦上一拨 冰的一声响 一曲高山流水 千回百转 看 雾散了 云也散了 林玉遥遥向东方一指 只见东方泛起了鱼肚白 天地交接的地方 一轮火红正在燃燃地升起 朝霞四射 天地万物 如同镀上一层赤红色 这万里河山 变了色彩 好漂亮 陈云也散了 陈云主有些震撼的 看着东方 那一抹正在燃燃升起的太阳 他感叹道 看过的日出不少 但像今天这样的一次日出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真的好美啊 太阳怎么急得上人美呢 林玉看着陈云主 道 因为有美人相伴 所以朝霞 才会变得更漂亮 不是吗 你泡妹子的手法 真的很老套 就会柔情蜜语 陈云主忍不住 白了林玉遥 但他随即又笑道 不过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林玉走到了悬崖边缘处 他看着脚下缭绕的云雾 远处披着朝霞的帝都 一时间 不由得胸中豪情万丈 你看这片天地 林玉遥遥向远方一指 道 世界何其之道 人在这天地间 不过是小小的蝼蚁一般 但如果你付出足够努力 哪怕你是一只小小的蝼蚁 你也会被世人尊敬 总有一天 我要让这天 在我眼前不再高 这世间万物浸在我胸中 陈云主正正地看着林玉 在这一瞬间 他彻底被这个男人的霸气征服 那种天地万物 舍我其实的气势 不是每个男人都能拥有的 陈云主不自觉地伸出手 握住了林玉 他和林玉一起站在悬崖边缘处 看着远处燃燃升起的阳光 一时间 心中万念俱消 天地间仿佛只有两个人的心 紧紧地连在一起 看那天地日月 横静无眼 青山长河 世代连绵 你在我心中 从未离去 也从未改变 太阳燃燃升起 东方纳如蛋黄一般的球体 终于爆发出多么的光芒 这个世界在这瞬间 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一般 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 叮咚 琴师双手按在琴弦上 他的一曲高山流水 弹到此时 已经弹奏完毕 他抬起头看着林玉 道 好了 日出也看完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解决一下 我们之间的事情了 可以 林玉微微一笑 道 又是一位五到一重镜的高手 看你的修为 宝光外露 恋神反须 应该再差一点 就能达到先天五镜的境界 到时候便是超凡脱俗的存在 先天五镜 是每个舞者苦苦追求的境界 这是五到达到了极致 突破五到一重镜 便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先天五镜 达到先天五镜的舞者 受缘便可突破一百五 甚至两百岁 如果突破先五三镜 则是能达到五百岁 突破五镜 达到先到的修为 便可以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争辉 当然 很多境界 都只是传说中的境界 事实上 这世间无数舞者 能突破先天五镜的人数 寥寥无几 能达到先到境界的 更是凤毛麟角一般的存在 好眼力 秦师微微点点头 道 我看不透你的修为 在我看来 你的修为 是介于五到三重 与五到二重镜之间的修为 虽然有些诡异 但讲句实话 你这点修为在我眼前 不堪一击 一个五到一重镜的高手 对自己弱的人说这些话 这是很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吗 林玉笑呵呵地说 你的修为 已经有数十年停滞不前了 如果是其他人 达到你现在的境界 恐怕早就突破先五之境了 但是你迟迟突破不了 你没有想过 这是哪方面的原因吗 林玉笑道 这是什么原因 秦师的脸色瞬间变了 是的 他的修为 已经很久在这里停滞不前了 但是他认为 五到方面的突破 只能近人事 听天命 他努力过了 但是突破不了 这是天意 有些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林玉今天提起来 着实让他有些疑惑 那是因为你的心境 心理上的境界达不到 你自然就突破不了 林玉微微一笑 大 我打赌 如果没有奇遇 你哪怕再过二十年 也无法达到 先五境的修为 这不可能 秦师咬牙切实地看着林玉 他是一位 百年难得一见的舞蹈高手 三十岁达到五到一冲击 但接下来的十多年里 虽然他的修为没有精进 但是 他比大多数同龄人 舞蹈方面的造诣要高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林玉笑呵呵地说 舞蹈讲究的是一个心境 你的心境上不去 舞蹈自然就上不去 仅此而已 就这么简单 你的心境还停留在十多年前 你忘不了这个世界上的荣华 你舍弃不了你世俗的权利 争斗之心 所以你的舞蹈 突破不了 如果你的心境一直上不去 你的舞蹈就一直停滞不前 林玉笑呵呵地说 试问 你还有多少个二十年可以挥霍 只是可惜了 你这么一位天才 林玉 少说废话 我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 秦师突然笑了 他一只手轻轻地扶着秦弦 听着叮咚的琴声 他有些陶醉 拖延时间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林玉笑了 我身边没有一个舞蹈一重镜的高手 就算他们来 对于你这种真正的高手来 也是送死 与其那样 我们倒不如痛痛快快地站一场 也好让我知道 我与舞蹈一重镜的高手之间 到底有多大差别 林玉右手一伸 咻 寒光四射 伴随着一阵龙吟 残缺出现在他手中 他手中的残缺 遥遥向前一指 做好了战斗准备 林玉 陈云珠有些担忧地看着林玉 退遍去吧 打完之后 我们下山去吃早餐 林玉微微一笑 打 你是不是觉得 我打不过他 不是 陈云珠微微地咬呀头 他对林玉 有着近乎盲目的信任 虽然他知道 对方的修为 高出林玉不止一个档次 但是他还是相信 林玉能化解这一次危机 小姑娘 你还是躲远点吧 我是受人之托 要他向上人头 与你没有关系 秦氏淡淡地说 你小心 陈云珠微微点点头 他退开 然后在一边 看着林玉 当心了 突然 秦氏右手 在自己秦身上一击 然后双手抱起骨针 两侧有一个机关 他用双手一拉 只见一把骨针 瞬间化为一节圆圆的木桩 这木桩 有海腕的顽口一般粗 秦氏抱着手中的木桩 大喝一声 大不上前 手中的木桩 向林玉重重地砸了过来 这让林玉悚然一惊 本来想好的人设 轰然崩塌 他千料万料 没有想到秦氏 是这样和人打架的 这让林玉的心理落差太大 他想着这家伙 是民动江湖的高手 他的秦也很厉害 估计 他和人拼的时候 就是秦贤杀人 秦衣杀人的存在 再不计 也是内力满天飞的 那种高手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这家伙 居然是抱着木桩上来 和他玩近身肉搏的人 现实不允许林玉多想 秦氏虽然看起来 抱着一根粗大的木桩 但是他的动作 一点也不慢 他带起地下的尘土 如龙卷一般 向林玉冲了过来 这是一位真正的高手 他周身换身钢器 隐约可见 林玉觉得 要是被他这一木桩 给砸中 不死也得死 但是他不能退 因为他身后是悬崖 还有一个痴痴的 等着他一起回去 吃早餐的女人 咻 残缺骤然向前滑出 林玉身形变幻无常 他一步踏出 人影已经在树杖周外 他手中残缺白芒骤现 剑身泛起隐约的白芒 这是残缺的剑气 哄 一件一木桩系在一起 只是微微地一拼 林玉便感觉到 对方木桩中 那磅礴的钢器 叮 林玉感觉到右手一震 他的身形便被弹飞 他一借力 身体迅速旋转了起来 化了这股力道 然后 他身子向右微微一侧 树道残影突然出现 当他身形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闪身在对方的身后 携着残缺的右手 微微发抖 而且 他右手虎口已经受伤 一抹鲜血 从他虎口处躺下 顺着残缺 滴在地上 好强的钢器 林玉说 好强的剑气 秦师看着林玉 他的表情里出现了一丝王位 他呵呵笑道 不知道 你能接我几招 我也不知道 要不 我们试试 林玉咧嘴一笑 他右手一紧 握紧了残缺 将他真气全力催动下 残缺骤然崩了笔直 太玄心线 林玉手中残缺白芒骤现 迎着扑来的行尸 再次冲了过去 两道残影碰在一起 一团黄土 围着两人的身形 旋转而上 如同一道龙卷风一样 将两人的身形 卷在其中 两人的身形 在这道龙卷风中骤现 林玉右手一引 一道剑气骤然分开 化作树道白芒 向秦师斩去 这些白芒纵横交错 滑在秦师的护身钢器上 吃吃的剑气 如同电舌一般 在秦师的护身钢器上闪过 秦师身形一致 随即他一声沉喝 抱起手中的木桩 高高举过头顶 砰砰砰 对着林玉砸了三次 轰轰轰 地下坚硬的花钢岩 被漆得粉碎 一个大坑 出现在两人的跟前 这是山顶 山下 全是坚硬的花钢岩 就算你用电钻 也未必 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钻出个坑来 秦师击出三击之后 他迅速向前 右手的木桩 猛地向前一顶 向林玉的胸口击去 林玉残缺一横 横在胸前 轰 那一劲木桩 轰在林玉手中的剑上 林玉身形暴退 他的后背 重重地击在 后面的山体上 他胸口一致 一口鲜血 从嘴角里溢了出来 极了 区区这点修为 戒了我三招 居然还能立于 不败之地 秦师身形化作残影 迅速上前 他手中木桩 向前一送 同时喝道 不过没关系 你已经没有 再战斗的能力了 败了你 我现在就能 回去交差了 哪有那么容易 林玉冷笑了一声 他手中残缺一横 猛得一剑向前斩去 凝就了林玉 毕生力量的剑气 横斩而出 剑气很强大 强大的 即使秦师 也不得不暂避风吗 痴痴 伴随着 树生撕裂的声响 秦师的身上 已经多出了 数道剑伤 她的衣服 被林玉的剑气滑破 几抹烟红 出现在她的伤口上 虽然只是伤了皮肤 但这 让林玉吃惊不小 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身上的伤口 你居然能伤得了 我的护体刚起 抱歉 林玉脸色苍白 刚才秦师 拼了那几件 实际上 耗尽了她所有的力量 她笑道 把你的衣服弄破了 蝼蚁一般的人物 秦师怒了 作为五刀一重劲 巅峰的存在 她在这个世界上 少有敌手 但是她没有想到 一个年轻人 居然能把她逼得受伤 蝼蚁 也有求生的本能 林玉冷笑道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你想杀我 就没有那么容易 好一个倔强的少年啊 秦师怒急而笑 她喝了一声 整个人身形一闪 纵身上前 她对着林玉 高高举起 自己手中的木桩 林玉紧紧地 握着手中的残缺 尽管现在她 已经是强弩之末 但这并不代表 她没有再战之力 她在拼命地 凝聚自身的力量 来调动太拳心 她的太拳心 出现已经很久了 但是一直到现在 她还不能运转自如 她不清楚 这是什么情况 但是她觉得 只有拼命地压榨 自己的能力 才能让太拳心 运转自如 不管对方再强 竭尽全能 她相信 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因为太拳心 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 拟天的存在 木桩聚雷领域很近 只有数米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人影突然扑过来 正是陈云竹 她双手张开 挡在林玉的跟前 不许伤她 坚定的声音响起 木桩瞬间极致 强她的刚气 让陈云竹头发飞散 但是她丝毫无惧 她就那样坚定地 站在林玉的跟前 双臂张开 阻止对方伤害到林玉 对她来说 林玉就是她心中 最重要的人 哪怕是躺臂挡车 她都要尽自己 最大的力量 去保护她 哪怕 这个木桩 能让她撕得粉身碎骨 不要 走开 林玉悚然一惊 她快速地上前 将拦下陈云竹 这自杀式的行为 但她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陈云竹陷入的身体 像是一片落叶一般 被高高地抛起 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 秦师及时地指着了步 虽然她在陈云竹 冲出来的时候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收回钢器 但毕竟为时已晚 不过好在 大部分的钢器 都被她收回去了 陈云竹 陈云竹 林玉横抱起陈云竹 她私生叫道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说了 我会带你下去 我会和你一起吃早餐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只想 请自己最大一份努力 保护你 陈云竹 覆着林玉的脸庞 她两眼一黑 晕倒在地上 林玉颤抖着手 取出金针 在她身上行针 虽然最后秦师 收回了大部分的力道 但陈云竹 毕竟只是一个普通人 她受不了一个 五刀一重镜高手的 威莫之力 好在 她的心脉无碍 林玉为她行了针 护住她的心脉 抱歉 你不能走 当林玉抱起陈云竹 要下山的时候 秦师的声音 在她身后响了起来 陈云竹已经转醒 只是她脸上 没有半点血色 等我解决了 身后这个人 然后再来带你 向山行吗 林玉柔声道 嗯 放心 陈云竹 努力地点点头 她揽着林玉的脖子 深深地吻了上去 两久 她才松开林玉 你要安全把我带回去 所以 你必须安全地回来 我知道 我保证 安全地把你带回去 林玉点点头 她把陈云竹 轻轻地放到了一边 刚才的事情 是个意外 秦师盯着林玉 道 你也知道 有些时候 高手对阵 难免会发生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能掌控自己的力量的 对 没有人能顺程地 掌握自己的力量 但这并不是 你伤她的理由 林玉冷笑一声 她右手提了残缺 肃然道 如果你想打 我奉陪 而且你必须付出 刚才伤她的代价 恕我直言 现在的你 没有资格跟我说这些 秦师笑了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你现在能站在我跟前说话 我已经感觉 这是一个奇迹了 你会发现 在我身上的奇迹 不止这一点 林玉拼起残余的力量 冲击着自己 那沉寂的太旋星 一次 两次 三次 她努力地 想让太旋星 再次唤醒 只要太旋星唤醒 她就能和对方 有一战之力 虽然最好的结果 是两败俱伤 但她 总有办法 为她 陈云珠下山 林玉始终觉得 作为一个男人 她既然说到 那就一定要做到 但遗憾的是 对方这个 挥舞着巨大木桩的家伙 似乎不打算 给她这个机会 对方喝了一声 身形报警 然后再次举起 手上的木桩 向林玉砸来 林玉拼了一件 这一件 是拼尽了全力 但是 对于强弩之末的 林玉来说 这一件 几乎对秦师 没有一点阻挡力 砰 林玉的身体 被重重地 抛了出去 她迅速地站了起来 然后再举件 向秦师冲了过去 结果还是一样 也不知道 反反复复了多少次 林玉再次倒在地上 这一次 她终于无法再站起来了 而秦师 似乎是在戏弄林玉 她明明有 将林玉 一击必杀的能力的 但她偏偏就是 不杀林玉 一直到林玉 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我老板貌似 十分地恨你 秦师走到林玉的身边 看着再也无力 站起来的林玉 她有些怜悯地说 我不想杀人 但可惜 必须死 你真以为 你杀得了我 林玉笑了 她现在浑身都是血 秦师每一幕 撞击出去 她就要被击倒在地上 为什么杀不了你 秦师反问 她看着林玉 不由地笑了 你现在不过是一个临死的人罢了 你的力量 跟普通人比起来 的确厉害很多 但那也仅仅只是跟普通人比 稍微有点实力的人 就能打得你哭爹喊娘的 那你杀了我呀 林玉笑了 我不该和你这么多废话的 秦师举起手上的木桩 只要她这一木桩砸下去 林玉就必死无疑 你还在挣扎什么 秦师笑了 你的太旋心 正常的话只能使用一次 但是今天 你已经调动了不止一次 你以为真的还能调动你的太旋心 的确 林玉在进行了最后的努力 她在努力地调动自己的太旋心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放弃 哪怕是到最后的关头 体内的真气乱作一团 真气再也无法凝聚 而太旋心 现在如同一颗死机的心一般 一动不动 林玉闭上眼睛 她的眼前一片黑暗 真可怜 秦师严而投 她一目装 对着林玉的脑袋砸了下去 扑通一声 林玉倒在地上 她再也没有半点声息 林玉 林玉你醒醒 你说过你要亲自带我下山的 你是个男人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说 陈玉竹尖叫了起来 男人的话 有些时候是不能相信的 秦师巍巍的丫头 她看着陈玉竹 道 从一开始 她就是在塘壁挡车 她区区一个五到三重镜的存在 居然敢挑战我五到一重镜的巅峰 她的话 你听听就算了 你千万别当真 你杀了她 陈玉竹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地让人感觉到有些可怕 对 我杀了她 我杀了她 秦师咧嘴一笑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杀一个人 其实和杀死一只蝼蚁 没有一点区别 你以为你是谁 陈玉竹尖叫了起来 除非今天你杀了我 不死的话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找你报仇 一定会 是吗 秦师笑了 我叫秦师 故我的人是李文乐 我也算是李家的一位供奉 李家 李文乐 凌玉缓缓地站起来 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她几乎就像是一尊战神重生一般 凌玉 陈玉竹又惊又喜 她不敢相信这一切 她本来以为凌玉已经去了 而凌玉 刚刚也确确实实失去了知觉 只是拥有太玄心的人 又岂是那么容易死去的 她的一颗心在缓缓地跳动着 而刚开始的她 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一片死寂的黑暗 没有光 没有声音 没有色彩 就好像 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空一般 而她整个人 不停地在下坠着 无尽的虚空 不停地下坠 这会让人感受到 无尽的恐惧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篇金色的名文 出现在她脑海中 这篇名文 她并看不懂 但是 她确确实实 懂其中的意思 此文有名 便是重生 当凌玉再次站起来的时候 死期的泰拳星 已经被唤醒 她浑身上下 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她的境界 已经停滞很久了 也只有精力生与死 才能让一个人 快速地成长 真正地成长 你居然还活着 你居然还能站着 跟我说话 情势这一惊 可非同小可 她刚才的一击 到底用了多少力量 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但是 她从来没有想到 凌玉居然还能站起来 这已经超出 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她喃喃地说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为什么不能站起来 凌玉笑了 你觉得 拥有泰拳星的人 会是那么容易死吗 除此之外 我还要感谢你一下 真正地感谢你 如果不是这个阶段 如果不是这一次 你让我介于 生与死之间 我不可能进阶 我的泰拳星 也不可能运转自如 我的建议 不可能在上一个阶层 我倒差点忘了 你是一臣真人的弟子 秦师似乎是想起来了什么 他冷下了一声 你们鬼谷一门 精通一道 精通玄学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 让你的修为在这一瞬间暴涨吧 我差点被你唬过去了 秦师伟微微点点头 道 不错 很好 你制造出来的假象 让你拥有了五道一重镜一般的实力 但假的 就是假的 我不相信你能支持多久 那就来试试吧 林玉笑呵呵的说 我读你 接不下我的一切 哼 接不下你的一切 秦师怒急而笑 狂妄 我真的没见过 像你这么狂妄的人 当心了 秦师手中的木桩一横 他整个人 再次化作一道残影 向林玉的方向 奔了过来 林玉正在当场 一动也不动 他缓缓地 举起手中的剑 面对对方的来势汹汹 他似乎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面对越来越近的身形 他缓缓地 举起了手中的剑 手中的残缺 泛着白色的剑芒 他右手 向下重重一压 手有一剑 可长阴阳 庞大的剑气突然发出 白色的光滑 比起天空中的太阳 甚至还要夺目 秦师整个人 都冲进那片光滑之中 轰 刚气 剑气 在这一瞬间 向四面八方涌去 一剑过去 林玉便收起了残缺 他缓缓地 向陈云竹走去 然后在陈云竹 喜极而泣的神色中 他把陈云竹 缓缓地横抱起来 他抱着陈云竹 向前走去 关于身后的战果 他甚至连看一眼的兴趣 都没有了 秦师 还是呆呆地 站在当场 他手中的木桩 咔嚓一声 一道裂痕出现 这道裂痕出现之后 整个木桩 都碎裂而开 这秦 是秦师的武器 是一位十分厉害的 练气大师 用金丝楠木 打造成的一个机关 平时 可以作为古侦探 在战时 只要按下两侧的机构 秦 就会变成一个 类似于木桩一般的东西 但是现在 他的武器碎了 而且 他清楚地看到 琴弦也断了 秦师正正地 看着地上碎掉的琴弦 一时间 回不过来神 突然 他扑的一声 一口鲜血 仰天喷了起来 然后他扑通一声 单膝跪在地上 紧接着 扑扑扑树声响 他身上 泛起树的血花来 秦师双眼睁得大大的 或许他也没有想到 临死前 猎物居然会反扑 而他 却是死在 已经到手的猎物上了 他虽然睁着眼睛 但是双眼中的生机 在这瞬间耗尽 我果然还是输了 在另外一座孤峰上 宇公子 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他拿出一块钱 递给上官武 这么快就结束了 上官武也有些讶人 他断定这一次 灵御死不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居然会这么快地结束 是的 结束了 最后那一件 十分可怕 宇公子微微点点头 大 我们族里的一些长老 或许会有那样的实力 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像他这么一个年轻人 是怎么施展出来 这样的实力的 他的修为 清静了 上官武带着疑问 看样子似的 宇公子叹了一口气 到 本来 他已经落败了 但是他却来了个咸鱼翻身 你觉得 这是什么原因 哼 还有什么原因 上官武冷笑了一声 到 除了大阳金方 我想象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 能让他潜欲翻身 青阳单方 青阳单方 宇公子南南大 重复着这几个字 随即 他叹了一口气 到 之前苏老 把单方抄下来 送给庶民好友 而所有人都认为 他的单方平平无奇 那数百年来的传闻 应该只是传闻 那是谁又能想到 真正的单方 是真的能让人 起死回生的存在 你一点也不等心吗 上官武盯着宇公子 答 这次黄明轩不能出面 所以请来了你宇公子来助阵 并且给了你们无数的好处 但是你觉得 这些好处跟单方比起来 哪个更重要一些 上官武问道 于公子默然不语 但是在他心里 应该已经有了计较 他微微一笑 答 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以后再谈吧 行了 戏也看完了 现在我们也该下山了 抱着陈云竹 林玉一路走下山去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 有些晨练的人也已经起来了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 一个浑身上下都是血的男人 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两个人从云雾风上走了下来 看两人的样子 像是劫后余生的样子 但事实上 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 又有一种小幸福在他们的身上 大家都奇怪 在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两个人都弄成现在这副样子 我还以为我们这次回不来了呢 陈云竹脸上带着笑意 她心中有一种节后余生的感觉 的确 在山上面的时候 她真的以为自己回不来了 但是上天给了他们一次重生的机会 她觉得以后要更加珍惜这个机会了 我说过 我要带你回来的 林玉笑了笑 等 你是多么不相信我 才感觉我说到做不到的 刚才的情况 是有点吓人了 陈云竹的脸 现在还微微有些发白 知道吗 林玉 刚才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你起不来了 开玩笑 那叫我虽然厉害 但还没有到让我连山都下不来的地步 林玉微微一笑 到 听我一句话吧 千万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另外 你这次回去以后 得好好地养伤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毫无节制的工作 听到了没有 陈云竹乖巧地点点头 先去休息 然后再回去 我不该带你单独来这里的 林玉叹了一口气 到 不怪你 我倒有点庆幸 你带我来这里 陈云竹微微一笑 她揽着林玉的脖子 到 因为只有发生了今天的事情 我才能弄清楚 我自己在你的眼里 到底有多重要 傻瓜 林玉叹了一口气 她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她带着陈云竹离开了这里 你们今天遇袭了 雪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她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到 这不科学 陈总身边可疑的人 我都排查过了 而且我也对他们身边的人 进行一些调查 对她的情况 进行了一些了解 我觉得最近 没有人去找她的麻烦才是啊 因为我 林玉尴尴尬地说 严格来说 那人是冲我来的 就知道是你 你小子的仇家太多了 雪狼盯着林玉 他上上下下地 把林玉给打量了一遍 然后他有些疑惑地说 我怎么感觉 你与以前不太一样了 是吗 你觉得我哪点 与以前不一样了 林玉微微一震 说不上来的那种感觉 雪狼抽着眉头 打 就是觉得 你与以前不一样 而且我感觉你 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我静静了 林玉等 静静 你 现在你是什么静静 雪狼微微一愣 他看着林玉 打 了不起啊 年纪轻轻 就是五到二冲进的高手了 十一冲进 林玉说 我 靠 雪狼忍不住 抱了一句粗口 他盯着林玉 打 难怪我感觉你整个人 都与以前不一样了 感情是这个原因呢 二十多岁的五到一冲进高手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呀 雪狼佩服地看着林玉 打 以后出去 我可以尽情地吹牛逼了 我可以吹 我和一位年轻的舞蹈高手认识 别闹 这次真的很凶险 林玉叹了一口气 大 你是不知道 差一点 我就回不来了 这次他们派的人 是位真正的高手 你还没说 是谁派的呢 雪狼道 就算他们派来的高手 再厉害 可不还是被你给吊打了吗 我差点死了 林玉怒道 你知道 我是怎么听过来的吗 哼 怎么听过来的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雪狼颇有兴趣的 看着林玉 打 如果没错的话 有可能是金阳单方 林玉想了想 打 因为金阳单方的原因 所以这一次我挺过来了 不过这一次 真的是凶险 金阳单方的传说 居然是真的 能让人起死回生 雪狼愣了愣 他瞪着林玉 打 你说 这是真的吗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是真的 林玉苦笑了一声 打 当时我都失去意识了 但是一股极强的力量 让我醒了过来 而且修为暴涨 厉害了 雪狼有些羡慕的 看着林玉 打 多少人一辈子 达不到的高度 你打了个盹 就熬过来了 真的很厉害啊 好了 不扯这个了 回去以后 我得好好地研究研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玉叹了一口气 他微微地摇摇头 到 李文乐能找这样的高手 倒是有点出乎 我的意料之外啊 你一句话 我马上让那小子 在地图消失 雪狼拿起一把手术刀 挑着自己的手 打 只是可惜啊 你这个人不强硬 打 你不觉得打打杀杀的 这些事情 很没有意思吗 林玉笑了 他边笑边摇头 打 李文乐 迟早要找他算账 行了 我老板摸死行了 雪狼看了室内一眼 到 以后拜托你 在我老板出去玩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让我好提前给你探探路 千万不要再像这一次 一言不合就私奔 你以为你还是在江南的时候 这位陈大总裁 已经是众所周知 陈氏科技的总裁了 还跟江南的时候一样吗 雪狼有些无语 他越吐槽 越生气 万一我老板有什么损伤 你这不是砸我的招牌吗 要知道 华夏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定的国家 不像是国外一样 如果真的让自己的老板出了问题 那么同行就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 他们会说 在华夏这种安定的地方 我都保护不了一个人 我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 好好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现在 麻烦你闭上你的嘴 林玉无语地说 他没有想到 雪狼这家伙 居然会这么难缠 懂了 回去了 现在帝都 不知道有多少人 等着我老板回去了 现在先回去再说 雪狼笑了笑 经历了今天的这件事情 林玉也没有心情 在这里玩下去了 这可是在搏命的 所以他和雪狼一起 回到了帝都 回到帝都之后 他就直奔一鸣雪这里了 静静了 一鸣雪看着林玉 对于林玉连破两镜 达到五到一重镜的境界 他似乎是毫不意外 他依然弃着他的茶 是 这一次静静 我都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林玉皱眉道 我的修为 还达不到连跳两级的级别 可这一次让我有些意外 你还记得你之前的 六腑绝脉吧 一鸣雪道 当然记得六腑绝脉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六腑绝脉给我带来的痛苦 林玉微微一正 他脱口而出 难道我的静静 和六腑绝脉有关系吗 不能说有 也不能说没有 一鸣雪道 因为六腑绝脉的缘故 所以你必须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而且还有努力地修行 与六腑绝脉抗争的内心 这些都是作为潜力藏在你体内的 而你今天到了生死关头 所以这些潜力都以自信爆发了出来 这些才是你能突然抱起 静静两阶打败敌人的原因 可我当时觉得我快死了 林玉苦笑了一声 答 拥有太悬心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死 一鸣雪道 太悬心号称不死之心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太悬心 再加上你体内静阳单方的重生片 种种气急之下 这才是你静静的根本 好吧 我似乎是明白了 林玉微微点点头 其实一鸣雪说的话 她是似懂非懂的 但是她也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 她的太悬心 会体内的静阳单方 这才造成她反扑 不过有些机会就是奇遇 不是每一次遇到高手 都能够爆发出来的 现在你的麻烦还真多 一鸣雪照媒的 本来就有人 觊予你的静阳单方 你又招日了圈子里的人 他能派一位高手 就肯定能派第二位高手 暂时不会 林玉的 你以为那种五到一重镜的高手 李家有很多吗 现在死了一位 他们李家 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子 他们也不知道 要赔多少钱呢 现在李文乐家族的压力 都够他焦头烂额的了 他哪里还有时间顾及我 说得也对 一米酒微微点点头 到 不过 万事还是小心点 现在的九五城 不太平 行 我知道 我小心着呢 林玉站起来 他微微一笑 到 出去走走 不去 一鸣雪摇摇头 到 最近 不适合出去 为什么 林玉一正 有些事里 恐怕要找到这里了 一米雪皱着眉头 到 如果我被找到了 现在我还没有能力 去应付那些人 仙道中人 林玉一愣 是 一米雪点头 你怎么知道 他们要来了 林玉问 感觉出来的 一米雪想了想 到 仙道中人独有的感觉 而且这次来的 还是一位仙道 离玄境的人 什么是仙道 离玄境 林玉不解 五仙五六境到八境 是初入仙道 离玄境 是比 仙五八重境 更高一级别的人 你可以想想 对方到底有多恐怖 这么厉害 林玉倒抽一口冷气 她只知道 仙五境的极限境界 是八境 而从仙五六境开始 就是初入仙道 修为的人 仙五境的人 到底有多厉害 林玉心里有数 但是对于仙道众人来说 捏死仙天五境的人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没事的话 不要招惹他们 一米血道 你现在连仙五境都没有达到 和他们对上 简直就是蚂蚁一般 我知道 没事的话 我肯定不会招惹仙道众人的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如果遇到他们 我会小心翼翼地躲开的 如果对方想去踩死一只蚂蚁的话 你想躲 也躲不开 一米血微微一笑 道 不过他们那些人 是不可能追到蚂蚁的 所以你放心好了 就算是你遇到 他们也多半看不上你 这个 你收起来 一米血 递给林玉一枚戒指 这是干什么呢 林玉问 你可以把它 当做法器 一米血道 啊 法器 我二师兄研究过 这些都是传说上的东西了 林玉又惊又喜 这有什么作用呢 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你见到仙道中人 你会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遇到了就多远点 哦 好吧 林玉把戒指收了起来 不过以你说的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仙道中人 我不是吗 一米血问 你不一样 你是一个例外 林玉也儿头 他笑道 我是说 我不可能有机会 再遇到其他仙道中人了 那可不一定 一米血微微一笑 道 有些时候 人一生下来 你也就是注定的 所以有些时候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命运放不放过你的问题 一米血笑道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林玉有些诧异的 看着一米血 他不了解一米血说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 只是提醒你一下罢了 一米血微微一笑 道 没事 你可以回去了 我最近几天需要冥想 那好 需要什么就对我说 林玉点点头 其实 他挺想看看一米血 到底是怎么冥想的 那时一米血 已经下了逐客令 林玉只得无奈地走出去 夜已经深了 大街上空荡荡的 突然 林玉眼前相风一闪 有一条人影 出现在他眼前 林玉吃了一惊 以他现在的修为 是不可能发现不了这个人的 但是这个人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 掠到他的身边 人影一闪而过 紧接着 街道上又恢复了瓶颈 林玉不动声色地 向前走着 但是 他的太旋器 已经贴了起来 他在全身贯注地 盯着前方 突然 他心中一灵 然后他猛地回头 他的身后 一抹倩影一闪而过 而林玉清楚地发现 这条影子 是半透明的 这一次 这条影子 没有快速地离开 他似乎是诧异 林玉怎么能够看到他 林玉盯着前方 半透明的影子 借着灯光 他可以勉强地看出来 这是一个女人 一个衣饰 十分古怪的女人 他的衣着 绝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林玉也说不清楚 他穿的 到底是哪个朝代的衣服 素色的衣裙 绞好的面容 如果不是那半透明的感觉 看起来有些诡异 他走在路上 绝对会让人 感觉到惊艳一把 你能看得到我 对方看到林玉 见鬼似的表情 他缓缓地 向林玉走了过来 他的身体 也渐渐地凝微实体 只是 他身上刺在那股 先锋道骨 让林玉的心情 彻底地一沉 刚才一米雪 送他那枚戒指 划出微弱的光 而且 在林玉的胸口 微微颤动一下 这让林玉的心情 在这一瞬间 噎到了谷底 仙道众人 他的脑海里 只有这四个大字 他现在 甚至没有心情 欣赏这个女人的 亲世容颜 他只想说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女人的话 一点也不能相信 刚才一米雪 还信誓旦旦地说 他不可能轻易 遇到仙道众人 可是现在 他偏偏就遇到了一个 而且 还是一个看起来 不好惹的女人 在这一瞬间 林玉真的想掉头就跑 他只想说 他什么也没看到 他只是出现了幻觉 可惜 这个女人不给林玉机会 就在林玉 想要迈步离开的时候 一股精准的仙气 将他双足困住 他感觉身体一软 差点倒在地上 他甚至 连太玄星 也无法提起来 你 你好呀 既然逃不了 林玉只得 因着头皮面对 他回过头 露出了一幅 比哭还要难看的表情来 你好 这是你们这里人的 打仗后方式吗 女人向前迈了一步 她的身形在这瞬间 就好像是 金花水月一般的虚无 等她落步的时候 已经站在林玉的跟前 一抹幽香传来 林玉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女人 如同鬼魅一般 出现在自己的跟前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看着林玉 我叫 林 林 林玉急时地捂上嘴巴 她在想 她为什么要听 这个女人的话 她为什么 一定要回答她的话 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看着林玉的反应 她有些压然 因为她不知性的是 有人居然对她的话 有抗拒 林玉 随着那个女人的声音 微微地一抬高 林玉终于放弃了 她张口吐出了 自己的名字 但随即 她沉喝一声 然后她大汗淋漓 她就好像 是挣脱了什么东西一般 两久 她才抬起头 心有余悸地 看着这个女人 因为她发现 刚才那个女人 居然有控制心神的能力 林玉从来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有一个女人 居然能控制住 自己的心神 刚才在她的威压下 林玉甚至有些神志不清了 那个女人的话 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命令一般 不是一般人的 居然能从我的 射心阴魂中 反应过来 看到林玉这样的反应 这个女人 也是微微地 有些哑然 她笑呵呵地说 你们这里的人 已经和我 那个时代不同了 我刚来到 你们的世界 对你们这里的 一切不得 小女 玉玲珑 女人微微一笑 说出了一个 很好听的名字 也就在她微笑的一瞬间 林玉感觉 自己身上的压力 陡然一清 她心里清楚 是那个女人 收回了施展 在她身上的压力 否则的话 林玉不可能 感觉这么轻松 这就是仙道中人 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 不过 这个叫玉玲珑的女人 明显是压制了 自己的实力 因为仙道之间有约定 不能以仙道人的身份 介入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 仙道 有仙道的规则 玉玲珑现世 是为了寻找那个仙胎 但是仙道的约束 让她不能随意 到普通人的世界 所以 她只能压制自己的实力 你 你好 林玉定了定神 她让自己狂跳不已的心 安静了下来 她是除了一米雪之外 第一次见到其他的仙道中人 这让她一时半会儿 不知道怎么面对才好 你很怕我 玉玲珑笑也如花 只是她的笑意里 充斥着一丝 让林玉琢磨不透的杀鸡 你知道我的身份 她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在林玉看来 就好像是来自地狱一般 林玉正住了 两久 她才微微眼了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说 你是仙女吧 我觉得你很好看 在凡间 怎么可能会有 这么好看的女人 听到林玉这句恭维的话 玉玲珑笑得更欢了 这让林玉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她看着玉玲珑 心想只要是女人 不管是不是仙道中人 她们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经不起夸 平心而论 这个女人是十分漂亮的 而且她不仅仅限于漂亮 她身上那股出城的气息 是凡人所没有的 就凭你这句话 我今天也要送你一点见面礼 玉玲珑咯咯一笑 她右手一伸 一把剑出现在她手中 这正是林玉的残缺 看着自己的武器出现在对方手中 林玉的心中一惊 她右手在腰间一摸 却摸了个空 她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腰间的武器已经消失不见了 你是个武道中人吧 玉玲珑咯一抖 残缺骤然崩执 她右手试过剑锋 然后她思索了一下 到 你现在的境界 应该是凡尖武道 一成境吧 勉强算是吧 林玉的口中 吐出一句艰难的话来 哦 很弱的存在啊 玉玲珑微微眼儿头 然后道 这把剑 也是一般的残刺器 也不知道哪个脑残炼器 时段造出来的 林玉差一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她说 她的剑是残缺品 拜托 她这个年纪 达到五到一重近的境界 已经是这个世界上 最顶尖的奇才了 至于说 残缺只是残刺品 这就更让林玉不能淡定了 在兵器谱上 残缺好歹 也是前三十的存在啊 她曾经的主人 鬼谷一门的某位师祖 拿着一把残缺 可是打遍内江湖无敌手的呀 牵的材料不错 但品质差太远了 端造的时候 火候和水平都达不到 所以剑中的杂质太多了 玉玲珑道 只可惜 现在我身上没带零食 只能用天火将之重新翠裂 否则的话 品质能提升十件也不止 她说着 右手在剑柄上紧紧一握 只见残缺的剑身突然变红 一抹鸿芒 在残缺上骤然亮起 残缺的剑身 就好像被重新放入火炉中 熔炼一般 一块块黑色的杂质 从残缺上落了下来 这是玉玲珑口中的杂质 其实淋浴的残缺 是以千年寒云铁制成 材料自然是不错 但是因为材料熔点太高 所以里面的一些杂质 没有淬炼出来 但玉玲珑用天火重新熔炼 让煎的品质提升了不少 右手一致 残缺刺入了水泥地中 玉玲珑骤然回头 她咯咯笑道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玉玲珑 这次本来是来找仙胎的 只可惜我找了这么久 还是没找到 或许现在时机未到吧 我在你们这里 不能逗留太久 所以 下次等我出山之时 便是仙胎现世之日 仙胎 玉玲珍住了 她不敢置信地 看着玉玲珑消失的方向 她还记得一鸣雪说过 关于木犁的来历 木犁就是仙胎 她本来不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她也不可能活过16岁 她之所以活到现在 那是因为她父亲 自会先机为她续命 而她的存在 会招惹上一些麻烦 因为仙胎就是特殊的存在 这个女人是为了仙胎而来 那她的目标 莫非就是木犁 玉玲被自己这个想法给吓住了 她再次看了一眼 玉玲珑消失的方向 她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她不认为除了木犁之外 这个世界上 还有第二个人是仙胎 而这个女人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就很明确了 她是要来找到木犁 而仙胎最后的结果 就是被仙道修行之人炼化 不 不可能 玉玉咬牙切齿地说 我不会让木犁受到一点伤害她 我也不会让人将她炼成仙胎 现在让玉玉稍微安心的是 余玉玉会保护 此时没有什么结果 只是凌玉捏了一把汗 她找到了帝多 只差一点 她就能找到木铃 还好 藏天有眼 木铃没有被她发现 这也是万幸了 看着刺在地上的残缺 凌玉一把将残缺给戳了出来 随着一声龙吟 残缺仿佛是浴火重生一般 出现在凌玉的手中 现在的残缺 比起以前更薄 韧性更强 而且灵性更足 玉玲珑说的没错 经她守候的残缺 比起以前更加厉害 凌玉右手一挥 随意向前斩下 一声剑影 她手中的残缺 闪过了一道白蟒 凌玉跟前的一道栅栏 被七七切开 果然厉害了很多 凌玉正正地 看着残缺造成的破坏 她一时间呆住了 你是说 秦师死在凌玉手里 黄明轩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她的神色 越发越显得有些阴沉不定了起来 不错 玉公子 玉公子微微点点头 道 我亲眼看到的 错不了 可她的实力 差那个杀手十万八千里 李家的供奉中 那位高手 也是排得上名号的 本来 她已经败了 玉公子淡淡地说 但是那小子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咸鱼翻身了 不仅翻身了 而且 她在三剑之内 击败了秦师 而且看她的实力 应该是静静到五道一冲净了 什么时候五道一冲净的高手 这么不值钱了 玉公子笑了 她沉着脸 道 她淋浴 难不成 能连镜两镜 达到五道一冲净的地步 事实就是这样 如果你不相信 大可以找人去调查 玉公子手中的折扇一摇 行 我知道了 黄明轩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 看来 我放任了她的成长 这也证实 我们要找的东西 在她身上 更能证明 金阳丹方确实有着一些 我们想象不到的威力 玉公子道 那你还不想办法 夺回丹方 我请你们与世一族出山 不是为了让你研究敌人的 黄明轩到 时机不到 玉公子也儿童 到 那你告诉我 什么才是好时机 黄明轩的眉头一皱 到 时机到了 我自然会通知你 玉公子笑了 他摇着手中的折扇 转身离开 你怎么看 玉公子走了之后 黄明轩就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而现在 他身边能为他出谋划策的 也只有军师了 听起来 有些不可思议 军师遮着眉头 道 林玉以前的实力我知道 顶多是五到三重进巅峰 这个世界上 难道真的有人可以直接进两进 我也不相信 黄明轩笑了 但是 宇公子没有骗我们的必要 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青阳丹方 就在林玉的手中 而那丹方 有着起死回生的能力 也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对 军师点点头 道 看来 传闻多半是真的 可是 我们用什么方法 才能把金阳丹方 从林玉的手里夺过来呢 黄明轩皱着眉头 道 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 军师严肃地说 什么事情 那就是宇公子 也是出自古武士家的人 他知道林玉有那种逆天的丹方 谁也保不准 他一点也不会动心呢 军师的 与世一族的这点克制力还是有的 黄明轩微微一笑 大 换句话说 就算是他们没有 我也有办法 让他们不敢打丹方的主意 我觉得 黄少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好 军师的 宇公子的阴险狡诈 那可是出了名的 你说得对 有些事情 我们不得不防呀 黄明轩慎重了起来 他微微地点点头 这就是你东霖一品的生产线吗 周英和林玉一起走着 林玉今天带着他 到东霖一品 其中的一条生产基地 对 最先进的国际性生产线 林玉微微一笑 大 我的配方 本来是纯中药制剂的 但是因为中药的方子比较古老 所以导致口感 以及脉想不是太好 所以我母上大人 帮我从国际上 挖来数名化学制剂 合成专家 对原有的配方 经营了改良 所以现在 有了我们东霖一品 系列的产品 包装不行啊 周英拿起了一瓶样品 她看着绿色的包装 摇摇头 倒 这个 需要改进 呃 这包装不行吗 林玉有些诧异地看着 那还算不错的包装 她有些诧异 她觉得保健品 最注重的是效果 包装什么的是次要的 你错了 周英微微一笑 那 人考医装 这句话一点也没错 就好比现在的中秋月饼一样 有些价格标到了很高 但有些只有几块钱就能买到 这其中差别大吗 并不大 价格高的啊 就是卖相好 包装好 其实现在的中秋 月饼已经变味了 买的就是包装 是噱头 你这个包装啊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 劣质的老土产品 所以如果放到药店里啊 我保证 绝对不会有人碰的 另外 我需要知道 你的定价是怎么定的 周英回头 到 东霖一品的系列 我估算出来的成本价是六十 打算卖一百二 林玉到 一百二 周英的眉头 做得更深了 贵了 林玉微微一正 到 我们还没有算广告成本呢 这个价格 已经是很良心的了 太便宜了吧 周英的一句话 让林玉简直无言以对 什么样的人群 会费用保健品呢 周英的 第一 年纪偏大的老年人 第二 身体不好 但不想吃药的人群 第三 有钱人 而有钱人 是保健品的主要市场 周英微微一笑 打 太便宜了 他们会觉得 这上不了档次 如果你想做这些 必须一炮而红 走高端路线 那依你的想法 定价应该在多少 林玉文 之前你给我的资料 我大致看了一下 我把这些保健品归类 有补气一血的 有提精气神的 也有雇本培员的 更有一些是 爷年益寿的 而且 以你给我的资料上来看 这些保健品 是完全可以作为药用的 对 某种程度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林玉微微地点点头 那 多长时间见笑呢 周英的 最多一周 林玉笑的 这就是我们的保健品 最大的不同之处 不像是其他的保健品 只会忽悠你 要长期服用才有效果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只需要一周 那好 根据你的保健品作用 我分了几个级别的价格 从3888 到388的级别都有 而且 还要推出入门版 精装版 当然了 精装版的价格要更高一些 这样 会不会太贵了点 林玉的眉头一皱 我的哥 你的东西便宜了 会有人买吗 周英有些苦口婆心地说 你不要计算成本 你要把握住消费者的心理 我们的产品要多样化 在你推出的产品 有十多种 我们把这十多种产品 分为三个阶层 高中低档的都要有 而且 我们的重心 在中档产品上 周英的 为什么是在中档的产品上 林玉有些好奇地问他 那我问问你啊 平时你买药的话 药材你会买最贵的 还是最便宜的 周英问他 中间的 林玉说 不用太好 也不用太坏 没错 这就是大部分消费者的心理 周英畏畏一笑 营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要充分地把握消费者心理才行 只有那样 你才能让你的产品销量更好 想要很快地占据市场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另外 你想好了没有 请什么人代言啊 周英问 还没想好 林玉想了想 答 但是 我不想用小鲜肉 没错 不能用小鲜肉 周英点头答 现在小鲜肉的风品普遍不好 而且他们的粉丝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如果想代言这款产品 还是要找老一代的艺术家才行 我心中已经有人选了 你呢 林玉畏畏一笑 答 我也已经有人选了 我们的人选都是谁呢 周英淡淡的一笑 答 不是这样吧 我们把她的名字写下来 林玉答 看看我们的想法一样吧 好 没问题 周英微微一笑 她拿出了笔 写下了一个名字 然后把笔递给了林玉 林玉也写下了一个名字 两人探开了纸条 一看 两个人的纸条上 赫然都是李献忠三个字 英雄所见略同 两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位李老 年纪虽然大了 但是是一个老戏骨 而且拍过很多的抗战军组片 在屏幕上 是一个铁骨针针的英雄 把一片场走出来的人 有气场 能镇住场子 周英淡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林玉微微点点头 答 我们的效果 加上那位老爷子的影响力 一定能很快打开市场的 但问题是 那位老爷子从来不寄广告的 周英的 我们拿什么方法打动他呢 这个没问题 回头我去找他 林玉的 首先他不缺钱 周英提醒的 对于金钱攻不下的人 一般来说都是没有弱点的 相信我 林玉认真地说 只要是人 就一定会有弱点的 那位老爷子也是人 他一定有弱点 好吧 这点我相信你 周英微微点点头 他淡淡地一笑 答 这样的话就完美了 好了 回头我好好策划一些方案 第一招 我们必须要赢 是 第一招 我们必须赢 林玉微微地一笑 答 那就拜托你了 你既然选择了我 那就一定相信我 周英看着林玉 答 提前准备进宫宴吧 我要是打开市场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 百分之十的股份 你看如何 林玉答 你确定 周英吃了一惊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 看着林玉 他觉得林玉 一定是疯了 他仔细了解过 林玉产品的市场 为此 他做过很多功课 他清楚 这个潜在的市场 有多大 别知道 这其中有多少利益 可是林玉一上来 就是这么大手笔 他这是想干什么 我这个人 想来说话算话 林玉微微一笑 答 我说过给 就会给 我有点看不清 你的套路了 周英有些疑惑地 看着林玉 答 我们之间 只是正常的合作关系 以前是合作关系 以后不是了 林玉微微一笑 答 我就不能把你 绑到我的船上吗 求之不得 周英笑了 他双眼放光地 看着林玉 答 你放心吧 就冲着 百分之十的股份 广告营销的事情 交给我了 现在我马上回去 做一个最好的 营销方案来 我保证 你雷大商满意 周英说着 转身就走 真是一个 疯疯活活的女人 林玉看着周英的背影 她笑着点点头 你身边的女人 哪个不是 风风活活的 夏清雪 出现在林玉的背后 吃醋了 林玉哈哈大笑 等 这 谁又控制你的错啊 打你电话半天 没人接 所以 我只好来这儿了 夏清雪的 感觉你会在这里 果然没错 哦 有事吗 林玉问 李颖找过我了 说是要你出一趟诊 似乎是有什么 重要的人物生病了 没问题 她人在哪里 现在我继续找她 林玉点头的 她也不能耽搁了 因为既然是 李颖出马了 那么那位病人的身份 一定是非同小可的 帝都皇家医院 我送你过去 夏清雪 答 逼格挺高啊 林玉微微的一正 答 看样子 谁为负伤吧 林玉清楚 帝都皇家医院 是什么地方 这是真正的贵族医院 这医院 不是给普通的 平头老百姓开的 针对的 就是一些富豪 医院也是VIP制的 收费十分的高 当然 高收费 代表着高服务 这个地方 还深受一些 富商们的欢迎 因为里面的专家也好 医疗设施也好 都是最顶尖的 能出院在那医院里 而且李颖亲自来接 那说明这个人的身份 非同小可 把林玉送到了目的地 下心血 便开着车离开了 李颖一早 在门口等着林玉 看到林玉下车 她迎了过来 抱歉 久等了 手机帽子没电了 林玉笑的 今天来的这位病人 是什么身份 看起来挺厉害的 能住这里 因为富商 一直在东阳做生意 她的名字你也可听过 张国健 李颖的 哦 就是那位把企业 开到东阳 然后在那里 打拼出一片天地的 张国健 林玉的眉头一挑 的 有来头呀 可是我不听说 这家伙加入 东阳国籍了吗 是加入 东阳国籍了 但是现在 他得罪了东阳那边的人 在那边混不过去了 就把产业 转移回国了 李颖的 算是个二鬼子吧 林玉不屑地说 这种人 我是不会救的 但他手里有一份 秘密晚间 李颖的 是关于某个 芯片公司的一个 核心机密 你知道 张国健已经在东阳 是做代工厂的 你也清楚 在芯片方面 我们国家基础 不如那边 和那边闹翻之后 张国健就带这个东西 回国了 本来这家伙 做了这么多年的 二鬼子 现在回国 国家是不会 接到他的 他也清楚这一点 所以 只能立点工才行 他在东阳 得罪了什么人 林玉问他 难不成东阳 有人在追杀他吗 得罪的人来头不小 是东阳一些 不小的势力 李颖的 牵扯到一些 碎人的恩怨 所以这家伙 被人追杀 无内之下 他只好回国了 臣妾 林玉冷笑了一声 到 做出国门的时候 是何其的风光 现在在国外 混不下去了 他就巴巴地 夹着尾巴回来了 说话间 两人已经来到了一间 独立式的别墅式病房前 这间病房共两层 是一种欧式的建筑风格 林玉来到这里以后 就感觉这里的气氛 变得严肃了起来 病房的外面 站满了穿着黑色西装 戴着耳机的保镖 他们不时地 用耳机通着话 紧接着四处 林玉看得出来 这些保镖是分两拨的 其中有一拨人 应该是张国健自己的保镖 但有一拨 应该是特工 看得出来 高层对张国健 手里的东西 还是感兴趣的 经过一系列的盘查 林玉 总算是到了病房里面 在病房里面 他看到一个 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这家伙 就是张国健 他手里 提着一个保险箱 一把手铐 将他与保险箱之间 联系了起来 这家伙的神志 有些不是太清楚 他看到林玉进来 只是下意识地看了林玉一眼 然后本能地向后缩了缩 似乎是有点害怕陌生人 张先生不要害怕 这是我们请来的医生 一位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迎了上来 他向林玉伸出手 道 你好 林先生 我是来保护张先生的 我叫李强 你好 我是林玉 来给他看病 林玉和李强握了一下手 他看到李强右手虎口处 有一个悬子的纹身 林玉心中意里 这李强是玄道天部的人吧 看来张国健的安保级别不低呀 玄道天部的人都出动了 看样子 上面对这家伙手里的东西 有着足够的重视 林玉不认为 这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芯片 否则的话 惊动不了玄道天部 医生 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说我不舒服 你们听到没有 张国健一听说林玉是医生 他不由得怒了 他吼道 你们难道 一点不在意我的生死吗 如果我死了 我手里的东西 你们休养得到 张先生 我们不是请了 林医生给你看病了吗 李强努力地 让自己保持着微笑 这是他保护的对象 否则的话 他早就发火了 他跟着这家伙的几天 这祸成天唧唧歪歪的 本来就是做汉尖的料 但他现在一转身 反而成了保护的对象 这让李强有一些憋屈 让他去执行任务也好啊 别执行这么憋屈的任务呀 而且这家伙还拿自己当回事 把所有保护他的人员 当做了下人一样使唤 就他 他行吗 这么年轻没一个医生 他能治得了我的病吗 我告诉你 马上给我找来 你们国家最好的医生 否则的话 我 否则的话 你怎么样 林玉冷吓了一声 答 如果不是李老夫人有请 你这种拉结 我连李都懒得理会你一下 别口口声声 你们国家你们国家的 你要真有本事 就别来滑架 林玉淡淡地说 别太把自己当成回事了 一个汉奸而已 你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试试 张国健大怒 他站起来指着林玉吼道 你 只说了一个字 张国健便站不稳了 他扑通一声 又坐了回去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那样子 就跟一个牢病鬼 没有什么区别 活着吗 林玉冷吓了一声 答 我说真的 千万不要太把自己 当成回事了 你是不是觉得 你的病很特殊 一生气的话 你就喘不过来气 而且严重的话 会浑身僵脂 有种向下坠落的感觉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张国健有些意外的 看了林玉一 但是 他的呼吸更加粗重了起来 他双手按着自己的喉咙 看那样子 几乎快要死了一半 林先生 这家伙现在还不能死 死不了 顶多受些苦涂罢了 林玉冷冷地 瞥了这家伙一眼 然后他走上前 取出金针 片刻以后 张国健的呼吸 便变得正常了起来 半天 这家伙才回过神来 只是他看向林玉的目光 已经变了 他没有想到 林玉居然真的能让他 变得舒服起来 要知道 他以前发起病的时候 医生可是要忙活大半天的 可是他没有想到 林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能让他恢复 这对他来说 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你这不是病吧 林玉笑呵呵地说 某种病毒 嗯 刚出去的时候 东洋人简直是你的爹 现在 他们在你身上 做活体实验了吧 要不然 你他妈一辈子也想不起 你的国家是哪 你 你 你怎么知道 张国健的神色大变 我是医生 没有两码刷子 会被拍到这个场合来 林玉收起了金针 到 你体内的毒还没有清完 以后还会犯的 如果你想活 那就最好老实一点 治好我的病 多少钱你看下 张国健喝的 我真的纳闷了 对于你们这种人来说 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吗 林玉简直感觉到无语了 他真的没有见过 像张国健这样的人 他都快小命不保了 他还是这么固执地认为 钱是很重要 那你要什么 你说 张国健的呼吸粗重了起来 本来逃回国来 他就是抱着苟延残喘的态度 回来的 因为他清楚 他身上被人注射了什么东西 他也清楚 这些东西西医是不可能清楚得了的 所以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回国 想要试试中意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个对西医来说 十分厉害的病毒 对于中医来说 不过是一件小的 不能再小的事情 林玉治好了他的病 可以说 简直就是举手之劳 交出你手里的东西 林玉指了指 张国健一直抱在手里的东西 他淡淡地说 命都快没了 还死守这些东西干什么 你们不要打我这些东西的主意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治好我的病 我就毁了这些东西 我身上有特殊装置 只要你动一下 这里的东西就会毁 你们谁也不想得到 张国健紧紧地 抱着手中的保险箱 何必呢 林玉也儿童 他收起了自己的东西就要走 你 你要干什么 你要走吗 你还没治好我的病呢 张国健吃了一惊 我是能治好你的病 但是我为什么要给你治 林玉冷笑的 既然你这么固执 那就抱着这些东西去下地狱吧 另外 告诉你上级长官 就说这家伙的病我治不好 林玉的 自杂招牌又怎么样 一个汉奸而已 老子还不治好 林玉站着 你别走 你千万不要走 你救救我 你只要治好我的病 我手里的东西马上给你 你别走 张国健崩溃了 他怕死 他真的怕死 但是他手里的东西 就是他最后的筹码 所以 他不能把手里的东西交出去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是看病先附诊经的 林玉笑了笑 走 如果你觉得 这点诊经 比起你的命更重要的话 那就当我没有说过 你自便 不不 别走 张国健有些惊恐地说 林先生 李强上前道 他现在还不能死 你放心 他比谁都怕死 林玉淡淡地一笑 对付这种人 就得强硬一点 他回头看了张国健一眼 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不把握好这个机会 那就当我没有来过 你想死还是想活 二选一吧 这 张国健犹豫了 说真的 他真的不知道 该不该相信林玉 但是现在 林玉是他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外面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天色已经微微擦黑了 外面的灯光已经亮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医生打扮的人 走了过来 站住 干什么呢 一名保镖上前 伸手做出一个停走的姿势 但是那医生 好像没有看到保镖的手势一般 他非但没有停 反而向前走得更快了 站住 再不站住我们就开枪了 保镖当机立了一段 拔出了手枪 如果这家伙 敢再往前走 那他真的会开枪的 但是保镖的反应 还是慢了一拍 这家伙 突然迅速地向前奔去 同时 一跃而起 右手向前一扫 只见数枚三棱暗器 向前飞去 这些三棱暗器 是金刚制成 飞出去之后 又迅速回到 这名医生的手里 但是每一枚暗器 都要夺取一名保镖的生命 吃 一把暗器 向最后一名保镖的手腕 给齐腕划断 然后又有一枚暗器 正中那名保镖的眉心 这些在外围的保镖 不到一分钟 便被这人解决了 这医生戴着口罩 他的眼神很冷 冷得 让人感觉到稚气 他拔下最后那位 保镖眉心的暗器 然后大步向前走去 两手向两侧一伸 掐断了门内 两名保镖的脖子 然后他身形一闪 向前迅速跃去 他的身体 瞬间出现在半空 然后他双臂向前一震 数十枚银亮的暗器 自行向四面八方去 扑扑扑 客厅 二楼所有的保镖 全部倒在飞镖之下 这家伙 是天生的杀手 他沉默 从来不说一句废话 而且他行动起来 毫无声息 杀起人来 干净利索 没有一点生意 你考虑清楚了 林玉淡淡地说 再给你十秒钟的考虑时间 如果你不交出来 那我真的走了 林玉的花音刚落 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撞开 一个身穿白道刻的医生 右手猛地向前一甩 李强的身体一震 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林玉吃了一惊 他回头看时 只见李强的眉心 镶嵌着一枚暗器 而他还正做着拔枪的姿势 但可惜的是 他现在没有机会拔枪了 杀手走了进来 他默然地看了林玉一眼 然后走到李强的身边 神手把嵌在李强眉心的三棱暗器 给拔了下来 他的暗器上一点血也不沾 他右手一握 暗器便消失在他手中 你是医手 杀手用声音的话问了林玉 我是 林玉点点头 不要杀我 你不要杀我 张国剑仿佛像是见了鬼一般 他四声叫了起来 那声音跟杀猪没有什么区别 你背叛了我们的组织 杀手用声音的滑下话 道 背叛者 只有一个下场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张国剑除了这句话之外 他再也不会说别的话了 交出你手里的东西 杀手伸出了手 说出密码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诠释 不 你会杀了我的 你一定会杀了我的 张国剑紧紧地抱着手中的密码箱 他吼道 离我远点 否则的话 我就把这些资料一起同归于尽 你们划下有句话 叫做明晚不灵 杀手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他露出一副冰冷 几乎能杀死人的眼神 是你们先背心起义的 我轻轻绵绵地为你们工作 为你们卖命 可是到最后 我得到的是什么 我成了你们的试验品 张国剑突然激动了起来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因为我无意间知道你们的秘密吗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我说了 我会严守这个秘密的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为你们工作了这么多年 哪怕我是一条狗 也应该有点狗的尊严吧 张国剑说着说着 时声痛哭了起来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你想多了 凌鱼有些怜悯的 看着张国剑 他摇摇头 事实上 狗都比你活得有尊严 你还不如一条狗 真的 你是什么人 杀手哑然地看了一眼凌鱼 本来在他看来 凌鱼就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凌鱼现在 已经达到五到一重剑的修为 他的境界已经是收发自如 随心随性了 所以这家伙 看不出来凌鱼现在的修为 他只当凌鱼 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可惜 就是因为这个杀手太大意 马上把他给害了 医生啊 凌鱼笑了笑 等 我来这里是为他治病的 另外我看出来 他身体里面有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十分的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嗯 就是能改变人体的一些基因 造成血循环不畅 你们最终的目的 我不太清楚是什么 但就目前来说 你们的病毒是失败的 我说的对吗 你知道的太多了 杀手盯着凌鱼 就连李国剑 也用一副不可思议的目光盯着凌鱼 他当初撞破这个秘密的时候 他简直后悔得欲心欲死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自己会作死的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凌鱼笑了笑 你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 我救你一命 如何 你 救我 张国剑有些懵逼了 他看着这个来自东洋的杀手 又看了一眼凌鱼 他不知道凌鱼 这是在开哪个国家的玩笑 对 我救你 凌鱼一点头 道 怎么样 你 你 你熊妈 张国剑有些困惑了 踏去的凌鱼是疯子 一定是 这种情况 稍微正常一点的人 肯定转身就走出去了 但是他凌鱼 还敢在这里大包大揽 说能救他 这不是疯了吗 可为什么不行呢 再说 你现在有得选吗 林玉悠悠地说 十秒钟 想通了 就把箱子打开 扔给我 如果你想不通 那就当我没有说过 李国剑一咬牙 林玉给他的时候不多了 现实也不允许他考虑太多 他打开了密码箱 丢给了林玉 本来 小疯你一条生路的 那杀手面露杀机 他右手一伸 一连串的暗器 已经出现在他手中 他喝道 可惜 是你自己找死 杀手双臂一阵 他手中暗器漫天飞花 向林玉射去 这暗器 遍布四面八方 笼着了林玉所有的退路 这家伙有虐杀的倾向 他杀人的时候 喜欢把对手给撕成碎片 或许只有这样 他才能从中 找到杀人的快感 林玉笑了 他右手在腰间一抹 偌大的室内 在这瞬间 充满了白色的剑芒 这抹白色的剑芒 诸然放大 让人的眼睛都睁不开 只是一瞬间 剑芒便消失了 而那位来自东阳的杀手 呆呆地看着林玉 两酒 他双吸一软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然后一抹鲜血 从他身上躺了下来 把整个地板 都给染得阴红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张国健整个人 都有些懵逼了 他见识过这些东阳的杀手 也清楚 自己的精英保镖 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砍瓜切菜一般的简单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华下 一个小小的医生 居然有这样的实力 这让他感觉到震惊 两酒 他才闻到室内的血腥味 他的双吸一软 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做人要讲诚信 这东西我拿走了 如果上面有人问 你让他们找我就是了 林玉扬了扬手中的保险箱 然后转身离开 张国健呆呆地跪在地上 直到林玉消失 这家伙 这家伙才猛然惊醒 他急急忙忙地拿出手机 要去打电话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就这么简单 林玉把事情 跟天狼讲述了一遍 他端起了跟前的茶 喝了一小口 道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嗯 那东阳的身份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 是来自东阳的一个杀手组织 实力很强 这一次说我们大意了 我们不该用普通人来布访的 天狼巍巍地点点头 道 你看到张国健吓成那样 就应该知道 对方的实力不简单了 林玉淡淡地说 这一次 真的是你们 让你们自己的人去送死了 这些事情 本来是不该发生的 好了 把东西交出来吧 天狼道 林玉拿出了密码箱 里面的东西 完好地保存着 他把手中的密码箱 递给了天狼 道 这里面到底是墨儿 直到你们这么拼 玄道天不得出动了 还真的是不一般的 核心机密 你还是少问比较好 天狼接过林玉手中的密码箱 他想了想 道 这件事情注意保密 毕竟影响不好 行 我清楚了 林玉点点头 道 玄道天堂天堂的邀请 你真的不考虑一下 天狼看了林玉 道 我就不考虑了 林玉微微一笑 道 自由自在习惯了 现在被你们的规矩约束着 我恐怕会受不了 就这样吧 我先回去了 行 我也回去了 天狼提起了密码箱 他站了起来 周莹果然是一个 风风火火的人 他回去 奋战了一晚上之后 就把一个完美的策划方案 给策划了出来 他把那份几个机的方案 放在林玉的跟前 细细地 跟林玉讲起了一个上午 林玉认真地听着 周莹的方案很新颖 推广计划 包装计划 营销手段 都是他前所未闻的 他觉得这一次 真的找对了人 你有没有认真地听我说话 周莹放下了手上的激光笔 小莹莹能问的 在听 一直都在听 很认真的在听 林玉一点头 到 你的方案很新颖 我觉得 把这个营销方案交给你 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这么快就恭维我了 周莹笑了笑 到 等出了效果以后再夸我 也不迟 真的 发自内心的 林玉认真地说 我一点也不会恭维别人 那就是说 你认可我的方案了 周莹微微一笑 到 认可了 林玉点点头 到 那就好 我一晚上的方案 没白费 周莹哈哈大笑 她把手上的东西一扔 到 跟你讲了这么晚 不打算请我吃点 或者喝点东西 这个是必须的 你要吃什么 或者喝什么 林玉微微微一笑 到 喝点咖啡吧 我晚上不喝一点的话 根本睡不着觉 周莹想了想 到 咖啡这玩意儿 不应该是提神的吗 林玉感觉到有些差异 不喝咖啡睡不着觉 这是什么逻辑 那你就当我跟别人不一样 那你就当我跟别人不一样吧 周莹哥哥一笑 答 当一件事情养成习惯的时候 你是改不了的 就比如 我每天晚上不喝咖啡 睡不着觉 就是这个道理 十多年的习惯了 改不了 你才二十多岁 林玉皱眉道 但是为什么我从你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沧桑感 人不老 新老 周莹道 走吧 前面有一家咖啡馆 刚好是我最喜欢的连锁品牌 现在这个店啊 应该还没有关门 是 我请 林玉微微一笑 她站了起来 要了两杯咖啡 周莹慢慢地搅动着手中的咖啡 其实 她只要了一杯纯咖啡 没放奶 也没放糖 她只是一点一点地喝着 这些事情对她来说 似乎是一种享受 你这样喝 不嫌苦吗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不放糖 也不放奶 不啊 我就喜欢喝这种原味的 周莹微微一笑 道 而且 我觉得晚上的时候 一个人静静地喝一杯咖啡 也算是一种生活享受 那我现在是不是已经 打扰到你的享受了 林玉苦笑了一声 道 不是啊 周莹也儿头 道 和人在一起的时候 心情我不一样 现在 我的心情很好 那一个人的时候 心情不是太好 林玉尝试了一下身边的咖啡 她不经常喝 在她看来 这玩意儿是没有差的 都是带着一股焦苦味 那也不一定啊 分时间的 周莹的手机响了一下 她看了一下来电显示 便把手机来电给挂断了 然后调成了静音 有事儿 如果有的话 我现在送你回去 林玉的 不 没事 周莹笑了笑 道 我小姨现在 一直在吃女中药 现在她身体 比以前好多了 她的问题 讲究她是心境了 林玉淡淡地一笑 道 如果她的心境好 她会跟正常人一样 如果她的心境不好 有一关 她可能会挺不过去 她现在心境挺好的 周莹想了想 她现在 基本上不出门 没事的时候 再加养养花 逗逗佛经 心境方面 应该是没有问题 按照你现在的话来说 她的心境 是没有问题的 林玉点点头 答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 因为谁都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我知道了 周莹微微点点头 答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好奇 关于你小姨身上 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 或者说 秘密 林玉问她 这个 我还真不太清楚 周莹微微 摇摇头 答 关于她 是有些过去的故事的 但是她不愿意讲 我也不能强迫问啊 这就是正结所在 林玉遇到 七情所上的正结 如果有机会 我建议你还是想办法问出来 因为这对她病情有帮助 好 我尽量 周莹微微点点头 她的心里 已经有了计较 莹莹 就在这个时候 咖啡厅的门一开 江南走了进来 她看着周莹 大 刚才打你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啊 哦 我和林先生在谈一些事情 所以不方便接电话 周莹大 你怎么来了 顾及着你的爱好 所以想请你喝一杯咖啡 但是现在看来 不用了 江南看着林玉 林玉明显感觉到 她脸上带着一丝敌意 哦 没事的话 你先回去吧 我和林先生 还有些事情要谈 周莹的 江南不说话了 她用一副复杂的表情 看着周莹 林玉清楚地感觉到 她的耐心 在慢慢地耗尽 而且 她身上有一股戾气 即将要爆发 她不说话 不代表没事 有情绪就要发泄出来 不然的话 会伤身体的 林玉喝了一口咖啡 她淡淡地说 你还年轻 别伤身体就不好了 行啊 现在一口一个林先生 江南冷笑了一声 她终于爆发出来了 她指着林玉 道 我不明白 这个姓林的到底哪点好 到底给了你什么 能让你对她这样好 江南 你在说什么 周莹一证 我在说什么 你明白 江南盯着周莹 道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难道我心里想什么 你一点也不明白吗 周莹 你告诉我 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这个男人 江南指着林玉 道 你告诉我哪点不如她 我敢 你疯了吧 周莹有些愤怒 我看疯的人是你才对 江南沉身鹤道 自从这个林玉出现之后 你就变了 你整个人都变了 你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到她身上了 天使会是我们几个打下来的江山 为什么要让她来管理 江南鹤道 凭什么 就凭她是丘陵两家的太子爷吗 江南 你到底在说什么 周莹怒了 她站起来 冷冷地说 我做的每个决定 都有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不清楚 我可以慢慢地解释给你听 但是现在 请你不要在这发疯好吗 我们现在是合伙人 是自己人 合伙人 自己人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我们几个人 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江南冷笑了一声 道 你是怕我们自己 保持不了天使会吗 别拿这个当做借口 天使会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经历过的难关 一点也不比现在少 那时候没有人看好我们 几乎没有任何人支持我们 可是我们不还都 紧下来了吗 当时那么难的情况 我们都紧下来了 为什么现在你为了一个 并没有出现问题 说我们应该有危机感 江南怒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 我们现在面临的事情 是什么吗 周莹强压着凶政的怒火 她冷冷地说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我傻 对 我是傻子 江南怒急而笑 她吼道 她吼道 我可以为了一个女人 默默付出很多年 我可以跟在她身边 任劳任月 但是我却不知道 我比不上一个 金城两大世家的太子爷 你在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我是一个贪恋富贵的女人吗 周莹的声音 陡然提高 江南 不要四足多情了好吗 上次我对你说的 难道还不清楚吗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朋友 你不懂吗 你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是吗 你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说吗 周莹冷冷地说 够了 你说这些话 我不想听 江南喝道 她转身盯着林玉 道 林玉 我要和你决斗 你为什么要和我决斗 林玉有些莫名其妙 她也感觉到自己很无辜 她和周莹 本来就没有什么 而且 这是江南和周莹之间的事情 现在战火 却烧到她这里来了 这让她感觉到有些淡疼 谁输了 离开周莹 江南冷冷地说 你说离开 是几个意思 林玉皱眉道 我想你真的误会了 我和周小姐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 让你产生了误会 那我抱歉 但我们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 而且我觉得 感情的事情不是勉强来的 周小姐可能以前 让你误会她对你有好感 这件事情是她的不对 但如果一个人不去努力 想要追到心仪的女孩子的话 那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林玉微微一笑 倒 而且我觉得 周小姐貌似对你 没有什么感觉 哪怕就算是我不出来 还会有另外一个男人出来的 林玉说着 站起来 倒 人呢 要懂得廉耻 要有伤尽心 只有这样 她才能锁住一个女人的心 我这样说 不知道你是否明白吗 少跟我说这么的废话 我就问你敢不敢 江南冷冷地盯着林玉 倒 如果你不敢 就趁早认输 我为什么要跟你绝脱啊 林玉感觉到有些无奈 她摇摇头 倒 你以为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是拿着大刀长矛解决恩怨的时代吗 绝脱什么的 最弱智了 小学生玩的东西 现在你还能玩得津津乐道的 林玉笑了 天使会 有你这种人的存在 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清灵大 你不敢 江南笑了 她用一副鄙夷的目光 看着林玉 道 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 你表面是很牛逼哄哄的 但事实上 你就是一个不堪一切的懦夫 随便你怎么说吧 林玉站起来 她淡淡地说 我这种人 是想道理的人 但是我与疯狗不讲道理 因为狗咬了我一口 我就没有必要回去再咬它一口 毕竟它是疯狗 你说谁是疯狗 江南大怒 她大不上前 伸手就向林玉的衣领处抓去 她发誓 她要让林玉尝一尝被揍的滋味 江南并不是病机 相反 她喜欢健身 她在健身房里 练就了一身的肌肉 虽然这家伙打架的技巧一般 但是 她这一身肌肉 让她力气出奇地大 对付普通人 一对一 江南几乎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对上林玉 她简直就是一个 刚学会走路的小娃娃 和一个大汉摔跤一般 普通 她被林玉重重地甩了出去 顺便 还砸烂了餐厅里面的一张茶几 她滚落在地上 痛苦地扭曲了起来 先生 有什么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动手啊 服务员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 看到这种情景 她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 这是咖啡馆 不是酒吧 不像是酒吧那种 经常能看到 一言不合就开干的人 所以 她不知道怎么才好 现在 她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报警 我们两个在切磋 你放心吧 打回的东西 我照价赔偿 林玉淡淡地说 这是玉星付的钱 如果不够再补 多了算你的 周英拿出了一大碟钞票 放在桌子上 打发了服务员 江南艰难地 从地上站起来 她咬牙切齿地看着林玉 她觉得刚才自己 一定是大意了 否则的话 林玉不可能这么轻易地 就把她给摔开 你想继续吗 林玉弹了弹身上的灰尘 她微微一笑 道 如果你想继续的话 我奉陪 刚才是我大意了 江南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她活动了一下关节 然后喝了一声 再次向林玉冲了过来 这一次 她施展出一个擒拿手 这个擒拿手 是她从部队里 朋友那里学来的 十分实用 制住人的双手 让对方 根本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 可惜 她这擒拿手 对林玉来说 还是有点太小儿科了 她再一次 被重重地甩了出去 这一次 比上一次甩得更远 江南受的伤更重 她趴在地上 一言不发 半天 才缓过神来 不过 这家伙的意志力很强 虽然她浑身上下的骨头 像是全断了一样的疼 但她 还是艰难地站了起来 再来 江南大喝一声 她继续向林玉冲了过去 回应她的 还是轻描淡写一般地摔 江南再一次 向外倒飞出去 这一次 她飞得更远 跌得更远 也不知道 会摔了多少次 江南终于 站不起来了 她像是一头 被困住的野兽一般 趴在地上 呼呼地喘着粗气 而在她身边不远处 林玉像是没事人似的 站在那里 结束了 林玉笑了笑 她对周莹说 你这位朋友 是该好好劝劝了 好了 我先走了 你和她沟通好了 好的 我会沟通好的 周莹微微点点头 疼吗 林玉走了之后 周莹拿出一条手帕 轻轻试着江南 额上的汗珠 林玉并没有下死手 否则的话 江南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林玉只是单纯地 把江南给摔开 但尽管是这样 江南还是感觉 浑身上下的骨头 像是被打断了一般的疼痛 江南突然紧紧地抓住周莹的手 他努力地抬起头 看着周莹 嘴角挤出一抹强笑 到 你还是关心我的 对吗 你是我朋友 周莹的 一起创业的朋友 现在看到你这样 我做着一点关心 难道不应该吗 不 你心里有我 江南也儿童 他固执地说 杨杨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我们从来没有开始过 谈什么重新开始啊 周莹也儿童 大 江南 真的 有些时候 你是自己想太多了 我们之间只是单纯的朋友罢了 或许我们都是同样的命运 或许我们的命运中 充满了波折 所以这成了把我们捆在一起的理由 我们共同努力过 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过 但这并不代表我对你有什么感觉 周莹也儿童 你放弃吧 真的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重新开始的 你骗人 你在骗人 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 你为什么不离开 如果你对我没有感觉 那你为什么会关心我 我的死活 又与你何干 江南吼动 哪怕是一个毫不相识的路人 他躺在地上 我也会出于好奇心 而上前关心一下 周莹努力地 挣脱了江南的手 救护车我已经叫了 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这样 否则的话 朋友也没得做 而且 我和林玉 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像是我们五个人 当初聚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周莹的 江南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天使会 你懂吗 天使会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多一个林玉进来 江南不服 不 你只看到天使会表面上的假象 你没有注意到天使会 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周莹努力地 到 如果天使会 没有一个强劲有力的人 做后盾的话 他会很快消亡的 真的 林玉是最合适的人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个帝国 所以他现在需要盟友 需要朋友 需要合伙人 我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天使会 周莹的 直到现在 你还是在跟我说这些 没有几点用处的废话 江南愤怒地吼道 行不信随你 周莹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他转身向前走去 他走出去几步之后 他又道 你这样执迷不悟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真的不回头了吗 江南愤愤地盯着周莹的背影 道 救护车 我已经帮你叫了 周莹的脚步 顿了一下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 他继续向前走去 我要退出电视会 江南盯着周莹的背影 吼道 周莹终于停住了脚步 江南不由得一阵窃喜 周莹能有这样的反应 那他觉得 在周莹的眼里 他还是比较重要的 但周莹接下来的话 让他如坠冰窖 周莹头也不会 他淡淡地说 如果这是你的决定 那么 我尊重你的决定 只说了这一句 周莹便离开了 从始至终 他始终没有回过头 周莹 江南愤怒地吼了起来 但回应他的 只有对方高跟鞋 才在地上的声音 他走得那么决绝 甚至连头 也不曾回过一下 一日晚上 天使会 这个私人制的会所 晚上才是最热闹的地方 虽然天使会 在灯红九六的帝都 算不上什么高端的场所 但是他代表的含义 却是其他会所不能比的 因为这里代表的 是身份的象征 也是人脉的象征 天使会的核心成员 每个一段时间 会开一次会 会议上 各核心成员 将会对天使会的未来发展 做出一些讨论与规划 但大多时候 是五位核心成员 聚在一起 聊天 联络感情的地方 因为五个人 有着相同的命运 他们不受家族的待见 所以他们的感情 其实情同亲兄弟的 不过 今天的会议内容 也有些沉闷 因为在核心会议上 多了一个人 也少了一个人 多的一个人 自然是灵狱 少的那个人 则是江南 江南在天使会的地位 与周寅相当 因为他脑子转得很快 很具有领导的能力 他的影响力 在天使会 不输于周寅 所以少了他 对于天使会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更重要的是 江南是因为 林玉才退出天使会的 林玉 我想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帝都的一千 圈子里大名鼎鼎的任务 周寅笑道 今天 林玉正式加入我们天使会 从此以后 他就是我们核心成员之一了 各位好 林玉笑呵呵地说 出来抓到 好多不懂的地方 希望各位兄弟们 多多照顾 林玉说完这句话之后 现场没有一点反应 除了周寅之外的 其他三个人 要么就是坐在那里玩手机 要么 就是盯着自己眼前的杯子 有一位干脆 拿起了指甲剪 修剪起了指甲 仿佛林玉 不存在他们几个人的 眼前一样 气氛有些尴尬了起来 周寅暗自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 因为他和江南的立场不一样 所以导致了天使会 现在有四分五裂的感觉 而江南 干脆退出了天使会 天使会的五个人 情统手足 现在手足少了一个人 想要回到以前的样子 肯定有些不现实 他不由地看了林玉一眼 这些人是他的兄弟 不是他的手下 他也没有办法 逼着这些人去接受林玉 而想让他们接受林玉 那只有看林玉自己的能力了 过去的半个月里 天使会发展得不错 又加入几位新的 有分量的会员 人脉网又进不扩大 我们 周寅想先总结一下 过去半个月的发展 但是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直在闷头玩手机的李刚 便站了起来 周总 在开总结会之前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一下 嗯 你说 周云知道会有这么一处 他停下了讲话 看着李刚 我想知道 江南为什么会退回 李刚红着眼睛 他盯着周云 道 天使会创立的时间并不长 可以说 有今天的成就 是大家拿命拼出来的 江南是我们的兄弟 更是天使会的元老 可以说如果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天使会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他会退回 你很想知道吗 周云拿上手里的东西 对 我想知道 李刚点点头 道 我想这不仅仅是我想知道 在所的各位都想知道吧 因为他有些理念跟我不合 所以他退回 北有发展 我已经按照现在的市价 把他之前的股份折现给他 现在 他在天使会所持有的股份 由林玉持有 你疯了吧 周云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了 周云和江南 是最早弄出天使会的 两个人所占的股份最多 可以说 70%的股份 都是由周云和江南所占 所以两人的股份 在天使会里持平 现在等于说 林玉这个后来者 和天使会的元老 是一个级别的 这让所有人 都有些不服气 他们不服气 为什么一个人 能来吃县城的 我没服 这是江南的决定 周云道 这是他的决定 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 杨波冷笑了一声 道 我了解江南 我清楚他的性格 他比任何人都要重感情 天使会对他来说 就跟他家一样 他会轻易地退会 而且周云 你比我们更清楚 他要的并不是那点股份 他想要的 你知道 杨波盯着周云 他有牙切齿地说 是你逼走了他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周云淡淡地说 我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为了天使会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 不要逼我 逼你 谁敢逼你 一直在悠闲 捡自己之下的李扬 一扬怪气地说 你是谁 你可是周总 我们天使会的大老板 我们怎么敢逼你 如果我们逼你 说不定下一个退会的人 就是我们了 周云沉默了 这一群人 他是当做兄弟 亲人的 因为大家有着 共同的命运 也因为 大家在一起努力过 拼搏过 现在发生这一幕 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虽然他清楚 随着天使会的发展 大家的心 肯定没有以前的气 这样的局面 迟早要发生的 但是他却不知道 这一天居然来得这么快 如果我有做的 不对的地方 大家提出来 我道歉 周云站起来 他对着在场的人 微微一躬 道 江南的走 我也很同心 但是他有他的决定 这个 我无全干涉 周云扫尸了一周 道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你们无非是想说 我明知道江南喜欢我 而我却不接受他 但是 我把各位当作兄弟 当作朋友 甚至是亲人 我对他 没有感觉 有的只是单纯的 朋友之间的关系 感情的事情 我始终不认为能勉强 那他呢 周云的话 让在场的人一阵沉默 终于 李刚指着林玉 你和他 又是什么关系 朋友 盟友 一直按着脑袋 不说话的林玉 终于抬起了头 他微微一笑 道 相信随着我们的关系 不断深入 不断地发展 我和他一样 会成为亲人 兄弟 你不能 李阳盯着林玉 他冷冷地说 你代替不了江南 目前代替不了 但未来 不一定不能代替 林玉微微一笑 道 江南的离开 跟我真的没有 多大关系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我都只能这样说 而且我今天 给大家带了一份礼物 林玉微微一笑 道 这份礼物 我想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别这么说 我们大家 还不是台书 李刚不冷不热地说 送礼物就免了吧 我们不缺什么礼物 各位也不是缺钱的人 我送一般的礼物 大家不一定会喜欢 林玉微微微一笑 道 但是 如果我说我送的礼物 就是让各位成为 你们自己家族的接班人 不知道这个礼物 大家可否喜欢 室内的气氛 在这一瞬间沉闷了起来 所有人的瞳孔 都不由自主地一缩 他们看向林玉的目光 已经有些变了 你再跟我们开玩笑吧 梁九 李刚才看着林玉 道 我们的家族 虽然都只是一些三流世家 但是掌权者的位置 都是已经内定了的 其实你一句话 就能改变得了的 况且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不会是家族的私生子罢了 即使是我们创立了天使会 即使是我们在家族的地位 有所提升 但我们终究还是私生子而已 我的身份 跟你们又有何不同 林玉扫尸了一周 道 你们是私生子 但至少 你们从小在家族里面长大 我呢 山野道观里 师父救下了我 林玉笑了笑 他笑得有些苦涩 而且帝都的两大商业世家 邱家 林家 似乎都不怎么买我的账 可是现在呢 我掌控邱林两家所有的资源 你们真的认为 我这是靠的运气吗 三人面面相去 林玉的话 让他们陷入了沉思 是啊 林玉在来帝都之前 他似乎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两大家族 都不认得野孩子罢了 但是 他在帝都才混了多久 现在就能让邱林两家 去承认他的身份 并且把大权都交给了他 你是你 我们是我们 杨伯不确定地说 你家的情况 和我们家的情况 还是不一样的 我想知道有什么不一样 林玉回过头 看着杨伯 道 难道我来帝都的时候 情况比你们现在要好吗 杨伯不说话了 他有些沉默 片刻后 他抬起头 看了另外两个人意义 另外两个人也是微微地 向他点点头 那好 想要加入天使会 要证明你的实力才行 杨伯点点头 道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相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林玉微微一笑 道 各位 拭目以待吧 散会了以后 周莹叹了一口气 他端着自己跟前那杯茶水 喝了一口 有心事 林玉微微一笑 道 你能做到吗 周莹看着林玉 道 你相信我的话 我就能做到 林玉淡淡地说 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那我也无话可说 不 我不是不相信你 周莹叹而逃 道 从你来帝都以后 我一直都在注意着你 你这一路走来 并不是靠运气的 我知道你有实力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费尽心机地 把你拉到天使会了 周莹笑了笑 他笑得有些苦涩 这些人 是我的朋友 兄弟 我们一同创立了天使会 所以我不想看到 四分五力的局面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林玉点点头 我尽我的努力 让他们满意 但是人心隔肚皮 他们自己的行为 决定了以后 分不分离天使会 你觉得 他们会吗 周莹道 当局整迷 我和他们关系太近了 所以我不知道 他们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林玉不说话 他看了看 李刚所在的位置 然后 在他刚刚坐下的桌子下面 摸了一把 只见一个小小的仪器 被林玉摸了出来 周莹微微一惊 他盯着那个仪器 以他的经验 他已经不难看出来 这是一个窃听器 而这个窃听器 是从李刚刚才的座位上 摸出来的 这足以说明什么了 走吧 我们出去喝点酒吧 林玉笑了笑 他把窃听器 放回了原处 然后和周莹 一起早了出去 周莹的心里面 有一些苦闷 她不停地在喝酒 是的 她把天使会里 所有的人都当兄弟 当做亲人 但是这些人的行为 却让她有些心寒 我想不用我都说了吧 林玉淡淡地说 你的那帮兄弟 到底怎么样 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周莹灌了一杯酒 她有些痛苦地说 那要看你想让天使会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林玉当 你可以解散他 或者说交给那些人 当然 前提是你对那些人心思手软 我不想让天使会 变得四分五裂 周莹的 我也不想把任何人 赶出天使会 但是他们的做法 让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只是一个窃听器而已 这并不能证明 他们就会背叛你 林玉当 我会兑现我的诺言 我会助他们登上 他们自己家族的掌权者位置 但是他们对于我 对于天使会 不能有一点异心 否则的话 我把他们捧多高 他们就会被摔多惨 林玉当 你早就知道天使会 那不有问题 对吗 周莹有些罪眼朦胧的 看着林玉 当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林玉悠悠地说 如果你说 天使会的内部很和谐 大家齐心协力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我一直没有想到的 周莹笑了笑 她悠悠地说 曾经以为 天使会 就像是家一样温暖 大家相互之间都很关心 但现在看来 不是 家没了 周莹抬起头 她捂着脸 让自己清醒过来 然后她放下手 看着林玉 微微一笑 答 你真的能助我们 登上各自家族的 家主之位吗 你看我像是在吹牛吗 林玉微微一笑 答 不像是 周莹抬起头 答 你是真的有这个实力的 我有点期待你以后都要信了 用不了多久 林玉笑了笑 答 就像从你做起吧 我得多了解一下你们周家 然后方便下手 为什么要先从我开始 周莹问 因为我们是盟友啊 林玉答 因为你现在还在帮我做事 既然你帮我做事 那么我就得给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心情不好 做事怎么能好呢 谢谢 周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她微微一笑 答 我交易的情况 回头 会发给你的 不用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林玉微微地咬牙头 答 周家在帝都 产业算不上太多 周家齐家每一家产业 我都清楚 而且周家主要的业务是代工厂 但是最近几年 经济不景气 代工行业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没错的话 现在你们家族的订单 日益减少吧 已经减少到不能正常维持 你们开支的地步了 你怎么这么清楚 周莹有些吃惊地看着林玉 她并没有向林玉说明 自己家族的情况 她也清楚 现在自己家族面临的问题 就是和林玉所说的问题一样 但是对于一个 从来不了解对方家族的人 林玉把她家族 现在面临的问题 能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这让周莹吃惊不小 我有一个专属的情报网 只要我想查 没有查不到的东西 林玉微微一笑 到 你真可怕 周莹睁睁地看着林玉 两久 她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到 那 你等到下一步怎么做 明天上午 我会约你家老爷子 在临江区那里见面 到时候 我会可以跟她谈一些 合作方面的问题 林玉道 我想 你也是时候回去一趟了 到时候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好 我相信你 周莹微微地点点头 她看向林玉的目光 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你用这样的目光看我干什么 我很衰吗 林玉微微地摇摇头 到 是啊 我突然发解 你很帅啊 周莹一点头 那好 明天我去安排一下 然后找个时间去你家 让你家老头子 亲口把周家的一切交给你 好 我等着 周莹咬着嘴唇 林仙居 一处十分不错的茶楼 面临大疆 茶楼的三楼 可以一览将近 是一处不错的休闲去处 在三楼一间包厢里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喝茶 他的表情很淡定 但是 从他颤抖的手就能看出来 他有些激动 没错 这老头 就是周莹的爷爷 周悟天 帝都周家 虽然在帝都排不上名 但周家这位老头 白手起家 在帝都这片地方 打拼得还算不错 至少 在他们帝都三流世家里 周家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只不过最近几年 各行各业的竞争 是越来越大 而且 周家的背景薄弱 所以在大潮流的竞争中 周家越来越不如从前 周家是代工起步的 大到电视 小到手机 甚至是床单 背照什么的 只要是你想做的 他都会帮你代工 只是最近两年 代工越来越不如从前 这导致周家出现了危机 周家现在 就靠一些老客户的订单成长 但是成本的压力 让周家的代工业 越来越不如以前 大多数的订单 都是亏钱 等于说 是在赔本卖腰 但是他们 还是不得不死撑下去 因为你一丢 就连这点订单 也没有了 周家 也在寻求突破 这老头为此 头发都丑白了 但事情 还是不随人意 可就在昨天 突然有自称 是邱氏集团的人 联系他 说要聊一聊 关于电子产品的 代工问题 这让老头 喜出望外 大清早 他就巴巴地赶了过去 本来他现在身体不是太好 这些事情交给儿孙了 但他放心不下 所以就亲自赶了过来 他一定要拿到这个订单 因为据对方传过来的资料来看 如果这订单能拿下来 立马能让周氏集团 起死回生 本来他就打算着 要买周家老宅 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他也难以割舍 这一次完全不用了 因为一个自称是 邱氏集团的人 联系上了他 那订单简直就是 雪中送炭 不 不仅仅是雪中送炭 如果以对方所说的 那些合作项目 周氏集团 不仅可以起死回生 更能在地都稳固下来 而且 而且对方是邱氏集团呢 这位老爷子 以前想都不敢想 毕竟 邱氏集团 是华夏最厉害的一家企业 这也就是这位老爷子 激动不已的原因 周老爷子 走啊 周五天的身后 传来一个声音 他连忙回头过去 只见林玉 笑呵呵地走了上来 周五天微微一正 他一时半会儿 还没有弄明白过来 随即他诧异地问道 是您约我的吗 他是有些疑问 因为林玉看起来 太年轻了 现在老人的思想 都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太年轻的人 办事可能不会太靠谱 没错 是我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林玉 林玉笑了笑 他坐到周五天的对面 林先生好 我是周五天 周五天愣了一下 连忙换上了另外一副表情 跟前的这个年轻人 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自己都得小心应付着 毕竟对方代表的可能就是秋氏集团 虽然现在他还不确定 但也得小心一点 万一是真的呢 我发过去的东西周老爷子都看过了吧 林玉微微微一笑 到 看过了 看过了 周五天连连点头 到 林先生 我很期待和你之间的合作 只是在这之前 我能否确认一下您的身份 请问 您是代表秋氏集团吗 当然 林玉一点头 到 老爷子有质疑也是正常的 您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抱歉 你也知道 现在做生意的人 都是很谨慎的 我只是确认一下 没有其他的意思 周五天笑了笑 到 林先生在秋氏集团 担任什么职务啊 我 担任职务 林玉想了想 到 我在秋氏集团 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而我的职业是医生 做的是中药和保健品销售 和其他的 没有一点关系 周五天的神色 有些复杂了起来 他看着林玉 不知道林玉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他早知道 林玉有可能会不靠谱 但是他没有想到 林玉居然会这么坦诚的 把自己的一切都说出来 正在周五天 有些疑惑不解的时候 林玉又微微一笑 到 哼 虽然我没有在秋氏集团任职 但秋氏集团的事情 我可以做得了主的 因为秋氏集团的总裁 邱若寅 就是我的母亲 林玉的最后一句话 如同是炸了一般 在周五天的耳边响起 他手中的杯子 啪的一声 掉在地上 摔得粉碎 连茶水都溅到他的身上 他也浑然不知 你 你 你又是 周五天的手 都抖了起来 他激动的 几乎说不出来话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奇茅不扬的年轻人 居然这么大有来头 这可是秋氏集团的太子爷呀 关于秋氏集团 周五天了解的不多 他毕竟只是一个 三流世家的家主罢了 所以关于林玉的种种 他并不知道 周老爷子 我是很有诚意合作的 林玉微微一笑 道 关于我需要的订单 我今天已经带来了 只要您点头 就可以敲点 我们之间的合作 林玉说着 拿出了一个公文包 把里面的几份合同 给拿了出来 现在我们秋氏集团 寻求合作方 地独方面的各大企业 我都看过了 但是周氏集团的口碑最好 成立的时间也最长 我还是比较相信 老企业的 是是 林先生请放心 您的一切要求 我都能满足 周五天连连点头 他一边看着合同 一边映承着林玉 林玉也不着急 他让周五天 细细地看着合同 毕竟 这老头疑心比较重 万一他怀疑自己的身份呢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周五天 才把这几份 足有数个亿的订单 给看完 他抬起头 看向林玉的眼神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林先生 这些订单 您真的打算 在周氏集团下吗 周五天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秋氏集团是大企业 他们就算是需要代工 也多半会找一些盒子的企业代工 他为什么会找一个知名度不高 而且近三年来 半死不活的企业来代工呢 怎么 周老吃不下去 林玉微微一笑 当 我了解过周家 你们完全吃得下去这些订单 而且 这只是初步的一些订单 等这批订单生产完成 你们周家 恐怕要扩充生产线了 因为我们有一些新产品 价值近数十个亿的订单 需要生产 不知道周老 有兴趣没有 周五天的心脏狂跳 如果真如林玉所说 那他们周家 真的能在帝都 打个翻身仗了 但激动的同时 他还是有些担心 他不知道林玉 为什么选中他 单单是因为 他们周家的口碑好吗 不 现在做生意的 哪个口碑不好 你口碑不好 别人找你合作 林先生 我还是有些疑问 周五天 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他看着林玉 道 林先生 我不清楚 您为什么要找我合作 因为以秋氏集团的口碑 比我合适的公司多了去了 我知道林先生 一定还有其他要求的 如果林先生有要求 不妨提出来 我看看我能接受不 周五天 我跟周小姐是朋友 关系还不错 林玉看出了周五天的疑惑 她微微一笑 我跟周老合作 肯定是有要求的 林先生是指我的孙女 周五天心头狂跳 她心想 林玉不是看上她的哪个孙女了吧 那样的话 是的 林玉点头 不知道是哪位呀 周五天心中一喜 周盈 我跟周盈熟识 而且我和她关系还不错 她说了现在周家面临的问题 林玉喝了一杯茶 到 周盈 周五天愣了 她一时半会儿 想不起来周盈是谁 天使会的周盈 您老想起来了吗 林玉道 哦 想起来了 老二家的那个孩子 周五天恍然大悟 她的神色有些复杂 对于周盈的存在 她的心里还是有些芥蒂的 毕竟 她是一个私生女 当初的事情闹得也挺大 后来周家碍于舆论的压力 让她进了周家的大门 不过进了周家之后的生活 似乎是不大如意 不过周盈也是争气 自己创立了天使会 可惜 她是一个私生女 如果不是因为 她私生女的身份 她可担大人 但眼前这位金主 居然是冲着她的面子 来周家的 这让周五天 有些始料未及 不知道林先生的要求是什么 周五天看着林玉 她小心翼翼地问 她在想 要是林玉喜欢周盈 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把周盈给许出去 而且还能因此攀上秋家 不过她也清楚 这个想法不太现实 周家和秋氏集团差得太远 门不当户不对的 这不可能 林玉是个能力不错的女孩 林玉当 现在她在帮我做事 而且我的公司里 有她一些股份 不过周老 她的身世 我也了解一点 她在周家的生活 我也了解了一点 林玉盯着周五天 当 我今天来做这些 是为了她 林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周五天不解 这些订单 你可以拿去 而且我还可以提供 金额是这些订单 十倍的单子给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林玉站起来 大 什么条件 周五天抬起头 周家的家主 非盈盈莫属 林玉淡淡地说 这不可能 周五天的双眼瞬间红了 她只是一个私生女 周老爷子这是看不起私生女吗 林玉淡淡地说 那我不妨告诉你 我父亲和母亲私定终生 他们在没有成婚的情况下 生了我和我妹妹 不不 林先生 我没有这个意思 周五天吃了一惊 他连忙道 只是我们周家有传统 家主的位置 不可能让一个女孩坐 他抱歉 林玉收起了桌子上的订单 到 我只有这一个目的 如果你达不到我这个要求 这些单子我只能收回去了 可 周五天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他眼睁睁地 看着林玉手上那些订单 急急地说 林先生 我们可以再谈谈他 我说了 我只有这一个条件 林玉微微微一笑 答 而且除了他 我不相信你们周家任何人 因为这几年来 你们周家的决策有些问题 否则的话 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而且我相信周赢的实力 有他在 你们周家绝对不会走到这一步 林玉淡淡地说 所以我只有这么一个要求 那就是周家由他做主 我们周家的家事 还轮不到外人插手 周五天有些生气 那我的单子 也轮不到你来做 林玉笑了 现在这些订单 是你周家能吃下的 所以我只能拿这么点 但是我们秋式集团 一年对外合作的项目 高达近万亿美元 你觉得 是你的观念重要 还是你们周家 在帝都的地位重要 林玉笑呵呵地说 帝都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多少年了 有些人在这里崛起 然后飞黄腾达 有些人在这里摔倒 摔倒了之后 便再也爬不起来了 所以孰中孰清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林玉放下了一张名片 等 这张名片上的电话 是我的 想通了就打我电话 不过我的耐心有限 三天之内 如果超过三天 探子就没了 轻轻地放下了名片 林玉转身离开 只留下呆若暮期的周五天 两久 周五天才拿起 林玉放在桌子上那张名片 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看着林玉的电话 她把这个电话 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心中 三天以后 林玉接到周迎的电话 你叫老爷子想通了吗 林玉接过了电话 第一句话便问 想通了 今天有时间没有啊 她想请你到周家去 想谈一些事情 周迎的 这老头生性好强 而且死要面子 你的提议 让他直接住院了 不过 今天从音乐里出来了 看起来接受也好多了 看样子 是想通了 周迎的 好 你在哪里啊 我去找你 然后我们一起过去 林玉微微一笑 等 我在会所里 你过来吧 周迎笑道 行 我马上过去 林玉挂了电话 便赶到了会所 周家起步比较早 所以在这寸金寸突的四九城里 都还有一片安身的地方 而且位置还不错 里面的建筑自是中规中矩的 小姐回来了 请 敲门之后 开门的 是那位年过半百的管家 他跟周五天很多年了 看到周迎 他一喜 连忙迎着周迎走了进来 李伯 老爷子怎么样了 周迎走了进来 这位老管家的热情 让他有些不适应 因为在周家这个大院里面 这是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殊荣 老爷子没事了 他在后院做真聊 很快就出来 老爷子今天要召开一个会议 周家里里外外的族人都来了 小姐快里面请吧 作为周五天的心腹 周卫李伯 当然是知道一切事情的 他也清楚 这个以前被家族里 看不起的女孩 这一次 怕是要飞黄腾达了 她可是真的一飞冲天了 周家的意识厅 这个地方很大 这里的造型 是一个会议室的模样 但是比起一般的会议室 要大很多 周家上上下下的人 都到的差不多了 大家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 但都是在这里 有说有笑的 看到周云进来 所有人都一愣 然后目光 变得有些微妙了起来 所有人都清楚周云的身份 他们也清楚 这个私生女 一向是不受家族的待见的 不要说是重大的会议 就算是平时去一次的家宴 也多半不会通知到她的 但是今天 她却自己进来了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的 落到一对夫妇身上 这对夫妇 男的就是周云的父亲 周良 女的 则是周良的原配 李莉 本来周云进来的时候 两个人脸色就不好看 现在大家的目光 都落到他们身上 这就让他们 更加无敌自容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 谁让你过来的 周良再也无法忍受 周边人的目光 她站起来 走到周云身边吼道 李宇 坐 周云无视了 自己父亲的吼叫 她带着林玉 到了一处人少的地方 坐了下来 然后为林玉 倒了一杯水 这茶敢不上你气的 不过 也勉强能喝 周云微微一笑 道 多谢 林玉点点头 接过了她地上的那杯水 我不是在问你话吗 是谁让你到这里来的 周云的无视 让周良更怒 她觉得周云这一次 是扫了她的面子 我来这里 与你有关系吗 周云倒了一杯水 抿了一口 做足了架势 这才回过头 看了周良一眼 但是那种轻蔑 目中无人的表情 更是让周良抓狂 周云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 李立凶巴巴地赶了过来 作为周良的原配 自己的丈夫 做了这样的事情 这其中受打击最大的 还是她 当年这件事情 被人接出来的时候 她简直无地自容 她视周盈的存在 为奇耻大辱 但却又改不了周盈存在的事实 所以她这些年来 一直没有给周盈好脸色 周盈在周家生活的那些年 也受尽了凌辱 我就这样的态度 接受不了 你可以不理会我 周盈微微一笑 另外 李 别生气 生气容易老 也别她把自己当一回事 你 李立大呢 她盯着周盈 本来想发一通吼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二叔啊 二婶 别生气了 您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不管怎么说 都是一家人 一个满脸堆下的年轻人 走了过来 这个年轻人身形挺直 身上穿着笔直的西装 从她贩动的目光里 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 周向阳 周家最优秀的年轻人 她是最有望接任周家 未来大任的人 尽管现在周家苟延残喘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个家主 对周家的人来说 还是比较有分量的 向阳 不是我生气 你看看她 太过分了 毕竟我们是她长辈啊 李莉纷纷地说 我的李爷 你不让我吃 不让我喝 无缘无不拿着鞭子 抽我的时候 怎么不说 您是我的长辈 周莹笑呵呵地说 她的目光 越来越凌厉 大家谁还不清楚 谁的为人是什么样的 所以 你千万不要在我跟前 装什么了 你 李莉大怒 但她还是被周梁给拉开了 走吧 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 周梁见周边人的目光 越举越多 她也清楚 如果再缠下去 自己更会丢面子 所以她拉着李莉 一起离开了 盈盈啊 好久不见了 最近可好 周向阳呵呵笑道 还好 唐哥也好吧 周莹笑了笑 她清楚周向阳这个人 笑里藏刀 平时笑呵呵的 但是 她一旦引起人来 能把你引到死去活来 我还好 不过这一次 老爷子身体突然爆样 也着实让人感觉到心痛 老爷子说 这一次有重大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周向阳道 不知道 周莹面无表情 其实她心里清楚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周老是要宣布下一任接班人 毕竟她年纪大了 再病这一场 稍微有点心思的人 很快就能猜出来 而周向阳 是大家之前 公认最适合的人选 她现在之所以这么说 无非就是在自己 跟前显摆呗 哎呀 这都不知道 爷爷这一次身体不好 现在突然说 宣布重要事情 周家的人都被叫了回来 这还用问吗 这当然是要宣布 未来接班人的 一群人围了过来 都是和周莹的同辈 他们围着周向阳 七嘴八十地说 哥 你是最佳人选啊 这家主的位置 非你莫属啊 这我可不敢想 我虽然相对来说 有些优秀 但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爷爷就算是交给我 我也不敢要啊 还是需要他老人家 多扶持 多教导两年才行啊 哥 你就别谦虚了 你能行的 是啊 我们这一代人 就你最优秀了 婆婆 我不是最优秀的 盈盈也不错呀 周向阳故意显摆的 看了周阳翼 盈盈的天使会 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创办出来的 这一点 我要跟他多学习呀 他 哼 得了吧哥 一个私生女罢了 就是 今天这个场合 他都不应该来的 训周 他就当自己是周家人了 哼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脸皮厚呗 不就是想着 现在一煮 想趁机 在周家撩点好煮呗 哎呀 大家不要这样 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吗 周向阳笑呵呵地劝着 不过他脸上得意的表情 让人看了有种 忍不住一巴掌 抽上去的冲动 周迎坐在那里 对于周边人的冷嘲热讽 他似乎一点也不在意 他只是静静地 和林玉在一起喝茶 然后时不时地 和林玉设计一句话 不生气 林玉微微一笑 道 你不是说过吗 周迎看了林玉一眼 道 狗咬你一口 你们要不要回头 再去咬狗一口啊 这就是人与狗的区别 周迎 你说什么 你妈谁狗呢 一个耳朵尖的 听到周迎的说话 你听到了 林玉诧异地看着 那个瘦得跟竹竿一样的男人 废话 我他妈当然听到了 那男人怒道 你听到了 就当是骂你的吧 林玉笑呵呵地说 不过别人家的狗 都养得这么肥 你怎么这么瘦啊 你他妈谁啊 男人大怒 一群人马上围了过来 我认识他 那天晚上 就是他打的我 就是他 一个愤怒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个人正是周阳 他拉着自己的脑子 指着林玉愤怒地吼道 那天晚上 就是他打的我 是周迎带着他一起来的 我儿子是你伤的 周梁大怒 他走到林玉的跟前 冷冷地说 这是你儿子 林玉有些诧异地看了周阳一 然后摇头探道 这是什么样的老子 就能伸出什么样的儿子 我真的有点后悔 那天晚上下手太轻了 你个王八蛋 你居然敢动我们周家来 你是活得不太烦了吗 周阳大怒 来人 揍他 揍他 对于林玉 周阳是有着浓浓的怨恨的 你不了解一个有洁癖的人 被人逼着吃垃圾 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你也理解不了 跪在别人面前 求饶道歉的滋味是怎么样的 但是周阳理解 因为这些事情 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现在恨透了林玉 他恨不到林玉马上死 而这家伙还不知道死活地赶来到周家 如果他错过这个机会 他就不叫周阳了 你们干什么 眼看着一群人要冲上来 就在这个时候 周五天的声音传了过来 周家的人安静了下来 周家的家风也挺严的 所以在老爷子的跟前 没有哪个人敢这么放肆 所以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周五天看到林玉 他微微向林玉点了点头 然后他有人扶到 会议室的正中间的位置 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周五天扫视了一周后 到 百忙之余 大家都能抽空赶过来 我很欣慰 爷爷 这是应该的 周向阳的 您老人家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就算我们再忙 也要赶回来的 而且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 也趁这个机会好好拒绝 周五天点点头 他站起来 叹了一口气 到 我老了 整个会议室里 静悄悄的 当周五天说出 我老了这句话的时候 所有人的心中都是一领 大家不由得相互对视了一眼 果然 这位老爷子 要宣布自己隐退了 不然的话 他的开场白 绝对不会是我老了 爷爷 您老当义壮着呢 周向阳又道 不 老了就是老了 这点得承认 现在我对于有些事情 确实是行有余而力不足了 周五天叹了一口气 所以我已经不适合在这个位置上了 这个位置是时候交给年轻人了 老爷子 你身体还结实呢 现在宣布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些早了 说话的人是周五 也是周向阳的父亲 其实他清楚 这一次老爷子让钱 百分之九十的可能 会是他的儿子 周向阳 他说这话 无非就是安慰的话 谁都知道 老爷子现在不想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 所以有些时候 表面上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而且年轻人 心浮气躁 也不一定适合这个位置 所以老爷子 还是要多交几年才行啊 周五笑呵呵地说 他就差点提了自己儿子的名字 哼 吾啊 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 我比你更清楚 周五天笑了笑 倒 老了 思维不灵活 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 也大不如以前了 而年轻不一样 有活力 大胆 敢尝试 我想在座的各位 有些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周家现在发展的 已经遇到了贫瘠 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导者 带着大家去继续奋斗 老爷子 您心里已经有人选了吧 周五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人选了 周五天点点头 到 下面 请新一任周家掌舵者 来给大家说几句话吧 盈盈 你来 这个位置有你坐 会议室的掌声刚响起来 但迅速地僵着 在座所有人的笑意都僵在脸上 他们使劲套到自己的耳朵 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 周盈 怎么会是他 我在做梦 老爷子 您念错名字了吧 但是令他们心中一沉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周盈站起来 走到会议室正中间处 坐了下来 这像是一颗深水炸弹一般 在众人的耳边响起 所有人再也无法淡定了 而被炸得最严重的还要属周向阳 他本来已经站起来 本来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豪精壮志地给大家讲一番 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后面的计划 他觉得他一定要在周家做出一些成绩 用雷霆手段 镇住周家一些不安分的人 他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但可惜的是 世事不尽人意 今天的结果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周盈 从容地坐下来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爷子让闲 他有种身在梦中不真实的感觉 他狠狠地掐了自己一下 然后他感觉到一阵撕心肋肺般的疼痛 是的 很疼 这足以证明他现在不是在做梦 眼前的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周盈 怎么会是周盈 周五暴怒地站起来 他盯着周梁夫妇 周梁夫妇也是一脸懵逼 尤其是周梁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向来让他看不起甚至不管的女儿 居然会让老爷子选中 作为下一任的接班人 他真的想抓过老爷子好好地问清楚 问他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 是周盈 周五天坐在了会议室下室的位置 他淡淡地说 从此以后 周家所有产业的运行 股权分配 财政大权 人事任免 全部由周盈接手 周老爷子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里都一阵一阵地发亮 他们以前都看不起周盈 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现在老爷子的话 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 以后周盈掌控周家所有的大权 想想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 现在有一部分人 都心虚地低下了头 我不同意 周向阳再也无法保持淡定了 他站起来吼道 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还有我 对 凭什么 他一个女人 而且他还是一个私生女 他凭什么做周家家主 片刻的平静以后 室内哄得一声炸开了 所有人都愤愤不拼 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凭什么周盈能做家主 他不过是一个私生女罢了 他哪点有做家主的能力 他甚至连周家都没有待过几天 他有什么资格 不同意的 站出来 周盈抬起头 他扫尸了一周 让我看看 你们是谁 我就站起来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对 还有我 我也不服 你一个私生女罢了 一瞬间 室内七八个不服气的人站了起来 有和周盈同辈的 也有他的长辈 那好 周家现在正式成立周氏集团 你们既然站起来了 那么重组以后的股份 就没有你们的份了 现在 我暂时给大家开这个会议 是给周氏集团内部的人开的 你们可以出去了 周盈抬起来 对了 股份重组 因为你们的退出 所以留下来的人 会拿到更多的股份 周盈淡淡地说 周阳 你凭什么 有人怒道 他说的话 你们没有听到吗 出去 周五天喝道 老爷子 你这儿老糊涂了 有人急得直跳脚 他担任家主 他有这个能力吗 没听说 要成立周氏集团了吗 林玉淡淡地说 都什么时代了 来搞家主家族企业 这一套 任人为亲 知道周家为什么不如以前吗 就是不正规 现在我和周氏集团 有深一步的合作 想坐下来听的 就坐下来 不想听的 滚出去 林玉淡 你做什么玩意儿 你哪位啊 有人怒道 我叫林玉 现在掌控林氏集团的 所有股权 同时 我还是秋氏集团的 内定接班人 林玉撇了他一眼 到 周氏集团总裁 邱若瑩 是我母亲 怎么 还有问题吗 几乎是平地一声 炸雷一般 在这些人的跟前响起 所有人 都被这个劲爆的消息 给吓得不清 什么时候 在帝都勉强能排得上 浩的三流 世家周家 也有能和秋氏集团 这种商业巨头 街头的资格了 周向阳看着林玉 他突然明白了过来 他明白了老爷子偏私 突然把大权交给了周盈 交给了这几年 都不曾回过家 一趟的私生女 原来 他得到了秋氏集团 太子爷的支持 本来周向阳 还攒足了劲 想和周盈拼一把 但是现在 他没有这个信心了 秋氏集团呢 那可是秋氏集团 帝都公认的商业巨头 跟秋氏集团合作 这是他平时 连念头 都不敢动一下的想法 现在 却成了现实 他默默地坐了下来 一时间 感觉到失落无比 还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 先出去 回头我再几个 你们的问题 周盈一只手敲着桌子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现在开会 室内没有人敢再说话了 刚才那几个站起来 想和周盈闹腾一番的人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悄悄地坐了下来 这年头 谁会闲得没事干 去给自己找不通款 大家又不是傻子 周盈这一次强势的回归 是得到背后有人支持的 他们如果还那样 不识趣的话 到最后 逃不到好的还是他们 关于周氏集团的成立 关于周氏集团骨干的组成 以及骨权的分配 由我说了算 周盈拿出了一份文件 到 周氏重组 所有人的股份稀释 由我担任周氏集团 董事长的身份 副总裁的身份 由 接任 一系列的宣读 让周氏集团 彻底傻了眼 他们弄不明白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周盈成立了周氏集团 这可以理解 但是管理层 不应该是周家以前的领导班子 继续上任吗 怎么他宣读的各级集团领导 为什么没有周家人任何事情呢 成立周氏集团以后 以前周家的模式 并不再适用 所以我宣布 解散周家的家族议会 集团的任何决定 与周家无关 周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周家的议会厅 对于集团的发展 是有帮助的 之前我们每一个决议 都是由议事厅做出的 你现在取消了周氏集团的议事厅 是什么意思 另外周氏集团成立了 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你宣读的周氏集团领导人 为什么没有周氏的任何人 面对有人提出的质疑 周盈微微一笑 道 任人为亲 不管是在哪 都是大计 所以周家的人 如果自认为自己有能力 你们可以去周氏集团面试 但是要走面试的正规流程 如果你们想浑水摸鱼 凭关系到我这里 那么抱歉 你们的目的可能会达不到 而你所说的 取消周氏集团议事厅的事情 周盈笑了 事实证明 义士天最近十年来做出的决定 都是狗屎 你说什么 义士组的一群家伙 彻底怒了 周盈太嚣张了 他真的是太嚣张了 他简直没有把自己这群人 放到眼里 自己这一群人 怎么说也是功臣 他怎么能对功臣这样 不是吗 周盈笑了 我说话已经是客气的了 如果要按照旁人的目光来看 你们义士听的人做出的决定 连狗屎都不如 先别着急反驳 我们周氏集团 曾经占据帝都代工业的 半壁江山 可最近这些年 为什么订单锐起 你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周盈敲着桌子 答 思想守旧 不思进取 不知道自己的模式 已经不适应这个社会了 失败是必然的 所以我觉得 有些东西 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周盈扫失了一周 有问题的 站起来说话 整个会议室里面 静悄悄的 静的 掉一根针都能听得到 没有人站起来 因为在场的人都清楚 谁现在站出来 谁才是傻子 周盈既然这么强势地回归 那他 一定有办法 把这些人给压得死死的 压得 气都闯不过来 现在谁站出来 谁就是作死 谁给自己找不通过 如果没有问题 这个决议就这么定了 周盈很快满意了 现在的效果 他点点头 大 周氏集团 已经很欢迎 有能力的人 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 一周之后 带上你的履历 到周氏集团 新总部去面试 面试过了 我给你们相等待遇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有人 想跟我打青青牌 我劝你们 趁早死了这要心 我跟你们 没有任何感情 周盈站起来 他冷冷地扫尸了一周 到 所以我觉得 你们应该清楚 有些东西在我这里行不通 所以我劝你们 也不要去尝试 因为就算你们去尝试了 也没有用 我说这些 大家可懂 没有人说话 因为谁都清楚 周盈以前在周家 过的是什么日子 现在周氏集团 强势成立 再加上 秋氏集团 太子爷的入住 这对周家 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一个 跨越不了的高度 所以现在 没有人说话 有些人 甚至已经在想 以后如何 和周盈打号交道 弥补以前的过失了 周盈并没有 多说什么 因为他觉得 和这些人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散会了以后 一群童年人 围着周盈 舔着脸 奉着 盈盈啊 你真是厉害啊 是啊 大家都是一家人 姐妹 以后 多多照顾 刚才这些人 还围着周盈 冷嘲热讽 但是一眨眼 他们仿佛忘记了 之前他们的所作所为 现在 他们围着周盈 那种跪舔的姿态 让周盈感觉到恶心 他无视了这些人 然后穿过了人群 走了出去 那个 杨阳 恭喜你啊 你有今天的成就 唐哥也为你高兴 当他走到周向阳跟前时 周向阳 那略带尴尬 和恭维的话 让周盈停下了脚步 周盈看了一眼 这个被家族里 封为最优秀的年轻人 他不由地笑了 他并没有觉得 周向阳这个人 水平有多低 相反 在今天之前 周向阳 诸多光环加深 俨然是周家里面 最优秀的一代人 他既然有 今天的这些成就 那跟他自身的能力 还是分不开的 唐哥 公司刚成立 里面真是佑人之急 如果唐哥有兴趣 可以一周后过来试试 周盈道 谢谢唐妹 我会好好考虑一下的 周向阳一正 他并没有当场答应下来 只是给周盈 一个模棱两可的话 好 周盈点点头 他不会勉强别人 而且周向阳 确实有能力 他应该有他的骄傲 他如果当场答应下来 反而会让周盈 觉得他这个人不行 走出了大门 周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这才发现 外面的空气 居然如此新鲜 新鲜地让他自己 都有点不敢相信 感觉怎么样 林玉站在他身后 微微一笑 答 很好 周盈微微地一笑 他回头 凝视着林玉 答 谢谢你 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一个人的机会 都是自己为自己争取的 林玉淡淡地一笑 答 我并没有帮你多少 一切都是靠你自己的努力 如果没有你 我至少还要努力 十年才行 周盈答 所以 还是很感谢你 这些都是你应该得到的 林玉笑了笑 答 现在大局已定 后面的事情 就要看你的了 不过 你真的打算 要用周向阳吗 周就这些人里面 周向阳能力 还算是不错吧 周盈微微地点点头 答 能力是不错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夺走了 他应该得到的一切 如果他背后 给你使银招怎么办 我既然敢收他 那我就有刻他的办法 周盈很有自信 他微微一笑 答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如果我拿捏不了他 我就不会找他了 那好 林玉笑的 一切由你做着 如果你觉得 你能把他给控制住 那周向阳 也不是为一个得力的助手 但如果他有异心呢 那我有的是办法 让他万劫不复 周盈的语气很淡 但是他话语里 有一丝凛然杀气 林玉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手无腹肌之类的女人 身上居然会爆发出 这么强的杀意来 看来他选择周盈 没有选错 这个女人有手腕 有魄力 他一定能很好地控制住局面 盈盈 盈盈 你等一下 本来林玉和周盈正要离开 但是身后 却来了一个惊喜 又略带几分小心翼翼的声音 不用回头 就能想到 来人脸上那副公卫的表情来 得 又来了 周盈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他回过头去 只见周盈的父亲周梁 和他的原配 李莉 小明明地走了过来 盈盈啊 你这么久没有回家了 我和你阿姨是很想你的 那个 刚好林少爷在 我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就当是我们几口人团圆饭 周梁舔着脸说 周盈面无表情地看着周梁 似乎是没有听到他说话一样 这让周梁很尴尬 梁九 他才善善地笑道 盈盈 你看行吗 我看啊 不怎么样 周盈淡淡地说 我又不是一天两天没回过家了 你们也不见得想起我来啊 况且我回不回去 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吧 啊 对了 我回去了 反而会打扰你们一家几口人的生活 李莉换上了一副笑叶如花的样子 他咯咯笑的 周云感觉到有些无语 说真的 他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工作忙 说的这两口子平时有工作一样 他们拿着家族的分红 时不时从家族里面弄些外快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工作忙 呵呵 至于说对周盈缺乏关心嘛 周盈真想回一句 谢谢你们对我缺乏关心 因为他从来不敢忘记 他在周家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可能周家的人 谁也没有想到周盈一转身 就能飞上枝头做凤凰吧 只是现在你们才反应过来 这是不是有些太晚了 周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 相反 他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当年周家的种种待遇 他永远不会忘记 盈盈 你就留下来吧 我们一家人吃顿饭 周良用一幅逼迫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女儿 他真希望周盈能答应下来 周良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这个女儿 因为他私生女的身份 导致周家颜面禁失 也正是周盈私生女的身份 所以才让老爷子彻底放弃了他 在家族里面 他的地位不如他几个兄弟们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周盈造成的 所以他这些年 一直是十分不待见自己这个女儿的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女儿居然会这么争气 他居然能掌控周家 把整个周家大唤醒 更重要的是 他攀上了邱氏集团这个大腿 更结实了顶尖的人物 他以后的地位 肯定一飞冲天的 所以周良才会舔着脸来巴结 他想以前的过失 能弥补一点 就弥补一点吧 抱歉 我记得你说过 我没有资格待在周家 更别提在你们周家吃饭了 周盈笑了 他回过头看着周良 自己说出去的话 难道是放屁啊 这个 周良十分的尴尬 他也知道 自己以前对自己这个女儿 到底有多差劲 但是今时不通往日 他飞黄腾达了 他手里掌控着周家所有的资源 袁袁 你也要理解我一下 你也知道 死生女的事情 在周家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家老爷子有多保守 你应该清楚 所以 对不起 周良做出一副假心 那样子 其实这些年来 我无时无刻不关心着你 我只求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 我可是你的父亲 管不住你自己裤裆里的玩意儿 你还有理了 林玉感觉到无语 这家伙的话 简直刷新了林玉的三观 感情 他管不了自己裤裆里的玩意儿 这还能怪别人 这 这 这啊 周良善善地说不出话来 林玉的话 本来就让他火冒三丈的 但是想想林玉的身份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 把这口气给咽了下去 因为对方的来头太大了 哪怕是当着他的面 指他鼻子骂一顿 他也不敢放一个屁 没什么事 最好滚一边去 林玉不耐烦地挥挥手 道 我这个人的耐心也不是太多 男人嘛 自己做过的事情 自己都不敢承担 你算什么男人 所以现在你最好滚到一边去 滚得越远越好 别让我再看到你 林玉的话 把周良给噎得不轻 他本来还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面无表情的周盈 以及不耐烦的林玉 他只得把他所有的话 都咽到肚子里 他带着李莉离开 谢谢你 替我骂走了他 周盈回头看着林玉 道 我是替你骂的 林玉笑了笑 道 我知道 你有多恨他 所以我也清楚你想骂他 但是因为他是你父亲 你再怎么恨 有些话 也是不能说出口的 所以我就替你骂了他一顿 出出气 谢谢你 周盈很感动 因为他身边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对他如此上过心 也从来没有一个男人 能这么了解他 走吧 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林玉笑的 嗯 我姐 周盈会不会一笑 当地一家不错的西餐厅 舒缓的音乐 穿到冰冰油里的服务声 一切都透露着高端 优雅 刚刚点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服务声打开了一尊开胃酒 林玉和周盈便等着上餐 你不太经常来这种场合吧 周盈看着林玉 我经常来 在去江南以前 我不过是一个山野道观里长大的孩子罢了 林玉笑了笑 当地 虽然我跟师父游历 去过不少地方 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应该是不一样的 哦 那你和你师父游历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生活啊 周盈看着林玉 她突然对这个男人的生活经历 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师父 是一位真正的得道高人 林玉想了想 答 她的生活 无缚就是参风引露一般的生活 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 不过有一处山村 我们待了一个月 因为那里闹瘟疫 瘟疫 小山村 周盈皱眉的 那个小山村 叫什么名字 李家沟吧 林玉回忆的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解决那里的瘟疫之后 我们就离开了 原来 李家沟的瘟疫 是你和你师父之好的 周盈双眼放光地看着林玉 答 是啊 怎么了 林玉看着周盈的眼神 有些不一样 她有些不急地问她 我外婆是那里的 周盈的 她老人家现在还健在 我有两个舅舅在照顾她 可惜几年前的瘟疫 她给染上了 当时的瘟疫 貌似高层很重视 是一种很棘手的病 对的 林玉点头的 一种因为天时地利 而滋生出来的病毒 抗生素无效 只能用中药 我和我师父 也费了一番功夫 才彻底把那里的瘟疫 给除了 后来 听外婆来信 说有一个道士 去那里治好了瘟疫 他们把那位道士 给传得神乎奇迹的 当时 我以为那道士 去吃巧合 所以也没有在意 没想到 是你们师徒啊 周盈举起了杯子 答 谢谢你啊 黎玉 我再次感谢你一次 不客气 这也是缘分 你外婆叫什么名字 林玉问她 她醒尸 周盈想了想 答 九十多岁了 我也不知道 她叫什么名字 我妈是她最好的女儿 也是最不争气的一个 好吧 村庄里面的人太多了 时间久了 我记不清楚 那里的人的名字了 林玉想了半天 她实在是想不起来 最后只得放弃 你外婆身体还好吧 林玉笑了 嗯 还好 周盈道 她每年都会寄些东西给我 山里的野味 但是 那山里的路不太方便 信号也不好 打个电话要跑好远 所以我也不经常跟她通话 有时间 去看看她老人家 林玉道 我当时很想去看看她 周盈叹了一口气 打 但是 一直也没有时间 时间就像凶 挤一挤 总是会有的 林玉开了个玩笑 打 只要你愿意 随时都可以 我陪着你去 真的吗 周盈凝视着林玉 目光 久久不肯离开 当然是真的 林玉保证的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 但硬要找优点的话 那就是说话向来说一般 我说陪你去 有时间 就一定会陪你去的 那好 抽个时间 我去看看她老人家 周盈微微一笑 但是很快 她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她看起来 有些不太高兴 林玉回头一看 只见江南又走了过来 周盈 把自己的开胃酒 一口给干了 然后 她把杯子 放到了桌子上 好巧啊 江南似乎 是专门冲着两个人来的 她静止走到林玉 和周盈的桌子旁 然后很随意地 坐了下来 确实巧啊 周盈淡淡地回了一句 江南 你来这里干什么 不要误会 我不是冲你来的 江南笑呵呵地说 她回头看着林玉 到 我只是想和林玉交流交流 交流 交了什么 我们之间有什么好交流的 林玉有些莫名其妙的 看了江南一眼 素质 江南淡然地说 莹莹 你有你的选择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我现在想看看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品味 哦 干嘛要交流品味这些东西 林玉笑了笑 到 因为你如果没有品味的话 那就和盈盈是两个世界的人 江南盯着林玉 道 那你就没有资格和她在一起 江南 周盈的眉头皱了起来 她以前真的不知道 江南是这么执着的一个人 而且 让周盈不喜欢的是 她这个人做事情 有点随心所欲 只要是她想做的 别人阻拦不了 周盈不止一次向她解释 自己和林玉之间 并不像她想象的那种关系 但是江南 一直不肯相信 林玉向周盈摆摆手 她笑道 我知道你是有品味 嗯 就算是三流世家 就算是在家族里面不受待见 但江家 也怕你出门丢了江家的脸 所以基本的礼仪 还是会培养的 不过 这算是你擅长的东西了吧 我承认 我品味不如你 我就是一个山野道观里的野孩子罢了 但那又怎么样 品味能搭饭吃 你为什么不跟我比比一数呢 一个没有品味的人 不会在地度这种地方生活 江南冷冷地说 这种傻逼的话 你也能说出来 林玉笑了 她想窗外一指 的 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有忙忙碌碌的人 他们也是这个世界组成的一部分 大街上的清洁工 水管维修工 甚至是掏粪工 厨师 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身体 他们或许是没有你有品味 或许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品味 因为他们背负的太多 但他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员 如果这个世界少了这些人 体度 还是体度 林玉冷笑的 而你 不过是一个三流世家的私生子罢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 别傻了 看清楚现实了 你的行为态度 还有你的说话语气 已经让别人彻底真正的厌恶你了 林玉有些可怜的 看了江南一眼 道 如果我是你 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死缠烂的 因为那样的话 我可能还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保持一点尊业 他还不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让我滚 林玉道 江南被林玉的一些话 说的有些无地自容 他刚才太激动了 所以声音并不小 整个餐厅里面的人都听到了 虽然来这个餐厅里消费的人 都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但是江南刚才的话 着实刺痛了不少人 尤其是来来往往的服务生 他们都用一副特殊的目光 看着江南 因为江南刚才的话 也着实太伤人了 尽管他们脸上 还带着职业的微笑 但是他们的眼神 已经有些不对了 抱歉 先生 您不能在这里用餐 有个金里模样的人 匆匆赶了过来 他微微地一躬 道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用餐 江南怒了 这金里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他也不看看江南是和雪人也 就算江家的帝都不算什么 就算他是江家的一个私生子 不设家族的代价 但他江南还是江南 也不是一个打工的小小的经理 所能比的 但是这家伙现在 居然敢敢叫自己出去 他是几个意思 因为你的衣容有些不整 我们餐厅是高端餐厅 您在这里会影响我们客人的 用餐心情的 经理还是客客气气地说 那副笑容虽然是职业性的 但是能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 只是这副面容在江南看来 就是对他的嘲笑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妆容 的确 他今天穿的有些不是太合适 因为在和周云探派以后的这几天里 他几乎每一天都是酗酒为生 也不归宿 不求蝙蝠 他现在这副样子在别人看来 着实有些邋遢 唉 现在这些人呢 口口声声说别人没有品味 但他真的没有低下头 认认真真地看看自己 他也不看看自己这身衣服 合适吗 林玉笑了 他的声音在江南的耳朵里 有些刺耳 江南 你走吧 周云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道 林玉说的一点也没错 让我保持 对你以前那种印象吧 江南正正地看着周云 他的嘴唇蠕动着 他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发出声来 周云 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江南看着周云 道 不是我绝情 周云站起来 道 而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 放手吧 江南 如果你不走 我们走 周云拎着包离开 林玉站起来 他给了江南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然后他跟周云一起离开 江南的心中重重地一抽 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一般 而他也发觉 有些重要的东西 现在已经开始 正是离他而去了 心情又被破坏了 林玉笑呵呵地问 对啊 完全被破坏了心情 周云叹了一口气 道 我以前一直把江南当哥们 当朋友的 可是我没想到 他居然这样 有些时候 是你自己忽略对方的情绪了 林玉笑了下 道 江南对你好 你之前应该能看出来的 但他对你 和对别人不一样 我一直觉得 他之所以对我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是个女孩子 而其他人是男人 周云也儿童 道 是我错了 是我让他误会我了 行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其实跟你没有太大关系 周云笑了下 道 有些事情顺其自然吧 嗯 只能顺其自然了 周云看了看时间 道 没心情在外面吃东西了 去我家吧 我给我小姨打个电话 让她准备一下 然后一会儿 我们回去吃饭 林玉点点头 道 喂小姨 今天中午 我和林玉回去吃饭 你准备一下 嗯 对 我们一会儿就回去 周云拨通了小姨的电话 啊 路上小心点 我准备一下 林玉叮嘱着 她挂当了电话之后 思索了一下 想了想 今天中午吃什么 然后她换了一身衣服 打算出门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 出现在林玉的门口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他正是周云的父亲 周良 是你 你来这里干什么 李蒙看着周良 她的双眼中 闪过一丝愤怒 嗯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你了 想来这里看看你 周良笑了笑 她走进了门 然后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她喃喃地说 这么多年了 你们两个 就住在这个地方吗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和你有什么关系 李蒙看下周良的眼神 有些不一样了 那感觉 好像周良 见了一个思念 但又不想见的人一般 总之 她眼神很复杂 哦 是我的错 周良笑呵呵地说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没有来看看 你们俩生活在什么地方 是我的错 我希望 我能弥补 周良回过头 她看着李蒙 她的双眼里 闪过一丝异样 她喃喃地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跟以前那样漂亮 岁月 非但没有在你身上 留下什么刻痕 反而让你显得 比以前更加年轻了 别再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我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了 你也不是二十年前的你了 李蒙朗朗地说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 走 周良笑了笑 到 我今天既然来这里了 就没有打算再走了 你骗了我 也骗了我姐姐 现在我们姐妹 一个流落在海外 一个有家不能回 孤独终生 你害了我们两个 也让盈盈前半生 吃尽了虎头 为什么你还要回来 为什么 李蒙愤怒地盯着她 道 是吗 当年 是谁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 周良笑了 又是谁 不顾一切地上了我的床 够了 李蒙浑身颤抖 她四声叫道 是我的错 我当年太年轻了 我不该听见你的话言巧语 我也不该做出那样的错事 所以这些年 你一直在弥补吗 你一直在照顾你姐姐的孩子 周良回头 她笑道 你想真正地弥补吗 那好 那你就想办法 修复我们父女的关系 做不到 李蒙盯着周良 她愤怒地说 这是多年来 你什么时候 经过你做一个父亲 应该尽的责任 盈盈在周家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白眼 而那个时候 你这个做父亲的在哪 以前是我的错 周良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道 但是你要相信我 那不是我的本性 我也只是想让自己在周家 多一份自保的实力罢了 真的 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也知道那样对盈盈来说不公平 所以现在我想弥补 我求你帮帮我 让盈盈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吧 你这种人也会忏悔 李蒙想了想 她突然恍然大悟 哦 我想起来了 现在盈盈有了靠山 现在她掌控了整个周家了 一个你从来都不待见的女儿 现在飞上枝头做泵黄了 你这个做父亲的 又眼红了对吧 李蒙冷下了一声 我能说句粗话吗 我想说 你这种垃圾 你骂我垃圾也好 你恨我也好 这些都不重要 你可以骂我 甚至可以打我 你这些年来 压抑在心中的不满 现在全部可以发泄出来 但是你发泄出来以后 请帮我这一次 朱梁的 帮你 帮你什么 帮盈盈原谅你吗 李蒙的脸上全是嘲讽 他冷笑的 哼 恕我做不到 因为 你没有资格做他的父亲 而他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父亲 你就是一个人渣 一个一无是处的垃圾 李蒙冷笑的 恕我不奉陪了 我还要出门 现在滚出去 萌萌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想你 你和你姐姐还是不一样的 周梁又画上了一幅 比较温和的口吻 他指示李蒙 够了 李蒙摇摇头 到 多少年了 你泡游的套路还是没变呢 可惜 我不是当年的我了 我不会因为一个人虚无的誓言 你两句柔情蜜语 就会被你感动的哭上几天几夜 你知道吗 我真的有点可怜你周梁 你的人生还有亮点吗 没有 在我看来 你连一个吃软饭的都不如 至少别人是靠脸吃饭的 你有什么 李蒙冷笑的 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 周梁有些恼羞成怒 是的 眼前的这个女人 她已经不是当初那几句话 就能被哄得团团转的小女生了 她长大了 成熟了 也更知性了 不过 正是她脸上的嘲讽 让周梁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 她冷冷地说 今天这件事情 你不答应我的话 就休想离开这里 腿长在我身上 我想去哪就去哪 这个 你管不着吧 李蒙冷下了一声 答 你不走 可以啊 你可以在这里坐着 回头我叫警察就是了 哼 最好顺便通知你家老爷子一声 让他看看 他自认为门风破炎的周家 出来的都是什么败家的子子孙孙 你敢 周梁大怒 他心中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 本来他以为他对自己还有感情 因为这个女生太傻萌 太容易被骗了 但是现在他才发现 原来这个女人也会长大的 而长大以后的他 有种凌驾高层的感觉 而跟他说了几句话 让他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个挑梁小丑一般 所以他心里落差太大 而李蒙最后的话 更是让周梁无地自容 是的 他的人生没有任何亮点 李蒙说的没错 他还不如一个吃软饭的 毕竟人家可以靠脸吃饭 而他呢 他有什么 他除了会花言巧语 哄一些无知的少女之外 他还有什么 生平第一次 他生出了一种自卑感 你可以在这里待着 我不敢 算我输 李蒙冷笑了一声 他站起来就要离开 哄 李蒙 你以为你算什么玩意儿 周梁怒气而笑 哄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一个贱人罢了 一个连自己姐姐的男人 都勾引的贱人 别他们在我这里装出一副 清理脱俗的样子 你不配 周梁回过头 他盯着李蒙冷笑了一声 哼 别忘了 你当年做过什么事情 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我姐姐 李蒙紧紧地按着自己的胸口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的深色 哼 一句是你错了 你就能弥补当年你犯下的错 周梁笑呵呵地道 这改变不了 你是一个不择手段女人的现实 如果不是你 盈盈的母亲 或许不会心灰意冷离开华夏 如果不是你 盈盈或许从小就不会受尽白眼 受尽嘲讽 周梁回过头 他盯着李蒙 答 别为自己的过头找借口 是我对不起他们 是我的错 李蒙的眼泪夺胯而出 我当年的无知 组成了大错 所以我这些年 始终是一个人 我要好好照顾盈盈 弥补我当年犯下的过错 哼 有用吗 周梁呵呵笑道 犯下的错 无论你如何弥补 你都没有办法弥补的呀 当年的事情 在你身上发生过 这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污点 永远都洗不掉 哼 你也清楚 你既离开华夏的原因 是什么吧 我想不管是谁 看到自己的妹妹 和自己的男人 躺在一张床上 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吧 如果不是你 他不会走 他会留在华夏 看着自己的女儿 长大成人 周梁呵呵笑道 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你 李萌按着自己的胸口 她的心很痛 当年的无知 铸成了大错 这让她始终 没有办法释怀 她的病 就是当年 预解而留下的病根 本来经过淋浴的治疗 她的病情渐渐好转 但是她不能受这些刺激 因为周梁的话 再一次深深地 刺痛了她的心 哼 我几句花言巧语 你就跟我上了床 唐年的你是多傻呀 周梁毫不怜悯地 看着李萌 不是你几句花言巧语 我就上了你的床 而是对有些人来说 山盟还是 就跟放屁一样简单 李萌突然抬起头 她放下了 按在自己胸口的手 看着周梁 当年我是爱过你 但是周梁 那是我年少 无知犯下的错 今天你来找我 是自以为 你对我还有吸引力吧 李萌笑了 你是多可怜 你是多自卑呀 你 周梁的脸色变了 我照顾了盈盈这么些年 陪她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李萌的 我觉得 我该还的 已经还了 如果真的还不够 那么 我只好用我的生命去还 我很高兴 因为在我身边 有盈盈一直存在 我没有女儿 但她就是我的女儿 李萌看着周梁 她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 我即使是现在去了 又有什么关系 而你 你有什么 你什么也没有 你在家里 不受你家老爷子待见 在众多兄弟中能力最差 你只能混吃混喝等死 你的老婆跟你也不是语心的 她觊觎的是你们周家的财富 而你儿子 你觉得你那个 从小被惯坏的儿子 对你真的有那份父子情吗 真可怜 你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闭嘴 周梁彻底被激怒 她不想再听下去了 因为李萌越说 她越感到自己淡疼的人生 没有一点乐趣 没有一点值得她骄傲的地方 不想听 那就滚吧 李萌冷冷地说 周梁的嘴唇蠕动着 终于她掉头愤然离去 盈盈 对不起 李萌的脸上 带着一次微笑 她的脸色苍白如指 我不能再陪你了 你要自己 好好地活下去 三天以后 李萌的葬礼 李萌生前 信奉基督教 所以她的葬礼 是按照她的信仰 而去办的 周英站在台上 她显得很平静 这几天以来 她始终没有流泪 她在迎送着 自己的祈祷语 静静静 静静流逝的 所有一切 这个世界没有终结 由我的亲人 你的灵魂将会延续 你的单身 与你生存 只是为了传递的希望的诗篇 直到永远 我不会恐惧 因为你的灵魂 与我同在 水晶棺盖黄瀚的和尚 看着水晶棺中 那安身的面孔 周英突然失声痛哭 那个一直以来陪着她 走过最艰难时刻的人 从此想与她永别 生者是过客 弑者为归人 一切看开点 葬礼结束以后 林玉安慰她 我知道 我这些天 一直在努力地安慰自己 我告诉我自己 小姨这是去天堂了 周英狠狠地点头 她失去眼角的眼泪 抬起头看着林玉 道 但是 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会看到她 我看到她对我笑 看到她对我起床 为我做好吃的 有些东西 忘不了 周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的眼睛红红的 我得给我自己一段时间 去适应 没有她的日子里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拍拍周英的肩膀 林玉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确实不知道 怎么安慰周英好 毕竟对她来说 小姨是她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让时间去淡花吧 林玉笑了笑 到 林玉 我有些事情想问 周英回过头来 她看着林玉 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打 我想知道 我笑意一生前的情况 她的情况很好 林玉认真地说 至少 在我看来 她没有任何会突然心脏病 发作的迹象 可是 她确确实实死于心脏病 发作 周英的 不管是反应鉴定 还是事件报告 都说她是死于心脏病 我相信你的医术 你说她没事 她肯定会没事的 我也说过 她现在不能受刺激 林玉的 因为她之前的病 是因气情所生 正于在心 如果用中药条理 就让她自己的心情 能保持很好 这病 会慢慢地治愈 但是在这期间 她不能受重大刺激 如果她受了刺激 很可能会导致病情复发 林玉认 而能造成她心脏病咒发 而死亡的刺激 该是有多大的刺激 你的意思是说 她受过刺激 所以导致心脏病发作 周英看着林玉 认 林玉 我要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 林玉认真地看着周英 答 确实是这样的 我可以断定 如果她生前没有受过刺激 是不可能突然心脏迷发作的 那就是了 周英单单地说 我家门前装的是有监控的 小语出事以后 我第一时间查了监控 但是我发现监控被人动过了 有人 做罪心虚了吧 林玉笑了笑 道 她是谁 周英的双眼瞬间变得通红 她的声音变得低沉无比 她冷冷地说 不管她是谁 我都要让她付出代价 事情总会有真相的 林玉的 你小爷的遗物呢 收拾了没有 没有 我现在要去看看 周英的 希望从她的遗物里 我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 我陪你去吧 林玉的 我们两个去找 可能会快一点 好 谢谢啊 周英点头 李蒙的卧室里面很正气 周英记得 小姨是一个言语约束自己的人 所以她室内收拾得很整洁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能很快找出来 在她衣柜里面 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小箱子 箱子上面挂着一把小锁 周英抱出来这个箱子 她说 小姨重要的东西 都会锁起来 这个小箱子对她来说 一定很重要的 打开看看吧 林玉的 没钥匙 我不想砸开 我们 去找开锁的吧 周英的 不用那么麻烦 林玉取出一根金针 在锁孔处捅了一下 咔的一声 锁边被打开了 小红箱子里面空空的 但是在底部 只有一本日记 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所以是基本有些发黄 而笔记本上 还上着一把小锁 你小姨的症结是七情作伤 以前她肯定和某个男人之间 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 导致她一直不能忘怀 林玉的 而能刺激到她的 只有和那段感情相关的人 小姨从来不提起那个人 我也不知道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感情纠葛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她会终身不嫁 周英看着这个笔记本 到 这里面 能找到线索吗 不知道 林玉微微一笑 到 看看不就知道了 七情作伤 她的内心一定很痛苦 而那段记忆 肯定会一直藏在心里 她想找人倾诉 但又找不到人 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就是写下来 那样的话 心里会好受很多 林玉三下五除二 把笔记本给打开 周英翻开了日记本 只见小姨 那熟悉的笔记 出现在笔记本上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我和姐姐 喜欢上了同一个男人 我知道我这样不好 但是 我真的控制不了 自己的感情 那个男人 太优秀了 周英如遭五雷轰顶 她整个人呆住了 虽然只是看了 短短的一句话 但是从话语里的意思 她不能看出来 小仪式记里 写的那个男人是谁 没错 就是自己的父亲 周良 原来是这样 原来 周英一直难难地 重复着这句话 她明白了 她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以前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小姨一直在回避 原来 原来是这样 周英接着读下去 所有的事情 她都明白了 一切都明白了 她无力地倒在地上 她的双眼有些失神 她没有想到 自己最亲的人 最爱的小姨 居然是让她母亲 心灰意冷 走出的最大原因 林玉暗自叹了一口气 李萌和周英的母亲 这对姐妹 她真的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或许吧 姐妹两个人 都是从农村来 设事不深 这才被这花花世界 给迷了心智 而川普的他们 相信这个世界上 牵了手就有婚姻的 却殊不知 这个花花世界的感情 是不会有结果的 整整一个下午 周英呆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她今天得知这个事情 对她来说 冲击太大 她有些后悔了 有些后悔 去看那些日记 喝点水吧 林玉递过了一杯水 这个时候 是这个女人 最脆弱的时候 所以她不能走 林玉 为什么会这样 周英叹了一口气 她有些痛苦地 闭上了眼睛 你妈妈和你小姨 都是穷苦出神吧 林玉叹了一口气 道 是的 周英点头道 他们是一对 想要改变自己 生活现状的姐妹 周英道 刚从穷苦地方 走出来的人 对于这个世界 都是抱有美好愿望的 林玉淡淡地笑道 所以 有些时候 他们会被太多的 花言巧语骗 而他们 也过于相信 自己的男人的保证 我相信 他们都是相信爱情的 只可惜的是 他们当初遇到的是 你父亲那个人渣 林玉道 那么我小姨 今天受到刺激 会不会和我父亲有关 周英突然站了起来 十有八九 林玉道 去查查吧 你家里的监控被人删了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恢复 而且门卫处 一定也有监控 到那里看看去 好 周英站起来 她和林玉 一起向监控室里走去 周英的神色轻了 她不清楚 导致小姨死的人 到底是谁 但是她发誓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让她弄清楚 她一定不会放过对方 监控室里面 一个保安鼻青脸肿的 她有些忧愿地 看着林玉 和林玉身边 那个漂亮的女人 然后 调出那天的监控 果然是她 看着监控里面 那个画面 看着进去以后的周梁 和出来以后的周梁神色 明显不一样 周英瞬间明白过来了 她紧紧地握着 自己的拳头 她的指甲 嵌到自己的肉里 画面 定格在那张 她看着十分厌恶的脸上 周英一眼不发 她转身就离开 林玉看了那位 监控室的小哥一眼 然后也离开了 直到两个人 走出足够远 那位保安小哥 在颤抖地站了起来 她向两个人 离开的地方 看了一眼 然后拨通了电话 哭脏了脸 说 喂 110吗 是她 果然是她 周英的神色清冷 她的脸上 带着一丝 狠利之色 她冷冷地说 我早听说 她是一个人杖 现在看来 果然不错 你打算怎么办 林玉有些 无奈地笑了笑 她再怎么样 但终究还是你父亲 你总不至于 对她下手吧 小姨是我这个 世界上最亲的人 我说过 不管她是谁 我都要让她付出代价 周英冷冷地说 某个风月场所 提前顶级包厢里面 周梁身边 坐着数个衣着暴露的女孩 这些女孩 拿着杯子调笑着 讲着昏段子 整个包厢里面 充斥着一股浓浓的 糜烂气息 周总 这段时间 怎么也不见你来啊 你可是想死人家了 一个女孩 把红酒 灌到了周梁嘴里 然后咯咯笑道 是不是你又有什么外遇了 别提了 最近这段时间 家里那个母老虎 管得太严 我想出门也出不来 周梁叹了一口气 到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这不 还是趁着她出去 旅游的时间 我才偷偷跑出来的 不然的话 我怎么会不来看 你们这几只小妖精呢 周梁吟笑着 在那女孩身上乱摸着 讨厌 你坏 那女孩半推半就着 但她这样 更能激起男人的反击 周梁的手 更加放肆了起来 周总啊 我听说你们周家的人 世上有点变动啊 有个女孩问道 周总是不是高生啊 说家里老爷子气重了 说到这里 周梁更加得意洋洋了起来 她大笑的 我不妨告诉你 周家重建 成立了周氏集团 而周氏集团的董事长 是我的女儿 她可是和秋氏集团的太子爷 在一起了 我告诉你们 不出三年 周氏集团 能成为帝都十大民企之一 哇 这么厉害啊 你女儿竟然和秋氏集团 太子爷在一起了 是啊 那可是华夏第一首付的儿子 厉害 真是太厉害了 一群女人眼里 都是直冒星星 在帝都 没有人不知道秋氏集团 更没有人不知道 邱若营是谁 听到周梁这么说 所有人的双眼里 都冒出了小星星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周氏集团 可真是飞上枝头了 以后一飞冲天 只日可待 诶 周总 以前从来没听说 你有一个女儿呀 你这女儿是什么来头啊 有人提出了质疑 这句话对周梁来说 简直就是一盆冷水泼下来 她干渴了几声 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她只得尴尬地拿起了杯子 到 喝酒 来来来 我们喝酒 喝多了酒 再喝了几粒药 周梁在一群女人的围绕下 嘴声梦死 但就在这个时候 酒店的门 被人从外面 砰的一声踹开 周盈带着几个人 和林玉一起走了进来 什么人 周梁猛地坐起来 因为刚才嗑药的原因 所以现在 她的目光还有一些迷离 她的神志 还不是太清醒 她看着眼前这群不速之客 一时半会儿 还没有认出来人是谁 现在 无关的人出去 周盈冷冷地说 你是谁啊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啊 就算是抢男人 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女人都是有嫉妒心理的 她们看周盈这么漂亮 出场之后 又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所以就更加放肆了起来 这么一个人渣 也觉得你们这样 周盈笑了 她挥挥手 身后几名保镖上前 把那张大理石桌面的桌子 给掀翻了 堂堂水水溅了一滴 室内音乐也停了 尖叫声不绝于耳 周盈扫射了当场一圈 她淡淡地说 我再说一次 不想死地 滚出去 看着对方来者不善 在场女孩们 没有人再敢说话了 她们一个个站起来 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室内只剩下周梁一个人 周梁脑子还在不停地晃着 她到现在根本没有意识 她嘴里还暖暖地说着 宝儿 来啊 我们喝酒 不醉不归 能让她接醒过来吗 周盈揍着眉头 倒 小意思 林玉笑了笑 她走上前 对着周梁脑袋 毫不客气地一拳砸了过去 砰 周梁一边的眼眶马上清了 而林玉这一拳 用上了泰旋径 她这一拳砸出去 周梁刚才嗑药的药力 马上就过去了 她晃了晃脑袋 然后有些迷茫地 看着眼前的来人 当她看到周盈的时候 她不由自主地一个机灵 她的酒意和药力 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盈 盈盈 怎么是你啊 周梁慌乱地站起来 虽然她无耻 但是来这种风月场所 被自己的女儿抓个正着 她还是有点无地自容的 为什么不是我 周盈冷冷地盯着周梁 倒 现在我问你话 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如果敢说错一句话 我打断你一条腿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周梁愤怒了 不管以前她再怎么忽略周盈 不管她吃过再多的苦 但自己终究还是她老子 打断腿这种话 她都能说出来 这太打你不道了 我小姨死前 你是不是去找过她 周盈盯着周梁 不放过她脸上 任何一丝表情 没有找过她 我去找她干嘛 我们又不说 周梁直接不承认这句话 但是周盈明显地看出来 她目光了有些神说 你撒谎 周盈咬牙切齿地说 她一挥手 打 打 站在她身后的保镖 可不管周梁是什么身份 他们只听雇主的话 周盈一挥手 他们马上就上前 对着周梁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别打了 别打脸 住手 好 好 好吧 好吧 我说 我说 我承认 小姨死之前 我是见过她 但是她死 我没有半点关系 周梁终于顶不住了 周盈一挥手 那几个保镖便停住了 他们站在一边 虎视眈眈地看着周梁 给她施加着压力 我小姨为什么会死 周盈冷冷地盯着周梁 打 她心道本来就不好 我也没想到 我走了之后 她心道病就会犯了 周梁大喘着气 这与我没有关系 这 这与我真的是 没有一点关系 杨杨 你要相信我 与你没有关系 周盈冷冷地说 那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周盈甩出了日记本 这正是李蒙生前 保管得很好的那本日记 周梁翻开了日记本 她翻开了几页 她的脸色 不由自主地变了变 杨杨 你都知道了 周梁合上了日记本 她有些心虚 对 我都知道了 否则的话 我今天也不会找上门来 周盈淡淡地说 我和小易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了解她的为人 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 而这种女人 有些时候最容易受伤 当年的她 还有我母亲 都是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她们根本抵受不起你的甜言蜜语 这个混蛋 是你击变了她们 周盈的身体 微微有些发抖 她很激动 她恨不得杀了眼前这个王八蛋 杨阳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们不要再提了好吗 周梁也不愿意再提起以前的事情 毕竟那些事情对她来说 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 那好 以前的事情我们不提 但现在的事情 我们要好好地算计算计了 周盈冷冷地说 我小姨是有心脏病 但林玉给她治过病 林玉说 她的病因是七情所伤 如果不受刺激 她完全是会好的 能导致她激动心脏病发作的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邓音的心结 再次被人挖了出来 这也不证明与我有关系啊 周梁的 我是你父亲 你这样污蔑我真的好吗 如果你真的固执地认为 她的死与我有关系 那好 你也给我拿出证据来 只要证据能证明这件事情与我有关 那我无话可说 我家是装有监控的 你想要证据是吧 那好 你自己看 周云身后一名保镖拿出了一个平板 在上面一滑 一个视频便播放了出来 这正是周梁在李蒙那里和李蒙的那段视频 监控是带有音频的 两个人对话听清楚楚地传了出来 这不可能 周梁的脸瞬间变白了 他怀疑这份视频的真实性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当天发生的事情 当天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他第一时间找到监控的硬盘 把里面的内容全部删除了 但是以现在科技手段 把硬盘里面的内容完全恢复 也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周云盯着周梁 到 你还想跟我修复妇女关系 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吗 周云私声道 你这个人杖 你真的太能异想天开了 我 我话可说 周梁叹了一口气 他把手中的平板给放了下来 他淡淡地说 是的 在他死之前 我见过他 但这并不代表 他的死就跟我有关系啊 没用的 你这东西就算是拿到警察局 也不会有什么用的 这不能作为证据 谁说我要拿给警察了 周盈冷吓了一声 道 我发现 你也真会一想天开啊 我只说过我要给小姨报仇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 我要把这些东西交给警察 让警察来定你的罪 你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你父亲 周梁一愣 他不由得有些愤怒的叫道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你不要在大逆不道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你根本没有承认过我是你女儿 你也从来没有尽过一个 负起殷居的责任 周盈的声音有些冷 他冷笑的 所以 就算是我杀了你 也多半称不上什么大逆不道 倒是你 想想你以后 怎么生活吧 你敢动我 周梁吼道 我是你父亲 我为什么不敢动你 这两个字 是你自己封给你自己的吧 周盈笑了 他边笑边道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你说的一点也没错 不管我认不认你的身份 我身体里都躺着你的血 对对 杨阳 我知道 我以前所作所为 伤透了你的心 但是请你给我一个 改过自信的机会 我保证 我一定会好好弥补 以前的过错的 不需要 周盈的 我不让你死 那是因为我觉得 死太便宜你了 对于一个人来说 生不如死 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你 周梁被气的 几乎说不出来话 但是现在 他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知道 现在女儿 简直恨透了自己 凌云 帮我这一次 好吗 周盈回头 看着凌云 我知道 你确实下不了手 你也不能下手 不管你承不承认 他的身份 他都是你的父亲 林玉点头的 如果你真的动手了 那就如他所说的那样 你是大逆不道的 林玉说着 走上前 他右手一伸 一直点出 一声闷响 从助梁身上传了出来 周梁并没有感觉到 什么痛苦 他只感觉到 自己的双腿一软 然后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周梁感觉到耻辱 他想从地上爬起来 但是他无论如何努力 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他甚至感觉不到 自己的腿的存在了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周梁大惊失色 为什么 只是让你以后 站不起来了罢了 林玉微微一笑 他的笑容 有些如沐春风 让人看起来 人畜无害 但大谷 藏在他双眸深处的 那份森人 却让周梁心惊胆战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周家的人 我以周家掌权者的身份 正式宣布 剥夺你在周家的一切 周莹冷冷地说 一句话 你被驱逐了 你以前在周家所得到的一切 都不存在了 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是你爸 你是我的种 周梁一争 他愤怒地吼了起来 他清楚 他自己的人生 到底有多悲哀 习惯了一来伸手的日子 他已经丧失了一个人 最基本的生存能力 如果让他离开周家 他将一无所有 更何况 他以后站都站不起来了 也许从今天开始 他将会和那些 天桥底下的流浪汉士一样的 居无定所 无处可去 离开那处酒吧以后 周莹一直默默无语 他似乎是在思考什么 林玉看得出来 他的身形明显有些机械 大臭得报 但是你一点也不开心 对吗 林玉紧走了几步 他走到周莹的身边 微微一笑 答 就你懂女人啊 周莹恨恨地瞪了林玉一眼 然后他悠悠地说 没错 大仇事报了 但是现在 我一点也不开心 因为他是你的父亲 林玉也儿童 答 你不是那种冷血无情的人 即使你十分地恨他 但是血浓于水 所以你下不了手 谢谢你啊林玉 周莹抬起头 她有些痴迷地看着林玉 答 我以为我小姨去世之后 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了解我的人了 但是我没想到 你这么了解我 那你把我当成你长辈算了 林玉笑了笑 答 能借你肩膀拥一会儿吗 周莹看着林玉 答 可以 林玉点头 周莹靠在林玉的肩膀上 他闭上了眼睛 他很累 他很疲惫 他很想找一个结实的肩膀靠着 而林玉的肩膀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在暗处 一条人影用歹毒的目光看着这一切 这正是江南 看着周莹靠在林玉怀里一脸幸福的样子 他感觉自己的心一抽 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中了一般 一夜无话 第二天林玉一大早醒来 桌子上留着早餐 是邱若莹留下的 他一大早便去公司了 刚洗了把脸 打算出去吃饭 但是门外保卫处打来电话 说是有个男人一直等着见林玉 在那里似乎等了很久了 让他进来吧 通过监控的影像 林玉看到那人 正是东阳逃回来的李国健 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一些秘密 所以遭东阳杀手的追杀 片刻以后林玉的门铃便响了起来 他打开了门 只见李国健 微微缩缩地站在门口 看到了林玉 他的态度越发越显得谦卑了 他点头哈耀地说 林先生好 进来吧 林玉对这家伙没有好感 但这家伙登门拜访 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林玉对他还算是客气 谢谢林先生 李国健在林玉的跟前 早已经没有那种 趾高气昂的感觉了 因为当天杀手刺杀他的时候 他被林玉雷霆手段给震住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东阳那位杀手到底有多可怕 那家伙在东阳的杀手史上 可是有着一席之地的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他居然被林玉一箭斩杀 李国健是个普通人 当天他并没有看清 林玉手中那一箭 但是林玉初见的那种 舍我其谁的气势 让李国健深深地感到了震撼 林先生 为了表示感谢 这是一点小意思 还请林先生笑呢 李国健小心翼翼地 拿出了一张支票 放到林玉的跟前 林玉连那张支票的数额 都懒得看一眼 虽然他知道李国健并不差钱 他出手肯定不会是小数额 但是林玉对于钱的概念很模糊 而他也不是差钱的人 所以他觉得钱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李国健到底有什么事 说吧 什么事 林玉淡淡地说 别跟我拐弯木脚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直来直往 有事情就说 这 既然林先生是个爽快人 我也不吞吞吐吐的了 李国健点头道 我来这里是想请林先生帮我一个忙 我来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